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振剑 后期有时 第1216集 直一刹那间 轰隆隆的巨响声震荡天地 一股毁灭之光笼罩着他们的身体 战得惊天动地 每一次碰撞 都让周围观战的人 感觉到气血翻涌 这样的近身攻击太可怕了 魔邪的手掌在攻击的时候 似乎还拥有吞噬力量 能够将前门主的攻击吞掉转化 难道他吞噬紫道阳之后 竟还有了一次紫道阳的千秋帝法力量 有人惊叹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魔邪的梵天大帝传承 已经开始隐隐成形了 两人大战不休 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竟越战越强 越战越猛 秦问天身上血脉开始爆发而出 轰出的掌力 透着惊人镇压毁灭力量 能够破碎一切 魔邪身上又结尾冲天而起 体内力量疯狂爆发而出 战得天昏地暗 秦门主渐渐占据优势了 他的力量似乎更强一些 每一次都让魔邪身体颤动得厉害 看来秦门主完美的体质和神之手 加上血脉力量 攻击力比之魔邪的不灭金身 返天大抵传承力量 还有极力血脉更强一些 魔邪 你若仅此的话 已经战败了 秦门天大吼一声 宛若绝世战神 腰之血脉凶猛涌动 如若一尊大腰 准备发出更强的攻击 是吗 魔邪的眼眸中 带着一缕讽刺的笑容 这笑容似乎让秦门天 感觉到有着一丝不妙 又是一道惊天碰撞 然而这一次 一股惊人的毁灭力量 从魔邪的体内爆发而出 秦门天的神之手 唯能喊天 但此刻 却不断炸裂毁灭掉来 有着一股无上的竭力降临 这一刻 结光席卷天地 笼罩天穷 将他和秦门天所在的那片虚空包裹 无尽毁灭之力 将神之手击碎 秦门天神色大变 魔邪的力量 这 秦门诸人 神色进阶大变 一股惊人的竭力 冲入秦门天的身体之中 让他浑身震盏 随即魔邪的黑暗手掌 落在了他的脑袋上 毁灭的浮光化作可怕的黑暗漩涡 要吞噬秦门天拥有的力量 夺我之船长 魔邪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师兄 君梦臣升级冲出 小混蛋以及炼狱狂吼一声 轻儿脸色大变 浑身绽放无尽力量 朝着魔邪而去 南皇芸汐沐浴火焰 踏步而出 他愤怒道 魔邪 你已经铸就了仙台 你卑鄙 仙台 魔邪 他已经铸就了仙台 猪人纷纷反应了过来 神色顿时都变了 魔邪一直在隐藏 之前他想要吞食小混蛋 后来失败 于是想到吞秦闻天身上的力量 他引诱秦闻天和他战斗 天穷之上 陡然间出现一股劫云 似乎是古地之城的规则力量降临 魔邪神色微变 时间应该够了 他身上披着的黑袍乃是一件质宝 能够隐藏气息 他在几日前就在这古地之城铸就了仙台 不过却并没有让古地之城的规则力量发现 就是为了此刻 滚开 仙台之威席卷而出 一道道毁灭的结光狂魔乱雾 化作毁灭之威 席卷天地 他手中魔刀出现 绽放仙台实力的他 再握魔刀 一刀刺入虚构 天地动荡 无人能够靠近 秦闻天盯着魔邪 双眸射出滔天光芒 他体内圆斧咆哮 仿佛是内在世界 无尽的星辰原力汇聚成大妖真笼 一尊两尊 这一尊尊大妖出现在体内疯狂地怒吼着 他身上的血脉力量席卷而出 宛若一尊太古妖神的后裔 一声惊天动力的声响从秦问天的嘴中发出 宛若妖神怒吼 他身躯之上出现了一座绝世大妖虚影 这虚影张嘴一吐 顿时轰隆隆的声音碾压天穷 一尊尊大妖真笼 似从远古而来要击碎天穷 杀相魔邪 魔邪神色微变 他左手手握魔刀 挡住虚空中的攻击 右手必须要收回 从秦问天的头颅上离开 体内仙台绽放绝世之光 无上的威能化作一指 杀向那大妖攻击 惊天动地 大妖不断被摧毁 但可怕的力量同样将魔邪震退 秦问天退后 直接祭出妖剑 斩出了一剑 魔邪左手松开了魔刀 直接朝着前方伸出 仙台之威彻底的爆发而出 毁灭的浮光卷了出去 将仙剑之光都粉碎掉来 虚空之上 规则力量降临 从天穷洒落一道道光芒 笼罩着魔邪的身体 这一幕使得魔邪神色微变 盯着前方的秦问天 露出一抹不甘的身子 我刚才就该直接杀了你 今日算你命大 魔邪冷冰冰地说道 光芒洒落在他的身上 将他身体包裹 秦问天知道古地之城的规则 若成就仙台 绽放仙台之威 便会被规则力量 逐出古地之城 魔邪 他已经靠纳黑袍 欺骗了古地之城的规则 直到此刻才暴露出来 魔邪的身体缓缓升空 被规则力量带走 秦问天看着他的身影 冰冷说道 魔邪 先遇再会 魔邪的眼中 闪过一道冰冷之色 先遇再会 他也希望再会 终于 魔邪消失了 然而诸人的内心 却不平静 差一点 原灯仙榜第一紫道阳 和金灯仙榜第一秦问天 都死在他的手上 此人太危险了 看着魔邪身影消失 秦问天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心儿等人都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只听秦问天 难难地语 古地之城 我们也该离开了 魔邪离去 被古地之城的规则送走 秦门弟子 却都心中不平静 这魔邪 确实识个人物 就凭借他诛杀子道阳 就令人觉得可怕 如今 魔邪带着不灭体制 凡天大地九分之三的传臣 圣兮翠体 仙台直径且离开了 除秦问天他们之外 魔邪在古地之城 也算是大赢家 最可悲的 无疑是子道阳 当然 魔邪的强大 却依旧没能够掩盖 秦问天的风华 他似乎早有准备 不仅保住了妖兽伙伴 而且面对爆发仙台实力的魔邪 他都成功脱险 这样的战绩 足够骄傲了 只是这一战太危险了 以后再先遇到 势必要诛杀魔邪 君梦臣神色难看 魔邪的狠辣手段 险些得逞 诸位都散了吧 魔邪离开 秦门不会再有什么风波了 秦问天抬头望向虚空中的诛人 子宗解体 魔邪离开 如今秦门 堪称古地之城的巨无霸 诸人纷纷点头连续离去 秦问天漫步而出 清儿 君梦臣 以及南皇芸汐等人 却未离去 都跟在秦问天的身后 随即降临在修炼城 嗨 我是夏柳君 在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17集 秦门天 你准备离开了吗 南皇芸汐问道 刚才秦问天的低语声 他听到了 如今在古地之城 已经没有压力了 该离开了 秦问天低声道 此次我来古地之城 主要也是为了寻找清儿 旁边的清儿美眸波动了下 南皇芸汐看了他一眼 笑道 确实 古地之城 你已经登顶登线榜 我们秦门如此强大 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抗衡 继续留在这儿 的确没有必要了 我出来了数年时光 这次回去 正好为住旧仙台做准备 你们呢 都有什么想法 如若愿意 继续留在古地之城也行 秦门天 看向其他人 死到阳允 摩西离开 如今登仙榜前十 几乎都在这儿了 留下还有什么意义 君梦臣说了声 顿时诸人都笑了起来 那好 明天就去传送区 回去了 秦门天低声道 都休息去吧 诸人纷纷点头 各自散去 第二日清晨 秦门天召集了秦门诸人 告诉秦门弟子 他们要离去的消息 秦门天焦都没有太惊讶 秦兄 以后再先遇相遇 你可别当我是陌路人啊 有人笑着道 若是你们 愿将秦某当做朋友 出了古地之城 相逢依旧是兄弟 秦门天豪爽说道 好 希望以后 还有机会并肩战斗 有人朗声说道 秦门天看了一眼 徐如雪道 我离开后 秦门暂时 交由徐如雪掌管吧 至于未来如何走 朱兄弟自行决定 徐如雪看向秦门天等人 心中有些波动 这一行人都是风华绝代 虽只有短暂的辉煌 但却让整个古地之城 铭记了他们 各位 告辞了 秦门天身体腾空 顿时一行人 纷纷踏上 青儿的虚空树叶上 对着秦门人群 挥了挥手 秦门弟子 抬头看向他们 同样挥手告别 光芒闪耀 虚空树叶 直接消失 一行人离去 走了 诸人畅然 古地之城 历代无数天骄 来而又去 其中不乏一些 绝代天骄人物 他们有人离开后 渐渐淹没在仙玉之中 然而也偶尔 有人在若干年后 成为名震仙玉的人物 这家伙如若不死 以后必成一方巨拨 黎玉目光 遥望远方 他是最先认识 秦门天他们的 此人进步 太过可怕 前途无量 希望若干年后 再听到他的名字之时 已成为一方帝王 徐如雪 南南地狱 很快 一泽泽消息 在古地之城传开 又在古地之城 掀起了一阵波澜 杀子道阳之人 已经正式 正式摩邪 昨夜他还前往 猎杀秦门天 以及小混蛋 差一点成功 而且摩邪已经 铸就天台 跨入了先知境界 除此之外 秦门天等一行 秦门顶级强者 纷纷离去 离开了古地之城 从此往后 灯仙榜上 将再无他们的名字 悬扬 恐怕会登顶 灯仙榜 不过这一次 灯仙榜前十 有九人离开 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新一轮的灯仙榜前十 恐怕将成为 历界含金量最差的了 在古地之城的东面 郊野的尽头 有着一片毁灭的海域 这里是离开 古地之城的地方 此时 秦门天他们 便来到了这里 前方恐怖的乌云汇聚 海域上 有着可怕的黑暗风暴 然而边缘之地 却有着一座古老建筑 流动着规则的力量 其中有着一座座传送祭坛 先台强者 会被规则力量 直接带来此地 传送离开 而未入仙台之人 想要离开古地之城 则需自己前来此地 我们进去吧 南皇云汐开口道 随即一行人 踏入那古老建筑之中 前方的传送祭坛 竟有九座 分布于不同方位 这一座座祭坛 对应先遇不同方位 传闻是由古之大帝所建 都是单向传送 能够直接跨越无境疆域 南皇室在清玄仙域 难以方位 我将踏上那座祭坛 你们呢 南皇云汐指向一座祭坛 开口说道 秦问天目光望向清儿 直见清儿低声道 你陪我去尝清仙国吗 看着清儿的美丽容颜 秦问天含笑点了点头 拉着他的手道 我陪你回唱清仙国 你们呢 秦问天回过头 看向君孟臣和华太虚他 我要去见师尊一趟 华太虚低声道 秦师兄 你这是要去拜见岳仗大人啊 这样的话 我和秦宣姐就不去打交你们了 我们回去 君孟臣爽朗笑道 秦问天瞪了他一眼 他自然明白 君孟臣指的回去是哪里 他们想必会回天福界 长清仙国和东盛十三州 处于一片疆域 你们都踏上那座传颂祭坛就可以了 到了之后再分开吧 南皇云汐指向一座传颂祭坛道 这里只有九座祭坛 不可能囊括先遇各疆域 因此相对而言 长清仙国和东盛十三州 是属于一片大的疆域中 好 我们出发吧 秦问天点了点头 顿时南皇云汐走上了一座传颂祭坛 秦问天他们则踏上另外一座祭坛 一缕缕规则力量从天而降 引动祭坛的力量 刹那间胡锦的符文洒落而下 那规则里面遍及天地 天地呼啸怒吼 秦问天只感觉他们处在一片可怕的符文之中 宛若世界末日 好可怕的传颂祭坛 秦问天低声道 这可是横跨无尽疆域的传颂大阵 自然如此 南皇云汐看向他们这边道 将来有缘再相见了 南皇云汐 再会 秦问天喊了一声 无尽浮光将他们包裹 强光洒落天地变色 他们的身体同时消失在了原地 长青仙国 将域辽阔无边 长安城乃是长青仙国极为强大的一座主城 这里驻扎了一支大军 镇守长青仙国东面 长安城极为繁华 强者无数 长安城城主乃是长青仙国一方巨博 镇守一方的仙将 被封长安侯 乃是一位强大的先王人物 此时 长安城的上空 陡然间有着一阵强烈的飓风 一股恐怖的虚空风暴汇聚而生 无数人抬头望向虚空 随即只见好几道身影从这风暴中踏出 这几人赫然正是秦问天他们 秦问天等人目光闪烁 凝望下方 这传送祭坛 只传送大概的疆域 不会有具体的位置 因此他们传送到任何地方都是有可能的 好强的空间风暴 这些是什么人 下方诸强者议论纷纷 有些好奇 我们下去问问 秦问天开口说了声 顿时一行人朝着下方踏步而去 君梦臣看向一人 开口道 阁下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传送而来 那人好奇道 啊 不知道被传送到了哪儿 君梦臣裂嘴笑道 原来如此 这里是长安城 那人回应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18集 长安城 这是哪个势力捅下 君梦臣不清楚 那人翻了翻白眼 长青仙国长安城 自然是长安侯捅下 到了长青仙国 君梦臣眼睛一亮 回过头看向秦问天和青儿 道 看来你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长安城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 承主府应该有传送大阵 青儿低声说道 秦问天点了点头 那我们直接去承主府 嗯 青儿喊手 以他的身份 要用传送大阵 自然没有问题 先这样 秦师兄我和秦轩姐就直接回去了 君梦臣说道 秦问天和青儿要去见长青仙帝 他自然不好去打搅 我也先走了 我们就此告别吧 华太虚说了声 秦问天对着他们道 保重 师兄 等你好消息 君梦臣笑了笑 随即直接踏步而出 挥了挥手 死了 我也告死了 祝福你 华太虚 看向秦问天 以及青儿 也随即离开 秦问天怀中抱着小混蛋 炼狱藏在于他的血脉之中 这里就只剩下了他和青儿 两人相视一眼 随即踏步而出 秦问天目光闪烁 不知道长青先帝 会如何看待自己 长青先国和东盛先门不同 长青先国坐拥国号 东盛先门则是以宗门形式 同于东盛十三州 因此 他们之间各地执掌者称号 也各自不同 长安侯的地位 若是放在以前的东盛十三州 相当于一州之州王 奉将大力全是陶天 乃是先王强者 实力强大 而且长青先国各方诸侯 皆由先国上层直接任命 大多拥有赫赫战功 前些年 长青大帝争夺先国成功 整个先国之地 进行了一次清醒 如今各方诸侯 毫无疑问 都是长青大帝信任的人物 长安城侯府 威严壮阔 处立于长安城正中之地 外围之地 铠甲森森 一支支军团镇守于此 牢牢守卫着森严的侯府 此时 有两道身影踏步而来 一男一女 走到长安城侯府外 看向前方笔直的通道 一直通往侯府深处 简单 却极具威严气势 站住 看到秦问天和清儿两人靠近 顿时有军士往前踏步 手中的长矛指向两人 侯府之地 外人直播 我要见长安侯 清儿冷冰冰地开口 目光凝视前方 看到清儿非凡的气质 直言说要见长安侯 那铠甲军士也不敢怠慢 其中一人问道 阁下是何人 只见清儿手中取出一枚玉制令牌 朝着前方伸出 这令牌之上流动着光纹 上克亲子 守卫看了一眼 眉头微微皱了下 这似乎是先国令 只是这亲子是何意呢 再看看清儿一眼 他们的瞳孔忍不住收缩了一下 其中一人问道 可是公主殿下 属下拜见公主殿下 是我 清儿淡淡地说道 顿时两名守卫降落 单膝跪地 见过公主殿下 属下拜见公主殿下 里面的军士纷纷大惊 随即目光看向这边 一位仙台静的强者走来 看到清儿手中的令牌 同样单膝跪地 拜见公主殿下 他身后 诸军士纷纷单膝跪地 恭敬无比 起来吧 我有事要见长安侯 清儿淡漠说道 公主请随我来 那仙台强者站起身来 周围军士分裂左右 让出道来 清儿和秦问天朝前踏步 顺着中央通道 朝着前方走去 通报侯爷 清儿公主殿下驾临 一道声音朝着前方传出 片刻之后 一道道同样的声音 响彻于侯府 不断朝着侯府伸出传去 一座灰红大地之中 有两道身影坐在那儿品尝 这两人似乎是一对夫妻 男子威猛无比 女子雍容华贵 气度非凡 一看便是酒居高位 身上自带着一股威严 通报侯爷 清儿公主殿下驾临 就在这时刻 一道道声音飘入大殿之中 两人对视一眼 眼眸中都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大地陛下之女 清儿公主殿下 不过两人都是先王人物 神色瞬间恢复如常 只见长安侯站起身来 开口道 公主殿下前来 我们去迎接吧 我听说清儿公主几年前 便前往了古地之城历练 如今回来 应该是路过我们长安侯府 来向你借传送法阵 直接到先国皇宫 长安侯夫人 眼眸中闪过睿智的光芒 竟猜得极为准确 立即知道了清儿的来意 何必管她为何而来 既然到了我们侯府 自然要好好招待 护送她回去 长安侯道 不过长安侯夫人 目光却不断地闪烁着 随即笑道 当然要好好招待 并且护送她回去 只是 清儿公主好不容易来我们侯府 这样的机会 自当要好好把握 准备通知凡儿 让她和公主接触一番 就你点子多 只是 你又不是没听说过 这公主的性格 冷美人 从来不对他人假以辞色 况且 凡儿虽然天赋不错 但若说配着清儿公主 还是差了些 长安侯似乎有些自知之明 开口道 我父亲乃是半步先帝了 替大帝打下江山 异性封王 凡儿乃是我儿 父亲的外孙 身份地位又岂会畅 长安侯夫人 目光射出金芒 开口道 如今父亲 在皇宫急需更近一步 若是能有这层关系 无疑是最好 况且 即便这公主殿下 看不上凡儿 交个朋友又有何坏处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但是公主殿下 借传送法阵 恐怕不会停留 长安侯道 你若闭关 那么长安侯府 就无人能有权利 使用通往皇宫的 传送法阵了 你现在闭关去吧 一切事情 交由我来处理就好 长安侯夫人 话音果断 雷厉风行 长安侯点头 那好 你好好处理此事吧 说吧 他竟朝着大殿深处走去 长安侯夫人 站起身来 目光中 锋芒闪耀 随即 他漫步而出 朝着殿外走去 秦问天和清儿 依旧在侯府中前行 这侯府极大 他们的脚步 也加快了些 就在这一时 远处有一群身影 踏步而来 为首一人 乃是一美妇 面含笑容 温文尔雅 他来到清儿面前 微微欠身 笑道 见过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这是侯夫人 也是云王之女 旁边仙台强者 介绍了一声 清儿公主 没有来过侯府 但他应该知道 云王 夫人客气了 侯爷不在吗 清儿微微汗手 语气颇为客气 云王他当然也是知道的 乃是皇宫 非常有权势的 一位王侯 为长亲先帝 争夺地位 立下过赫赫战功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政建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 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暴羹 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胡政建 后期有时 第1219集 侯爷在闭关修行 正处于关键时刻 这几日便会出关 公主驾到 我已设下酒宴 公主请 长安侯夫人 录队 做出请的手势 清儿也不好拒绝 直接往前走去 问道 长安侯何止能出关 我想用传送阵法 前往皇宫 公主很急吗 长安侯夫人问道 嗯 清儿点了点头 他并不准备 再次停留 先国规矩 没有侯爷在 不能开启传送法阵 公主且在侯府休息一日 用过宴后 我陪公主前往妖陵 挑选大妖 若明日侯爷没有出关 我便派遣妖王 护送公主前往 长安侯夫人 含笑说道 面面俱道 清儿无法拒绝 看了秦问天一眼 秦问天也只好 对着他微笑点头 长安侯夫人 自然看到了这一幕 不过却并未说声 侯府不愧为先国诸侯 在一处仙境般的优雅之地 立即有鲜艳背上 除长安侯外 侯府不少大人物 纷纷前来拜见清儿 礼数周到 此时 有一对青年男女走来 男子俊秀 女子美丽 反而 莲儿 快去拜见清儿殿下 公主乃是天生王者 你们要好好学习 长安侯夫人 看着两人道 那男子穿着简单 却不失俊秀气质 偏偏公子 女子则是灵气十足 她们走到清儿面前 夏凡道 见过公主殿下 以前时常听起 清儿公主的名字 没想到公主姐姐竟然如此美丽 又仙子一般 夏莲浅笑着道 清儿不善交流 对着她们含笑点头 公主姐姐 我能坐在你旁边吗 夏莲笑嘻嘻地道 她的目光 看了秦问天一夜 秦问天笑道 我为之让出来吧 说着 清儿朝着旁边挪动 夏莲对着秦问天 嫣然一笑道 多谢了 还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呢 和公主一起从古地 制成归来 也是帝王后裔吧 秦问天摇了摇头 道 一位前辈送我前往的 并非是帝王之后 我和公主结伴而行 想前往先国皇宫 见见世面 哦 夏莲微微美眸闪烁 随即对着清儿 举杯道 公主姐姐 我敬你一杯 以后我去皇宫 公主姐姐 能不能照顾一二啊 好 清儿应道 酒宴中 长安侯夫人 以及夏莲 颇为活跃 都是非常客气 礼贷有加 将清儿奉为上兵 不过清儿 却不习惯这样的场面 没多久便提议道 我们还是前往挑选大邀吧 公主这么说 自然没问题 撤了吧 侯夫人站起身来 对着清儿道 公主请 说着她身形腾空 清儿和秦问天 也踏步往虚空而去 夏凡和夏莲相继跟上 跟随着侯夫人 朝着某处方向 欲空而行 没有过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处辽阔之地 前方有着诸多妖兽 最弱的都是天象镜的妖兽 甚至许多仙妖 一道道目光 风锐无比 都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妖兽 当然 还有许多转养妖兽的强者在 专为侯府喂养大妖 公主殿下需要妖兽做祭吗 这妖灵有不少拥有强大血脉的大妖 公主尽可随意挑选 夏凡对着青儿道 不用了 青儿摇了摇头 她怀中抱着的小混蛋 就瞪了夏凡一夜 反而 你去陪公主挑选一尊妖王 侯夫人对着夏凡道 夏凡点了点头 看向青儿 道 公主 妖王兴烈 我带你前去吧 我去替公主挑选吧 秦问天走上前说道 如今她何等聪明 怎会看不出侯夫人的心思 再加上之前鲜艳上的表现 她显然是有意让夏凡和青儿接触 让她去吧 青儿点了点头 公主 妖王狂暴 陌生人可不行 容易受伤 侯夫人说道 青儿眉头微皱了下 随即对着侯夫人道 既然这样 夫人陪我去就行 侯夫人听到此话 自然也明白青儿的意思 显然她不想和男人相处 她自然明白点道计指 便笑道 那好 我陪公主前去 你们在此稍后 嗯 好的 夏莲甜甜一笑 随即侯夫人和青儿一起离去 在他们离去之后 夏凡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 扫了秦问天一眼 显然是不爽秦问天刚才的多嘴 秦问天倒像是无事人般 只见夏莲看着她 微笑着道 秦兄弟 公主愿意带你前往仙国 一定对你很看重吧 是想要招你为属下吗 应该是吧 秦问天淡淡地回应了声 也不介意 哦 夏莲点了点头 笑看着秦问天道 这么说 你这奴才 是想叛龙扶风了 秦问天听到夏莲的话 瞳孔微微收缩了下 她的目光 看向夏莲 只见对方笑隐隐地看着她 仿佛这句话 无伤大意 那美丽的面孔 以及之前 营造出的美好形象 毫无疑问 在这一刻 轰然崩塌 这 才是她的真面目吧 之前在青儿面前 一直表现得极为完美 然而此刻 另一面 却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 被我说中了吗 会不会恼羞承诺啊 夏莲笑嘻嘻地说道 根本没有在乎秦问天 皇宫之地贵胄无数 皇后子弟天骄如云 你区区一个狗奴才 也想上位 哼 真是痴人说梦 说完了吗 秦问天眼神盯着夏莲 冷漠道 怎么 不服气啊 你要不要去向 亲儿公主告状 你一个大男人去告状 那是挺有意思的呢 夏莲娇笑着 吹了一个口哨 顿时远处 两尊大妖飞来 鱼翼山洞 落在夏莲 以及她兄长夏凡的身边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 我陪亲儿来侯府 是客 即便我真是仆人 也轮不到你来羞辱吧 秦问天冷冷地说道 夏莲依旧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只见他和夏凡各自身形一闪 落在了大腰背上 夏莲脚下是一尊有着大棚血脉的飞禽 夏凡脚下则是一尊凶利可怕的白虎 嘴中发出道道低沉的嘶吼之声 秦问天怀中的小混蛋 探出脑袋 冷冰冰地盯着对方 还不服气呢 夏莲笑容更是灿烂 旁边的夏凡 怕白虎降临虚空 低声道 夏莲 我们走吧 他没有去看秦问天 这兄妹二人之前和秦问天称兄道弟 倒显得极为热忱 此刻却原形毕露 好 夏莲点了点头 冷笑地扫了秦问天一眼 顿时他坐下的大腰雨一闪烁 就要腾空而起 然而夏莲的身体猛地往前冲了下 身下的妖兽发出一道长鸣 只见他目光豁然间转过 冰冷地凝视着秦问天 只见此刻 那妖兽的尾巴 被秦问天的大手牢牢地抓住了 秦问天的目光冷漠地看着他 这里是侯府 我不想让轻而难做 道歉 此时我不追求 放肆 夏凡看到这一幕 在虚空冷喝一声 盯着秦问天道 你好大的狗胆 秦问天抬头 冰冷的眼眸扫向下凡 这两兄妹还真是目中无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0集 龚冬菜 我就替亲儿公主 教训教训您 只见夏莲 手掌挥动 顿时火红色的长边 直接朝着秦问天 抽打而出 刹那间 虚空中出现了一道边界 威力 发出孤笑声响 这一边 若是抽中 足以让人皮开肉绽 秦问天 大手伸出 可怕的手掌中 有着璀璨的浮光闪烁 竟直接将长边 卧在掌中 那可怕的一边 抽在他的手掌之中 浑弱无视 一声凶猛的笑声传出 只见夏莲脚下妖兽 朝着秦问天扑来 力气逃天 秦问天 怀中的小混蛋 看到这一幕 牟子中闪过一道黑金色的光芒 极为冷烈 一声嘶吼 他的身躯 瞬间变得庞大起来 力爪直接探出 轰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那力爪 直接映入了对方的脑子里 一股可怕的浮光出现 化作滔天可怕的威能 那强大的妖兽 发出凄惨的笑声 隐隐有些绝望 随即 直接被吞噬掉了 这一幕让夏莲愣了下 她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再没有了笑容 秦问天的妖兽 竟然直接吞噬了她的妖兽坐骑 虽然只是一尊天象妖兽 但毕竟是她的坐骑 你找死 夏莲怒喝一声 浑身强横气势 绽放而出 凶猛地朝着秦问天扑了过去 却见秦问天直接抬起手掌 猛地就是朝前甩了出去 虚空中出现一巨大掌印 直接拍碎一切 轰得一声大响 夏莲的身体被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整个人背着一掌抽得有些麻木 脸上火辣辣的 身上的骨骼都断裂了不少 直接被抽趴在了地上 嘴角有鲜血流出 夏莲脸上再无一丝血色 苍白如指 阴沉得有些吓人 这里可是侯府 长安侯府 他的家呀 长安侯府在这无尽辽阔的地域 有着滔天的权势 他的外公更是整个长青仙国的大能人物 对他宠溺有加 视他如珍宝 如今他在自己家里 被一个奴才给打了 一巴掌给抽飞了 即便这奴才是亲儿公主的奴才 想要攀附权贵 依旧不可饶恕 虚空中的夏凡也愣住了 远处喂养妖兽的夏人 看到这边同样震撼了一下 我要他死 夏莲冰冷说道 圆柱一尊尊妖兽朝着这边冲来 夏凡眉头皱了下 事情似乎有些闹大了 他虽然看不上秦问天 但却不蠢 打狗也要看主人 之前只是羞辱一番秦问天 并没有想要动手 毕竟动手了 亲儿公主就会知道 他们在长安侯府对公主的追随者动手 显然是不给公主面子 但此刻事情闹大 此人仗着跟随公主 竟然在他家里一巴掌 将夏莲给抽飞了 简直不可忍 杀了他 夏凡冷冰冰的说道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只好先下手 之后再向公主解释了 秦问天一死 还不是他们怎么说 就是什么吗 即便公主不高兴 也管不了 只是母亲的一番苦心 怕是要付诸东流了 不过 他们长安侯府地位稳固 他外公可是追随大地 打下了天下 即便亲儿公主 对他们长安侯府 真的有意见 也撼动不了他们 因此 夏凡下达了狠辣命令 秦问天听到夏凡的话 顿时眼眸中 绽放夺目寒芒 杀了他 夏凡 下令诛杀他 这可是和之前的羞辱 截然不同的意义了 杀了他 不仅是视他的性命 如同草剑 甚至也没有将亲儿放在眼里 即便他真的只是一个奴仆 也不是他们能够杀的 秦问天浑身气势 狂暴绽放 寒冷至极 一股可怕的威势 席卷天地 小混蛋发出震天的咆哮之声 他身体悬浮于天穷之上 浑身绽放可怕的金色光芒 宛若由纯金铸救 轰的一声 小混蛋的身体变幻 生出了羽翼 刀锋般的金色羽翼 宛若一饼饼可怕的杀伐利刃 他的身体竟化身一尊金翅大鹏鸟 悬浮于天 双眸射出可怕的金色利剑 璀璨夺目的光泽在羽翼上流转 只见小混蛋身形闪烁 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羽翼张开 猛然间切割虚空 哗啦啦的可怕声响传出 他的速度太可怕了 许多妖兽身体被直接斩断了 刹那间脚得天翻地覆 秦问天一步踏出 直接朝着夏凡而去 似乎感受到秦问天身上的滔天威势 夏凡神色微变 随即轻轻轻轻的巨响声传出 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掌印朝着夏凡轰去 白虎妖兽怒吼一声 朝着前方杀过去 然而秦问天如今一掌 何等可怕 古地之城登仙榜第一的天骄 放眼辽阔无尽的仙域 同境界能够和他抗衡的人难以寻到多少 白虎生生的被镇杀灭掉了 而且那掌印威势依旧碾压天穷 轰灭一切 夏凡脸色苍白 他没想到秦问天这么强大 这就是金儿公主让他追随左右的原因吗 从古地之城出来的人果然都可怕 夏凡调动浑身力量 功法抵抗 但依旧被一掌镇飞出去 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远处越来越多的妖兽奔来 甚至有仙妖也放了过来 使得秦问天的神色变了变 他大喝一声 万千掌印同时攻法 虚空震荡 一尊尊妖兽直接发出惨烈嘶吼 纷纷被震伤 这片区域血雨纷飞 此时远处有一道幻影闪烁而来 一步一须空快到惊人 瞬间降临此地 刹那间战斗停下来人正是长安侯夫人 侯夫人眉毛冰冷目光扫过下方 她的儿子被人轰倒在地 她的女儿同样是身上衣衫不整 嘴角一血 那些妖兽死得死伤得伤 远处有一尊尊强者身影踏步而来 看到这一幕都心惊胆惊 侯夫人乃是云王之女 名门之后向来互断 如今在这侯府之中 她的子女被一个外人给重伤 只见侯夫人冰冷的眸子看着秦问天 从那双眼眸之中秦问天看到了杀意 母亲 此人无理至极 竟然言语轻薄于我 夏连带着哭腔说道 我辱骂她 她竟变本加厉 说我侯夫算什么 她跟随亲儿公主 即会将区区侯夫放在眼里 侯夫人身上气势更是寒冷 朝着秦问天席卷而去 她没有立即动手 自然是在思考 她这做母亲的 怎会不知道夏连话语是真是假 但这也是夏连的聪明之处 一来直接为秦问天安上罪名 公主那里怎么样也得给个交代 在我侯府大开杀戒 即便得罪公主殿下 我也容不得你 侯夫人冰冷开口 随即她手掌伸出 往前一指击出 刹那间 秦问天只感觉一股无上之威降临 她脸色苍白 住手 远处一道冰冷的大鹤声传来 轻儿脸色苍白 疯狂驾驭着虚空树叶赶来这边 侯夫人眼眸一闪 她这一指依旧落下 天地变幻 毁灭一切 轻儿脸色惨白 这是仙王的一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21集 这一击落下 青儿心头狠狠地震颤着 她断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明明喊了助手 长安侯夫人 这一击依旧落下 先王一击 轻易能够要秦问天的性命 秦问天同样脸色大变 毁灭的威能席卷而来 压抑无比 她根本来不及多想 心念微动 一尊宝顶 直接出现 横耿于深浅 此刻唯有用宝顶 来挡住这一击 即便是妖剑 都来不及绽放 况且即便她祭出妖剑阻挡 也一样挡不住 唯有这宝顶 上古宝物 有机会挡住这一击 那一直能够击穿一切 毫无疑问 落在秦问天身上的话 必然将秦问天诛杀 但就在这一指落下的时候 秦问天身前出现了宝顶 一声轰鸣 这一指落下 积在了宝顶之上 恐怖的光泽擦出绚丽的火焰 那攻击力量并不狂暴 而是内敛的毁灭威能 一旦击中秦问天 会将她浑身摧毁 烟消云散 但她积在了宝顶之上 却没有能够击穿 不过即便如此 宝顶依旧狠狠地撞击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将她震飞了出去 秦问天在虚空中吐出一口鲜血 随即摔落在地 长安侯夫人眼神何等可怕 她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一击竟杀不了秦问天 手掌再度抬起 想要挥斗 直接以无上威能将秦问天诛灭掉来 你再出手 我灭你满门 一道冰寒彻骨的声音传出 冷到了极致 长安侯夫人何等身份 若是寻常之人威胁 她必然直接无视 然而这是来自公主的威胁 而且这声音太冷了 即便她身为先王人物 依旧能够感受到一股彻骨的寒意 抬起的手终究还是没有展出去 光芒一闪 轻儿的身影降临秦问天身旁 这时只见秦问天已经起来 冰冷的眼眸凝视着长安侯夫人 冷道 堂堂长安侯夫竟然一群如此属卑人物 可非 你放肆 侯夫人冷冰冰地开口 她目光望向亲耳 道 公主殿下 此人虽是你带来 然而在我侯府 竟还敢对我女儿言语轻薄 还打开杀戒 简直无法无天 希望公主能够为我侯府做主 主杀在灭处 侯府中人竟一个个如此无耻 秦问天将宝顶收起 盯着侯夫人道 你女人辱骂我狗奴才 如今倒反成了我言语轻薄她 就她这种女人 送给我我都显脏 夏莲站起身来 手指指向秦问天 脸色苍白 此刻侯府强者赶来这边 看向秦问天的目光 静接不善 无论谁是谁非 这秦问天一个外人 赶在他们侯府大放厥词 足以定他死罪 清儿身上气息冷到可怕 只差一点 若是再晚一步 秦问天就死在侯府 死在了他父亲 这群属下手中 想到此 清儿双手紧握 心中极后怕 又愤怒 他眼神冷到了极致 一步跨出 直接走到了长安侯夫人面前 长安侯夫人看着她 目光毫不避讳地和她对视 希望公主为侯府名声着想 处置贼子 清儿的手抬起 长安侯夫人眉头微重 下一刻 长安侯夫人神色陡然间冰冷了起来 她气势外放 却又不敢向清儿动手 毕竟清儿的身份摆在那里 啪的一声 一道清脆的声响传出 空间陡然间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即便是长安侯夫人 她的目光也僵在了那里 盯着前方清儿的眼睛 她堂堂长安侯夫人 云王之女 在侯府之中 竟然被公主给打了 而且是直接一个耳光 当着所有人的面 放肆 一侯府忠心之人怒喝一声 只见好几道人影往前踏步 身上气势狂暴席卷而出 滚开 这是公主殿下 你没有造反吗 长安侯夫人眼眸一扫人群 顿时诸人静若寒蝉 然而依旧有人愤怒的 公主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就在他们震惊的目光注视下 清儿又一次抬起了手掌 这一刻 长安侯夫人的眼神中 射出一道极为寒冷的光芒 冷冰冰的道 公主 这声音很大 直颤入清儿的脑海之中 然而 清儿的眼神没有半点的波动 又是一巴掌甩了出去 啪的一声 声音很脆 打在侯夫人的脸上 同样是打在整个长安侯府的脸上 所有人呼吸急促 死死地盯着前方 夏莲愣住了 夏凡也愣住了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 为了请问天 公主殿下竟然当众抽他们母亲 云王之女的耳光 长安侯府可是一方诸侯啊 即便是公主殿下也不能如此放肆吧 况且从身份上而言 她还算是后辈 他们母亲可是先王强者 你是不是也要定我死罪 清儿冰冷地盯着长安侯夫人 在她眼中 根本不会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刚才只要她晚来一步 秦问天就死在这女人手中 她只恨自己实力不够 否则就不是几个耳光这么简单了 她会直接杀了长安侯夫人 不敢 公主殿下 长安侯夫人将公主殿下几个字咬得很重 她的眼神却极其的冷 依旧那么盯着清儿 你有什么不敢的 我的朋友 你的儿女敢动 我喊了助手 你依旧敢下杀手 在你的眼中 还有尊卑吗 还有我这个长青仙国的公主吗 清儿声音喊冷 她从来不以身份压忍 这一次是第一次 很显然 她是真的怒了 她想过这次带秦问天 去长青仙国 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 但她断然没有想到 在仙国一猴府 就有人要杀起满天 她怎么能不愤怒 周围猪人脸色都变了变 他们从这冰冷的声音中 感受到了清儿的愤怒 这位大地宠爱的幼女 正在以她的身份 以她的权势 对夫人说话 她要让猪人明白她的身份 她是公主 长青大帝的女儿 长青仙国 未来继承人的候选人 长安侯夫人 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她似乎感觉到了那具 灭你满门的冷漠 感觉到了这位公主殿下 身上的威严 即便她是先王强者 此刻内心竟忍不住 有一丝震动 公主严重了 只是公主朋友无礼 属下一时冲动 忍不住下了杀手 长安侯夫人咬牙说道 嗨 大家好 我是憨憨 在剧中饰演凡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2集 啪的一声 又是一巴掌 这是第三次 长安侯夫人的话音 还没有落下 她就挨了这一巴掌 只见她伸出手 捂着脸颊 此刻 已经不仅仅是愤怒两个字 就能形容她的心情了 她从出生到现在 过了几万年 从来没有受过 这样的奇耻大辱 从来没有 周围的长安侯府 强者镇住了 他们已经无言 母亲 下帘神色 苍白如指 她之前对青儿 以及秦问天 客客气气 但随即 那般羞辱秦问天 可想而知 此人极为精明骄傲 但这一刻 她身上的骄傲 荡然无存 被青儿的强势 彻底的摧毁 她突然间有些后悔 是她的所作所为 才害得母亲 当众被羞辱 害得整个侯府蒙羞 秦问天 夏帘冰冷的毛子 盯着秦问天 杀意闪烁 她做梦都想不到 青儿公主 会为这青年 这般疯狂 没有人想到 之前她和夏凡 还想着一不做 二不休 直接将秦问天 诛杀后 再向青儿道歉 如今看来是多么可笑 如若之前 真的杀死了秦问天 恐怕长安侯府 会被青儿 掀得天翻地覆 公主殿下 即便夫人有错 公主殿下这么做 岂不让属下寒心 有人站出来开口道 没错 毕竟是公主殿下的朋友 清博夏莲小姐在先 公主殿下为了朋友 就能这么羞辱侯府吗 另一人大声说道 随即她低着头 显得恭敬 但言语显然不符 长安侯夫人凝视着青儿 却见这一时 青儿身体缓缓转过 冰冷的眼眸扫向了猪人 清博夏莲 她 也配 青儿冷冰冰地看着猪人 这些人 当众在她面前 污蔑秦问天 简直是可笑 秦问天 言语轻薄夏莲 清儿盯着猪人 冷冰冰地开口道 秦问天 古地之城 登先榜第一天交 此言一出 猪人神色凝固 目光进阶落在 秦问天的身上 他们很多人 虽没有去过古地之城 但当然也听说过 古地之城 进阶帝王之后 天交如云 此人 古地之城 登先榜第一 即便是长安侯夫人 此刻目光也凝了下 她当然明白 古地之城 登先榜第一天交的分量 毫无疑问 将来秦问天 必然也会成为先王人物 夏莲和夏凡 脸色一僵 想到自己对秦问天的羞辱 心中无比复杂 这才是青儿公主 震怒的原因吗 当然不是 即便是登先榜第一天交 又和青儿 有何关系 只见此时 青儿身形闪烁 走到秦问天的身边 他伸出手 抓住了秦问天的手 两人并肩而立 这一幕 又让诸人瞳孔收缩 内心震惨 夏莲他也配 青儿冷冰冰地说道 那简单的动作 仿佛是最强有力的耳光 抽打在了诸人的脸上 秦问天和他是一对 他会去轻薄夏莲 夏莲他也配吗 污蔑的谎言 不攻自破 长安侯府 青儿牵着秦问天的手 周围诸人 尽皆目光凝固 长安侯府人群 脸上火辣辣的 他们当着青儿公主的面 一直在污蔑他心爱之人 难怪他会暴怒 难怪他会直接抽了 夫人三个耳光 只因为青儿公主 和眼前的青年 乃是一对恋人 秦问天 登仙榜第一强者 秦问天 他和公主相恋 他会言语轻薄夏莲吗 天赋 姿色 身份 夏莲 拿什么和青儿公主去比 况且只要诸人 不是傻子 就能明白 夏莲虽然身份不凡 乃是长安侯府的千金 但以秦问天 登仙榜第一的天资 他若是要败入 哪位先帝门下 也是有人收的 这样的人物 配夏莲这样的人物 绰绰有余了 秦问天若是脑子不坏 需要去言语轻薄他吗 这样污蔑的谎言 在这一刻显得极为可笑 尤其是夏莲 他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像是他也被人抽了耳光般 可笑 他刚才还口口声声 称秦问天为狗奴才 这片空间陡然间安静了下来 如今对错 轻言可辨 夏莲污蔑公主的恋人 而是动用妖兽 围剿想要诛杀 若是往严重来说 这是大逆不道 以下犯上 即便秦问天 不是青儿公主的恋人 只是朋友 也不是夏莲 可以污蔑诛杀的 这简直是打公主的脸 长安侯夫人这几巴掌 青儿公主打也是白打 秦问天一直冷笑着 看着这一切 他也没有想到 在长青仙国一个侯府 这些人竟险先要了他的命 这就是一方诸侯 掌一方大权 任谁都不放在眼里 青儿的面子 他们也不怎么给 之前无论是夏凡 还是长安侯夫人 下杀手的时候 想必就已经将 青儿的存在 考虑进去了 依旧想要先斩后奏 到时候 他一死 死无对证 然后将脏水 全部泼在他的身上 青儿此刻 于怒为消 眼神依旧冰冷 若是秦问天 在外与人争锋 遇到危险 他也只能认了 但这里 是长青仙国 下属 长安侯府 他公主身份 带秦问天来此 秦问天 险些死在这里 被他属下杀死 而且是当着他的面 青儿 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 冰冷的毛子 落在了夏莲身上 青儿冷冰冰地倒 夏莲诬蔑秦问天在先 随后联寿夏凡 对秦问天下杀手 再然后 长安侯夫人云 是不问缘由 在我夏令 助手的情况下 依旧对秦问天出手 要将他诛杀 你们眼里 根本没有将 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 没有将 他的话 周围长安府的强者 冷汗层层 这罪名的确更大了 而且 青儿公主 显然不准备 善聊此事 将长青先国 长青大帝 都搬了出来 长安侯夫人 嘴角微微抽搐着 脸色难堪 如今 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反驳青儿的话 夏莲 是你污蔑公主朋友吗 长安侯夫人 冷冰冰地开口 她现在唯有死撑 除此之外 难道要她和公主翻脸 那样的话 就真的毫无任何 转环余地 她若和大地宠溺的 幼女翻脸 即便她父亲云王 也保不住她 母亲 夏莲脸色苍白 开口道 之前行问天 她 她确实言语 对我有所轻薄 我才奋斗出手的 即便她是公主恋人 她 她就不能 肯定她的人品 如今 夏莲也唯有死撑 否则 就是坐实了 污蔑的罪名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3集 青儿和秦问天都冷笑 直见长安侯夫人 开口道 公主 之前我一时冲动 为查明真相便愤怒出手 是属下之罪 然而公主也已经 惩罚了属下 至于这件事 谁是谁非 属下必定查清 到时候给公主一个交代 托 如今对于长安侯夫人而言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将此事拖着 将青儿送走 你也知道自己 未查明真相就出手杀人 如此护短 等你查清 笑话 秦问天冷笑一声 青儿也开口道 我再问你一声 你给不给一个交代 青儿他不喜欢说话 更不喜欢闹事 但这一次 为了秦问天 他必须要站住 区区一个长安侯夫人 都敢置秦问天于死地 他带秦问天入皇宫 秦问天面对的压力 该有多大 这是他不能忍受的 秦问天乃是公主恋人 公主自然是信任他的 但这并不能代表真相 公主至少要给我 查清此事的机会吧 长安侯夫人 依旧不肯认罪 狡辩道 清儿脚步走了出去 朝着夏莲走去 这一幕 让长安侯夫人神色一宁 夏莲同样脸色一僵 东的一声 强大的虚空波动 站满而出 清儿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夏莲身前 抬手将夏莲抓住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空间力量 将夏莲笼罩其中 长安侯的人 神色都是大变 然而 即便是长安侯夫人 也没有出手阻止 她阻止的话 就必须要对清儿动手 那样 事情只会更大 你既然要包庇 那我就只有自己动手了 我和秦问天 来长安侯府做客 秦问天 却遭污蔑险些被诛杀 夏莲以下犯上杀我朋友 这是死罪 清儿冰冷的声音传出 夏莲看到那双冷冰冰的眼眸 她终于知道害怕了 身体都微微地颤抖着 公主 我父亲云王 为大帝立下赫赫战功 我长安侯府 为大帝镇守一方 难道公主执行自己的判断 就要杀我女儿 杀云王外孙女 让先国诸侯含心吗 长安侯夫人将云王 将长安侯府搬出 以大意压情啊 因为云王的赫赫战功 因为长安侯府的汗马功劳 你们就可以当住我的面 杀我朋友 若是你们功劳再大一些 是不是你们就能当着我父亲的面杀我了 清儿词言一出 诸人无补心惊胆颤 这道话应够狠 轰的一声 狂暴的空间撕裂力量 从清儿身上绽放而出 人群脸色大变 长安侯夫人大喝道 公主 公主请住手 虚空中传出一道霹雳之音 只见一威严的声音出现 踏步虚空 瞬间降临 目光死死的盯着清儿和夏莲那边 开口道 长安侯叫女无方 必严加管教 重重责罚 还请公主饶她一命 清儿回过头 看着出现的长安侯 她的气势 没有半点的收敛 含义甚至更加的强烈了 她看着长安侯 冰冷的倒 闭关 原来长安侯一直看着你女儿 翁衣秦问天 看着她们脸上围剿 朱砂秦问天 看着你夫人不分 青红皂白下沙手 哼 好一个长安侯夫 说着 清儿长发飞扬 气势冷到了极致 长安侯脸色大变 随即只见清儿的手掌按下 无尽的空间 沙发力量击下 下连仰头 长发乱飘 嘴中发出一道凄惨的声音 这一刻 所有人的脸色 都苍白如指 夏琳 长安侯夫人一步踏出 直接降临清儿身边 她身上释放极为可怕的威压 扫荡而出 落在清儿的身上 然而清儿就那么抬头看着她 长安侯夫人 敢动手吗 长安侯同样降临 拉着长安侯夫人的手臂 让她忍 若是针对公主出手 就是造反了 大地怪罪下来 别看长安侯府 一方诸侯全使逃天 转眼间 就能灰飞烟灭 公主 沈阳 你满意了吗 长安侯夫人颤抖着声音 看着缓缓倒下的夏脸 清儿看着她 缓缓吐出一道声音 应该庆幸 现在遇到的人是我 若是我有足够的实力 今日所有以下犯上 对秦问天出过手的人 一个都不会留下 包括你 清儿看着长安侯夫人 强势冰冷的声音 让她感到浑身一阵凉意 她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公主的决心 她终于明白夏脸错了 错得离谱 以秦问天在公主心中的地位 若这公主有足够的实力 会将侯府移为平地 然而夏脸偏偏污蔑 甚至出手杀秦问天 怎能活命 此人不能惹 长安侯府的猪人 看着秦问天 心中暗道 动他 就是触怒公主的逆铃 长安侯府 惹不起 长安侯 我命令你立即开启传送大阵 送我前往皇宫 清儿看着长安侯道 长安侯神色僵硬 鱼气生硬地道 是 公主 说吧 只见他身体转过 踏空而去 清儿和秦问天跟上 只见秦问天伸出手 拉着清儿 紧紧地握着 他自然明白 清儿如此强势 都是为了他 不仅是在长安侯府 也是为了在皇宫 秦问天 能够立足于那王侯 聚集之地 让那些人 不敢轻易触犯他 否则一个长安侯府 都敢要他的命 到了皇宫 谁还在乎他 秦问天 传送阵 所在之地 光芒闪耀 传送阵 开启 秦问天和清儿 踏入其中 伴随着一阵强烈的空间波动 闪耀而出 两人的身影 消失不见 在他们消失的刹那 一股恐怖的气势 从长安侯的身上 席卷而出 化作可怕的风暴 身形一颤 转眼间 他便回到了夏莲 倒下的地方 只见此刻 这里依旧是寂静无声 长安侯夫人 抱着夏莲的尸体 冰冷的道 我要带夏莲 前往皇宫 诸人心头颤了颤 知道夫人 想要做什么 这是要去找云王告状 长青仙国皇宫 一座座仙宫古殿处立 横跨万里区域 如同一座真正的城池 这座皇宫 居住着长青仙国 诸多王后 乃是长青仙国 绝对的中心 聚集着长青仙国 最强的帝王人物 这浩瀚皇宫的 每一座仙宫古殿 全部都是王侯府邸 无一例外 随意踏入一座行宫之中 里面都会有精英军团 有先王级别的强者 王侯人物 是有自己军团的 他们的行宫府邸 都如同一座座小城般 动辄横跨数百里区域 一些仙国 封王人物的行宫 甚至跨越了千里 只有到了长青仙国的皇宫 才真正能够了解到 长青仙国的强者 何其之多 有多恐怖 何以说 长青仙国皇族精英 竟皆聚集于此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 和舒阮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4集 当然 皇宫中最辉煌之地 毫无疑问 乃是位于这座城池 最中央的帝王宫 皇宫中的帝王宫 那里是长青大帝 以及先帝子嗣 和嫡系军团居住的地方 即便是王侯人物 要踏入其中 也要经过通禀 此时 在皇宫中的传送阵区域 一道光芒闪耀亮起 强光绽放 两道身影 出现在了一座大阵之中 守护大阵的强者 目光看向来人 神色一速 随即单膝跪地 躬身喊道 恭迎公主回宫 恭迎公主回宫 一道道声音 响彻这片空间 只见青儿 直接踏步而出 手掌挥动 空间术也出现 他和秦问天 踏入其中 继继续前行 即便到了皇宫 要前往地宫 依旧还有一段距离 恭迎公主回宫 辽量的声音 震颤于天地之间 青儿和秦问天 却已经在虚空中穿梭 在虚空之上 秦问天看着眼前 先国皇宫 心中的震撼 无以复加 那一座座 恢弘的行宫 皆驻守着军团 仿佛每一座行宫 都如同一座皇宫般 他自然知道 这些府邸 都是长青 先国王侯的 行宫府邸 竟皆是长青 先国权力中心的人物 有着滔天权势 如同长安侯 那般人物 虽也是侯 但却没有资格 进入这权力中心 而是镇守一方 很快 青儿公主 从古地之城归来 回到皇宫中的 消息传开 此时 她和秦问天 甚至还在 玉空飞行 许多府邸中 已经有王侯人物知道了 青儿公主回来了 天象九重巅峰境界 应该距离仙台不远了 叶儿 公主回宫 以后啊 你多前往地宫走洞 孩子 青儿公主归来了 身边还带着一名年轻人 和你年龄相仿 要抓紧啊 孙儿 公主向来对同辈青年不假辞色 若能够得到公主的好感 就有很大的希望啊 在各大府邸行宫之中 有着一道道声音传出 许多都是提醒后辈青年人物 同样 同样还点到了秦问天 兴儿公主 兴儿公主乃是大帝最宠爱的幼女 天赋义饼 虽然长青大帝将来势必要为他挑选一个绝代天骄人物 但更大的主动权 还是在青儿公主手中啊 在大帝正式确认女婿之前 任何人都是有机会的 不去争 就一丝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想法 这一点 长青大帝自己也是知道 不过这些事情 他向来都懒得管 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得到他女儿的青睐 一个都没有 虚空树叶法宝继续穿梭于虚空之上 在一座宏伟王宫府邸外放慢下来 这是皇宫中诸多府邸的其中一座 威严壮观 只见下方有一对铠甲军腾空而起 当他们看到来人之后 目光一颤 竟接在虚空中 单膝跪地 恭敬道 拜见公主 姑姑在宫中吗 青儿淡淡地说道 问了一声 启禀公主 长平公主在宫中 回首一人 恭敬地回应道 你们做事去吧 青儿淡淡地说了声 继续往前漫步而出 这座府邸乃是青儿亲姑姑 长青大帝妹妹的府邸 同样也是一位公主人物 长平公主 秦问天什么都没有说 也没有问 只是跟着青儿一路往前而行 朝着这座府邸的中心区域而去 一路上不少强者 看到他们 皆都恭声欢迎 青儿公主 驾铃 自然是没有人会拦的 而且长青仙国的皇宫诸人都知道 青儿公主 亲近的人很少 长平公主 是极为少数 和青儿公主 关系很好的 青儿公主 也时常来 长平公主府 远处 有一行身影 朝着虚空漫步 为首之人 乃是一白衣美人 一眼看去 只有三十出头 美颜至极 气质出尘 无论是白皙的肌肤 还是玲珑的身段 都堪称完美 这让秦问天暗道 这一家人 看来都是大美女 青儿丫头回来了 白衣美女 对着青儿浅浅一笑 极具风景 看起来她虽然 也很年轻 但她看着青儿的目光 却带着看晚辈的宠妮 她的实际年龄 可是比青儿 大了太多 拜见青儿公主殿下 长平公主身后的猪人 对着青儿 微微欠声喊道 姑姑 青儿脆生生地喊了声 却见这时 长平公主已经走到她的身前 又笑看着秦问天也 怎么 跟你爹带了女婿回来了 长平公主显然也是睿智之人 青儿将人都直接带到皇宫里来了 而且和秦问天并肩而行 两人相隔只有一拳距离 他对自己的侄女 可是非常了解的 寻常男人 根本不能尽其身 更何况是一拳之俱 还带到了他这里 其意不言而喻 他的目光打量着秦问天 似乎要将秦问天给看透了 脸上始终含笑 他很好奇 什么样的男人能够得到他宝贝侄女的青睐 更令长平公主吃惊的是 在他说出那玩笑的话后 青儿竟然没有否认 这毫无疑问 是默认了他和秦问天的关系 看来 青儿是认真的 晚辈秦问天 见过前辈了 秦问天被长平公主打量的有些不自在 但依旧不卑不亢的公身 仪式尊敬 青儿第一个带自己来见的人 是他的姑姑 显然眼前的女子 在青儿心中地位很高 小家伙 能够追到我的宝贝侄女 厉害啊 你是怎么得手的 长平公主看着秦问天打趣地笑道 他真的很好奇 这家伙是怎么将他那冷美人侄女 追求到手的 前辈笑话了 我和青儿很早就已相识 秦问天开口道 此话一出 长平公主 眸子一闪道 厉子世界 秦问天点头 从厉子世界追到了仙玉 来到了我长青仙国 长平公主 眼眸又锋芒闪睡 瞬间对秦问天重视了起来 这样的毅力 不是大奸 就是大爱 我十六岁那年 和青儿相识 青儿被接回仙玉数年之后 我也被一位仙台前辈 从厉子世界送到了仙玉 后参加东圣仙门举办的百年圣殿 遇到了琉璃公主 琉璃公主告诉我 青儿在古地之城 于是我拜托一位前辈 前往古地之城 找到了青儿 青儿带秦问天来此 他明白 自己要在皇宫中站稳脚跟 必须有人支持自己和青儿 因此他用简单的几句话 将事情交代清楚 为的就是让长平公主 不去怀疑她的用心 对她生出好感 青梅竹马 长平公主笑了 还牵扯到了琉璃公主 请问天此话一出 长平公主 立即知道了很多信息 首先 能被送往古地之城 她本身的天赋 毋庸至极 而且她的背后 站着一位帝王人物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 和舒阮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5集 姑姑 我先将她放在你这里 你帮我照顾她 我去见父亲 清儿对着长平公主 说道 长平公主自然明白 这丫头 也不可能 一带秦问天来皇宫 就直接领到 她那大弟兄长面前去 好 这小子交给我就行 长平公主笑道 清儿美眸望向秦问天 轻声道 你先暂时 住在我姑姑这里 好吗 嗯 秦问天点了点头 清儿 你去吧 清儿点点头 随后转身离开了 长平公主 对着秦问天道 走 我们下去 我还有很多话 想问你这小子呢 你是东盛先帝的弟子 秦问天 秦问天苦笑着摇头 道 东盛 恐怕对我恨之入骨 此话怎讲 长平公主 露出有趣之色 秦问天 竟然能够让东盛先帝恨他 当初清儿 被接往先遇之时 曾拜托长青大帝 让东盛先帝 前往我所在的 粒子世界收徒 我在各轮考核中 皆为第一 最后东盛先帝 却要我千年 才有一次自由 我不同意 便以我品性不佳 将我逐出 羞辱于我 后来我也知道 这是他刻意为之 秦问天 缓缓开口 将后续的事情 也简单地说了下 后来在古地之城 我又当着他先年的面前 诛杀了他的弟子 缺天意 有胆破 难怪清儿这丫头 会喜欢你了 长平公主笑了起来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 同样是在皇宫 云王府中 云王看着他面前 外孙女的尸体 怒气滔天 大声道 莲儿 就算撞高到大帝面前 我也要为你 讨个公道 云王府 云王大怒 发出惊天怒吼 很快 有消息传遍皇宫 云王的外孙女 长安侯的女儿夏莲 竟然死在了 青儿公主的身上 起因 竟然是公主 为一个男人出头 而就在不久前 青儿公主 带了一男子 踏入皇宫 此事瞬间 在长青先国皇宫中 掀起轩然大波 长青先国皇宫 一座座王侯 府邸震动 青儿公主 带了青年男子 入皇宫 此事根本瞒不住 而且 很快各大王府的人 知道青儿公主 将那青年 安排在了 长平公主的府邸 这更是坐实了 诸人的猜测 这青年男子 很可能 是青儿公主 在外认识的恋人 公主年轻 恋爱很正常 但此人究竟是 何凤神圣 哪位大帝的后辈 由王府中传出声音 想要知道 秦问天的底细 青儿公主恋爱 但和她相恋的人 也要配得上公主才行 否则皇宫中 这么多青年天交 就一定会不服 此人叫做秦问天吗 监狱中并未有 姓秦的顶尖大帝 除非是寻常大帝后人 或者是隐世大帝 长平公主府邸传出消息 此人竟非大帝后人 而是来自粒子世界 和公主在粒子世界相识 这么说 秦问天是一位 来自土著世界的 天才人物啊 此事引发的波澜 太可怕了 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 整个皇宫 各大王府 全部知道了秦问天之谜 王侯府邸 他们的名字 不断地出现在 诸人的口中 恐怕秦问天 自己都无法预料到 自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明镇先国皇宫 虽然他来之前 就已经预料到此行 必然引发巨大风波 此人竟然来自粒子世界 莫非天赋惊人 风华绝代 可能是亲儿公主年轻 沉迷于朦胧爱恋之中 公主还不成熟 可能被花人巧语哄骗 清儿公主竟然为了一个 栗子世界的人 杀了云王的外孙女 而且还是在长安侯府 做客的时候 这有些过分了 恐怕要惊动大地了 皇侯府邸震动 一些青年天骄人物 更是不服 他们一直想要接近公主 但清儿公主 却没有给他们一丝机会 冷冰冰的 无人能够和他亲近 清儿公主对任何人 都不假以辞色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何等天资 然而如今 竟然和一位 粒子世界的人相恋 还直接带来了皇宫之中 为了他 甚至诛杀了云王的外孙女 嫉妒 虽未逢灭 但已经有诸多天骄 嫉妒上了秦问天 这些风波 清儿本身并不知晓 他带秦问天 来长青先国的皇宫 是想要让家人知道 秦问天的存在 让家人知道他的态度 最好能够认可秦问天 大地宫 位于皇宫中央 处立于一座飘渺仙山之上 仙气飘渺 威严无比 在大地宫中 清儿来到了一座大殿前 朝着里面漫步而出 拜金公主殿下 侍卫进阶单膝跪定 牧师清儿公主往前踏步 辉红古殿 一气度非凡的中年 正提笔写字 修生养性 浑身上下并无任何气势 此刻 他放下手中之笔 抬头望向那走来的美丽身影 脸上含着柔和的笑容 清儿 你回来了 清儿点了点头 即便面对他的父亲 依旧是那样的表情 不过长青大帝 对他非常了解 自然也不会怪他 他还时常自责 是自己错过了 陪伴清儿最好的时光 我 清儿想要开口说话 却见长青大帝伸出手 似乎让他不用继续说下去 笑着道 我已经知道了 是秦问天吧 没想到他从粒子世界 都找到古地之城去了 倒有些毅力 清儿美眸微微闪烁着 他平静的目光望着长青大帝 没有说话 似乎在等长青大帝 继续开口 此刻皇宫已经沸腾了 许多王侯府邸中人 已经在谴责秦问天 认为他配不上你 长青大帝轻声说道 清儿也不答话 眼神似乎冷了些 我知道你怀疑当年那件事情 不过清儿 你无需怀疑父亲 我并没有让东盛打压秦问天 长青大帝平静道 当然我也没有让东盛他刻意照顾秦问天 一切都随他自己的心意 若是他收下秦问天为弟子 我也不会有意见 只是我没想到 东盛亭对你有想法 他们会刻意打压秦问天 你自己也并不希望 他成为东盛先帝的弟子 来到仙狱 清儿看着长青大帝道 他的心思其实很细腻 非常敏感 有些事他感觉得到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长青大帝问道 清儿没有回话 而是等长青大帝自己告诉他 因为你 长青大帝轻叹道 显国王后皆在讨论 什么样身份的人才能配得上你 但是他没有起之 我并不在乎所谓的身份地位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平衡的 你想要高攀 地位必然处于弱势一方 况且这个仙狱 也没有多少人是需要我去高攀的 我所希望的 只是你自身的强大 长青大帝迎望着清儿 目光中带着慈爱之意 继续道 这世界登顶的帝王人物中 男子远远多于女子 为何如此 因为男子对武道的执念更深 他们即便也会有自己的相爱之人 但却很少沉溺于此 沦陷男女之爱中 但是女子不同啊 女人更容易感情用事 被情欲所牵连 清儿 你亦如此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6集 青儿的美眸中 有着丝丝波动 长青大帝 长青大帝很少和他真正谈及他内心的想法 这一次 他带秦问天来皇宫市表达他的态度 而长青大帝似乎明白他的心思 同样告诉了他长青大帝自己心中的想法 女人更易感情用事 被情欲牵连 他亦是如此 青儿无法反驳 他知道 父亲长青大帝所言是实话 孩子 我的确不希望他来先遇 不希望你过早的陷入情欲之中 有时候 得不到 见不着 更能让人生出强烈的动力 比如你们在分离的这段时日 你进步神速 也许秦问天也一样 因此他才这么快走到了仙狱 来到了皇宫 因此 即便你责怪父亲 我依旧坚持我的想法 若有朝一日 你们自身实力强大到我这种程度 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可以 但是现在 我并不支持你们 长青大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轻而无言 长青大帝的心意 他无法责怪 这样一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动力 我会避免耽误自身修行 他也不会 轻而虽理解长青大帝的想法 但他的声音依旧执着 正如长青大帝所言 女子更易感情用事 既已深奈 想要让他出来 又谈何容易 他做不到 不会吗 长青大帝怅然道 无道只是我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 你想要听听更主要的原因吗 嗯 青儿轻轻地点头 若此刻你和秦问天遇到危险 他面临生死危机 这时的你可以用牺牲自己去救他 你会这么做吗 长青大帝语气重了几分 颇为严肃 青儿身体微微颤了下 凝视着长青大帝 会吗 当然会 你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长青大帝苦笑 东圣县门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在古地之城 秦问天县气轩然大波 数次遇到危险 你都在他身边和他并肩战斗 甚至诛杀过先帝子嗣 对抗子道阳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什么 那么以后 在秦问天崛起的先路中 遇到更危险的事情 你会逃避吗 长青大帝问道 不会 青儿平静地回应 这答案 长青大帝自然知道 长青大帝回过头 看着大殿中的一幅壁画 那里有着一位绝世美妇人 浅浅一笑 有着倾国之姿 竟和青儿 有着几分相似 我并不擅长空间力量 空间力量的天赋 是你母亲遗传给你的 你也知道 你体内封印的力量 也是他所留 他死的时候 你才出生 长青大帝声音飘渺 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 青儿沉默着 片刻之后 长青大帝才继续道 青儿 你可知道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 青儿摇头 他母亲的死 皇宫没有人敢提 为我而死 长青大帝 缓缓转过身 那双深邃 如星辰般的毛子 凝望着青儿 那平静的声音 却让青儿的内心 再一次猛烈地颤动了下 这一刻 青儿明白 他不可能动摇得了 长青大帝的想法 孩子 对我而言 你的五道成就 只能排在第二位 你的安危 重于一切 长青大帝 郑重说道 我不希望 你母亲身上 发生的事情 会在你的身上重演 秦问天 他没有能力保护你 至少现在没有 若有朝一日 当他拥有保护你的能力 先过的大门 为他敞开 长青大帝 缓缓说道 将自己的心声 对着青儿 倾吐而出 毫无疑问 长青大帝 是一位好父亲 即便他并不支持 青儿和秦问天 青儿 他无法反驳什么 他甚至没有资格 劝长青大帝 改变想法 他如何劝呢 长青大帝 将他的生命 看得重于一切 当然 也重于秦问天 因为青儿 是他的女儿 父亲 青儿开口了 喊了一声 让长青大帝 目光凝了下 看着自己的女儿 谢谢 青儿低声说道 长青大帝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这一声父亲 一声谢谢 他很开心 我理解你的爱 青儿看着长青大帝 继续开口 柔声笑道 但是我也有我的爱 你可以不支持 但是父亲 你也不能反对 看着青儿眼眸中的笑 长青大帝 久久无言 长青大帝和青儿公主 在地宫中 洽谈的消息 传出宫外 很多王侯人物 都在观望 长青大帝的态度 自公主被接往仙国 很多王侯子弟 表露过 对公主的追求 青儿公主本身从不理会 长青大帝的态度 似乎也只是放任 从没有理会过这些事 没有人知道 大帝具体的态度 他们只能去猜测 大帝的心思 这次 青儿公主 都将恋人带入了皇宫 而且直接去面见大帝 这样一来 无论如何 大帝都要表态了 大帝会支持公主 还是会否定 若是大帝同意公主 和秦问天在一起 那么辽阔的皇宫 即便有再多的声音 也无济于事 秦问天 一跃成为先国驸马 将是铁意般的事实 这显然是许多王侯 不愿看到的 长平公主府中 这位和青儿公主 关系亲密的姑姑 已经设宴款待秦问天 毕竟青儿将秦问天 放入这里 无论如何 她都是要招待好的 宴会中 长平公主的丈夫 以及子女也都在 他们纷纷好奇地 打量着秦问天 在言语中 询问一些 他们想要知道的消息 对秦问天 也渐渐有了一些了解 长平公主的丈夫 是一位先王人物 赤童先王 被大帝册封为赤童侯 同样也算是先国驸马 拥有多重身份 虽然长平公主 和赤童先王 实力不算太强 但依旧在皇宫中 拥有不小的权势 地位很高 毕竟长平公主 是大帝的亲妹妹 而且当年 大帝争夺地位的时候 也是站在大帝这一边的 哈哈哈哈 秦问天 如今你可出名了 我先念一扫 整个皇宫到处 都是你的名字 这么短的时间 就连下人奴婢们 都在谈论你啊 赤童先王豪爽地笑道 秦问天 鼓笑摇头 我也知道 此次随清儿入宫 会引起不小的轰波 只是没有料想到 这么快就引起轰动 我还以为 需要时间来发酵 你要看看 这皇宫都是一些什么人啊 到处都是王侯人物 他们的先念 可直接横跨空间 降临其他人的府邸进行交流 消息一经传出 能瞬间席卷各大王侯府邸啊 赤童先王笑着说道 秦问天想想也对 这里可是常清新国的皇宫 皇宫中人都在谈我什么 秦问天笑五奔道 谈你的修为 底细 猜测你的身世 来自哪里 无外乎这些 赤童先王道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27集 必然有很多人对我不屑吧 秦问天浅浅一笑 知道有很多质疑声音 只是赤童先王顾及他面子 没有直说 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赤童先王看着秦问天 秦问天和他有些相似 赤童先王他也是驸马 当年娶长平公主 也有不少非议 他能够成为先王人物 虽然天资很强 但却也算不上顶级的人物 在皇宫中 只能算是一般 当然 长平公主 也没有今日 清儿公主的地位 如今大帝掌管先国 对清儿公主宠爱有加 再加上 清儿还有一位强大的师尊 立位无双 因此 他刚带秦问天入皇宫 便引发皇宫震动 压力是有 但有些事并非人力能改变 清儿带我前来 我便来此 坦然面对吧 秦问天淡淡地说道 长平公主和赤童先王 含笑看着他 按道秦问天心智成熟 清儿和他两个小家伙 能够有这样的勇气 倒也难得 不过正如秦问天所言 有些事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譬如 大帝的态度 即便他们看好清儿和秦问天 但也只能代表他们的立场 此时 有一位黑袍管家走来 喊了一声 公主 侯爷 何事 长平公主问道 有人前来拜访 黑袍管家开口说道 赤童先王和长平公主 先念一扫 随后目光中 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看了秦问天一夜 不少王侯府邸 拍下后备人物探路来了 秦问天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了 这些人 可都不是什么善类 长平公主对着秦问天说了声 随即看向黑袍管家 道 请他们来赴宴吧 是 公主 管事点了点头 随后离开 没有过多久 便见到十余位青年 朝着这边走来 进阶青年才俊 王侯子弟 皇宫权贵人物 而且这些人 大多天向八重九重境界 和秦问天同辈 显然是有意为之 见过公主 侯燕 这些人颇为礼貌 对着长平公主 和赤童先王的方向 微微欠身 你们这些小家伙 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快来坐下吧 长平公主笑道 诸人纷纷往宴席走去 纷纷落座 这才有不少目光 看向秦问天 眼神中 蕴藏风亡 秦问天低头品酒 心神不动 任由这些人 打量自己 公主宴请青年才俊 竟也不要我们前来 太叫晚辈们伤心了 有一位年轻美女 娇笑着开口 带着玩笑的口吻 但第一句话 似乎就直入主题 奔着秦问天而去 你们平日里都忙得很 我可不想被你们的长辈责怪 长平公主道 公主可是心非 若是公主想要 我们长辈开心得很呢 那美女声音轻柔 随后看向秦问天问道 公主 还未向我们引荐呢 这位府中贵客 得公主鲜艳接风 必是非常人物吧 这一言 话里有话 显然是明知故问 秦问天 她的名字 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秦让那丫头 生在我这儿的 自然要好生接担 也是 秦儿公主自回到仙国皇宫 还是第一次带外人前来 各大王侯府邸 也都极为关注 秦兄能得公主青睐 必有今天身份吧 不知来自何方 仙辈是哪位大帝啊 长平公主道 女子含笑 看着秦问天 平静问道 长平公主 和赤童先王 各自饮酒 安静地看着 也没有刻意去 为秦问天解围 他们已经提醒过 秦问天 要有心理准备 这些 都是她必须要面对的 秦问天放下手中酒杯 看着那美丽女子 回道 从粒子世界来 并无显和身份 女子露出一丝 有趣的神色 似乎刚刚才知道 秦兄真是幽默 一位蓝衣青年 双眉如剑 此时她抬起头 淡淡开口 这里可是长青仙国的皇宫 皇侯居住之地 寻常先王都不得踏入 若说秦兄从粒子世界而来 凭什么坐在这里 享受皇宫鲜艳 没错 秦兄记忆在此 何必遮遮掩掩 不如坦诚相告 旁边一人附和一声 说话时 眼神中隐有锋芒闪耀 虽没有任何不客气的言辞 但无论怎么听 这话语都透着不静 似乎是在暗指 秦问天没有资格出现在皇宫 更没资格在此地享受皇宫鲜艳 简单的言语间暗藏 秦兄 朱青年目视秦问天 看他如何回应 朱兄可曾在其他重要地方赴宴过 秦问天并未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一声 是是自然 有人回应道 曾在尝试 即便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宴会 偶尔也会当 那女子微笑道 朱兄赴宴之时 都需自报家门 凭借显赫身份入内吗 秦问天又问道 那些人笑了 只见一人道 那是自然 有些地方 你区区后辈 不是说凭借天赋就能踏入的 没有显赫身份 根本没有资格入县宴 此人最后一句话 刻意加重声音 面带意味深长的笑容 也就是说 若抛却身份 朱兄是没有资格 赴这些宴会的了 秦问天淡淡地说了声 同样的事 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似乎表达出的意思 截然不同了 秦问天的表达中 显然就带有讽刺意味 身份地位 本身也属于身上的光环 有人冷笑道 看向秦问天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凝重之意 这是自然 秦问天笑着道 但若抛却光环一无是处 将身份地位看作一切 最后也只能沦为 他人眼中的笑话 我并未欺骗朱兄 的确来自粒子世界 不过我并不认为 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而且 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 公主和侯爷 也都很友好 至少不会讽刺于我 然而 这似乎也并非秦兄自身的本事吧 我可是听说 秦兄是跟着亲儿公主 踏入皇宫的 那女子继续道 先辈赋予的光环 你们引以为傲 难道公主赋予的光环 诸位便引以为耻吗 秦问天冷笑道 或者说 诸位是嫉妒 秦兄还真会开玩笑啊 女子声音也冷了几分 言辞锋利嘴巴厉害 难怪能得公主垂暗 有一青年毫不客气地说道 秦问天神色一致 您是说话之人 秦兄莫要见怪 他们就是如此 率性而为 有什么就说什么 兰一青年淡淡开口 正如秦兄所言 花言巧语能得公主 欢心来到皇宫 何尝不是秦兄的本事 这样的本领 是会令人不耻 有人接过话语说道 话语已经不加掩饰 毫不客气了 秦问天冷漠地看着他们 这些人依旧谈笑风生 似乎有意激怒秦问天 若是秦问天因此而动手 更会沦为笑臂 秦问天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激怒他 笑话 他独自端起了酒杯饮酒 脸上依旧冷笑 你笑什么 义人质疑问道 我笑先国皇宫 王侯子弟 竟如此浅薄无知 秦问天放下酒杯 响起一道声音 诸人进阶双眸如利剑 射向秦问天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28集 浅薄无知 蓝衣青年 看着秦问天冷笑了下 这秦问天倒是沉得住气 他们如此激他 还能够如此平静 也不翻脸动怒 如今还言语反击 我和公主从古地之城而来 古地之城进阶添交 帝王后裔不计其数 如同诸位这般身份之人不少 秦问天边饮酒 边平静地开口 朱青年也都望着他 等他说下去 古地之城帝王后裔 自然有许多骄傲之人 悟空一切 如同诸位这样的秦某 倒也见了不少 甚至比诸位更加身份显赫之人 譬如大帝子嗣 秦问天继续道 去了古地之城 便成为了阁下的谈资吗 有一人讽刺道 不是谈资 只是想告诉诸位 那些眼高于鼎的人 我亲眼见过不少他们的下场 死了 秦问天瞥了一眼诸人 拿起酒杯 轻盈一口 讽刺道 因此我劝诸位 还是不要自知身份 到外界去装 在皇宫倒也罢了 各大强者都会让着诸位 要是离开了长青仙国 就你们 怕是 说到这儿 秦问天只是斜着眼睛 扫了他们一眼 没有继续往下说 但目光中的讽刺意味 却非常明显 秦问天的意思显而易见 他们身上的气势 居然间冷了下来 秦问天没有说出口的话语 必然是 怕是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吗 你侮辱我们 一青年冷冰冰地说道 他的手掌放在酒杯之上 那酒杯直接化为粉末 洒落在酒桌之上 秦某身份不高 岂敢 只是说出自己的见闻而已 秦问天淡然开口 于气中毫不在意 天骄如云的古地之城 明镇天下的先帝子嗣 都很少将身份挂在嘴里 如今在长平公主的酒宴之时 倒也是开了眼界了 公主和侯爷 有机会倒要劝劝诸位王侯 告诫他们 不要轻易让这些晚辈们 出去了 侯 长平公主美眸看着秦问天 危险得很 秦问天低声说道 咔嚓的声响不断 好几人手中的酒杯碎裂 长平公主笑容依旧和训 看来秦问天的心智远比这些王侯子弟更加成熟 能够沉得住气 从栗子世界一步步走来的人 必然经受过很多的磨练 苦难侮辱自然见得多 这些仙国王侯子弟却不同 娇生惯养 傲气十足 尤其是天父出众者 更是万千宠爱 急于一身 在仙国之内 又有谁人敢对他们不敬 更别提言语上的羞辱了 秦兄心境非凡 佩服 蓝衣青年沉默片刻 又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只是秦兄自诩古地之城的天骄 不知实力能否配得上这股傲气呀 有话直说吧 秦问天懒得多费唇舍 我们前来公主府讨杯酒喝 得见秦兄这般人物 一时济扬 忍不住想要切磋一番 想必秦兄的气度 自是不会拒绝的 公主 能否借府邸切磋 那蓝衣青年看向公主说道 根本不容秦问天拒绝 就为他硬了下来 秦小子好歹是客 问问他的意见吧 长平公主目光落在秦问天身上 这里是仙国皇宫 诸位是王侯子弟 腹底中强者如云 而我独自一人 伤了诸位 等下又请爹娘求爷爷告奶奶 我可就倒霉了 秦问天淡淡地笑了笑 放死 一人手掌直接拍打在酒桌上 刹那间 酒桌直接碎裂 一掌就被化作粉末 秦问天 你好生侮辱人 那美丽女子也冷冰冰地开口 盯着秦问天 这一句话 真可谓毫不掩饰地羞辱了 伤了他们 请爹娘求爷爷告奶奶 此人 狂妄 一是讽刺他们会败 二是讽刺他们败不起 你若能杀了我们 断然没有怨言 请长辈出手这种事 我们还不屑为之 倒是阁下 梦要受伤后 却向亲儿公主求情 让亲儿公主来报复 那就可笑了 有人反讽一声 就你们 秦问天讽刺一笑 没有下吻 然而那种表情 却更是将好几位青年 彻底激怒 秦问天 你目中无人 义人冷冷喝倒 出来一战 又有一人气势凶猛扑出 朝着秦问天席卷而来 秦问天感知何等敏锐 这些人虽然天赋不错 但根本不算顶级天骄 应该都是各大王侯 府邸的寻常天骄人物 派来试探一下他的底线 还想要刻意将他激怒 却不想三言两句反被他给激怒了 即便你是公主客人 但如此无礼 怕是要教训你一番了 一黑衣青年 站起身来 凝视秦问天 公主 侯爷 给你们添麻烦了 秦问天看向长平公主 和赤童豪武 现声道 无妨 都是小辈 既然他们想要切磋 秦问天 你陪他们切磋一下吧 长平公主笑了笑 随后传音给秦问天说道 他们前来试探 也不是真的对你有太大的恶意 教训一番即可 莫要真重伤了他们 秦问天看了长平公主一眼 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一点他心中有数 这里毕竟是先国皇宫 即便是为了不让亲耳难做 他也不能做得太过 既然这些人 这么想试自己 就给他们一些教训就行了 站起身来 秦问天朝着旁边的空地走去 平静地站在那 目光扫向朱王侯子弟 你们一起上吧 黄望 太嚣张了 我来对付他吧 黑衣青年踏步而出 深色冷厉 他浑身流转漆黑雷霆力量 有着可怕的毁灭力 见秦问天不动 他脚步猛然间一趟 一声轰鸣 大地颤 霸道刚猛的拳头 直接杀伐而至 覆盖秦问天的身躯 直接轰了出去 秦问天浑身流转浮光 刹那间气势变得无比澎湃 站在那宛若一座巍峨山域 又如汪洋大海 稳重 却又气势惊天 你找死吗 那黑衣强者拳头轰杀而至 恐怖的雷霆暴击而出 噼里啪啦的声响传出 不断冲击在秦问天的身体之上 然而只见此刻 秦问天抬起手掌 一掌拍出 这一刹那 那黑衣青年 只感觉这手掌宛若五指山斑 镇压天地虚空 一声轰鸣 他的拳头 直接被镇压的手臂 发出咔嚓声响 轰隆一声 巨大的爆响声传出 只见秦问天一巴掌朝下 将那黑衣青年 直接拍打在了地上 震得对方浑身剧痛 吐出一口鲜血 抬头看着秦问天的目光 冰冷无比 一击 秦问天一巴掌直接将他镇压 那一掌好似蕴藏无上的威能 能够破碎山岳 击垮天穷 不可阻挡 其余朱青年神色一宁 皆都死死地盯着秦问天 这样的强大实力 超乎他们的想象 他们自问也是天才人物 战力强大 竟会如此不堪一击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看来我之前说的倒也没错 除了家事 你们倒也的确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了 秦闻天讽刺一声 说道 说了一起上吧 这样的实力根本不够看 一巴掌就能拍死 其人太甚 既然秦兄如此战力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蓝衣青年直接打断旁边青年的话 他知道 不联手对付秦闻天的话 怕是没机会 为了战胜 只能丢点面子联手了 不用客气 太客气了 我会不忍心伤你们的 秦闻天笑了笑 从始至终 似乎都是云淡风轻 傲气凌云 诸人彻底被激怒了 只见他们一个个绽放自己的星辰天下 增幅实力 刹那间 绚丽的光芒 闪耀于这片虚空 微震一方 出手 蓝衣青年 呼出一道声音 顿时诸人同时出手攻击 一柄光芒璀璨的大刀 直接劈杀而下 虚空都仿佛要劈开来 由剑气惊人 化作可怕漩涡 发出惊雷之声 撕裂一切 无间不摧 由大妖震天 怒吼而出 恨不得将秦闻天 一口吞没 刹那间 风云变化 各色毁灭攻击 澎湃无比 席卷而出 将秦闻天 彻底包裹于攻击之中 天昏地暗 根本无处可躲 这家伙托大了吧 赤童侯低声说道 秦闻天虽然厉害 但这些人 也并非是庸才 都是些真正有实力之人 能够从粒子世界 走到这里来 岂是寻常人物啊 这些小家伙 才托大了 率先被当作 探路的人试探了 聪明的人 都在后面看着呢 长平公主笑了下 他似乎很信任秦闻天 这时 各大杀伐攻击 同时击来 只见秦闻天 浑身流转无尽之光 一股无上镇压之威 席卷天地虚空 还有着一股 滔天的妖威 他抬起手掌 托起天地 陡然间 一尊恐怖大妖虚影出现 乃是一尊神像 庞大无边 拥有无上妖威 这一刹那 各大强者的攻击 全部被拖在那 无法轰破 你们的实力 仅此而已吗 秦闻天 单手托起天地 镇压各大强者攻击 冷笑一声 他的手掌 直接拍打而出 磅礴力量 席卷天地 一尊尊恐怖的大棚身影出现 刹那间 扑杀而出 宛若一道道闪电般 轰隆隆地震荡声响传出 只一刹那 诸王侯子弟 全部被震退击伤 脚步踉跄 甚至有实力弱的 直接吐出鲜血 一个个脸色苍白难堪 不堪一击 秦闻天一甩衣袖 背负双手 踏步而出 回到了座位之上 各强者脸色难看至极 看着长平公主道 公主 侯爷 晚辈告辞 说着 一行人直接离去 没有脸再留在这里 诸人离去 秦闻天回到座位 赤童侯端起酒杯 对着秦闻天道 小子厉害 能够轻而易举 横扫十余位同辈相扯 伸手不凡 我敬你一杯 侯爷客气 秦闻天忙举杯 将杯中之酒 一饮而尽 赤童侯将酒杯放下 看着秦闻天笑道 不用客气 这些小家伙 虽非是同辈中 顶级的人物 但也天资不凡 你能够轻易横扫 他们 不费吹灰之力 可见实力之强横 恐怕整个皇宫中 红辈也找不出几人 能够和你抗衡了 赤童侯乃仙王强者 之前秦闻天战斗 气势磅礴 体内似有 惊涛骇浪之威 蕴藏惊人之力 那种感觉 犹如蛮荒大腰板 很少见到仙台以下境界之人 能够有这等惊人气势 他肉身强大 生机磅礴 轻易能够横扫 同辈人物 这边的战斗 很快传出 皇宫中各大府邸 纷纷得知战况 各府邸中 由不同声音响起 此人好生狂妄 目空一切 羞辱王侯子弟 霸道无比 是皇宫无人 言语狂妄之极 这秦闻天 确有不错实力 难怪能得公主青睐 战力强横 看来皇宫中 除那少数几人 同辈中 能够战胜他的人不多呀 好一个伤了 就请爹娘求爷爷告奶奶 狮子竟然如此无礼 没有教养 简直岂有此理 这秦闻天厉害 难怪青儿公主喜欢 这性格霸气 我倒是看好这家伙 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认为 他们的后辈才有机会 接近青儿公主殿下 他们也配 青儿公主眼光不凡 各大王侯府邸之中 秦闻天的名字 依旧不停地出现 对秦闻天的态度 各自不同 什么声音都有 不过就在这时 从云王府中 传出惊人声音 秦闻天他目空一切 有公主青睐 竟还言语轻薄 长安侯府下连 极为卑劣 之后还大闹长安侯府 公主年轻 识人不讳 竟为了这登徒子 杀了长安侯的女儿夏莲 这秦闻天 乃是古地之城 登仙榜第一天交 仗着自己的天赋 谁都不放在眼里 迷惑了青儿公主 来到长青仙国 一心想要成为仙国驸马 举凭借强横天赋 直接上位 他野心极大 王侯都没有被他 放在眼里啊 秦闻天 敢在长安侯府 做客的时候 背着公主挑戏夏莲 到头来 夏莲惨死 仗着其天资 哪里会在乎 什么王侯子弟 即便王侯 他都敢辱骂 青儿公主 已身陷其中 他认为自己 必成仙国驸马 将来御灵驾 于王侯之上 云王震怒 准备亲自向大帝请命 莫要让公主 被这贼子继续蛊惑下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一道道声音 从云王府中传出 席卷皇城 很快 皇宫震动 对于秦闻天的议论之声 更是无处不在 莫说王侯府邸之人 就连侍卫下人 都在讨论秦闻天 原来是古地之城 灯仙榜第一天脚 天资果然出众 难怪这么嚣张 悟空一切 敢羞辱各大王侯弟子 说出让他们败了 不要喊爹娘求爷爷高奶奶的 狂傲话语 你可知灯仙榜第一天脚的分量 灯仙榜上可是 先于各方顶级天脚 第一意味着横扫一切 秦闻天幕中无人 也很好理解了 他这是根本没有将 皇宫中的各天脚 放在眼里 王侯子弟 他根本就不在乎 好一个灯仙榜第一 强横的天赋 再加上公主为他撑腰 真的要王侯都不放在眼里了 只要大帝点点头 驸马之位就是他的 皇宫中的舆论声 呈现了一边倒的事态 这些声音自然不会是出自王侯之后 王侯人物何等身份 他们即便心中有想法 也不会轻易说出 大多都是王侯府邸中的各方人士说出的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秦闻天 才成为王侯就将压倒朱王了 这岂不是无法无天 没人能压得住他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还没出来 也不知大帝是何态度啊 无数道目光都聚焦在那座中央地宫 皇宫中即便声音再多 都比不上大帝的声音重要 大帝一句话可决定一切 若是他支持青儿公主和秦闻天 那么即便皇宫声音再大 王侯也会支持大帝的决定 压下一切质疑 长平公主府 九宴之上 长平公主和赤童侯聊天之时 不忘以强横先念 兼听各方声音 只见这时 长平公主对着秦闻天笑道 皇宫的声音 似乎对你有些不利啊 秦小子 难怪你如此厉害 竟是古地之城登仙榜第一 哈哈哈哈 我长青仙国都未出过 这般杰出人物 来 再敬你一杯 赤童侯非常爽快 秦闻天自然相陪 一饮而尽 云王心机厉害 长平公主淡淡地说了声 古地之城登仙榜第一的消息 应该只有清儿和你自己知道 皇宫的人 自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探到 你们在长安侯的时候 应该透露过吧 秦闻天点了点头 之前云王府藏着不说 等你强势击败这些小辈之后 而且有言语间的交锋 他们在透露此消息 再加上夏连之死 他们直接言你目空一切 王侯都不放在眼里 你根本白口莫辩 皇宫的舆论之声 自然是一边倒 长平公主缓缓开口 使得秦闻天眉头皱了皱 他们这是嫉妒 赤童侯冷道 嫉妒是人的天性 你是清儿这丫头 第一个带入皇宫的人 这已经足够令人嫉妒的了 再加上登仙榜第一的身份 以及刚才的事件和夏连 他们根本就不会理会 事情的具体经过 只会主观带有自己的想法 长平公主一眼点破人心 我若天赋弱 会被认为无能 没有资格入皇宫 天赋好 被认为目空一切 不将王侯放在眼里 秦问天摇头苦笑 似在自我嘲讽 没错 清儿他带你入皇宫 这就是原罪 这些压力是必然的 长平公主笑了笑道 秦问天也是聪明人 自然明白 他一个外人 直接来到了 长青仙国的皇宫 还和最受大地宠爱的 青儿公主在一起 谁人不嫉妒 夏连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青儿 他不会随意杀人的 更何况 还是在长安侯府 长平公主问道 秦问天将事情经过说出 开口道 青儿也是为了我才动怒 最后诛杀夏连 这么说来 夏连是死有余辜了 哼 恐怕长安侯夫人 都不一定对他的爹说了实话 毕竟夏连死的事实 所有人都会同情他 同情云王和长安侯 长平公主冷笑 没想到云王这女儿 这般的嚣张跋扈 竟不将青儿放在眼里 敢当着青儿的面 诛杀秦问天 太放肆了 简直是以下犯上 云王竟还想要 反咬一口不成 他以为大帝会相信他 不相信青儿 赤童侯爷冷笑 所以现在云王放出消息 利用舆论压制秦问天 他当然也知道 奈何不了青儿 只能对付秦问天了 即便动不了 也要破坏秦问天 和青儿的事情 毕竟这笔仇 算是结下了 长平公主又到 秦问天按道长平公主 聪明过人 将一切看得非常透彻 公主出地宫了 就在这时 有声音传开 地宫方向 一道倩影 朝着长平公主扶堤而去 青儿公主神色依旧冷冰冰的 看不出她心中的想法 一瞬间 青儿公主出了地宫的消息 就立刻传遍皇宫 公主独自一人进去 和大帝谈了许久 却又独自出来 大帝没有召见秦问天 这让许多人开始揣测大帝的心思 没有召见 意味着大帝没有认可秦问天 青儿公主失败了 大帝很可能不同意 我就知道 大帝如此盛名 怎会轻易让一 嗜菜嗷物的家伙 入住公主府 此人王侯都不放在眼里 若是真成了驸马 那还得了 先国皇宫 很多王侯府邸的人 都松了口气 若是大帝召见秦问天 就该他们心颤了 大帝点头同意 就将成为事实 云王那边也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 大帝也很可能在观察 毕竟大帝最宠爱 青儿公主 也不会对秦问天怎么样 即便不同意 也不会强行分开他们 就在皇宫议论之时 青儿依旧来到了 长平公主府 秦问天抬头看着青儿 见青儿依旧冷冷的 来到他身边看着他 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没事的 秦问天笑了笑道 他来皇宫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无论长青大帝 如何态度 都不会在意 他也没指望 能够直接得到认同 向大帝提亲 秦问天虽然自信 但还没狂妄到那种程度 他拿什么提亲 陪青儿来皇宫 只是表明他的态度 宣告天下 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 青儿看到秦问天的笑容 心中却有些难过 他的美眸中 闪过一抹执着的念头 看向长平公主道 姑姑 我就和他暂时住在你的府邸了 能给我们安排一座院子吗 长平公主愣了下 眼睛闪烁着 心中一惊 目光凝视着青儿 只见青儿 毫不避讳地和他对视着 这让长平公主心中暗叹 看来这丫头 执念很深呢 好 你父亲怪罪下来 我可就说是你自己的意思啊 长平公主摇头道 青儿点头应了声 长平公主 转身离开了 青儿 我没关系的 你不必如此 秦问天心中感动 知道青儿用心 在皇宫中住些日子 青儿抬头看着秦问天道 看着他的眼神 秦问天怎忍忍心拒绝 点头道 好 我会在皇宫中 陪你一段时日 突破到仙台境界之后 再做打算 对于秦问天而言 如今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 便是冲击仙台境界 在哪里闭关冲击 都是一样 不如就在这 长青仙国的皇宫中 至于皇宫王侯府邸 诸人的冷眼 他何须在意 嗨 我是夏柳君 在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 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31集 皇宫 各王侯府邸 什么 公主让秦文天 在长平公主府邸住下 还和他同住一个院子里 秦儿公主用情至深 这是不惜自身明解 也要让皇宫的人 知道他的决心 混蛋 这秦文天究竟是什么人 惊哄得公主这般痴心 若公主能带我如此 死也愿意啊 有青年一辈的天骄 不甘心地大吼 这里可是长青先国的皇宫 秦儿公主是何身份 她在地宫中 有自己的公主府 她知道不好 直接忤逆大地的意思 带秦文天入地宫 于是和秦文天 一起住在长平公主府邸 还是一个院子里 这完全铁了心 要告诉世人她的决心 一定要和秦文天 在一起了 秦儿公主这么做 对她明节有损 毕竟她身份地位 摆在那儿 整个皇宫的目光 都在她身上 云王住地宫了 她要面见大地 就在这时候 皇宫中又有大动静 皇宫虚空之上 一道威严身影漫步虚空 直接前往地宫 侍卫都不敢拦 云王乃是封了王的人物 为大帝征位立下过汉马功劳 权势极大 他可以直接入地宫 只有在地宫内的进宫 才需要通禀 云庭求见大帝 进宫问 云王不可能如同 亲儿那样直接进去 只能在外求见 云王 何事啊 大帝的声音传出 秦问天 蛮惑惑公主殿下 其心不轨 我外孙女下脸 因此而死 请大帝 问罪秦问天 云王自然不敢数落 亲儿的不是 只是要问罪秦问天 如若之前 大帝同意了 亲儿和秦问天 他不会来抵宫 但大帝似乎没有同意 而亲儿公主 也极为执拗 竟然搬去了长平公主府 要和秦问天在一起 这在云王看来 这是公主任意妄为 在和大帝叫板 这时候 大帝或许也对秦问天 有成见 云王虽然是王侯 但也不会被仇恨 冲昏头脑 小辈们去闹一闹没什么 但在不知道大帝态度之前 他们身为王侯 随意对秦问天出手 万一大帝不高兴 那就糟糕了 毕竟秦问天 已经被公主带到了皇宫 谁都要顾及下公主的面子 夏莲的死 我已经知道了 确实是她的不对 亲儿带秦问天 在长安侯府做客 她却言语羞辱秦问天 欲将秦问天诛杀 不过人已死了 这件事谁是谁非 你心中也该清楚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云王 你多用心在修行上 早日冲击地境 小辈们的事情 就不要去管了 随他们吧 大帝的声音传出 云王心如明镜 躬身道 是 大帝 云庭告退 说吧 云王直接转身离去 没有多说一句 点到为止 大帝既然这么说 他就知道 该怎么做 云王回到王府 没有人去动秦问天 传闻大帝的意思是 小辈们的事情 王侯不要干涉 随他们自己 大帝的态度 似乎已经明朗 他不支持秦问天 和亲儿的事情 但因为对公主的宠爱 他也没有强烈反对 一切顺其自然 大帝对亲儿公主的宠爱 阔山夫人能比 许多人暗叹 和恨 现在公主的性 却被一个外人抓住了 大帝表态 皇侯府邸中的声音 渐渐被压了下去 长安侯夫人 带着夏莲的尸体回去了 带着仇恨离开 但他无可奈何 没有人敢在皇宫应来 更何况 他区区长安侯夫人 若是蛮横 将连累云王府 长平公主府 亲儿和秦问天 所在的院子里 被包裹在一层 淡淡的无形浮光之中 似乎是阵法 这是为了隔绝先念的窥视 在皇宫内 所有王侯府邸 都有许多这样的阵法 谁都不喜欢被打搅 暴露在先念之下 阵法启动后 先念依旧可强行冲进来 但阵法破碎 立即会惊动浮体中人 那就是挑衅了 一般没人会这么做 这座院子环境 确实非常好 是长平公主 刻意挑选出来的 横跨数十里 有山有水 有亭台湖泊 湖中碧波荡漾 有鱼儿在湖中游动着 秦问天正在垂吊 外界闹得厉害 他却想要安静下来 垂吊能够精心 修身扬性 早日让心宁静 去冲击 仙台境界 清儿坐在秦问天的身边 像极了一对神仙眷侣 都是极为优秀的人 父亲担心我 为情所困 影响修行 清儿目光望着水波 低声说道 我理解大帝的想法 秦问天笑着道 虽然我天赋不错 但在仙宇 天象竟只能算弱者 仙台才是起步而已 大帝也担心你 跟着我容易遇到危险 清儿侧过脸 看着秦问天 只见秦问天脸上 带着浅笑 他也是聪明 怎会不明白 大帝的心思 大帝不强行反对 已经是非常气度了 他天赋再出众 皇宫随意一个人 也能轻易将他拍死 虽说他未来 有成为帝王的天赋 但成为帝王的路途中 有多少磨难 天赋再好 陨落的概率 也是极大 我有那么近吗 秦问天见清儿 一直望着自己 探向他笑道 使得清儿白了他一眼 眼眸转向湖中 生息洗礼之后 我们会修为巩固 冲击仙台境界应该不难 踏入仙台之后 你会回粒子世界吗 清儿难难滴雨 会吧 秦问天点了点头 那你带我一同前往 我陪你一起去接清城 清儿声音轻柔 秦问天心中感动 若是大帝知道清城 又会是怎样的态度 清儿自己都不敢说 他们面对的压力 比想象中的更大 虽说仙玉事件 强者欺欠如云 很正常 但清儿是何等身份 大帝又是什么身份 就皇宫这些王侯知道后 都会想要灭了他 唯有清儿 他却没有在意 清儿 秦问天轻柔地喊了声 清儿目光转过 只见秦问天眼眸中 柔情似水 似乎要将它融化般 清儿的目光略有些躲闪 不敢直视秦问天的眼睛 就在这时 秦问天脑袋往前探去 清儿目光凝了下 心跳加速 随即 秦问天稳住了他的香唇 一股奇妙的感觉 在清儿心中生出 他心跳得厉害 秦问天很快一看 看着眼前那冷冰冰的美人 此刻脸上竟飞起红翔 他心中有着无限的深情 秦儿 我一定会风风光光地娶你 不会让香锅公主的身份 蒙受一丝委屈 秦问天目光坚定 清儿目光闪躲 眼眸移开 看向前方 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心情 面无表情 但心中却流过阵阵暖意 这就是爱情的感觉吗 我先去休息了 清儿起身 随即溜走了 背对着秦问天的他 目光明亮而灿烂 秦问天依旧垂掉 鱼竿晃动 他却恍若未闻 也不知道心跳到哪里去了 舔了舔嘴唇 似乎依旧还在怀念 那张冷冷的绝美面容 以及那一刹那的触感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32集 这一天 皇宫中无数青年天骄 无法入眠 知道清儿和秦问天 住在一个院子里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恨不得将秦问天 给撕碎了 那可是冷傲无双的公主 她身份高贵 天赋出众 有着爵始容颜 一想到冰清玉节的公主 很可能被秦问天这魂杖给 他们的心头就仿佛有无数的蚂蚁爬过一样 但他们无可奈何 大地都没发话 他们难道冲过去分开两人 第二日 依旧无数人关注着长平公主府的动静 这一天 早早的就有人送了一封请柬 到长平公主府 这请柬 是从齐王府送出的 不仅送到了长平公主府 还送往了诸多王侯府邸 邀请年轻一辈的人赴宴 而且还邀请了秦问天 齐王世子出关了 他可是在冲击仙台境界 如今也忍不住要出关了吗 看来都是因为秦问天 齐王世子才结束了闭关 他可一直是青儿公主的爱慕者 无数人心颤 按道这次秦问天有对手了 齐王世子天父极其出众 数年前就从古地之城回来了 他在古地之城的时候 也是登仙榜前几的人物 据说最高冲击到了前五席位 如今又闭关修行这么久 不知道有多强大 长平公主府 秦问天看着手中的秦姐 低声道 齐王府 清儿走到他身旁 道 齐王府世子阎安 数年前从古地之城回来 据说是当时古地之城 当先榜第五的天交 后来一直闭关修行 在冲击仙台境界 如今想必更强 他邀请你前往 必不安好心 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自己先去吧 大帝都让云王不要过问后辈之事 在这皇宫中 那些王后府的人也不敢对我如何 这请柬上 可没邀请你这位公主 若我带着你去 岂不叫人笑话我 秦问天笑了笑道 无妨 我能够应付 清儿看着秦问天的脸 随即轻轻地点头 道 好的 若他们做得过分 直接回这里 秦问天点头 他拉着清儿的纤细小手 清儿手掌轻颤了下 不过也没挣扎 任由他拉着 我可是要娶香锅公主的人 怎能让人看不起 秦问天玩笑地说道 正午时分 皇宫 齐王府邸 极为热闹 皇宫中不少王侯子弟 都受到了邀请 纷纷前来此地 他们或驾驭先兵而行 或齐坐在大妖身上 浩浩荡荡 极举威业 齐王府邸之外 诸多大妖嘶吼 生微可怕 这些大妖 很多都是纯种异兽 和齐坐他们身上的主人 修为相当 陪他们一起成长 齐王 乃是先国封了王的人物 实力超强 乃是顶级先王强者 齐王府 在皇宫中 也是地位不凡 齐王世子阳安宴景 又是为了针对秦问天 因此赴宴的人极多 凡是收到了勤俭的人 都前来了 堪比一场青年天交盛会 府外 青年天交谈论着 有意青年道 请问天来了没有 好像还没来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赴宴 另一人回应说道 或许会前来赴宴 但怕是带上亲儿公主 之前说话之人冷横一声 就在这一时 一道道声音响起 诸人目光 朝着后方某一方向望去 顿时那说话的两人 也看向那边 是秦问天 他就是秦问天吗 看来也不过如此 这妖兽坐骑 是什么废物妖兽 胖嘟嘟的 他竟然养宠物 诸人纷纷开口 秦问天坐下乃是小混蛋 他没有变身 只是让身躯变得庞大了些 那胖嘟嘟的身子 透着几分可爱 不过那是对女子而言 这样的场合 就显得有几分滑稽了 这宠物妖兽 眼睛很大 闪烁不定 四处观望 看着周围的大妖 胖嘟嘟的身体 大摇大摆的前行 双眼放光 秦兄 你这妖兽真可爱 请问天身旁有一位女子 她坐下的妖兽 是一头拥有火红色羽翼的胸情 双眸泛着可怕的光芒 这是一头赤血棚 乃是鹏鸟一类 是大鹏鸟后裔 有着纯正的大鹏血脉 这宠物胖嘟嘟的 能借我玩几天吗 又有一青年笑着说道 她坐下有着一头白色猛虎 威猛无敌 身上弥漫着恐怖的煞气 盯着小混蛋 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不少青年围绕于秦问天的深周 他们坐下大腰 不断发出低吼声 可怕的腰威席卷这片虚空 这小家伙会不会害怕呀 哈哈哈哈 猪人笑着说道 刻意用妖兽接近小混蛋 小混蛋 你被人鄙视了 秦问天笑着拍了拍 小家伙的脑袋 小混蛋双眼依旧放光 一点没有害怕的模样 只听他奶声奶气的道 你跟他们打一架 这样我就能吃了他们的妖兽了 这么多大腰肯定很美味 呃 猪人听到这奶声奶气的话语都愣了愣 随即纷纷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秦兄 你这宠物还没断奶吧 哈哈哈哈 这宠物实在太可爱了 害怕都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妖兽 能一口将他吞了吧 猪人一个个笑了起来 感觉很是有趣 小家伙不懂事 猪凶物怪啊 秦问天对着人群抱拳 坐在小混蛋的背上 抚摸着小混蛋的脑袋道 小混蛋 看来回头要给你补补了 这样才能早点长大 嗯 你去死 小混蛋低声骂道 恶狠狠地瞪着周围的妖兽 这些大妖虽是坐骑 但都是通人性的 他们纷纷对着小家伙 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情 似乎是刻意吓唬小家伙 别吓我 奔宝宝不怕你吗 小家伙小爪子 指向这些妖兽 高傲着抬起脑袋 那些大妖都露出了有趣的神色 真是有意思的妖兽 一行人已入了齐王府 有侍卫带领他们入内 秦问天观察着周围诸人 这些人大多都是天象境界 其中也有数位仙台强者 非常年轻的仙台境人物 有着非凡的天资 齐王府内已摆好了酒宴 已有不少人到了 各自落座 秦问天目光看向了为首位置之人 面如冠玉 神采异矣 眼眸之中隐隐有风锐之芒 虽气息内裂 但秦问天依旧感觉到了一股非凡的气势 自已超越了天象境界 跨入了仙台 齐王世子从古地之城出来后闭关修行 看来已经住就了仙台 秦问天侵中暗道 不少人纷纷感受到了齐王世子阳安身上的气息 有人开口道 世子入仙了 没错 齐王世子阳安已入仙台 我长安仙国又出了一位百岁之内成仙的人物 阳安还没有说话 便有人回应说道 恭喜恭喜 世子厉害 若是当年继续留在古地之城 恐怕登仙榜第一也要拿到啊 诸人纷纷祝贺 有人心中还有着几分嫉妒之意 仙台是一个分水里 百岁内以及百岁之后成仙又是一个坎 阳安坐到了百岁内成仙 将会得到器重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33集 有人不禁忘了请问天一眼 看来 阳安出官不是刻意为了秦问天 只是一个巧合 他已入仙台 恰好遇到秦问天之时 于是设下此宴 主兄客气了 快请入宴 阳安站在那儿含笑说道 诸人纷纷落座 秦问天随意找了一处末尾的位置坐下 倒是洒脱得很 既来之则安之 无论阳安是何修为 又与他何干 既邀请了他 他便前来赴宴 好吃好喝 诸位刚才似乎聊得很开心 阳安开口问道 我们在聊秦兄的宠物 这宠物太可爱了 他说我们的坐骑大妖肯定很美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傻的家伙 连害怕都不知道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道周围是什么存在 有人看了秦问天一眼 似乎一语双关 哦 阳安目光 这才看向秦问天 谈笑道 这位就是秦兄吧 刚闭关出来 秦兄的大名就时常在耳边响起 能成为登仙榜第一 想必是非凡人物 狮子客气了 秦问天淡淡道 不知秦兄出来之时 登仙榜前几是哪些人 当初我在的时候 登仙榜有几个厉害人物 比如子弟之子子道阳 我离开的时候 他正好登上了登仙榜第一 应该早已经出去了 阳安淡笑着说道 秦问天心中辽然 若是子道阳不死 他也许和摩邪一样 都将入仙台之境 毕竟阳安都入了仙台 不过入仙台的早晚 也不能全凭实力而论 有的人明明还未天象圆满 战斗力却可以扫荡 天象顶级人物 譬如子道阳和摩邪 他们的境界 或许在还没有阳安身的时候 就能够战胜阳安 但阳安却可能比他们先入仙台 除此之外 还要看机缘 看心境 看对仙台的要求 毕竟仙台本身就分六阶三平 不过杨安而言 似乎是在怀疑 他这登仙榜第一的含金量呢 杨兄这般人物 都战胜不了当年的子道阳吗 秦问天笑着回应道 子道阳摩邪 战里惊人 非常恐怖 那时的登仙榜竞争 太过激烈 杨安平静说道 顿时诸人都来了兴致 有人道 古地之城登仙榜的排名 有时也不能代表一切啊 譬如有时会强强碰撞 含金量有高有低啊 这倒是事实 不少人开口道 世子若和秦兄同在古地之城 恐怕会是一场龙争虎斗呢 有人刻意如此说道 不不 怎能和秦兄相比 即便我那届含金量很高 但我毕竟只是第五而已 杨安的话似谦虚 又似并不谦虚 你那届含金量真低 还自认为很高 不止天高低后 小混蛋正在酒桌上吃东西 乃声乃气地说了声 使得诸人愣了愣 纷纷看向他 这小家伙真的太可爱了 他竟然还知道含金量的高低 笑死我了 他在古地之城的时候 紫道阳就灯线榜第一 后来又修行了几年的紫道阳 都排名到灯线榜第三了 还含金量很高 你怎么真的 小混蛋将一枚果子扔入口中 鄙视地看着诸人 紫道阳排名第三了 小家伙说笑吧 紫道阳可是子弟之子 他会从灯线榜第一到第三 即便摸鞋超越他 他也该第二吧 杨安眯着眼睛说道 哼 还以为你很谦虚呢 小混蛋鄙视地看着杨安 本宝宝还骗你不吵 你问问秦汶天 他把紫道阳给打得重伤 然后紫道阳就到灯线榜第三了 就你那当时的第五 要是没离开 灯线榜全是都没你分 诸人被小混蛋的话 唬得一愣一愣的 杨安留下了前十都到不了 秦汶天击败了子弟之子 紫道阳 虽然诸人对紫道阳不是很了解 毕竟仙域太大了 各大帝王人物 都有不少子嗣后辈人物 但子弟他们却是知道的 辽阔无尽的仙域 子弟乃是一位顶级的仙帝人物 非常可怕的人物 他修有诸多绝学 境界强横无比 子弟子嗣能够成为灯线榜第一 自然正常 秦汶天 他能够击败子弟子嗣 子道阳 这未免有些大放雀词了 这小家伙真是越来越可爱了 吹牛都这么厉害 义女子笑嘻嘻地说道 秦兄 你这宠物有意思 秦兄弟 这时 杨安也看向了秦汶天这边 笑着道 虽然秦兄乃是登线榜第一的人物 天资非凡 我杨安也相信 秦兄天赋绝伦 但子道阳 我还是清楚的 昔日他强势登上登线榜第一 贫妾的可是真正的超强战力 双重绝学 若是没有离开古地之城的话 双重绝学 更是强如登天 秦兄即便天赋异禀 对上他 怕是没什么希望 秦汶天淡笑着 看了杨安一眼 看来 这杨安应该见过子道阳出手 知道子道阳的厉害 小家伙一喝酒就喜欢吹牛 士族为要见惯 秦汶天摸了摸小混蛋的脑袋 只见小家伙正在用爪子端着酒杯喝了起来 醉醺醺的模样更是惹嫌可爱 听到秦汶天的话 小混蛋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又鄙视地看着猪人 本宝宝当初也只排名登山榜第七而已 哼 小混蛋高昂着脑袋 老神在在 又将猪人逗乐了 秦汶 你这宠物的嘴巴怕是比你还厉害啊 有人笑了起来 引得猪人都是大笑 小家伙 要不要我的大鹏陪你玩玩 那美貌女子 抚摸着身旁的赤血鹏鸟 笑着说道 那赤血鹏目光盯着小混蛋 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对对对对 这小家伙太可爱了 不如让我们的妖兽陪他去玩玩 猪人纷纷笑道 小混蛋眼睛放光 贼兮兮地看了那些妖兽一眼 随即看向秦汶天 使得秦汶天眼睛闪了闪 他自然明白 这些人不安好心 不过这小混蛋 似乎也一样满脑袋坏水 想着将对方的大妖 给吃了大补一顿 我这宠物毛病多 喜欢吹牛 还喜欢咬妖兽 还是不要和他闹了 不然他咬了诸位的妖兽作技 就不太好了 秦汶天摆了摆手 客气地拒绝道 无妨无妨 若是这小家伙真的有本事 让他咬接口也没关系 对 他若有实力 吞了我的坐骑我也认了 那女子含笑开口 他旁边的赤血棚 又是对着小家伙 厉笑了几声 似乎是在挑衅 小家伙此刻化作小妖兽 实在是人畜无憾 无论是人还是妖 都不知道他的厉害 那可爱的样子 都当他是宠物呢 再谈再谈 秦汶天依旧白手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吴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34集 我们边喝边聊吧 杨安端起酒杯 站起身来 双郎说道 此次邀请诸位兄弟姐妹前来 很高兴大家能够赏脸 我杨安 先敬诸位一杯 齐王世子客气了 此次世子突破跨入仙台之境 可喜可贺 第一杯酒 先祝贺世子了 没错 古来多少天赋出众者 但仙台境 确实是一道坎 很多天赋异禀之人 也难跨过去 世子短短数年 就踏入仙台之境 更是天之骄子 风光无限 这可不是在天象境 处于顶尖水平 就能够比的 踏上了仙路 从此又是一段精彩人生 有人话语中 亦有所指 不少人看了 秦门天方向一夜 诸位干杯 杨安爽快道 随后将杯中之酒 一饮而尽 诸人纷纷坐下 各天交聚在一起 闲聊了一阵 自免不了互相奉承几句 秦闻天时不时感受到 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那一道道目光 都是颇为锋利 显然 他依旧是诸人心头之刺 诺大的皇宫 王侯子弟天交无数 轻而偏偏选择了自己 怎能不惹人嫉妒 秦兄 此时 齐王世子杨安 望向秦闻天 对着他举起酒杯 秦闻天含笑点头 同样举杯 却见杨安缓缓道 昨日出关 不仅听闻秦兄登仙榜 第一天交之名 还大败皇宫诸人节 又得公主青睐 真是令人羡慕 世子客气 秦闻天笑道 只是我也听闻 秦兄从栗子世界走来 能取得如今成就 更显难能可贵 杨安继续说道 似乎是在夸奖秦闻天 不过话风一转 杨安又道 然而秦兄可曾考虑过 大帝以及公主 虽说秦兄天赋 目前耀眼非凡 但修炼意图 却绝非只是天赋 那么简单 越往后越难 先路便是一道坎 而且还将面临 无尽危机 随时有陨落危险 这点 想必秦兄也明白吧 秦闻天笑了笑 不知可否 这杨安虽说得在理 却一副教训态度 如长辈般 好似踏入了仙台 便高了一等 公主千金之躯 秦兄怕是保护不了公主安危 更重要的是 门不当户不对 虽说公主对秦兄有情有义 不顾一切 甚至不惜自身明解 大帝宠溺青儿公主 也没怪罪下来 但秦兄 若真心为公主着想 就不该只为自己着想吧 杨安继续开口 一副真心为秦闻天 以及青儿考虑的态度 大意凛然 竟毫无破绽 秦闻天倒也不好直言反驳他 世子认为 我该如何做 秦闻天笑问道 秦兄若真心 亲爱公主 便当自己离开公主 若是以后秦兄真有通天之囊 再回来不迟 杨安手中的酒杯 依旧举着 缓缓开口 酒宴忽然间 就安静了下来 诸人眼角纷纷含笑 终于来了 这才是杨安的目的吧 在皇宫中 杨安爱慕青儿公主 已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 秦闻天将酒杯放了下来 眼帘低垂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淡淡地说了声 世子是以哪种身份劝我 说着 他缓缓抬起头来 目光望向了杨安 道 我和青儿的事情 似乎还轮不到 世子来指手画脚吧 杨安的话 可谓是免礼藏真 非常毒辣 他若真心爱青儿 就该自己离开 这么说 若是他不肯离开 就是不爱 而是贪图全世 想要以补登天 阳安笑了笑 似乎也不在意 秦闻天的话 道 我也是为公主考虑 若是说得太直白 还望秦兄勿要见惯 自发一杯 说着 阳安将那杯酒饮尽 倒显得他气度不凡了 秦兄啊 阳安世子说的话 未尝没有道理呢 有人笑着道 谁不知道青儿公主 受大地宠爱 娶青儿公主 那是何等的机缘 一步登天 那时秦兄 无论是身份地位 还是天赋 就都有了 诸位这时 劝秦兄为公主考虑 岂不是抢人所难吗 有人笑着说道 既然阳安世子开了头 自然免不了 对秦闻天的围攻 诸位的想法 道上秦某开了眼界 秦闻天淡淡地说道 王侯子弟 原来追求公主 只是为了公主的身份地位 为了一步登天 难怪青儿 对诸位不屑一顾 你什么意思 有人冷冰冰地开口 你说呢 秦闻天望向说话之人 果然和那个畜生一样 言辞锋利 又有一人淡漠开口 你才畜生 你全家都是畜生 小混蛋醉醺醺醺的昂着脑袋 对着那说话之人道 青年目光眯起 盯着小混蛋 这畜生不仅蠢 竟然还出口成丧 简直是不知死 我要向你挑战 小混蛋伸出爪子 指着那人道 你找死 那人伸手一招 顿时一头煞气冲天的白虎 来到他身边 我可以让我的妖兽 陪你玩玩 小家伙 你凑什么热闹 秦温天慌忙护着小混蛋道 我要挑战 小混蛋囊囊着 秦兄放心 我只会让我的妖兽坐骑陪他玩玩 那青年看到秦温天和小混蛋的模样 大笑道 秦兄 这宠物可爱得很 就让这些妖兽一起玩玩吧 我的妖兽也可以去玩玩 对呀 正好无聊 周围都让各自的妖兽切磋一番 顺便逗逗秦兄的宠物 秦温天心中冷笑不断 这些人变脸还真快 既然如此 那就陪他们玩玩吧 好 小家伙 那你就出去 陪这些大妖玩玩 不要去乱咬他们 秦温天有些为难 小家伙胖嘟嘟的身体蹦了出去 到了前面的广场 道 本宝宝定要让你们知道厉害 真是有趣的小家伙 猪人挥了挥手 顿时他们的妖兽纷纷飞了过去 悬浮于空 将小家伙围在那 像是真的斗宠物一样 那头白虎煞气冲天 眸子中杀念强烈 秦温天目光看向白虎的主人 刚才说话的亲眼 对方眼中闪过一抹沙发冷光 显然是要下杀手的 岂会只是玩玩那么简单 秦温天看到那些围着小混蛋的妖兽 叹息一声道 诸位这又是何必呢 妖兽不懂事 伤到他们怎么好 无妨无妨 陪秦兄宠物玩玩 白虎主人笑着道 这宠物实在太小了 我家大鹏的利爪 轻易就能撕碎他的脑袋 那美丽女子微微摇头 你们这军传话 小混蛋昂着脑袋 看着这些围着他的妖兽 乃声乃气地骂道 吼的一声 白虎煞气冲天 非常可怕 利爪泛着可怕的煞气光芒 能够撕碎一切 无坚不摧 吓死了 乖乖来受死的 奔宝宝看看你这老虎兽 味道怎么样 小混蛋小爪子伸出 指着白虎大骂 白虎发出一道低沉的咆哮 随即猛地冲了出去 煞气化作可怕的风暴 他的巨大利爪 泛着锋利污边的光芒 朝着小混蛋扣了下去 这一击下去 足以开膛破肚 秦问天看到这一幕 眼神眯起 目光中射出淡淡寒芒 心中向小混蛋 传达过去一个杀之念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景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吼的一声 一道惊天的咆哮声 居然间传出 镇的人群心头 微微颤了下 猪人只见前方 小混蛋身体 豁然间变大 庞大身躯 流转可怕的浮光 他那巨大的爪子 直接拍了出去 咔嚓的声响传出 直接将白虎利爪拍碎了 他的爪子 扣在了白虎的脑袋上 一股惊人的符纹闪耀 化作可怕的漩涡 那白虎的身躯 疯狂的颤抖着 不停的抽搐 嘀吼声震震 只是瞬间 白虎的身体 朝着地上坠去 轰隆一声 尘土飞扬 白虎庞大的身躯 躺在那一动不动 猪人的目光 凝在了那里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震撼着猪人 难以想象 刚才还人畜无憾 奶生奶气的小家伙 突然就变成了 一尊煞神 洪荒猛兽 唉 都说了不要切磋了 伤到这些妖兽怎么好啊 秦问天叹息了一声 猪人眼睛 看着他假惺惺的模样 顿时咬咬牙 这浑账东西 猪人还以为他之前 是指伤到小混蛋怎么好 没想到 竟然指的是伤到他们的妖兽 岂有此理 其余妖兽喉声连连 他们似感受到了小混蛋身上的滔天杀气 宛若一尊兽王般 竟躊躇不前 光芒闪耀 小混蛋身体瞬间变化 化作一尊金翅大鹏鸟 纯金铸就的羽翼闪烁而动 如同真正金色的闪电 冲向了内尊赤血鹏 赤血鹏身躯震颤 毛子中似有几分恐惧之意 他身体同样冲出 鱼翼猛然间扫了过去 两道身影 宛若两道闪电般碰撞 快到人群的眼睛都无法看到 随后 猪人就见到了赤血鹏的羽翼 寸寸断裂 那可怕的金色利爪 又一次扣杀在了他的脑袋上 使得赤血鹏不断挣扎抽搐 随即坠网 大鹏 那美丽女子脸色大变 站起身来 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妖兽坐骑 被当场诛杀 一起上 有人低声喝道 顿时猪妖兽同时扑出 杀向了小混蛋 小混蛋速度极快 扶摇而上 瞬间和猪妖兽拉开了不少距离 突然的 他倒转身体 俯冲而下 大鹏展翼 那流转于与一只上的光纹 宛若一道道 最为锋利的金色利刃 哗啦啦的声响传出 那些冲向他的妖兽 直接被斩断身躯 小混蛋化身金翅大鹏 速度太快了 犹如真正的大鹏王般 他身上的羽印 也如同真正的金翅 无坚不摧 九宴之上 一道道身影站起身来 他们神色铁青 那被他们讽刺羞辱的畜生 简直可怕 同尽无敌 好似也如同 勤问天一样 有登仙榜第一的风范 诸位真是抱歉了 都说了不要切磋 伤到诸位腰手不大好 诸位却一直坚持 秦某实在是无法推脱啊 秦问天歉意地看着诸人 含笑说道 诸人一个个目光冰冷地盯着他 眼神如同利人般 这混蛋真能演戏 简直就是打他们的脸 秦问天 你真是放肆 那美丽女子冰冷喝道 这里可是齐王府 你竟然你的妖兽 在这里逞威 打开杀箭 这聂处简直无法无天 挡住 秦问天 你还不制止你那头聂处 让他滚过来受死 诸人一个个盯着秦问天 冰冷开口 秦问天眼眸 陡然间变得锋利了起来 看着诸人道 刚才是诸位一直喊着 要陪我的妖兽玩玩吧 我可是一直拒绝 某人可是亲口说过 若他真有本事 吞了你的妖兽你也认了 如今 倒成了我无法无天了 说着 秦问天目光盯着那年轻女子 刚才说出此话的人 正是他 玩笑话语你也当真 九焰之上竟敢杀龙 你果真没有将我们皇宫王后 放在眼里 更是侮辱其王世子 那女子强势夺理说道 此刻反倒全部成了 秦问天的过错 秦兄 你这么做 未免太不将我都放在眼里了 虽说一尊妖兽无所谓 但你的妖兽这番杀戮 是在打我们的脸吗 那白虎妖兽的猪人 同样冷冷开口 一时间 猪人口诛笔伐 共同讨伐秦问天 仿佛秦问天 做了天怒人怨的事情 十恶不赦 要当场问罪 秦问天陡然间大笑了起来 顿时诸人纷纷闭嘴看着他 一个个神色冰冷 群情激愤 之前谁口口声声说 要让妖兽教训我伙伴 谁侮辱他蠢货 不知死活动了杀机的 如今你们的妖兽 一群废物 围攻我的妖兽伙伴全部被杀 之前的一切倒成了玩笑 简直划天下之大忌 秦问天站起身来 傲然说道 长袍裂裂 他手中的酒杯 坠落在地 发出了咔嚓的声响 直接破碎 一个个道貌黯然之辈 只会将王侯挂在嘴里 实则一群无能废物 对我和公主之事指指点点 就你们这群废物也配 就你们这等厚颜无耻之辈 还需我来打理 你们要脸吗 秦问天积蓄了许久的怨气 一招爆发 大鹤声不断 逢次羞辱猪人 今日来此地赴宴 就是要看看 这些人想要玩什么花样 既然横竖都是要挑起事端 那么索性不再忍让 秦问天 你 那女子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只感觉愤怒无比 胸中压抑一口怒气 无法吐出 太混账了 秦问天竟然完全撕破脸皮 破口大骂 这般羞辱他们这些王侯子弟 简直无法无天 闭嘴 秦问天一眼扫过目光 锋利无比 双眸可怕 仿佛要穿透人心 盯着那美丽女子 冰冷说道 你还有脸开口 之前就你叫的最惯 身为王侯千金不知检点 如同泼妇般药武扬威 你长辈子里 都被你丢尽了 好个压尖嘴利的家伙 秦问天 你当真是一点没将皇宫王侯 放在眼里 一人身上气势澎湃 汹涌扑出 威势惊人 朝着秦问天扫荡过去 我言辞锋利有如 至少天赋实力也都可以 如同你这般只会动嘴的废物 也敢这般对我说话 还敢口口声声说 我没有将王侯放在眼里 你是王侯吗 你这等废物 也需我秦问天放在眼里 搬出王侯不仅是打自己的脸 还丢王侯的脸 若是在外界 如同你这种废物 敢如此跟我说话 一巴掌直接拍死 秦问天声音如雷 滚滚咆哮 恐怕整个齐王府的人都听得到 那些关注这边的王侯人物 必然也都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那被羞辱之人 只感觉脸色通红 眼神仿佛能杀死人般 死死的盯着秦问天 就差一口血没有喷出来 秦问天唇枪舌剑 简直能将人骂得发狂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36集 秦问天 你欺贞太甚 那人愤怒咆哮大吼 恐怖气势横扫而出 轰隆隆的声音传出 他前方的酒桌直接震碎 只见他迈出一步 气势惊天 他抬起手掌 直接朝着秦问天震杀而出 刹那间 天地轰鸣 有一尊巨大无比的凶兽 铺天盖地地朝着秦问天杀过去 简直惊天可怕 我前来赴夜 尔等不断羞辱于我 如今还要出手杀我 欺我太甚 秦问天大吼一声 仿佛要人尽皆知 是对方要出手杀他 他抬起手掌 浮广闪耀 一掌惊天动地 直接将巨大凶手拍打破碎 手掌之上流动着惊人滑光 直接朝着虚空中的秦年抓了过去 秦年大吼出声 疯狂攻法 然而这掌印简直无坚不摧 刹那间破碎一切 能摘下日月星辰 落在他身上之时 直接一扣将他抓住 秦问天另一只手直接甩了出去 啪的一声巨响声传出 一道清晰的五指印 烙印在对方的脸上 甩了那青年一个耳光 将对方直接大蒙了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 看着他被抽下这一耳光 秦儿带我前来皇宫做客 此刻又来齐王府赴宴 你王侯子弟 岂我没有背景孤独一人羞辱于我 为了自保 我只能还击 秦问天大吼一声 仿佛他受了天大的委屈 诸人目瞪口呆 虚空中的青年 更是被这一道言语 气得吐出了一口鲜血 差点晕死过去 他被秦问天当众抓在虚空 抽了耳光 被羞辱到了这等地步 秦问天却在说 他自己受了委屈羞辱 哼 又是一声巨响 秦问天将他的身体 砸在了地上 冰冷的道 你这般子弟 嘴巴厉害 实力如此废物 却还口口声声 搬出王侯丢人信也 我被迫反击 相信王侯不会怪罪于我 那强者发出低吼 重伤之下 又受这般屈辱 终于气得昏死过去 秦问天暴怒 自要大闹一场 身在皇宫 能忍则忍 然而这些人处处针对于他 无论如何都是忍不了的 既然这些人想闹 那就干脆闹大一些 他何惧之有啊 诸人看到暴走的秦问天 也都惊住了 的确秦问天 可不仅仅是言辞锋利 他的战斗力也是超强的 这一点又一次 用在那躺在地上的青年 来证明了 登贤王第一 绝不是虚的 这种战斗力 同境界简直无人能等 太目珠无人了秦问天 你太放肆了 那年轻美丽的女子 气得身躯颤抖 无法无天了 这里可是长青仙国的皇宫 他竟然真敢直接下狠手 将青年强者 提在空中抽打耳光 狠狠地羞辱 你才放肆 秦问天冰冷的眼眸扫向他 瞳孔中射出可怕的寒光 想要出手 滚出来就是 成口舌之力有何意义 我一招就能让你趴下 你 你 女子几乎要暴怒 双拳紧握 但却依旧忍耐着 她知道秦问天的实力 太厉害了 灯仙榜第一 她不是对手 不敢就老老实实闭嘴 除了口口声声 称王侯子弟 拿王侯出来压人 你还有什么 秦问天 冷冷说道 你人也有三分祸 之前忍耐了那么久 任由这些人围攻羞辱他 如今就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什么祸子 秦问天 你放肆了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出 诸人目光豁然间 看向那还坐在那儿的青年身影 这青年缓缓站起身来 身上似流动着夺目的光芒 给人深不可测之感 那种光芒 隐隐外放而出 可内可外 这是仙光 仙台强者 身上可自带光环 此人仙光外放 显然是在告诉秦问天 他是仙台镜的强者 终于忍不住了 秦问天心中冷笑 今日来此赋宴的强者 大多都是天象境界的青年 这种级别的人物 对自己毫无威胁 这些王侯子弟 自然也心中有数 指望他们对付自己 也只能在言语上 想要在实力上镇压自己 唯有出动 仙台镜的人物 此刻他暴怒出手 天象无人能挡 这些王侯子弟为了颜面 就只有仙台人物 出来救场了 不过他倒要看看 这些人用什么理由对付他 今日无论如何出手 他都要牢牢占据这个理字 让那些王侯府邸的前辈人物 无话可说 我哪里放肆了 秦问天冷笑着问道 你的妖兽大开杀戒 齐王世子邀你前来参加酒宴 而你此刻破坏酒宴 将人重伤 木空一切羞辱诸人 还不够放肆 这仙台青年冰冷开口 此时小混蛋已经杀光所有对付他的妖兽 变回了胖嘟嘟的身子 跳到了秦问天身边 瞪着那说话之人道 你要不要脸 是他们想要杀我 难道我让他们杀死本宝宝 再是理所应当的 你眼睛瞎了 秦问天盯着对方 冷道 妖兽战是他们挑起 刚才出手又是谁先动手的 那是你出言不逊 青年冷道 看来你不仅瞎而且聋 他们出言不逊你听不到 合着我不能反驳 必须让他们羞辱 妖兽要让他们杀 他出手我也不能反抗 今天我在这王侯府邸 也真是大开眼界了 那青年似乎也不动怒 只是冷笑 是非对错 大家都看得清楚 你无需狡辩 秦兄 我邀请你前来参加酒宴 没想到你却如此过分 枉我还非常敬你 着实让我失望 齐王世子杨安也开口了 仿佛秦问天惹了众怒般 你从一来 他们就没打算让你好过 小混蛋鄙视地看着秦问天道 秦问天敲了下小混蛋的脑袋 笑道 就你聪明 说着他又看向诸人 副手而立 淡淡地道 看来我只有挨打挨骂的份 还手了就是有罪了 多说无意 诸位想怎么样吧 你所作所为 有损皇宫王侯威严 向在座的诸位道歉 你离开仙国皇宫吧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之前那仙台青年淡淡说道 道歉 笑话 秦问天讽刺一笑 至于离开皇宫 怎么好像仙国皇宫是你们家了 大帝没有下令 你们倒是逞大帝的威风 难不成我住在公主府 也与你们又关不成 这么说秦兄是无视我们的话了 青年身上纤维绽放 光芒更是耀眼 秦问天盯着他 缓缓开口 你算什么东西 秦某需要听从你的话 好个狂徒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如此猖狂 那仙台青年漫步而出 仙之光环绽放 体内由无尽之光绽放而出 纤维浩荡 周围诸人纷纷退后 唯独秦问天 依旧站在原地 副手而立 凝视前方仙台强者 他体内由轰鸣之音咆哮而出 气势骇人 如今他以天象巅峰 正在为铸就仙台而做准备 今日一战 正好领教下仙台强者的实力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37集 这里的人都是青年一代强者 虽是仙台人物 但境界不会太高 应该都是出入仙台之境 用来磨练自身 再适合不过 青年仙台人物 一步步走进秦问天 诸人眼眸锋锐 迎视前方 秦问天体内气势 越发磅礴强盛 好似有惊涛骇浪 蕴藏于身体之中 使得诸人脸色变幻不断 这秦问天的实力 确实厉害 此刻状态简直害人 那股威势 足以压垮一切天象人物 凭借这样的威势 天象境界的强者和他战斗 确实不堪一击 那仙台青年 手掌之上 有规则力量流动 仙光闪耀 那是仙知规则力量 是蜕变的力量 深奥无比 仿佛每一缕力量 都拥有可怕的威能 和天象境界的强者 不在同一层次 仙台人物 轻易可以秒杀 天象境的强者 冬的一声 仙台强者一步踏出 秦问天只感觉一股恐怖力量 直接隔空 轰入躯体之中 那是一股恐怖的无形威势 是仙台之威 秦问天不敢大意 周身力量绽放到极致 战绝释放 浑身缭绕无尽的浮光 仿佛不灭之躯 身披白金铠甲 宛若绝世战胜 轰隆隆的一声 秦问天的身体变得庞大 衣衫破碎 他躯体之上 静接浮光 数十丈的身躯 宛若一尊 幼年神魔 你竟想要和仙台对抗 五字亮丽 我会让你明白 仙台之威是 非天象能够抵抗 仙台青年 脚步再度一趟 仙台之威 再次震颤于秦问天的心头 似要让秦问天 心脉破碎而亡 威力恐怖 秦问天内心狂颤 内股无形的威势 仿佛天地大势 直击心头 若非他生机澎湃 躯体强盛 仙台强者 无形威势 都能够伤他 手掌变化 有惊人的浮光 流动于手掌之上 那可怕符文 透着惊人的威势 使得周围强者 脸色都变了变 盯着秦问天的手掌看去 这双手 好可怕 隐隐给人 无肩不摧的感觉 似乎这双手 轰杀而下 足以摧毁一切 一股恐怖的 大妖之威 笼罩秦问天 他身躯之上 隐隐出现了 一尊巨像身影 那巨像躯体之内 有无尽光滑粒子 流动在秦问天的身体之上 每一个粒子 都隐隐拥有 惊人的巨像之力 堪称可怕 龙像之力 是龙和像的力量 是超强的 上古的妖神龙像 力能破碎苍穹 仙台青年 似感觉到了 秦问天不断增强的力量 甚至隐隐 对仙台境界的他 都有了一丝威胁之力 冷恨一声 他终于出手 一掌基数 看似朴实无华 但却真正 蕴藏仙台之威 恐怖的威势 席卷天地 那一拳中 蕴藏的规则力量 化作贯穿虚空的 金色之拳 周围有着可怕的 泉影流动 这一刹那 整片天地 都是全芒呼啸 铺天盖地 笼罩整片虚空 岂是今天 每一道全芒流光 都足以杀灭一位 天象顶级强者 更遑论 那流动着 今天光芒的 流星泉光幕 不愧是仙台强者 我若是在其中 轻易就会被杀死 一步登仙 跨入了仙之境 和天象境界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了 电光火时间 诸人的脑海中 闪过一个个念头 秦问天没有退 他同样以神之手 轰出了一圈 像名声震天 一声巨像 出现在前方 甚至秦问天 轰出的每一颗粒子 都化身 无坚不摧的巨像 拥有无上的巨像之力 能够震慑万古 轰灭诸天 两股力量 在虚空交汇碰撞 简直惊天动地 它们中间的九燕桌仪 全部化为碎片粉末 残渣都不剩下 一股刚风刮出 旁边的人 只感觉身体都要撕裂 纷纷后退远离战场 轰的一声 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惊天动地 两人以最为狂暴的方式 对轰了一击 这一刹那 秦问天和那仙台青年 同时往后退 都被对方 强横可怕的力量 给震退了 没有继续碰撞第二击 那仙台青年愣了下 他的攻击 竟然被抵抗住了 他可是仙台强者 轻易能够灭杀 天象镜的存在 竟然被轰退了 周围猪人也都愣住 看着那宛若战神般的 秦问天身影 只见秦问天 傲立于那 冷漠的目光 凝视前方 冰冷开口 跨入仙台 解救这段实力 真是讽刺 堪称废物 我若仙台 杀你如同屠杀猪狗一般 狂妄的声音 响彻于天地之间 九雁已彻底被破坏 宴席早已摧毁 人群中间 两人相对而立 气势凶猛无比 这一击 简直让他们感受到了 秦问天的强大 以天象之境 和仙台强者碰撞 这是何等的风采 而且 秦问天丝毫不弱下风 他虽被震退 但对方同样被震退了几步 只这一击 他就拥有狂傲资本 仙台进的强者 那是铸就了仙台 掌控规则力量的存在 规手间的攻击 就蕴藏真正的规则仙法 拥有无穷威力 从天象跨上仙台 那是质变 不可逾越 再卓越的天象境人物 也战胜不了仙台人物 甚至轻易就会被秒杀掉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这是修行之人的共识 然而此刻 秦问天似乎打破了这共识 震惊了所有人 他的手掌太可怕了 还有那神通功法力量 同样缘合规则 而且规则力量强横 神像绽放 拥有无穷的威力 诸人心中暗道一声 死死地盯着秦问天的神之手 这究竟是怎样的力量 才能够和仙台碰撞 你这是什么神通 那仙台青年开口问道 盯着秦问天的手 无论是那双手 还是刚才的巨像神通 都极为可怕 绝对是一种超强神通力量 这仙台青年名为母风 乃是一位封王人物的后辈 天赋出众 铸就仙台已有一段时日 仙台稳固 实力强横 他何其狂傲 要教训秦问天 逼迫秦问天认错道歉 离开仙国皇宫 但这一击之下 他竟被秦问天击退 颜面不存 你不配知道 秦问天冷笑一声 火入仙台 杀你根本无需借助神通 竟有脸开口 想要归咎于神通之上 这群人都不要脸 天向静的不行上仙台 不要真的像你那天说的一样 再不行就喊爹娘 求爷爷干奶奶呢 秦问天身后的小混蛋 乃声乃气地说道 更是打脸众人 邀请秦问天前来赴宴 这么多人都显然是针对秦问天的 但天向尽的存在 没有人奈何得了他 于是仙台出手 这本身就是李亏 还是在仙国皇宫 秦兄 这畜生嘴太臭 你是否要好好管管 齐王世子杨安冷冷开口 如今一世骑虎难下 真威风啊 小混蛋稚气的声音再度传出 盯着杨安道 登仙版第五的天才 紫道阳在你眼里跟神灵一样 你自然不如 还以为别人也不如 秦问天击败的 可是在你离开后 又修行了数年的子道阳 王你还敢在我们面前 得意认为我吹牛 笨爸爸如果是你 就修鬼自杀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 和舒阮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小家伙 给别人留点面积 毕竟别人都是王侯子弟 身份高贵 虽然比较废物 但身份就能压死你 秦梦天拍了拍 小混蛋的脑袋说道 浑然不在意 周围诸豪强 你真以为自己能抗衡 现态强者 之前沐兄不过是随意陪你玩玩 秦兄若是依旧如此执迷不悟 恐怕要让秦兄真正领教下 仙台之威了 杨安身上 气势弥漫而出 一股可怕的纤维 从他身上绽放而出 有着无上为能 可怕之极 你们是不是打算一起上 秦梦天讽刺一笑 你太自以为是了 一人足矣 目风冷冷开口 身上威力更加狂妄 他身躯之上 流动着琉璃之光 隐隐有一座仙台 发出轰鸣之音 天穷之上光芒闪耀 秦梦天看到了一星辰天象 那是一金色俱全 庞大无比 横更于天 不对 并非是星辰天象 而是星辰天象的净化 比星辰天象 威力更强大了许多 是一种质变 宛若先知心象 那流动者的拳芒 宛若一片流星雨般 有着无尽的符文光芒 那不断垂落而下的流星拳 蕴藏着先知规则 先为 仙台强者 体内诸久了仙台 星向蜕变 以仙台控制 可直接从五明星辰中 汲取规则力量 壮大仙台 使得仙之异象不断蜕变 最终化作 无上规则 秦梦天凝视仙之异象 感受其中力量 这次和仙台交手 对他而言 是一次惊艳 直见目风伸出手 刹那间 他的手臂化作了仙之手臂 似于虚空中的仙之星象 化作一体 虚空力量 进阶能够更好地为他所用 他再次一拳轰出 贯穿天地 虽站在原地 却依旧有一仙拳 轰碎虚空 杀向秦梦天 仙台强者出手 站在那儿 可轻易诛杀百里之外的人 秦梦天身上 狂暴气势 凶猛绽放 他脚步踏出 天地震动 又是一拳轰杀而出 神象镇压天地 有着桃天摇围 虚空流光 不断地碰撞炸裂 毁灭之威 可怕至极 暮风神色难看 只见他双拳 同时绽放可怕之威 一起轰杀而出 皆都隐藏纤维 他躯体光芒 更加地璀璨夺目 体内有一座仙台之光 若隐若现 绽放武警仙华 笼罩身躯 力量流动于双拳之上 暮风暮浴在真正的 鲜光之中 每一击都是惊天动地 势不可挡 秦问天双手 同时化作神之手 这是他第一次 将两只手臂 一起化神之手攻防 耗尽无尽力量 若非他有多元斧 体内星辰力量浩瀚 根本无法支撑他 这样的蛮横战斗 双掌神之手 威力何等可怕 硬扛心台强者 虚空碰撞 天地色变 周围之人一退再退 看着虚空中 疯狂大战的两人 都震惊得无以复加 秦问天太强了 拥有完美体质 那肉身就像是不朽之躯 流动着无上之光 堪比仙魔之躯 他的攻击惊天动地 抗衡纤维 显然秦问天的功法力量之中 同样蕴藏规则力量的 身为他这样的强者 不可能没有领悟规则力量 只是天相强者 绝对不可能 如同仙台强者那样 直接吸纳仙力 天相人物 即便领悟了规则力量 也是有限的 没有仙台力量那般磅礴 仙台近人物 铸就的那座仙台之上 境界纤维 拥有无穷威力 持久战斗下去 秦问天 即便拥有滔天之能 依旧必败无遗 但即便如此 秦问天已经足够自傲了 至少 他真正以实力 震慑住了这些王侯子弟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差距 古地之城 登仙榜第一的强者 击败了子道阳的强者 如今他们不再怀疑 秦问天 这就是你全部底牌了吗 沐风冷冰冰地开口说道 功法已就 仙台强者对付天相 语气中竟还有傲气 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啊 秦问天强势回应 两人从地面战斗到虚空 哎呀 真是丢人哪 还以为仙台很了不起呢 小家伙昂着脑袋叹道 极为可爱 但却有一道道寒冷目光 落在他身上 似乎容不下他 你们想干什么 小家伙看到诸人不善的目光 身体变得庞大起来 道 若是有想要和我同进公平决战的 奔爸爸也奉陪 灭处 你出言不逊 谁有功夫陪你决战 我举办酒宴 你却吞了诸位妖兽 既然如此 拿你命来偿还吧 齐王世子杨安 眸子中泛着冷光 一步步往前走去 又要以仙台击辅天相 小混蛋化身精斥大鹏 悬浮于宫 盯着杨安 目光锋利 杨安眼神可怕 透着杀念 他一直对亲儿有意 想要追求 今日请秦问天前来 自是为了羞辱一番 让他知难而退 然而结果 秦问天大闹酒宴 无人能够镇压 和仙台强者大战 他这灯仙榜第五的存在 不值一提 显得如此卑微 入了仙台 也毫无自傲的地方 让他心中极为不快 以秦问天展露出来的天资 又已经得到了公主垂安 今日这场风波 皇宫的人必然都看到了 他怕是很难和秦问天竞争了 杨安是聪明人 秦问天一直说自己没有背景 但必然还是有仙王人物看中 不然他去不了古地之城 只是区区仙王 在皇宫中也拿不出手 秦问天干脆不说 也很正常 但秦问天这样的天赋 划入仙台之后 他将来有可能找到 更强硬的靠山 这让杨安心中嫉妒 亲儿公主要和他无缘了吗 但今天丢了面子 怎么也要让对方付出点代价 走了 小混蛋的身体 突然化作一道金色闪电 朝着虚空而去 他知道杨安动了杀机 要他和仙台强者战 真没有把握 走得掉吗 杨安一步跨出 浑身弥漫先知光滑 体内仙台绽放纤维 浑身裹挟规则之力 如同风一般 直接踏入虚空 追上了小混蛋 轰得一声 一股可怕的先知风暴 席卷天地 刹那间笼罩这便虚空 小混蛋的身体止住 盯着周围可怕的先知规则力量 所化作的风暴 能够撕碎一切 杨安体内释放可怕规则之力 他的天赋 比之沐风更加出众 虽然刚踏入仙台 但竟丝毫不逊色沐风 上 杨安冷喝一声 风暴中的无尽规则符纹 化作薄薄的风之利刃 能斩碎虚空 朝着小混蛋的身体 斩杀而去 威力无穷 小混蛋身体旋转 静光大放 包裹身躯 那斩杀而去的利刃 竟无法突破其防御 随即只见小混蛋旋转着 冲天而起 可怕的金色风暴 剿灭一切 要从杨安的这股风暴中 冲出去 好强的风雨 杨安眼中杀机更甚 秦问天不能杀 这孽畜 必将当场斩杀于此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39集 杨安目光 凝视那旋转的金翅大鹏 眼中杀意浓郁 只见他身躯之中 流动着无尽的先知规则力量 一股可怕的风暴卷在一起 化作了一笔惊天的长刀 这长刀横更于空 每一处都透着无坚不摧的力量 若是一刀斩出去 威力不知道有多可怕 杨安手握长刀 只见他身形如风般飘动 瞬息降临小混蛋的身前 直接一刀劈杀而出 这一刀蕴藏极其可怕的威力 能够劈开一切 小混蛋感受到了其危险 鹏响九天 金色羽翼化作无尽金色利剑 疯狂射杀而出 却不断地在刀光之下 被劈成粉碎 一声大吼 小混蛋幻化回本 宛若绝世遥望 他力抓探出 有滔天威能 一片无形的符纹光幕 包裹着他的身躯 刀斩下 咔嚓地声响传出 光幕不断地破碎 小混蛋身体疯狂后退 却见刀光一扫 宛若一道霹雳闪电 直接划过虚空 鲜血绽放 那纯金铸就的躯体 都被击碎 纤维太强 相隔很远的地方 秦问天看到了杨安 正在对付小混蛋 他狂站着往这边移动 神之手轰出滔天大掌印 击碎一切 但幕风九弓不下 岂能容得秦问天脱离战场 那将是他的耻辱 小家伙 秦问天自然看到了杨安 在对小混蛋出手 他的毛子中燃烧着可怕的怒火 在幕风一道流心拳 轰杀而来之时 秦问天怒吼一声 一柄先兵长枪 出现在了神之手中 长枪疯狂扩大 化作惊天一枪 直接洞穿了对方的心拳 穿透一切 杀向对方的身体 幕风身体疯狂后退 只见秦问天虚空踏步 直接朝着另一战场而去 就在这时候 小混蛋被刀光斩中身体 鲜血于虚空中洒落 秦问天身上 惊天威势席卷而出 握住先兵长枪的神之手 威能释放到最强 杨安又是一刀披杀而下 继续攻击小混蛋 却听到一声惊天大吼声传来 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危机 身体转过 就看到一仙兵长枪 化作数百杖 穿透徐空 击碎一切 直接刺向他的身体 这一枪快若闪电 威力惊人 身体转过的杨安 一刀斩向了 秦问天的长枪 两人的攻击碰撞 天地震动 长枪势如破竹 击碎了规则力量 所化的大刀 风的规则力量 却裹挟着杨安的身体 瞬间移行换位 避开了那惊人的一枪 东的一声 秦问天 虚空踏步 直接走到了小混蛋的身边 冰冷的毛子 盯着杨安 到 长青仙国皇宫 皇后子弟 今日秦某 算是建设了你们的无耻 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暮风踏步而来 和杨安各占一方虚空 两人神色难看 他们都是先台人物 先台出手 本就理亏 如今 竟然没有拿下这一人一兽 可笑的是 今日这么多人 都显然是针对秦问天的 却反而被秦问天 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这场宴席 秦某算是领教官 告辞 秦问天和小混蛋 准备离去 然而 只听杨安冷漠开口 就想这么离开吗 你宴请我来参加酒宴 如此之般已经够了 还要我秦问天 将命留下不成 秦问天盯着杨安 他已经生出杀念 之前这些王侯子弟 虽说嫉妒他 对他有成见 但他还能够理解 不至于动杀心 但如今 这些人似乎已经越界了 让他生出杀心 你大闹酒宴 不将皇宫王侯放在眼里 不给一个交代 就要离开 杨安此时 也已经是骑虎难下 心中有着魔鬼 一口气无法咽下 他刚入仙台 本以为光芒耀天 出关之后 就听到清儿和秦问天的消息 请秦问天前来 本想杀杀他的威风 让他知难而退 却没想到 被秦问天大闹一场 如今 就让秦问天 这么大摇大摆地离去 他心有不甘 秦问天大笑一声 扫视杨安 手中长香指向他 冰冷开口 杨安 这是先国皇宫 我不想做得太狠 否则你算什么东西 真以为能够将我留下 还要我陪你交代 也笑至极 就你也配 无事是怎么知道 杨安神色 越发地阴沉 是是 秦问天仰头 妄想虚宫 我知道皇宫 不少前辈在看着 是非对错 诸位想必比秦某清楚 王后子弟 如此欺人太甚 我秦某已经一忍再忍了 若是秦王府 不出来人阻止 杨安自取其辱 还要强行留我 我就真当是要决生死了 秦问天狂傲话语 使得周围诸人 一阵目瞪口呆 太狂妄 秦问天 简直狂妄到了极致 若是齐王府 不出来人阻止阳安 他能要阳安的命不成 这口气 恐怕杨安咽不下 这里可是齐王府 果然 杨安听闻秦问天之言 身上纤维狂暴绽放 可怕至极 他身上气势翻滚不休 双眸盯着秦问天 身体朝着前方 缓缓浮动 怎肯罢休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要和我决生死 杨安身形不动 手中同样有仙兵出现 乃是一柄刀 锋利无比的刀 刀光不断折射而出 透着凄冷的寒意 似乎那股意境都能杀人 走 秦问天收起了长枪 背对着杨安 他的右手出现了一柄剑 腰剑划过手掌 血液融入其中 腰剑蒸蒸而迷 一股可怕的腰威绽放 席卷天地 同时秦问天左手握紧 乃是风棚拂鼓 刹那间 秦问天的身体 仿佛真正要画棚般 真小张 杨安身体如风般冲出 快到不可思议 然而几乎在同时 秦问天的身体消失不见 虚空中出现了一尊尊大棚残影 风声呼啸 可怕至极 杨安的脚步停下 他的长刀直接斩杀而过 然而只是斩中了残影 杨安先念战王 没有人 唯有大棚鸟 秦问天仿佛化身围棚 甚至就连剑意都没有了 腰剑仿佛也化为棚 这片天地唯有棚 好快 诸人抬头看向虚空 快到什么都看不清 只有一尊尊风棚 环绕杨安的身体 杨安抬起长刀 顿时无尽规则力量 笼罩着身躯 防着秦问天突下杀手 嗡嗡了几声 无尽的大棚俯冲而下 化作无数残影 冲向了杨安的身体 杨安怒吼一声 仙台之威疯狂爆发 规则力量化作惊天风暴 直冲云霄 鬼灭一切 轰隆隆的声响不断 这一刹那 秦问天似乎已经发起了攻击 不断有风棚攻防 威力可怕 一快到极致的风棚 正面沙坝而过 比风都要快 冲向了杨安 直接从攻击缝隙中穿过 杨安眼中 突然间折射出一缕剑光 他神色大变 剑影 剑光如喜 一闪而过 呼辞一声 一道清响声传出 鲜血射出 人群只看到 一尊大鹏的身体降临虚空 随后 这尊大鹏身影化身为人 赫然正是秦问天 以妖神所变化 杨安双手捂着喉咙 脸色苍白如指 死死地盯着秦问天 手中的长刀都已坠落 这一幕触目惊心 先抬进杨安 齐王世子 被天象境界 秦问天 一箭 秒杀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0集 东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危言降丽 瞬间由树道身影同时出现 只见一人落在杨安身边 强大的仙光笼罩着杨安 随后喂了一枚丹药 到杨安的口中 只见杨安喉咙处的痕迹 迅速地愈合 鲜血渐渐地停止流出 对于这一幕 秦问天并没有感到意外 这里是齐王府 这一剑 要不了仙台境界强者杨安的命 没有过多久 杨安的伤势完全愈合 他的眼神阴森可怕 死死地盯着秦问天 可笑 秦问天讽刺一笑 这样的笑容 更是深深地刺激着杨安 小家伙 有胆识 只见一威严中年目光 落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眼眸中带着几分冷意 正是齐王府的先王强者 实力可怕 还是胆子小了点 否则这一剑 就直接杀了他 不过前辈还是要好好管教下 像他这种人 在外面的话 怕是活不了几天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今日若不是在齐王府 他已经是死人了 秦问天讽刺说道 看都未去看杨安一眼 杨安双拳紧握 眼中杀念可怕 下方诸人内心震动 今日发生的一切 已经超过了预料 他们显然没想到 秦问天会这么强势 这么霸道 而且实力如此的强横 他们明白 恐怕这一战之后 秦问天将会成为 杨安的心魔了 他会恨秦问天入骨 不杀秦问天 他永远都别想忘记 这次的耻辱 那强者笑了笑道 你的长辈是否 也要好好管教一下你啊 这么狂 可不是什么好事 莫非齐王府的前辈人物 也要对我下手不成 秦问天冷笑道 你虽然是公主朋友 但若是齐王府 以私人恩怨教训教训你 可心国无关 我怕没人能够帮得了你吧 这仙王强者笑了笑道 虽说杨安今日表现 有些不堪 但毕竟 他是齐王府的世子 这秦问天是个人物 但太狂了 让他齐王府丢了面子 他倒想要看看 秦问天胆子有多大 我劝前辈 还是不要做这种事 秦问天笑了笑 若是无关先国 齐王府以私人恩怨对付 我怕你齐王府 承受不起这代价 秦问天淡然的声音传出 这平静的话语 似乎比之前所为更加的狂妄 这代价 齐王府承受不起 这是何等的狂妄嚣张 齐王府乃是长青先国皇宫中 极为强大的一座王府 强者如云 先王人物都有不少 随意派出一支军团出去 足以镇压 无尽地狱为王 下方诸王侯子弟 同样目光凝固 盯着秦问天 今日九宴 他们算是彻底认识了 这青儿公主爱母之人 狂傲无比 傲气冲天 不肯低头 疯狂起来 不惜一切 以天象境界 对战仙台 一见封侯阳安 何等可怕的人物 如今 面对先王人物 他都不甘示弱 毫不客气地顶撞 甚至一句话 要将整个齐王府都得罪 这些王侯子弟 自认自己 没有这种勇气 这种魄力 那齐王府 先王强者 凝视秦问天 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眸 似乎想要将秦问天 看透来 随即 他开口道 你究竟是何人 听你的意思 送你前往古地之城的人 应该不仅仅只是 一位先王人物吧 是谁与你何干 想要知道 可以自己去查 秦问天冷漠说道 他身后 有千变帝君 并不难查到 东盛十三州 应该很多人知道 即便是寻常关注 东盛先门的人 都知晓 当年他在 东盛先门的一战 只是先欲太大 长青先国 毕竟不是东盛十三州 他秦问天 虽然在东盛十三州 引发了一些波动 但名气 还不足以跨欲 传到长青先国来 只有顶级存在 先帝人物 他们的名气 才能跨欲传播 被天下人知晓 先王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毕竟整个辽阔无尽的先欲 先王都太多了 你不会刻意如此说吧 直听沐风 冷冷说道 秦问天扫了他一眼 透着浓浓的讽刺意味 你以为我像你们一样 自己无能 自会将王侯子弟身份 放在口中 除此之外 亦无是处 莫说王侯子弟 先帝子嗣 以及弟子 我一样傻 若是在外面 你们早已是个死 希望记住今日的教训 否则命不长的 告辞 秦问天说吧 转身而去 小混蛋跟在他身边 一人一腰 朝着齐王府外踏步 叔父 就这么放他走 齐王世子杨安 脸色铁青 不甘心地说道 你要去杀他吗 可以啊 旁边的仙王 看了杨安一夜 杨安一愣 神色不好看 那仙王 却毫不客气地 继续道 你可是仙台境界 他是天象 你杀不了 凭什么要留别人 上我这仙王出手 我丢不起这人 说吧 他一甩衣袖 直接踏步离开 杨安看着秦问天 离开的背影 发出一道不甘的吼声 虚辱 愤怒 今日起 他不再是那古地之城 登仙榜第五的天骄人物 而是被秦问天 定在了耻辱柱上 所有人看到他杨安 都会想到 今日一战 这一剑的耻辱 将一直跟随他 想要报仇 就好好休息 一道声音传来 杨安双拳紧握 下方诸人沉默 他们知道 仙王是想要用 今日之事激励杨安 杨安要么被心魔困扰 一蹶不振 要么风魔变得更加强大 今日是对杨安的一次魔力 同样也是对诸人的一次魔力 王侯子弟又如何 这么多的王侯子弟 还有仙台人物在 被一个外来人 闹得是天翻地覆 疯狂打脸 狠狠地将所有人 给羞辱了一顿 今日酒宴 他们成为了秦问天的衬托 同样也衬托了 亲儿公主的眼光 为何亲儿公主不选择王侯子弟 对齐王世子杨安不屑一顾 却带了秦问天来先国皇宫 原因无他 只因为秦问天比他们都要更出众 他们本想羞辱秦问天 让秦问天知难而退离开 却适得其反 成全了秦问天 衬托了对方的光芒 今日之事 足以让他们铭记 秦问天 却不会去想他们的感受 他将小混蛋抱在怀中 回到了长平公主府 长平公主 以及赤童侯 似乎在等他 看到他回来 眼中都带着笑容 厉害 看来亲儿丫头的眼光 果然不错 长平公主 笑看着秦问天 显然之前的一切 他都知道了 不仅是他 皇宫中不少王侯府的强者 恐怕都目睹了 这次酒宴发生的事迹 这一战 想必能够让不少人闭嘴了 你若不配 他们的后人更不配 赤童侯爽朗笑道 今日真是大开眼界 他们的先王人物 一般不会干涉晚辈的事情 对晚辈的那些事 也提不起太大兴趣 平日都是懒得管的 即便是晚辈相互间 有摩擦碰撞 都不会理会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秦本天和青儿公主的事情 引发了皇宫地震 因此才有很多人关注 没想到 却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看到了一场好戏 很少有晚辈的争锋战斗 能这么精彩 侯爷过狱了 秦本天谦虚道 青儿走到秦本天的身边 看着他道 还好吗 嗯 秦本天点了点头 只是小家伙受了伤 延安的家伙竟出手对付他 小混蛋伸出脑袋 对着青儿嘟了嘟嘴 煞是可爱 小煞 没关系 青儿抚摸了下 那胖嘟嘟的身体 长平公主 开口道 这小家伙是什么摇手啊 看起来人畜无憾 就是那般霸道 谁知道 秦本天 耸耸耸耸耸肩 好了 你们两人好好聊聊吧 我们就不打搅了 这件事之后 你们就应该能清静了 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和赤童侯离开 秦本天的声音传出 严阳安等人 丢进先国王侯府的脸面 难怪青儿公主 会选择秦问天 只因这些所谓的王侯子弟 根本不配和秦问天 相提并论 这样的声音 让那些参与过 针对秦问天的王侯子弟 更是颜面丧尽 无地自容 没过几日 关于秦问天的许多消息 陆续传入到 先国皇宫之中 秦问天的底细很好查 他在先遇的经历 很简单 但却做过几件轰动的大事 皇宫中 又四处想起 秦问天的名字 原来 秦问天并不只是 在齐王府底这么狂 他还曾经更加狂妄过 秦问天 他参加东盛先门百年盛世 击败所有对手 豪取第一 然而 他和他的师兄弟 拒绝了东盛先帝 在东盛先门 打脸东盛先帝 原来 秦问天果然有先帝 站在背后 牵遍敌军 他前来迎接 鲜艳第一的秦问天 大战东盛先帝 讨要六周之地 而且还不仅如此 听闻秦问天 在古地之城 杀死了东盛先帝的 清传弟子 缺天印 缺越先王的后人 他还在古地之城 击杀了玄帝之子 玄心 他还在古地之城 击败了子弟之子 子道阳 秦问天这份简单的经历 却足够辉煌 足以让任何先国皇宫 王侯子弟 望尘莫及 生出自卑之心 正如当初秦问天 赴齐王府宴会之时 所说的那样 他们算什么 若是在外面 他绝对敢杀 他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杨安 穆峰 他们得知消息之后 更是感觉羞愤 那些在酒宴上 羞辱秦问天的人 无地自容 他们有什么资格 羞辱秦问天 王侯子弟 算什么 大帝虽没有同意 秦问天入地宫 清儿公主的府邸 但也没有反对 清儿公主和秦问天 待在长平公主府 莫非 大帝是有其他的深意 诸人又开始 揣夺长青大帝的心意 也许 大帝如今在观望 若是以后 秦问天变得强大 大帝真有可能 同意这门亲事 秦问天竟有可能 真成为先国驸马 看来不能得罪 不少王侯府邸的人想着 并不是所有王侯府的人 都针对了秦问天 当然 齐王府赴宴针对秦问天的人 也只是部分王侯府的人而已 而且后辈们的一些玩闹 也代表不了王侯的态度 对王侯而言 秦问天现在修为尚弱 还没必要接触 长平公主府邸 藏书阁中 秦问天和清儿在阁内 翻看着一些古迹 包括一些先辈的经验 秦问天尤其找了许多 驻仙台的古迹观看 多汲取经验 再结合自己所知 这样驻仙台的把握 更大一些 秦尔和秦问天一样 他也准备冲击仙台境界了 甚至他在天象九重境界 停留的时间更长 境界非常稳固 秦尔姐姐 秦大哥 此时有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一道美丽的身影 走入了藏书阁 秦问天看向来人 十五六岁 活泼灵动 乃是长平公主的小女儿 秦大哥 这是你要的东西 母亲让我交给你 灵儿将一枚储物戒指 交给秦问天 秦问天将之结果 笑着道 多谢公主和灵儿了 这些都是牛鲜兵兑换的 有什么好谢的 秦大哥收集这些 是准备要冲击仙台境界了吧 秦大哥这么厉害 肯定能够一次成功的 灵儿笑着道 希望吧 秦问天看了清儿一眼 只见清儿低声道 准备闭关了吗 不知道这次冲击仙台境界要多久 若是有成功的希望 可能闭关时间会久一些 你闭关 我也闭关 清儿南南低语 秦问天笑着点了点头 如今皇宫也安静了 没有人再找自己麻烦 就在长青仙国的皇宫 冲击仙台境界吧 长平公主府邸 修炼台 此刻 秦问天出现在这里 这修炼台 位于一座府邸内的一座乌峰之上 一眼渴望星空 这里是最适合修行之地 至于清儿 他不在此地 而是回了地宫 自己的公主府 他闭关冲击仙台境界 自有长青大地 为他护法 修炼台 有着三座巨大的神文图案 乃是秦问天所客 宛若祭坛般 闪烁着璀璨的星光 一条条纹路纵横交错 但最终全部跪拒于图案的正中方向 他 小混蛋 炼玉 各得一座 秦问天 克好大阵之后 他手掌挥动 顿时有一座座堆积如山的星陨石 出现在阵法之上 足以令人惊叹 不仅如此 在秦问天身中 还出现了诸多晶莹剔透的晶体 其中蕴藏着可怕的气息 这些晶体 乃是仙精 铸就仙台的必备之物 无命修饰 铸就天台 需要耗费的资源 是超级恐怖的 秦问天用了许多仙兵 交给长平公主 让他为自己筹备好 铸就仙台的宝物 这些日 秦问天也翻看了许多古迹 再加上他已知的知识 和前辈们讲述的经验 他对铸就仙台 已经非常了解 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摩邪 杨安 以及母峰 是秦问天正面交锋过的仙台强者 然而 秦问天知道 他们三人 虽拥有仙台之威 但实则并没有完全跨入仙台之境 并不算是完整的仙台境强者 天相境 新魂化身 新陈天相 而仙台境界 真正完整的仙台 需要以所有的新魂 铸就仙台 摩邪 杨安 他们铸就的仙台 很可能还只是以其中一座新魂 铸就了仙台 并不完整 甚至连最低阶的仙台都不如 不过 铸就仙台 也并非一蹴而就的 只要第一次成功了 意味着已经一只脚 踏入了仙台境界 如若不出意外 接下来 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2集 对于很多人而言 铸就仙台 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想要铸就高品阶的仙台 更难 不完整的仙台进抢者 就需要秦问天 全力以赴才能对抗 完整的仙台强者 即便只是铸就低品阶的仙台 都难以对抗得了 这是境界的差距 难以逾越 秦问天深吸口气 仰望天穷 随即他走到阵法的中心 盘膝而坐 强横的气息 从身上绽放而出 只是刹那间 精尘天象闪耀于天地之间 耀眼的星魂光芒直冲天穷 小混蛋和炼狱在另外两座阵法之上 他们乃是妖兽 有自己独立的修炼之法 自然无需秦问天担心 九天星河之上 一道道光芒 从天穷洒落而下 有五颗五命星辰 和秦问天取得了联系 正是星魂对应的五命星辰 天垂星辰 睡梦星辰 第妖星辰 巨剑星辰 金色身躯星辰 五座星辰上的光芒 同时洒落在秦问天的身上 和他取得联系 秦问天的感知飘起 顺着那一缕联系 他的感知来到了星空中 看到了第五座五命星辰 七重天上的五命星辰 金色的巨人身躯 宛若神灵般 浑身流动着无比可怕的规则光芒力量 每一缕规则力量 都隐隐有着可怕的镇压之力 如今更加的清晰起来 启程天上 星辰流动的规则力量 是如此的清晰可见 越高的五命星辰 越容易驻救仙台 秦问天准备仙台的第一部分 就是以这颗五命星辰为机 相信应该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秦问天已经开始沉浸于感知之中 在秦问天身旁 小混蛋同样坐在一座阵法之中 他仰着头 朝着天穷望去 闭上眼睛 星空之中 有着一道道光芒 洒落在他的身上 妖兽和人类不同 厉害的妖兽 他们天生能够感知 同类五命星辰 吸纳其中的力量 相隔无间遥远的地方 粒子世界中 一座高耸入天的建筑顶端 宛若天之祭坛 一道身影坐在那 浑身透着一股 非凡的气质 这是一名青年 而且他的相貌 竟和相隔了世界的 秦问天一模一样 他同样准备铸就仙台 准备和本尊一起踏入仙台境界 另外一个粒子世界中 这似乎是一座荒蛮的粒子世界 这个世界的五命修士 披着古老的衣衫 在一座大殿的前方 无数人如同朝圣般聚集在了一起 看着那天穷的顶端 在那里有着一位青年 盘膝而坐 武王要成仙了吗 只见一位老迈的老者 手持权杖 看着大殿顶端 他缓缓跪在地上 那双苍老的目光中 带着一抹希望 在他身后 一道道身影陆续跪下 仰望那坐在那儿的干净青年 虚空中 有着一先锋道骨的强者 他目视下方 神色平静 看着那青年身影 望尘 你天生世界之王 此次铸就仙台 对你而言 乃是一次蜕变 一旦完美完成 这次蜕变 你将超越 无数同样位仙台的人物 你的蜕变 将会比任何人都可怕 希望你能够铸就圣仙台 这人看向前方 心中暗了 铸就仙台 对很多人而言 都是一次蜕变 一次升华 但他明白 对于君孟臣而言 铸就仙台 比其他人铸就仙台更重要 不仅仅是境界上的升华蜕变 他将脱胎换骨 仙玉 南皇室 强大而古老的士族 一座沧桑的凤凰祭坛之上 有着一道绝色美女坐在那 她的身周 有骨缝虚影缭绕 长眠不休 环绕于青年女子身边 一道道虚影 不断钻入她的身体之中 然而她那双眉眸却紧紧的闭着 意识已在星空之中 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紫秦轩 化太虚的身上 他们都在仙玉的各方 正在冲击着仙台进行 准备一步登仙 成为仙人 转眼间便是两个月时间过去 这两个月以来 长青仙国的皇宫中 突然间没了秦问天的身影 青儿公主也不见了 地宫内有消息传出 青儿公主似乎在闭关 冲击仙台境界 随后诸人知道 看来秦问天也在冲击仙台境界 当日被秦问天一见封侯的杨安 以及和秦问天大战一场的沐风 他们也开始了闭关 正如同秦问天所猜测的那样 两人的确不能算是完整的仙台强者 尤其是杨安 他如今才仅仅只是 以两类心魂铸就了仙台 半仙台都算不上 沐风比杨安要好一些 他花费了数年的时光 已经超过了半部仙台 相信只需要再过几年时光 一座完整的仙台 就能够铸就而成 此时 长平公主府的修炼台 秦问天感知依旧在那 金色神灵般的五命星辰之上 一缕缕流动的光泽 不断流入到秦问天的心魂之上 只见这时 秦问天的身体周围出现了可怕的漩涡 那不断降临而下的光芒 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星辰光芒 而是规则星辰之光 有着惊人的力量 正不断洗礼着秦问天的身体 在他体内流动 最终朝着一座园府而去 这就是七重天上五命星辰的优势 其本身似乎就流动着清晰的规则的力量 沟通这样的五命星辰 能够最快地完成第一步 开始仙台的铸就 周围的幸运石 以及仙金正以以恐怖的速度消耗着 不断流入到秦问天的身体之中 银银化作一尊金色身躯形态的仙体 这是最基础的仙台形态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各种资源都在以恐怖的速度消耗 天穷之上 规则力量也不断流向 仙台渐渐成型 鲜光璀璨 秦问天身体之上 有着可怕的鲜光绽放 周围的虚空之上 霞光璀璨 一片更为绚丽的星辰天象 若隐若现 带着规则之力 秦问天吞涂鲜光 他的感知朝着另外一座五命星辰而去 那柄可怕的亡者之剑 这柄剑上并未有规则流动 然而 秦问天本身已经领悟了一丝剑之规则 接下来 他需要用心感悟 从这五命星辰中 引规则之力流动而下 洒落余身 这需要对规则力量非常强的领悟才行 秦问天知道 要一次性铸就完整的仙台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冲击仙台境界绝非是一蹴而就的 他继续闭关领路 不知时间流逝 仙之境的修行 最耗时间 境界越高 修行越慢 百岁内成仙 就是难得的天骄人物 然而 万年之内能踏入仙王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仙台铸就成功后 以后每多铸一重仙台 都需要付出更多 嗨 我是佳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3集 常青仙国的皇宫中 有着一座府邸 这座府邸 毗邻大地居住的地宫 在这座府邸之中 一道出尘的白衣身影 望向天穷 这白衣身影 目光深邃无比 仿佛能够望穿虚空 远处 有青鸾长鸣 白衣身影目光收回 望向青鸾 以及那青鸾背上的美丽身影 父亲 这美丽身影 赫然乃是当初和秦 问天有过一面之缘的琉璃公主 回来了 白衣身影 深邃的眸子中 闪过一抹和训的身影 我听说秦问天 来了皇宫 琉璃公主问道 嗯 来了不少时日了 和青鸾一起回来的 看来是因为你当初 对她的执意 是她吗 琉璃公主问道 白帝抬头望向天穷 帝笑道 看来错不了 要不要告诉大帝 琉璃公主问道 白帝微微摇头 道 顺应天命 告诉他 人力就会改变一些事情了 你也无需插手 一切顺其自然吧 清玄仙玉 无边无际 先帝人物 方为一方主宰 先王人物 才能算是强者 先台人物 才算是踏上了 真正的强者之路 至于天象 一般都是青年一代的舞台 若是年纪大了 依旧还处在天象境界 成就也就有限了 几乎是断了强者路 能够踏入先知境界 就算不错了 天象境 放眼无尽的仙玉 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伊丽莎 根本毫不显眼 秦问天 虽然在长青仙国皇宫 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但相对于整个仙玉而言 他依旧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 很少人能够关注到他 因此 秦问天他们的闭关 对于整个仙玉而言 根本就不会有半点的涟漪 仙玉世界依旧风起云涌 弱肉强食 每日都有不同境界的强者诞生 或者陨落 有一件事情 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仙玉的一位顶级先帝子弟 他率强者攻打了万魔岛 引发了仙玉震动 仙玉大战 传闻 子弟是为了替子报仇 他的幼子子道阳 在古地之城的时候 被一位万魔岛的后辈给杀死掉了 然而万魔岛又岂是那般好杀戮的 那里聚焦了仙玉最强大的魔修 拥有无数魔门 好杀戮 一些顶级的魔帝人物都是可怕到极致 即便是子弟也只能杀鱼而归 万魔岛虽然混乱 相互间有着无尽的杀戮掠夺 但他们却不允许仙玉的仙帝人物踏足他们的领地 这是万魔之主的命令 而这一天 子弟还派人来到了长青仙国的皇宫 前来拜见长青大帝 大帝亲自接见 地宫大帝中 不少王侯人物都在 在大殿外 有一行身影踏步而来 都是非凡人物 全部都是先王级别的强者 无一例外 尤其是为首的那位先王强者 看起来颇为年轻 三四十岁左右 但他实际年龄 显然远远不止 这年轻先王目光深邃可怕 隐隐透着一股强势霸道的气感 侄儿子道龙 拜见长青叔父 这青年先王 对着长青大帝 微微浅身 显得颇为客气 晚辈 拜见长青大帝 身后诸人 进阶攻身 即便他们都是子弟属下 见到长青大帝 依旧要恭敬客气 显知无需客气 怎么有空来我先国呀 长青大帝含笑道 叔父应当已经知晓 我右帝道阳 在古地之城遭人杀害 据查 杀道阳之人 乃是万魔岛的魔邪 不过 古地之城登仙榜排名 道阳之前 乃是在魔邪之上 即便被超越 实力也相差无几 必是被偷袭暗算 再加上道阳有伤势在身 此道龙 开门见山 开口道 而饥伤道阳之人 据贤侄所知 如今正在叔父的 仙国皇宫 哦 你是说秦问天吧 此事我也知道一些 秦问天乃是小女好友 据闻在古地之城 秦问天和道阳贤侄 公开一战 将道阳贤侄击伤 之后 道阳贤侄被暗算所杀 令人惋惜 只是 此事贤侄迁怒于秦问天身上 未免有些不妥 长青大帝缓缓开口 先国的王侯心中暗令 没想到 大帝竟然为秦问天说话 叔父和我父亲乃是好友 时常在一起饮酒论道 然而却没想到 青儿妹妹在古地之城 却和道阳发生摩擦 此事让人伤心 不过青儿公主和道阳不识 父亲和我自然也不会责怪 但秦问天牵涉到了道阳的死 叔父能否将他交给我 让我带回去 子道龙继续开口道 长青大帝眉头皱了下 回应道 贤侄啊 秦问天无论如何 也算是我先国的客人 他也并非是杀害道阳贤侄的凶手 若是你们有所恩怨 秦问天离开先国之后 你们自行了结 让我直接将人交给你们 未免有些不妥当啊 叔父的意思直儿明白了 告辞 子道龙对着长青大帝微微躬身 随即一行人朝着殿外退去 长青大帝没有挽留 任由子道龙等人离开 只是开口道 帮我送送先知 是 外面有人领命说道 没有过多久 子道龙等人离开了先国皇宫 父亲 子弟直接前来我先国皇宫要人 真是越来越霸道了 长青大帝之子 直接开口说道 长青大帝乃是先国之主 无论秦问天是否是皇宫的人 既然在先国皇宫 子弟直接来这里要人 就显得有些不尊敬长青大帝了 秦问天好歹是亲儿公主 带入皇宫的 直接交给子道龙 他人会如何议论 他向来这般霸道 长青大帝笑了笑 心境倒是颇为平和 没有太在意 对方来要人 他不交就是了 子弟应该也能猜到大帝会拒绝才对 为何还要让子道龙来这一趟开口 有人皱眉道 自道扬的死 显然是让子弟的心情不怎么好 再加上攻不进万魔岛 以及亲儿在古地支撑的不友好态度 子弟有些不淡定了 长青大帝望向虚空 后辈们的战斗虽说长辈不会参与 但真正帝王人物的子嗣陨落了 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大帝 子弟是否会亲自要人 有人担心问道 子弟是先遇顶级大帝 实力可能在大帝之上 如若他亲自出面的话 大帝都不好拒绝 秦问天并没有杀子道扬 他一个顶级先帝开不了这种口 这种事他应该是交给了子道龙负责 倒是真够认真的 竟然迁怒于秦问天 长青大帝摇头说道 出动子道龙以及数位先王人物 这已经是非常重视了 对秦问天而言 这绝非是什么好消息 正在闭关的秦问天 显然不会知道此事 他也没有想到子道扬的死 会被迁怒到他的身上 当然 这也是拜萧冷月所赐 子弟调查子道扬的死 就找到了出了古地之城的萧冷月 萧冷月对秦问天的恨意 可是没有消除 于是在子弟面前说了一些不利于秦问天的话 甚至还有一些对亲而不利的话语 于是才有了子弟不顾长青大帝的面子 直接让子道龙前来要人了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4集 时光飞逝 外界发生的一切都和秦问天无关 转眼间 距离他闭关已有两年多的时光 此刻 长平公主府修炼场 那堆积如山的修炼资源消耗了一半 秦问天身上有着璀璨仙芝光化 通体晶莹剔透 他的肌肤宛若新生 隐隐折射出光芒 体内有五座圆斧 每一座圆斧之中 都有一座仙台处理 恐怖的仙光狂乱地舞动着 天穷之上 依旧不断有规则力量流动而下 这规则力量越来越纯正 但即便如此 除了内尊金身仙台之外 另外四座仙台都不是那么纯净 和金身仙台相比 依旧不够完美 因为多远辅 我的仙台竟然和他人不同 不是一体 秦问天诞生了仙念 内室身躯 他人铸就完整的仙台 是将以规则力量铸就的仙台 融合成一座独有的仙台 这座仙台将是仙根 拥有可怕力量 但他却不同 位于不同远辅的仙台 该如何融合在一起呢 不管了 我的仙台如此敬畏分明 那么 斩步完美之仙台 重新出境 秦问天心中暗道 一股恐怖的规则风暴 在他体内汇聚而生 他这尊重铸的身体 正在一点点的被他自己摧毁 欲让仙台完美 必先斩仙台 他铸就的仙台 已经足够纯正 但依旧并非完美仙台 一股毁灭的力量 在秦问天的体内诞生 秦问天摇摇牙 他相信自己 会比其他人 更适合斩仙台 轰隆隆的一声 躯体不断遭到毁灭破坏 秦问天冷喝一声 斩 话音落在 毁灭的力量 直接击中在一座仙台之上 无尽的毁灭之威 同时降临 一点点的将仙台摧毁破碎 嗯 秦问天吐出一口鲜血 只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那种痛 痛彻心扉 斩 斩 秦问天之心 无可看动 口中不断吐出鲜血 身躯遭到破坏毁灭 好在他肉身完美 能够承受得住 若没有鲜血 强大完美体质 真会肉身崩溃 啊 秦问天的口中 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当一座座仙台破碎 终于他无法承受那股痛苦 直接昏死过去 接下来 他还需要以强大的意志力 重铸仙台 不过好在秦问天 五座仙台 不是一体仙台 他的精神仙台 本就完美 无需去斩 因此他体内依旧有仙力 并非完全废人 秦问天醒来之后 继续修行 星空中 五命星辰留下的力量 更加纯粹了 那是一缕缕规则之力 完美无效 流入到秦问天的身体之中 晃眼间 又是半年岁月过去 这半年来 秦问天仙台重铸 而且任何一座仙台 竟皆晶莹剔透 完美无效 秦问天身躯更加完美 浑身光滑无比 赤裸着身躯 盘膝而坐 宛若出生的婴儿般 每一寸肌肤 都像是天地所赐 但秦问天知道 他要做的 还没有结束 是时候沟通一下心魂 朱旧最好一仙台 进行完美交融了 秦问天心中暗道 感知直冲云象 朝着九天星河而去 如今 他已经是半步仙台 只差几步 就完全真正地跨入仙台境界 秦问天 感知入九天星河 已经是半步仙台的他 感知更加的强大 比之当初 沟通第五星魂之时 不可同日而语 他强横的感知力 甚至能够在七重天上 停留许久 感知在七重天上飘荡着 他看到了许多奇异的 五命星辰 气息都很可怕 然而 秦问天的感知 却并未停留 继续朝着更加遥远的星空而去 他想要尝试再进一步 看能否沟通八重天上的五命星辰 若是感知入了八重天 那么 内里的五命星辰 会有多强横可怕的气息呢 秦问天内心 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感知前行之时 他渐渐感觉到了可怕的压力 然而 毕竟是半步仙台 他的感知 比之前强大了太多 依旧能够支撑着 终于 他来到了七重天 和八重天的界合 自有着一股无上的力量 阻挡着他前行 冲 请问天的心中唯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冲上去 八重天上 哪怕是最弱的五命星辰 蕴藏的威能都强过七重天上的五命星辰 对实力的增幅将又是一个层次 况且 七重天上的五命星辰 一眼可见 规则力量流动 八重天上 岂非更为明显 规则力量流动更强 那样 铸就的仙台 威力也会更加强横 如今 他尚且不知 能否铸就成圣仙台 但必须倾尽全力一事 轰的一声 感知震荡 朝着八重天 发起了冲击 秦问天 只感觉头痛欲裂 脑袋似乎都要炸裂 他咬着牙 眉头拧在一起 带着无比强烈的执念 展仙台之痛苦 他都承受了 冲击八重天 一样要成功 感知越来越高 似乎就将跨入八重天上 终于 他的感知战胜了一切 降临八重天 一股毁灭的力量 直接降临 轰隆一声 秦问天脑海一片空白 哇的一口鲜血吐出 身体软软的躺了下去 竟直接晕死过去 数日之后 秦问天才清醒过来 他坐起来 身躯之上再次流动鲜光 抬起头 掩望天穷 执念至深 你不让我入 我偏要入 八重天的五明星辰 究竟有多强 秦问天的感知 又一次朝着九天星河而去 无尽的星光 洒落在他的身上 星空是那么的美丽 然而对于秦问天而言 他没有心情 去欣赏这星空的美 而是要去征服 秦问天一个月之内 经历了三次失败 三次晕死过去 他的感知 也终于看到了 唯一的一颗五明星辰 那是一颗 行为破天之方天化己 乌黑的光芒流动于其上 透着一股无比可怕的流光 那一缕垂落而下的流光 都蕴藏着惊人的毁灭力量 虽是兵器形成 但其蕴藏的规则 应当为 毁灭 秦问天的感知 第四次降丽 八重天上 那处理于天穷的破天大己 仿佛真正能够捅破诸天 超级可怕 若能沟通其为五明星辰 攻击中将自带毁灭力量 领悟其规则 铸就毁灭规则仙台 攻伐之时 增幅毁灭力量 诛杀仙魔 威力无穷 秦问天 他没有能力选择其他五明星辰 当然 这颗五明星辰 也足够满足他了 这是八重天上的五明星辰 他可以在七重天上选择很多 但他宁愿不去选择 就要这颗五明星辰 甚至在他沟通这颗星辰的时候 都经历了几次失败 感知被毁灭 痛苦不堪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5集 数月的挣扎 带着坚定无比的信念 九天星河八重天上 终于有了一束星辰光芒 从天穷洒落而下 破开一切 降临长平公主府邸 落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白底宫 一白衣身影 覆手而立 他抬头望向天穷 那双眼眸泛着可怕的白光 自能堪破古今 贯穿天地 八重天 这身影南南地语 虽语气平静 但心却不静 目光收回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吧 他没有继续看向虚空 如今 距离秦问天 以及轻而闭关 已经三年时光 两人都未出关 皇宫中的诸人 偶尔会想起他们二人 猜测他们二人 这次闭关 不知是否能够一次成功 铸就一座完整的仙台 以补登仙 跨入仙台境界 而非半部仙台 若是真要铸就完整仙台 他们需要几年时光呢 这时间想必不会短暂 这是任何人成仙 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最好是一步登仙 若是失败了一次 对信心也是打击 以后也有可能继续失败 一步登仙 一气合成 铸就完整仙台 是每个五命修士 最理想的冲击仙境方式 秦问天 沟通五命星辰 开心门 辟圆府 助心魂 一步步往前迈步 他开始吸纳 来自八重天上的可怕星辰光芒 同时去领悟那股惊人的毁灭规则力量 要驻仙台 必先领悟规则之力 才能直接引规则之力入体 以仙知规则力量 铸就强大的仙台 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无坚定信念者难以成仙 无强大悟信者难以成仙 很多人终生直步天象巅峰 很多人终其一生 只是半步仙 虽也是仙 但和完整的仙台强者 依旧差距巨大 在仙域 有很多这样的半步仙 秦问天从未闭关如此之久 他终于明白 为何到了仙知境界 也许一次闭关 就如一世般 仙知境的人物 他们真的闭关一回 就相当于普通人经历一生 这绝非虚眼 距离秦问天闭关 已经过去四年时光 秦问天的第六座仙台铸就 而且经历了一次展仙台 终于变得完美 先念内世 六座仙台诞生 虽没有如同其他人的仙台般 交融在一起 但依旧诞生出奇妙的联系 一缕缕规则之力 纵横交错 体内有可怕的规则光芒闪耀 将六座仙台同时笼罩 这些规则力量不断重叠交替 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秦问天身上什么都没有 那完美无瑕的肌肤 晶莹剔透的身体 是那么的完美 他脸上的线条都更清晰了 棱角分明更有气质了 更加的俊逸 这就是仙 仙之境 丑陋的人比较少 除非是不修蝙蝠 天生奇丑无比之人 否则 当他们到了仙之境界的时候 整个人经历一次蜕变 肌肤变得完美无瑕 气质变得更佳 身上带着仙之光环 都会英俊美貌 身体外貌的变化 似乎已经到了极致 然而体内的变化 却依旧还在进行着 六仙台鲜光绽放 交织在一起 发生着某种变化 仙台强者 铸就一座完整仙台 秦问天此刻 似乎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步 白色的光芒流动于 秦问天的身体当中 竟在六仙台上流动了起来 没有任何仙台规则力量 能够将之驱逐摧毁 六座仙台的规则力量 疯狂地朝着其流动着 一股可怕的风暴 在秦问天身体中酝酿而生 无尽的规则力量 交汇在了一起 全部融入到了那白光之中 秦问天先念一直注视着身体的变化 内心怦然跳动着 铸就完整的仙台 最好要依靠自己领悟去铸就 然而他似乎是个特例 一切自行运转 外界 天穷之上 无命星辰 不断有规则之光 洒落在他的身上 疯狂地流动到 他的身体当中 秦问天发现 在六座仙台的正中 无尽汇聚而来的规则力量 似乎化作了一个全新的仙台 通体晶莹无瑕 这仙台呈现人形 渐渐变得清晰 宛若一尊得道神灵 天生仙体 蕴藏神韵 六仙台之仙之规则力量 全部汇聚于其上 轰隆隆的可怕声响传出 这人形仙台越凝越实 光芒万丈 那六座仙台 则渐渐变得透明 虽然依旧金银剔透 但其规则力量 似乎都流动于人形仙台之上 轰隆隆的一声 秦问天体内 发生着惊天变化 之前凝聚而生的六座仙台 似乎都沦为嫁衣 但它们依旧存在着 秦问天的身体 化作了可怕的漩涡 周围的一切资源 全部扑向了他的身体 不断被其吞噬掉了 秦问天 仿佛化作了一巨大的残结 被包裹在了里面 那些剩下的资源 正在以恐怖的速度消耗掉 直到有一日 一切的资源 全部消耗一空 干干净净 秦问天的躯体之上 陡然间绽放万丈光芒 直刺天穷 虚空中生出了璀璨意象 仿佛有神灵现实 长青仙国 皇宫 这一刻 许多人抬头 看向虚空之上 露出一抹异色 那是什么 人群只见虚空中 有无尽霞光 天生异象 隐隐有一尊人形身影出现 这是 天生异象 许多人内心震颤了下 一些王侯人物都踏出府邸 覆手而立 遥望虚空 这种异象 意味着什么 地宫 长青大帝站在那 他的目光 同样凝望虚空 静静地看着那生出的异象 沉浸许久的先国皇宫 变得热闹了起来 许多人问自己的长辈 那异象代表了什么 然而 即便是王侯人物 也无法确切地回答 那异象 到底象征着什么 天生异象 必有妖孽 那里 好像是长平公主 府邸的上空 秦问天 他似乎还在闭关 驻仙台吧 这个异象 是秦问天驻旧仙台吗 先国皇宫 王侯震撼 他们的仙念席卷而出 朝着长平公主府笼罩而去 长平公主和赤童侯 此刻也凝视徐宫 目光望向了秦问天所在的方位 是他吗 世童侯难难低语 修炼台除他之外 就只有他的妖兽在修行 这异象 应该是因为他而生 很可能 已经驻旧了仙台 稍后看看他是否结束闭关就知道了 长平公主 低声道 如果果真如此 这家伙也太不凡了 驻仙台能生出异象 难道是铸就了传说中的圣仙台吗 赤童侯随意笑道 使得长平公主眼眸闪过一缕异彩 驻旧圣仙台 会生出异象 不清楚 古迹中并未记载 但无论如何 既天生异象 想必是非同寻常 看来 又是一天生先王了 赤童侯笑了笑 清儿乃是天生先王 最低的成就 都会到达先王境界 如今 秦问天驻仙台 而生异象 天父彼之亲儿 悠悠过之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集 此时 虚空的异象消失 一切都归于平静 但人群的注意 却依旧在长平公主腹地 修炼台上 秦问天浑身绽放 仙之光环 璀璨无比 他心眼微动 顿时仙光消散 眼眸睁开 锋芒闪耀 他的气质彻底变了 整个人都透着纤维 仙 秦问天吐出一字 此刻的他 铸就完整仙台 完全跨入仙台境界 而且境界稳固无比 铸就圣仙台 拥有完美身躯 对于其他五命修士而言 刚成仙之时 铸就的仙台 都只是繁品低阶仙台 若一直是这样的仙台 未来成就有限 繁品仙台 是没有资格 入仙王之境 然而 这次并非是唯一的机会 随着他们以后的修行 境界提升 仙台是要经过 不断完善 不断铸就 在这漫长无比的过程中 仙台不断变得更加纯净无瑕 杂志不断被剔除 仙台品阶能够慢慢提升 但秦问天和其他人不同 他刚铸就仙台 就已经是完美的圣仙台 这意味着 以后他在仙台这一境界的修行上 将会少走很多弯路 非常顺利 至于战斗力 毫无疑问 圣仙台 能够绝对压制低阶仙台 同境界的人物 即便是天之骄子 秦问天 都无需放在眼里 看了一眼周围 一切都是空荡荡 他自问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修炼资源 以应对意外情形 然而他依旧没有想到 铸就圣仙台这般恐怖 所有的资源消耗已空 简直难以想象 若是没有背景 只靠自己修行的五命修饰 他们恐怕连铸就仙台的资源都难以筹集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拼 去冒险 或者加入大实力 而且 这才是仙台境界的起步 仙台久住 久次方能圆满 视为仙台久境 想要达到仙台巅峰境界 需要的资源 根本不是普通天象人物能够想象的 这也是很多先知境界的人 都要依附于他人的原因 没有背景 就需要靠自己一步步努力前行 百年仙台 万年仙王 都是属于天才 修炼路崎岖 越往后 越难 好在如今的秦问天 这成千的第一步 堪称完美 闭上眼眸 秦问天没有立即出关 而是继续修行 手握天魔甲骨 引仙魔炼体之术 秦问天这一步踏出已经足够强大 但他依旧没有满足 他要让自己达到最完美无缺的状态 这样 以后每前进一步都将完美 这样他的修行路 才会不存在瓶颈 一路往前 他人万年成仙王 秦问天 他可不想这么久 秦问天还没出关结束修行吗 皇宫中的人 发现秦问天并没有动静 不由得疑惑 难道他还没有铸就仙台 就在皇宫 很多王侯都开始关注秦问天的时候 重新闭关修行的杨安 以及穆峰出关了 他们都铸就了完整的仙台 真正完全跨入了仙台境界 在皇宫中引发了一些波动 毕竟两人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铸就完整仙台 踏足先知境界 已经是极为难得了 杨安的仙台品阶不凡 虽是凡品仙台 却是三阶 穆峰的仙台同样是凡品 不过却是二阶 比杨安略差 清儿 小混蛋 以及炼狱 都还在闭关 不修成完整仙台 誓不罢修 这一天 秦问天停止了修行 他肉身光芒闪耀 好似披上铠甲般 目光朝着旁边望去 小混蛋和炼狱 都在吞天穷之上的规则力量 修行是到了关键时刻 他没有打脚 继续闭目 他的仙孽 朝着脑海而去 在那里 有着一星辰小人 若隐若现 如今我已成仙 铁内蕴藏的力量 比之当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 应该能够开辟出 不少星辰碎片吧 秦问天心中暗道 他的仙念 朝着星辰小人中钻去 很快 仙念进入了那片浩瀚的空间 仙台光芒大放 朝着星辰小人中涌去 随着秦问天的仙念流动 外围的记忆没有太大作用 我需要核心记忆 才能够知道 当年父亲究竟经历了什么 秦问天的仙念不断地深入 他曾经在一星辰碎片中的记忆内 看到过他的父母 那顶天立地的男儿 以及风华绝代的女子 将他们的一切 给了强宝中的他 父母为何要如此做 黑伯等人行事 为何这般谨慎 甚至带着他们前往栗子世界 布局看着他一步步成长 他知道 以他父母的实力 足以让他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而不是从最底层开始 秦问天的仙念来到了深处 恐怖的仙知力量涌动了起来 朝着一枚枚璀璨的星辰碎片 涌动而去破碎声不断 刹那间秦问天脑海轰的一声 一幕幕记忆不断地涌入到脑海之中 破破破破破 秦问天的仙念仿佛风了般 体内仙台绽放无尽之光 疯狂地向着星辰小人中冲击而去 那星辰小人宛若可怕的漩涡般 能够吸纳无穷无尽的力量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渐渐地 秦问天的仙台都变得暗淡了许多 但秦问天似乎疯了般 他一定要知道 一枚记忆远远不够 他想要知道全部的事情 虽说黑伯答应了告诉他 但如今 他连黑伯身在何方都不知道 自己探索父亲的这些记忆 会更直接 终于 秦问天的仙念退出 他的脑海中 却多出了无数记忆 秦问天闭上眼睛 一点点地将这些记忆消化掉 无数画面在记忆中 揉合在一起 秦问天 他仿佛看到了一名少年的成长 那是一孤独的少年 辉煌的宫殿 古老的士族 宛若神殿般的灰红建筑 秦问天的脑海中 出现了他从未看到过的 气势磅礴的画面 像是神殿一般的地方 无论是东圣仙门 还是长青仙国的皇宫 都远没有那么灰红大气 然而那少年 却似乎是孤独的 他有着独立的仙宫古殿 宏伟的城堡宫殿 他是少年之王 他有着诸多仆人 那些仆人 似乎都极为强大 忠心耿耿 以少年为尊 他的孤独 因为没有同伴 甚至没有父母 这些记忆画面 并非是完整相连的 因此许多事件 秦问天也只能去 自己猜测推断 这少年似乎是 某个古老强大的家族后裔 然而 他只是其中一脉传承者 他拥有无比辉煌的地位 他独自拥有先公 堪比长青先国的皇宫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7集 然而 却只有少年一人 在记忆中 只出现了一位老者 是少年的祖辈人物 他将少年送走了 送到了许多身份尊贵的天之交子身边 他们一起修行 经历最为残酷的试炼 这群少年天生非凡 各自拥有精士的天赋 唯独他 似乎很平常 表现平凡 许多人都不愿和他在一起 有意疏远他 让他更加孤独 唯独有两个少年例外 一男一女 他们是这群少年中最杰出的 是王般的人物 被众心捧月 那些长辈对两人宠爱有加 他们有着非凡地位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断断续续的记忆 少年长大 那俊秀的面容 让秦问天明白 正是上次画面中 见到过的男子 他的父亲 他坚强无比 经历了无数磨难 他不断变得强大 气质不断变得出众 他外出历练 闯荡天下 游走八方 他仿佛还经历过世界的放逐失恋 从一名少年 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儿 同辈族人 不少人和他不合 时常排挤他 他不在乎 依旧我行我素 做自己认定的事情 甚至和一些长辈争承 他喜欢上了 曾经对他很好的那名少女 不过 那少女却和他视为兄弟 和另一名少年在一起了 他们似乎才是天生一对 足中少年之王 青年之王 被无数人羡慕 他虽然心中伤感 但同样送上祝福 送上了最为珍贵的礼物 随后 他独自离开了 孤身闯荡天下 他遇到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子 看到那女子的刹那 秦问天心头狠狠地颤动着 那正是她的母亲 记忆中 正好有她们的第一次相遇 显然 这对于秦远峰而言 是非常珍贵的记忆 那女子是如此的美丽 风华绝带 放荡不羁 她对她不屑一顾 她却一见倾心 疯狂追求 这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秦问天能够感觉到记忆中 秦远峰的高兴 放荡不羁的她 心性洒脱 她看着以前暗恋的人 和最好的兄弟朋友在一起 说放下就放下 她开始追求自己所爱 秦问天的母亲 年轻的时候更明 绝代风华 钟灵欲秀 似天地间的灵气 聚于一身 甚至带着妖媚之意 她同样是不羁的性格 任由秦远峰追求她 心却不动 宛若女神般 这段追求她的记忆 也是断断续续 但秦问天 却仿佛感觉到了秦远峰 对这段记忆的刻骨铭心 甜蜜美好 她似乎有着非凡的身世 追求者无数 秦远峰更加努力地修行 岁月变迁 她时常想念她 然而 她却似乎被召回族内 很少出了 甚至她还没有接受 秦远峰的追求 这一段段的记忆 是错乱的 秦问天靠自己整理 调整记忆顺序 时间也是跳跃性的 他认为下一个记忆 应该已经过了多年时光 秦远峰 应该已经修行了许多年月 修行有成 增添了几分岁月的痕迹 但她依旧如同以前那样 放荡不羁 她放不下暗恋的女神 这一天 她只身闯荡了一个静静 跨越了一道道天界 数次历经生死 只为红颜一笑 终于 秦远峰得到了女神的清心 带着她一起浪迹天涯 双宿双飞 其乐无穷 然而就在这时候 秦远峰的族人似乎找到了她 双方发生了摩擦 他们似乎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秦远峰怎能屈服 她顶撞族人 我行我素 这些年来 她向来如此 从小孤独的她 养成了偏执的性格 她本就没有受到过 族中长辈的照顾 怎会屈服长辈的意志 这是她的爱情 没有人能够阻止 秦远天母亲的家族 似乎同样反对 他们派出强者出来截杀 不仅是他们 还有女子以前的诸多追求者 都截杀两人 一场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那种场面 对于如今跨入仙台境的秦远天而言 都难以想象 天地动荡 鬼哭狼嚎 天穷色变 秦问天 不知道秦远峰修行了多久 只知道对方很强 强大到让他感到心惊 他们不断逃亡 不断有家族中的人前来追杀 在逃亡的过程中 秦远峰似乎组建了自己的势力 还有当初少年为王之时 府中的一些仆人前来追求于他 和他并肩战斗 他们逃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却一次次被找到追杀 仿佛这是他们的宿命 但在这一段过程 秦远峰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生死与共 这时候记忆全部被秦问天消化完了 他用了很多时间来消化这些记忆 断断续续 却似乎是秦远峰的成长过程 以及爱情往事 秦问天睁开双眸 心潮澎湃 他眼中闪过风锐之意 心中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望 后面发生了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虽然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忆 只是断断续续 但即便如此 他可以凭借自己 凭借记忆中秦远峰的年龄 以及精力 推断出顺序 还原出模糊的经过 他推断出的那些 大概不会有错 这是他父亲的成长记忆 我还需要更多的记忆 秦问天闭上眼眸继续修行 天穷之上 星光洒落而下 流入到他的身体当中 他的仙台光芒 渐渐变得更亮 越来越璀璨 直到仙台饱满 秦问天又一次 以仙念进入星辰小人 同时 以庞大无比的仙知力量 去冲击那些深处的星辰碎片 他需要更多的记忆 去解开这谜底 秦问天的仙念 越来越难移深入 但他尽自己所能 让仙念达到极限 不断让记忆涌入自己脑海之中 当仙台销靠一空之时 秦问天再次退了出来 他开始整理这些记忆 这是功法 暂时无用 秦问天将那些关于功法的记忆 扔在一边 这些都是他父亲记忆中的功法 非常厉害 然而这时候 秦问天根本没有心情关注这些 他只想知道 他父母身上发生的一切 经过许久 他终于将这些记忆理顺 慢慢开始消化 依旧是断续不完整的记忆 他的父母似乎逃了多年 秦远峰越来越显成熟和沧桑 却更有男人魅力 一举一动都透着说不清楚的气质 他知道 这必然又是很多年后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48集 这一天 秦远峰的故友 少年时 族中的两人找到了他 他们如今已经结为夫妻 秦远峰友好相待 这时 那男子提出了切磋 秦远峰本不愿同意 但对方执意切磋 秦远峰答应了 和对方战了一场 不过却未尽全力 却不想对方步步紧逼 非常认真和他战斗 而且越战越强 甚至攻伐之时 几次都是下了狠手 同时 他少年时期暗恋的那女子 对着秦远峰的妻子出手了 这时 秦远峰终于站出了真火 他开始全力大战 一时间天崩地裂 这一方世界都仿佛无法承受 他们的狂暴战斗 一道道毁灭光束 从天而降 劈开大地山河 一切境界化作尘埃 两人越战越强 秦远峰的那位少年兄弟好友 当初乃是族中少年之王 实力何党强大 如同一尊天神般 全力以赴战斗的他 更是沐浴神光 天下少有争锋之人 强大到让秦问天心惊胆颤 秦远峰也爆发出 无法想象的战斗力量 宛若一尊绝世战神 他的强大 让他少年时期的两位好友 震惊错愕 竟然没有办法将秦远峰拿下 要知道 他们可是族中一脉之王 甚至可能是未来领袖人物 战力超越族中同辈 将来势必是要成为 通天彻地的强者 只找秦昆 这一战 他们竟拿不下秦远峰 他明白 秦远峰他有所奇遇 而且很可能是那传说中的奇遇 终于 两人退走离开了 秦远峰却并没有感到高兴 反而心情低落 不过这一段记忆 却也到此终结 直接跳跃到了另外的记忆 他们换过地方 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逃离 这一战必然在秦远峰的家族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秦远峰家族动了真格 这一次秦远峰和他妻子的家族强者同时找到了他们 老一辈的强者出手 又是一场惊天大战 秦远峰的妻子被带走了 秦远峰却依旧没有屈服 长辈们请他回族 被他断然拒绝 自己独自离开 宣布判出家族 事情似乎越闹越大 不可收拾 直到有一天 秦远峰更沧桑了 他回到了族内 不过并非是为了屈服 他和当初少年的好友 如今已在族中有辉煌地位的人大战了一场 比当初那一战威势更加可怕 鬼神结晶 他以无法想象的力量击败了对方 他那一脉的许多族人愿意追随于他 选择似乎留给了古老的家族 一道道强者出现 许多都是老一辈的超级强者 他们都出手了 然而秦远峰和那一脉的一些老人疯狂对抗 和他们狂战 这一战让秦远峰那一脉的建筑夷为平地 化作历史城安 这一战震得无数人心惊 那些老一辈的人物都没有办法拿下秦远峰 直到这一古老家族核心人物 宛若神殿建筑中走出来的权力人物降临 他们对秦远峰出手了 进行了裁决 将秦远峰重伤围住 秦远峰一脉的人拼命抗衡 直到对方祭出了一件逆天改命的法宝 无尽的天法力量降临在了秦远峰的身上 将一股股无上的力量从他身体上生生的剥离出来 那位被秦远峰击败的绝代人物 落在了这逆天改命法宝的另一端 承载秦远峰的力量 看到这一幕 秦远峰一脉的人疯了 他们不惜一切求死大战 但无济于事 他们同样遭到了这件法宝的裁决 剥离他们的力量 命运裁决 秦问天身体已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这些记忆很多都是没有声音的 只有少部分记忆能够听到声音 他无法得知具体发生的一切 但当他看到秦远峰的血脉化作天河流出 被生生剥离 看到秦远峰强大无比 刻着无上力量的浮骨被生生的取出 看到秦远峰的肉体被生生的撕裂 甚至他脑海中的记忆都化作光芒 被剥离出来的时候 秦问天身上绽放着可怕的杀气 然而这时 秦问天看到了秦远峰狂妄大笑 仿佛绝望的笑 伴随着一道刺眼的光芒 他的身躯炸裂 一切全部烟消云散 仿佛自毁一生 随后记忆彻底的消失了 秦远峰都不在了 如何还能够有记忆呢 杀 秦问天怒吼一生 惊天动静 他抬起头 双眸赤红 杀气直冲云霄 可怕之际 那是传奇的一生 充满磨难的一生 那是孤独的一世 也是英雄的一世 这一切 真的落幕了吗 还有记忆 父亲没死 一定没有死 秦问天双拳紧握 有着强烈的执念 他还没有出生 他知道那自曝 只是为了毁灭一切 甚至可能毁灭了 父亲的修为 但是他一定还没有死 上次的那段记忆 依旧历历在目 他父亲和母亲在一起 抱着他 将一切给了他 那一定是在这之后的故事 重活的一世 父亲 秦问天仰望天穷 似乎想要从那无尽星空中 看到秦远峰的影子 无尽的逃亡 追杀 命运是如此的不公 他依靠自身 站在了那样的高度 击败了从少年开始 便一直为 足中之王的人 但最终 血脉 躯体 骨骼 甚至灵魂力量 都被他人剥夺抽离 秦远峰 只能一死 他没有办法 知道父亲具体 所经历的一切 但这些记忆 必然是核心的记忆 从这些核心记忆中 已经能够推断出 秦远峰一世之精华 包括了他少年时期的孤独 朦胧的爱恋 青年时期 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被好友兄弟出卖 被那至高无上的古族围杀 秦远峰 他似乎并不孤单 他那一脉的人 肯为他战死 他的强大 赋予了这一脉 高尚的灵魂 他们都欲顶天立地 却遭残酷镇压 那些人明知死路 却慷慨赴死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陪秦远峰一战 为那高傲挺拔的身躯 秦远天感觉 他父亲的死 恐怕和那族中年轻的王 脱不了干系 因此父亲前往一战 用实力告诉他人 我能够战胜 你们选出的王 父亲 你一定还活着对吗 秦远天双全紧握 父亲当年 就逃亡过很多地方 必然也到了栗子时期 决战生死 在想到上次记忆中的一幕 他猜测 父亲很可能换了地方 重新生活 或许父亲 早已布局好了 他知道自己逃离不了 会被抓回去 他后来 一定和母亲 重新聚在了一起 隐于栗子世界中 黑暴他们 才会这般低调 秦远天心中想着 带着强烈的期盼 他在不断地暗示自己 父亲还活在世间 秦远天仰天吐出一口浊气 胸中一腔怒火 想要狂暴 喷发而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景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49集 镇定 秦问天深吸口气 告诫自己 父亲的实力 是那么的强大 不可一世 年轻时代 就杀得仙魔哭泣 巅峰时期 更是赶回神族一战 战得天昏地暗 他如今铸就圣仙台 拥有完美起步 他需要时刻告诫自己 强大 再强大 但这段路 注定要一步一步走下去 心境一定要稳 他要如父亲那般 顶天立地 他终于明白了 父母为他取名之意 问天 问这苍天 谁主臣服 再看看 能否找到其他记忆 秦问天的先念 再次涌入新尘小人中 他破开了浅层次的许多记忆 然而 都是一些零散杂乱的记忆 并非是核心记忆 这无尽的星辰碎片 想要将记忆完整化 显然不可能 秦问天的先念 唯有退出 如今 只有等黑博告诉我 他必然知道 父亲经历了什么 再串联这些记忆 我就能够知道一切了 秦问天心中暗道 心中久久无法宁静 这次记忆 对他触动太大了 以至于 他跨入仙台境界 铸就圣仙台的喜悦 都荡然无存 仙台境 这才是起步 才是他强者路的开始 他将会和父亲一样 站在那至高无上的鼓足之外 稳住呼吸 两久 秦问天终于让自己恢复平静 他闭上眼眸 仙台绽放光芒 星空中规则力量洒落而下 秦问天开始修行 补充体内力量 他要暂时将这段记忆 尘封起来 激励自己前行 十天后 秦问天终于停止了修行 他站起身来 看了一眼小混蛋和炼狱那边 只见他们也发生了蜕变 他浑身金光漫天 纤维弥漫 透着无与伦比的威严 炼狱周身 进阶恐怖的火焰光芒 仿佛真的人间炼狱 威力可怕 同样透着纤维 他们都将踏足仙台 成为仙台大妖 妖仙 秦问天脚步一踏 身体冲天而起 这一次闭关 接近五年岁月 太过漫长 秦问天没想到 铸就仙台如此之难 难怪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 终生可能都无法铸成完整的仙台 长平公主府邸 秦问天离开修炼台 不少人看到他出现 纷纷眼眸中露出异彩 当初的异象 他们还记忆犹新 都怀疑是秦问天 铸就仙台时所诞生 如今 秦问天终于出关了 秦大哥你出关了 有没有踏上仙路啊 只见一道欠力的身影 踏步而来 正是长平公主女儿 灵二 嗯 秦问天看着灵二 微笑着点头 真的 秦大哥铸就了完整仙台 灵二露出惊喜之色 一次铸就仙台 可是颇为不易 秦问天依旧点了点头 上次天生异象 有万丈光芒 还有一尊神灵般的身影 位于虚空 是秦大哥 你铸就仙台而生出的异象吗 灵二又问 这倒是不清楚 秦问天摇了摇头 这时 长平公主 以及赤同侯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都望着秦问天 眼眸似乎想要将秦问天看穿来 如今的秦问天 披着一袭简单的长袍 比之当初更显非凡 气质更完美了 俊修无比 仿佛一看便知乃是人节 灵二丫头 你看秦大哥是否变俊秀 也该知道 他已经铸就仙台 还需要问啊 长平公主 白了女儿一眼 灵二露出一股灵精怪的神色 仔细打量着秦问天 的确 又俊了许多 带着出臣的气质 不错 五年不到 驻完整仙台 而且品阶应当不低 秦二还未出关 先为你准备酒宴 赤童侯爽朗笑道 哈哈哈哈 来人 备仙宴 请和问天贤侄 住完整仙台 是 有人领命而去 秦问天不好推脱 赤童侯的好意 只好道 多谢侯爷 走 我们去喝几杯 赤童侯 倒是没有一点王侯的架子 他走上前 一步搂着秦问天的肩膀 朝前走去 活像一对书职般 酒宴上 秦问天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似乎有着心事般 问天 在想什么 赤童侯看出了秦问天 有些不在状态 问道 秦问天笑了笑 举起酒杯 摇头道 想到些事情 也没什么 侯爷喝酒 嗯 赤童侯干了一杯酒 倒 你已入仙 接下来有何想法 需要我带你出去历练吗 多谢侯爷了 不过 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再等等我的妖兽伙伴 若是他们 能在短时间结束闭关 我就带他们一起 不能的话 我或许要独自先走 将他们留给亲儿照顾 秦问天回应道 你不打算等亲儿一起 长平公主笑看着秦问天 啊 不了 亲儿闭关 还不知道要到何时 秦问天微笑摇头 他知道 亲儿想跟他一起 然而秦问天 也明白 长青大帝的心思 的确现在的他 没有能力 保护得了亲儿 尤其是他父亲的记忆 对他触动很大 秦远峰 何等人物 想要和爱人在一起 都如此艰难 也好 长平公主 眸子中 蕴藏深意 看来秦问天 的确有心事 此时 先国皇宫诸人 纷纷知道 秦问天出关的消息 他们都好奇 当初的异象 是否是因 秦问天而生 公主 侯爷 此时 管家前来通禀 道 齐王府世子 带着一些人 前来拜见 哦 他还有脸来 士童侯 看着秦问天 一笑 道 让他们进来吧 是 管家退去 片刻之后 杨安一行人出现 只见杨安身上 气势凶猛扑出 他如今已铸就 完整仙台 实力比之当初 不可同日而语 浑身流转仙光 一见秦问天 便战意滔天 席卷而出 冰冷说道 秦问天 出来一战 长平公主 和赤童侯 看了一眼杨安身边的长辈 心如明镜 这些家伙 看来是将秦问天 当作杨安的磨刀石 让秦问天 来磨炼杨安 这样 可让杨安 奋发图强 即便战败 他们也无所谓 就是要让杨安 记忆深刻 铭记耻辱 当然 也可以试探下 秦问天 如今的虚实 秦问天 看到杨安身边的强者 同样明白这点 他淡淡地 扫了杨安一眼 眼神淡漠 不屑一顾 随即转过头 安静地饮酒一杯 没有去看杨安 只是对着长平公主 和赤童侯道 公主 侯爷 我先去休息了 好 长平公主点头 秦问天漫步而出 直接朝着虚空走去 无视了杨安 你 杨安只感觉 承受了奇耻大辱 秦问天 根本不屑和他一战 轰的一声 狂暴的飓风席卷而出 杨安身上 鲜威强横至极 轰隆一声巨响 他直接冲向了秦问天 一柄柄可怕的仙刀斩过 撕裂虚空 强横无比 秦问天眸中 闪过一道冰冷之意 他的身体 豁然间转过 一步踏出 天地轰鸣 杨安只感觉 仙台颤力 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 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50集 秦问天大手归动 鲜光璀璨 那手臂 宛若附上了 仙魔铠甲斑 直接碾碎了 对方的攻击 轰得一声巨响 手掌直接扣在了 杨安的脖子上 仙魔之手 不可抗衡 杨安怒吼一声 他脸上轻轻暴露 羞愤无比 只见秦问天 眸子中冷意强烈 让他来磨练杨安 好 他成全杨安 另一只手 猛然间轰了出去 轰在了杨安的身体上 咔嚓的破碎声不断 杨安惨叫一声 先提都要破碎 你放肆 一道身影 快若闪见 瞬间降临 其余强者 纷纷腾空而起 却见赤童侯 抱贺一声 你们放肆 这一声抱贺 宛若天雷般 朕的猪人 仙台颤抖 下一刻 赤童侯 站在了虚空 挡住猪人 这不是你们的要求吗 猪人身体颤动 他们没想到 杨安 铸就完整仙台之后 在秦问天面前 依旧是如此不堪一击 秦问天直接扣住他攻击 太狠了 你配吗 秦问天的眼眸盯着杨安 仿佛穿透了他的灵魂 手臂猛的一甩 轰得一声巨响 杨安的身体砸落在了地上 他则转身而去 秦问天转身离去之后 齐王府诸人脸色铁青 杨安铸就完整仙台 竟然不堪一击 同样为仙台之境界 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秦问天 他怎么能如此强大呢 杨安 只见一道道身影 落在杨安身前 一位老者脸色阴沉 骨骼破碎 仙台出现裂痕 好狠的一击 这是想要废掉杨安吗 说着 他目光望向秦问天离去的背影 神色极了 自取其辱 也怪他人 赤童侯冷横一声道 哼 你们齐王府倒也可笑 找人挑战磨炼杨安 当他人是傻子吗 不破杨安先台 一事手下留情 莫非你们以为他破不了 秦王府的人无言以对 他们也没想到两人的差距这么大 一击杨安直接被擒拿 刚才杨安的强横攻击 可是真正斩在秦问天手臂上 他抬手轰杀 手臂上仿佛有着铠甲般 不可击破 无视杨安的攻击 给了杨安狠狠一击 只能说两人的实力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秦王府的人越来越没出现了 主动挑战 战斗不过竟想群起公职 丢人现眼 滚 下次若是再来此地撒野 休怪我不客气 长平公主端坐在那 冷冰冰地说道 秦王府的人只能憋着口气 将杨安带走 退了出去 他们离去之后 灵儿惊叹道 秦大哥的实力好强啊 他真的只是刚刚铸就仙台吗 仙台也是分层次的 同样是仙台 有六阶三瓶 即便是同样刚铸就仙台 同处仙台依崇敬 凡品仙台 也无法和王品仙台抗衡 况且 你的秦大哥 很可能铸就了传说中的圣仙台 千万年难得一见 长平公主缓缓说道 秦大哥 真铸就了圣仙台 灵儿美眸中有着异彩 昔日天生异象 除了他 不会有其他人了 我猜应该就是圣仙台 他对上杨安 怕是能够直接仙台压制 秒杀对手 同镜无敌 长平公主眼眸中略有波澜 刚跨入仙台 就直接铸就圣仙台 太罕见了 在仙台洗礼之下 秦问天纤威强盛 肉身骨骼筋脉 经过圣仙台洗礼 毕业完美无缺 全方面都能绝对压制 同境界者 就在这时 一声长鸣传来 如人目光 豁然间转过 望向了修炼台方向 只见那里 鸿芒冲天 宛若一片炼狱世界 天有祥云 虚幻的朱雀身影 若隐若现 恐怖异常 朱雀驻仙台 这家后的两尊 妖兽伙伴 都是非凡 长平公主感慨一声 秦问天 才天象境界 就拥有两尊 如此厉害的 妖兽伙伴 陪他一起成长 在仙国的皇宫 都难以找出 纯血朱雀 除炼狱 朱雀之外 另外那头 可化身的猛宠 也必是非凡大妖 此时晴问天 走到修炼台 看到炼狱化身妖先 身体变得更加庞大 遮天蔽日 宛若绝使胸腰 浑身羽毛色泽都变了 每一根淋雨 都透着强横火焰气息 那色泽宛若炼狱之火 非常可怕 炼狱发出长鸣 自极为兴奋 随后他身体变小 一闪来到了 秦问天的上空 盘旋于他的头顶之上 最终站在了 秦问天的肩膀 秦问天能够感受到 他的兴奋之心 秦问天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脑袋 心情莫名的好了些 虽说这些日来 他尽力克制自己 不去想父母的事情 但心情始终有些抑郁 难以释怀 此刻金芒咬天 只见小混蛋化身恐怖大腰 身躯庞大无边 一声怒吼惊天动地 天穷有大腰虚影闪现 可怕至极 他身上通体流动着金色符纹 璀璨夺目 秦问天笑容更为灿烂 这两个家伙 竟像是在竞赛般 先后化身妖先 小混蛋连续发出几声惊天大吼 这才停下 随后他身体再次变小 刚才那股微视 仿佛在刹那间荡然无存 又变成了那人畜无害的样子 通体纯白 他身体一颤 蹦向了秦问天这边 如同一道白光般 冲入了秦问天的怀中 像是示威般 仰头看着炼狱 还好赶上了 不然本宝宝就丢脸了 他的声音依旧稚嫩 显得很幼稚 仿佛永远不会长大 透着可爱之意 一旦变身 却成为了胸利大腰 练狱毛子含笑 看着小混蛋 懒得和你一般见识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使得秦问天愣了下 小混蛋的大眼睛也扎了长 煞是可爱 这声音清脆悦耳 透着雌性 竟是女声 木丹 小混蛋眨眼道 炼狱身体一闪 冲了出去 光芒闪耀 一道阴气逼人的美貌少女 出现在了秦问天的面前 她身上 似披着炼狱铠甲 精气神十足 身材火辣 透着妖魅之意 还带着几分冷冰冰的气势 让人不敢直视 小混蛋 你找死啊 炼狱清脆的声音中 透着寒意 秦问天也看得一愣一愣的 没想到 炼狱化形成为 冷丽的妖媚女子 小混蛋揉了揉眼睛 好像很吃惊般 然后又看了看秦问天 乃生乃气的道 木猪圈 果然比木老虎兄啊 秦问天在小混蛋的脑袋上 给了一下 低骂道 都成妖仙了 还这么顽皮 对 本宝宝也是妖仙了 炼狱 要不我们在一起吧 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变种超级大药 你滚 炼狱气的身体颤抖 他眉毛有些委屈的看着秦问天 道 主人 你管管他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视野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集 炼狱 你称我秦大哥就好 秦问天汉爷 不 我依你而生 自然称你主人 炼狱似乎非常执着 坚持的 秦问天翻了翻白眼 那我命令你 称我秦大哥 哇 炼狱委屈的撇了撇嘴 活脱脱的少女脾气 看到他委屈的神色 秦问天竟无言以对 只能点头道 好好好 随你 谢谢主人 炼狱开心的笑了 秦问天看着两个伙伴 这些日来的抑郁渐渐消散 看着他们成长 一路伴随着自己 秦问天很开心 走吧 我们该离开了 秦问天道 小炼狱 带我 小混蛋身形一闪 蹦入了炼狱的怀中 朝着他丰满的部位蹭去 炼狱露出嫌弃的神色 想要甩开 不过这家伙 死活赖在那 炼狱只能道 无耻 呃呃呃 本爸爸要休息了 小混蛋舒舒服服的躺在那 炼狱一脸嫌弃 长平公主 以及赤童侯 见秦问天 去而复返 又看向他后面的炼狱 以及怀中的小家伙 不由得都露出笑容 公主 侯爷 这几年 再次打搅 秦问天谢过了 如今这两个家伙 都住旧仙台 我该离开了 真不等轻儿 长平公主 微笑 看着秦问天 轻儿 住旧仙台后 还望公主 转告他一声 我会回来找他的 无论身在何方 我心不变 秦问天说道 好 我让他送送你 长平公主 看向赤童侯 只见赤童侯道 你们要去哪块区域 我送你们 通过传送大阵 传送过去 东盛十三州区域 传送大阵 会通往何方 秦问天问道 皇宫中的传送阵 可传送到 仙域诸多区域 而且能够 大概调节方位 方便出行 你想去哪一州啊 赤童侯迈开步子 秦问天跟随在身后 朝着皇宫 传送的大阵方向走去 云州 秦问天道 没问题 应该能够送到云州 具体在哪一郡 哪一城 就要看运气了 赤童侯道 无妨 我身上有带步先兵 到了云州大地 我自会前往目的地 秦问天回道 说话间 他们来到了 传送阵区域 由皇宫军团 把守此地 皇宫内的王侯 才有资格使用 这座传送大阵 可通往东盛十三州 我来为你调整方位 赤童侯走向一座大阵 这里的传送大阵 铸造得极为精妙 必是大师级的空间阵发 宗师人物所铸就 上来吧 赤童侯说了声 秦问天走上传送大阵 赤童侯则出去 片刻 大阵启动 恐怖的空间光芒 直冲云霄 秦问天对着赤童侯点头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赤童侯笑道 话音落下 光芒闪耀 秦问天消失 东盛十三州 云州大地 江陵郡 吴忧城 城外 无尽辽阔的荒野之地 只见一对情侣 拼命地逃亡 那男子浑身染血 脸色苍白如纸 雪茹 你先走 我拖住他们 否则我们都逃不掉 男子看向身旁的美丽女友 心中微痛 此次怕是难逃一劫 不 要死一起 女子摇头道 雪茹听我的 那出生可不是想要你死啊 青年双眸赤红 他旁边的女子肩部的衣衫 似乎都被撕了一块 露出白皙的肌肤 听到这话 女子脸色苍白 那我就自尽 你走啊 男子大喝倒 女子眼中流泪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上 一道刺眼的光芒射来 随即天穷 仿佛有一扇虚空之门 一男一女 两道身影从中漫步而出 男子俊秀 女子妖媚 英姿洒爽 一看便知 是非凡人物 这出现之人 正是秦问天和炼狱 空间波动消散 他们看了一眼四周 也不知道 到了何方 下方的两人 看到秦问天和炼狱 直接跨虚空而来 心中暗惊 就在这一时 只见秦问天踏步而来 只见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前 问道 两位 请问这是云州哪一郡 江林郡 男子回应一声 看着秦问天道 前辈 我得罪了仇人 自知无法活命 能否求前辈 保护爱人一命 他说完 只见秦问天的双眸 凝视着他 那双深邃的眸子 好似能够将他看透来 知道他的一切想法 不过 他依旧没有低头 他知道 眼前之人 很可能是非凡人物 即便看起来年轻 但只是修为强大的缘故 只要对方点头 他和雪如 或许就有机会活命 江林郡 秦问天有些意外 他出入仙韵 便是在这江林郡 秦问天自然明白 眼前男子 有向他求救之心 他若点头 不可能只救他师妹一人 不过他也不会去计较 这点心思 又问道 这里靠近江林郡 哪一场 吴忧城 这里距离吴忧城不远 男子又道 秦问天眼中 闪过一抹一芒 他出道仙语 正是落在了江林郡 吴忧城 还曾在吴忧城中 收了一弟子秦丰 后来因为秦丰姐姐 秦卿的缘故 他结怨吴忧城城主 并且废掉了云州大帝 超然势力 江氏一脉少爷 江狂 被追杀通缉 让秦丰他们一家离开了 后来在飘雪城 他被认出来 江氏一族和各大势力 对付他 被他借助飘雪楼主之力 将盛极一时的江氏一脉 移为贫地 这么多年过去 沧海桑田 他竟然恰好回了吴忧城 如今 这云州大帝 已经是归于千变 帝君统下 不再是东盛先门的势力了 江邻郡自然也是 此时 后方有一群强者 驾驭飞鹰而来 为首乃是一名年轻男子 气势有些浮动 似乎受了伤 脸色略显苍白 他的眼神阴沉寒冷 盯着秦问天这边冷道 你们还想走 那男子和雪儒脸色大变 只将目光投向秦问天 你们为何接仇 秦问天对着男子问道 金甲宗办事 闲杂人 立刻滚 那为首青年冷喝一声 朱强瞬间将这边围了起来 金甲宗 好熟悉 秦问天难难低语 当年 他在吴忧城 和一名金甲宗弟子 赵羽燕结仇 他师尊 乃是金甲宗大长老 当时仙念出现要夺他命 这时白衣仙王白无牙出现 一眼灭杀对方仙念 将他带去了天福界 前辈 我与此人素不相识 在酒楼中 他言语轻薄 我师兄出手教训 将他打伤 没想到 他是金甲宗的人 女子雪如哀求的目光 看着秦问天 监狱世界就是如此 强者霸道 欺辱弱者 得罪了他们 就会很惨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52集 仙玉浩瀚 虽然帝王人物都很多 但那是因为基数过于庞大 放在吴游城 仙台人物已是站在金字塔顶 金甲宗乃是仙台强者的势力 弟子自然横行霸道 可是如此 秦闷天目光望向金甲宗年轻男子道 金甲宗的事情 你还想为他出头不成 阁下最好掂量一下 年轻男子盯着秦闷天 眼睛看到秦闷天身后的炼狱 目光一亮 不过又见两人 似乎气质不凡 他不敢轻举妄动 笑道 活乃是金甲宗长老之子 硕是阁下愿意 可做个朋友 前往我金甲宗做客 秦闷天一眼看透了对方的心思 对着求救的男子 以及雪儒道 你们走吧 多谢秦闷 男子两人知道得救 对着秦闷天微微躬身 随后就要离开 放肆 那青年冰冷喝道 真是找死 把他杀了 你的留给我慢慢享用 他倒要看看 这无忧城势力范围内 谁敢跟他金甲宗过不去 他体内拥有仙念 即便秦闷天是高阶天象强者 也不拒 是 少爷 金甲宗夫人身上 气势展望 不少人纷纷绽放星辰天象 那逃亡的男子修为不弱 乃是一名厉害天象人物 因此追杀的人 实力都颇为强大 秦闷天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脚步往前踏出 一道道清脆的梦想声传出 秦闷天直接从人群中踏步而过 瞬间离开了 那逃亡的男子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他回头看了一眼 随即身体停了下来 目光凝固在了那里 只感觉心跳加速 师兄 学如见男子停下一惊 他同样回头 随即便看到秦闷天漫步离开 那些金甲宗的人 皆都朝着地上坠去 一个个脸色惨白 他们的修为被废了 至于那为首的青年 直接没了声息 已是死人 仙念都没能出现 好强 男子心跳得厉害 他的师门都没有如此可怕的强者 这是什么境界 雪如身体微微颤动着 那俊逸青年 他甚至没有出手吗 仙 男子吐出一个字来 此青年是仙 无忧城 秦闻天和炼狱漫步其中 他的仙念外发 笼罩方圆数百里区域 昔日从粒子世界而来 天象境界的他实力偏弱 都没能好好的看看这座城 仙玉的小城 修为弱的人 依旧比修为强的人要多 顶尖层子就是天象境界 不过因为无忧城 人口太过庞大 天象境强者太多了 初入仙台 就已经能够称霸一城 成为城主级别的人物 或者开辟一个宗门 仙念笼罩之下 秦闻天脑海中出现诸多场景 无数道声音 在脑海中放影 嗯 就在这时 秦闻天眉头一跳 脑海中出现了一座酒楼 随后 他的仙念集中 朝着那座酒楼飘去 落在了酒楼中的 其中一桌人身上 我看这次仗剑宗惨了 谁让他们被谐语盯上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仗剑宗的人确实不凡 个个都是青年俊杰 那娄冰宇冷傲如梅 孤傲绽放 谐语对他怕是有谐念啊 没错 听闻城主少爷谐语正在修炼谐功 他父亲乃是妖 谐语姓谐 传闻已经有很多冰清玉节的女子 毁在谐语手里了 张剑宗的人出来诈斗 在仙玉就得罪了不少人 这次怕是要覆灭了 听说他们是从土著世界过来的 且难怪不懂仙玉的规矩 张剑宗 秦问天眼眸中有锋芒闪耀 随即只见他一步跨出 只是片刻之后 他的身影直接出现在了酒楼当中 谈话的两人看到身旁突然多出了两人身影 瞳孔收缩了下 盯着秦问天和炼狱 这青年男女看起来气质不凡 恐怕是大势力少爷 这位少侠有事吩咐吗 其中一人对着秦问天拱了拱手 颇为客气 在仙玉最忌讳随意得罪人 很容易遭来杀生之祸 实力弱的人就得要低调 带我去张剑宗 秦问天看向他道 张剑宗来了仙玉吗 这 那人露出为难之色 秦问天眉头一皱 眼神锋利如剑 那人只感觉冷汗生出 有一股强大压力落在身上 少侠 现在城主之子谐语 发动了不少人前去围剿张剑宗 这时候我哪敢去啊 你带我前往 指明方向后 我自会让你离开 不会亏待于你 秦问天平静道 那人垂着头道 好吧 他知道 秦问天没有逼迫他 已经是客气了 他哪能不知好歹 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秦问天带着他的身体 直接离开 迅猛无比 那人为秦问天一路指明方向 直到秦问天先念 找到杖剑宗后 放了那人 并给了他不菲的报酬 无忧城内一座座青山古风 杖剑宗定宗于此 在山门古风下一块巨石之上 有着一道孤傲如眉的身影 站在那 他身负古剑 长衣飘动 天然若先 这时 女子眉头微重 眼眸如同利剑般 朝着远方射出 只见那里有气息出现 随后 他看到两道身影漫步而来 当他目光看清楚 前方那青年身影之后 眉眸瞬间凝固在那 那双清冷的眸子 竟闪过一抹一芒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青年渐渐接近 看似缓慢的步伐 却很快来到了女子身前 看着他微笑道 不认识了 楼宾渝依旧没有回过神来 秦问天气质似乎又变了 更加的俊秀 还带着几分出尘之气 发生什么事了 郑建宗怎么签来了仙玉 秦问天问道 他比较关心栗子世界的情况 楼宾渝看着秦问天 又看了一眼他身后的炼狱 随即道 我们边回宗门边说 秦问天点头 走到楼宾渝身边 一起朝着山门走去 只听楼宾渝道 你离开后 耀皇前辈 乃是栗子世界最强者 不过 耀皇谷无意称霸 各势力争锋崛起 涌现了很多超强势力 不过因为当初你打压的缘故 星河宫会沉寂了 甚至销声匿迹 但就在前段时间 星河宫会从世界之外 调集了强者入栗子世界 以强势手段镇压天下 秦问天眼中闪过寒芒 又是星河宫会 耀皇前辈和清城怎么样 他们来了仙玉吗 秦问天问道 楼宾渝看着秦问天 缓缓地摇了摇头 耀皇前辈将天下许多杰出人物 送出了栗子世界 莫清城 他不肯走 为何 秦问天心头微颤 他知道 险瑜太大 楼宾渝道 他要等你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秦问天身体微微颤护了响 一时无言 是啊 仙玉太大 秦城 秦城 秦城以为他到了仙玉 恐怕再难和秦问天相遇 茫茫陷遇 即便是帝王人物 想要求求 想要挖一个人出来 想要挖一个人出来 都不容易 他承诺过会回去 因此 秦城不肯离开栗子世界 他要等自己回去 秦城不会有事的 秦问天心中暗道 解决赵剑宗事情之后 他立即前往栗子世界 去找秦城 他一刻都不能等 你在仙玉 还好吗 楼宾渝沉默片刻 清冷的声音响起 看秦问天气质不凡 又有美女相随 应该过得不会差吧 想必实力也有很大提升 以他的天赋 怕是已经跨入了 天向境顶层 一切都还好 秦问天点了点头 你呢 我也还好 楼宾渝点头 两人一路无言 终于跨入山门 宾渝 回来了 一道声音踏步而来 当他看到秦问天的时候 目光以宁 随即笑道 秦师弟 季师兄 秦问天喊道 原来这来人 竟是季飞雪 没想到在仙玉 能够遇到秦师弟 季飞雪笑着道 快 大家看到你来 一定会很高兴 季飞雪说话之时 一道道身影闪烁而来 皆都是昔日 仗剑宗一脉之人 秦问天看到了 很多熟悉的身影 林帅师兄 林天见主 梅山见主 甚至还有 叶灵霜也在 问天 叶灵霜 见到秦问天 露出惊喜之色 一步便直接 到了秦问天身前 拉着秦问天的双手 非常的兴奋 他没想到 会在仙玉 见到秦问天 林霜姐 义父有没有来 秦问天 对着叶灵霜问道 父亲 他无法抛下叶国 叶灵霜摇了摇头 叶清云身为叶国人皇 确实不好独自离开 叶灵霜是 仗剑宗一脉弟子 他在这里 自然很正常 问天 一道道身影走了过来 秦问天 看着那些熟悉的身影 露出了笑容 小子 你怎么来了 一道声音传来 顿时诸人 纷纷让开 随即就见到 仗剑宗老祖的身影出现 秦问天 看着他笑道 老家伙 我不能来吗 哼 还是这么嚣张 老祖背负着双手 踏步而来 走到秦问天身边 抬手就是一掌 轰向秦问天 顿时 一股狂暴剑威 席卷而出 直击秦问天而去 是他 秦问天笑了笑 这老不死的 当年想收自己为徒 自己没答应 他还一直怀恨在心 秦问天 抬手就是一道大掌印 拍了出去 两道掌印 轰在了一起 一股狂暴的气流 急卷而出 老祖退了一步 秦问天 却依旧 含笑而立 这让老祖 怒目 瞪着秦问天 道 好家伙 难怪还这么嚣张 也到了天象 竟巅峰层次了吧 竟能和我打个平手 旁边猪人都笑了起来 老祖明明被击退了 还说平手 不过大家都给他留面子 也不拆穿他 老家伙 我可是已经手下留情了 秦问天 却是不客气地笑着说道 使得老祖 更是吹胡子瞪眼 怒骂道 你放屁 周围诸人都笑了起来 旁边 眉山建筑 看到这般强大 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想当初草庐事件 他说要收秦问天为弟子 被秦问天拒绝 他还出言讽刺 如今 秦问天已经超越了他 不仅是秦问天 这一辈的仗建宗青年 很多天赋极高的 如今都渐渐赶上 他们的这些长辈了 秦师弟 你就给师祖留些面子 林帅玩笑说道 秦问天目光转过 望向林帅 段涵等人 纷纷对着他们点头 喊了一声 虽然实力强大了 但依旧毫无威风 小子 你来的不是时候 障建宗老祖 对着说了声 咱们这里已经被围了 惹到了城主府的人 他们很快就会杀过来 具体怎么回事 秦问天问道 我们与无忧城 创建宗门势力 立刻被一些 本土大势力盯上了 那些大势力的弟子 行走无忧城的时候 拉着城主儿子 携语一起 有意挑衅 纪飞雪和兵宇 他们和对方对战了一场 惹了麻烦 是我的错 楼兵宇低头 许你何干 他们欺人太甚 纪飞雪不服道 谁对谁错 也无关紧要 准备好应付这一战吧 城主是先进人物 应该不会参与这次风波 都是那些青年强者 自发组织的 扬言要灭我张建宗 秦小子 你有什么打算 张建宗老祖问道 老家伙 我好歹 也是张建宗的一员吧 难道你想赶我走不成 秦文田微笑道 好 张建宗一直没看错你 这一战无论胜败 我们都会撤出无忧城 老祖认真说道 准备好备战了 我得到消息 他们已经冲发了 是 老祖 朱人纷纷点头 神色变得凝重了许多 这一战会很艰难 好 张建宗弟子 备战 老祖大喝一声 顿时张建宗朱弟子 纷纷纷纷 纷纷腾空而来 刹那间 见笑于天 一道道年轻身影 踏见朝前 为宗门而斩 秦文天看到这一幕 露出笑容 张建宗 无论身在何方 都是张建宗 张建宗前方 古风之上 一块块巨石之上 纷纷站着 张建宗弟子 秦文天也在此地 在他身旁 灵帅 纪飞雪 楼宾宇等 杰出弟子 分散而立 后方是建主等 长辈人物 他们目光 跳往前方 只见远处 一股浩浩荡荡 奔赴而来 宛若黑云压城 一尊庞大无比的 妖兽之上 站着一行青年人物 为首之人 正是城主府的邪羽 还有不少 都是无忧城的 强大势力弟子 他们都以邪羽为尊 准备开战了 张建宗弟子身上 剑气涌动 楼宾宇目光冰冷 凝视前方 神色寒冷至极 哈哈哈哈 楼宾宇这冷美人 果然在此 张建宗美女不少 有一弟子大笑着说道 楼宾宇那师尊不错 我喜欢年纪大点的 更有味道 这些青年肆无忌惮 狂妄开口 张建宗若是肯让女子 全部束手就擒 跟我们回去 兴许我们会放张建宗一马 有人刻意讽刺说道 使得张建宗弟子 一个个杀起重天 集卷而出 黑压压的强者涌来 这时只听一人惊呼道 哎 这小美人还真是妖魅 以前竟未见过 那人说着 目光落在了 秦问天身旁的炼狱身上 炼狱身材火辣 极为妖魅 身上披着火焰色的铠甲 将那丰满的身姿 衬托得极为诱惑 再加上她的妖魅仙气 和冷傲面容 瞬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哈哈哈哈 张建宗还真是好地方啊 鲜宇 这美女和楼冰宇 你喜欢谁啊 那人看着旁边的鲜宇说道 不过这时 鲜宇却有些反常 他眼中的轻条笑容消失 甚至没有去看炼狱 而是盯着秦问天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54集 秦问天一袭长袍飘动 覆手而立 随意站在那 让鲜宇心头莫名的慌乱了起来 他怎么会在这里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 但这时候 秦问天的目光 已经盯上了他 让鲜宇脸色 越来越不好看 鲜宇 怎么了 旁边的青年 似乎发现了鲜宇的不对劲 问道 这件事 和你没有关系吧 鲜宇看着秦问天 硬着头皮 开口说道 听到鲜宇的话 顿时诸人纷纷望向了秦问天 那些鲜宇深舟的人 有些奇怪 鲜宇认得此人吗 莫非是先及势力弟子 仗见鲜宇宙人 同样望向秦问天 鲜宇竟然认识秦问天 只见秦问天站在那 目光依旧凝望鲜宇 眼睛仿佛要将鲜宇看透来 使得鲜宇内心更是慌乱了起来 脸色越发的不好看 这混蛋的眼神 怎么如此犀利 让你爹娘来见我 秦问天嘴中 吐出一道声音 镇的猪人一个个 皆都错愕地看着 鲜宇的爹娘 可都是先进人物 来见他 小子 你是活腻了吧 一青年冷笑着说道 鲜宇身后 不少强者冷意绽放 仗剑宗的人 则是错愕地看着秦问天 但秦问天 目光仅仅是盯着鲜宇 看到鲜宇变幻的神色 秦问天知道 鲜宇虽然身在无忧城这座小城 但因为是城主之子 他应该知道 自己如今是以什么身份 跟他说话 好 我这就带人离开 就在猪人以为 秦问天疯了的时候 鲜宇突然服软 开口说了声 立即震得猪人无言 只感觉有些不真实 那些鲜宇带来的强者 都在想 此人是谁 谁让你带人离开 秦问天冷漠开口 我让你立即通知 你爹娘来见我 你听不懂 张建宗的人 震惊地看着秦问天 他们发现 这一刻秦问天的气质变了 丝毫没有了和他们见面时的和训 此刻的秦问天 是如此的非凡霸道 他的话 就是命令 不得忤逆 违抗 这是怎么回事 张建宗诸人 本准备大战一场 却断然没想到会是这样 楼宾宇也望着秦问天 眉毛中近视不解 是 邪宇面对秦问天的强势 竟又一次服软 点头应道 我这就立即通知他们前来 说着 他取出一件福宝 直接将之捏碎掉了 同时对着身边的猪人 传音道 立即让你们的整备前来 否则 你们都有大难 他是什么人 诸人盯着秦问天 邪宇是什么性格 他们可都是知道的 非常的邪 他父母都是先台强者 父亲邪师 本尊乃是一头妖狮 为例子世界的霸主 母亲不言语 乃一成之主 邪宇在吴忧城 向来都是横着走的 如今 这青年的一句话 让他爹娘来见他 邪宇竟然真的服从了 这样看来 此人的身份 怕是非比寻常 这些狂妄的青年人物 都安静了下来 心中忐忑 不敢如同刚才那般 肆无忌惮 胡言乱语 对邪宇传音 打探此人身份 不过这邪宇 却一直不肯明说 让他们很是气恼 杖剑宗的人 也都疑惑 杖剑宗老祖 看着秦问天 心中暗道 这家伙天赋一饼 看来即便在仙玉之地 也取得了不凡成就 很可能加入了仙级大势力 否则这邪宇不会这么怕他 分天 你加入了仙之势力 叶灵霜直接开口问了声 可以这么说吧 秦问天道 他是天福界之人 但诸人却都认为 他是千变帝君的弟子 看来是江陵军的大势力了 能够押无忧城城主一筹 叶灵霜笑了起来 他这弟弟还真是厉害 秦问天不置可否的一笑 倒是让叶灵霜 以及杖剑宗的人 纷纷放下心来 看来有秦问天在 他们杖剑宗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了 邪宇如此惧怕秦问天 显然被秦问天身份 给威慑住了 叙事待发的一场大战 就这样 忽然间掩齐袭鼓 浩浩荡荡的强者 悬浮于虚空 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秦问天 似乎成为了唯一的焦点 大家都退后吧 这里的事情 交给我处理就好 没有问题的 秦问天对着杖剑宗的人说道 朱强者点头 纷纷站在后方 只有楼宾宇等少数几人 依旧站在巨石上 许久之后 远处有惊天威势席卷而来 朱仁抬头 遍见有两道强大的身影连昧而来 直接落在了斜雨的身前 城主 朱仁对着女城主 布燕雨 布燕雨的目光却没有看他们 只是盯着秦问天 果然是的 他竟然回到了吴忧城 昔日秦问天 曾当着他的面 重伤了僵士一脉的疆狂 那时 谁也不知道 他会成为东盛先门百年盛世敌 东盛先帝 想要收他为弟子 都被拒绝 此事还是在千变帝君 统御云州以后 他才知道的 吴忧城的人 或许对这些不是很清楚 但他身为城主 自然对那些动向 很是关心 他脑海中 闪过诸多的念头 秦问天曾经和他们 也算是有些过节 如今 是否是前来 兴师问罪呢 吴忧城城主 布燕宇 见过秦少 只见布燕宇 对着秦问天 欠身低头 此一幕 又是震动诸人 先台进强者 吴忧城的城主 他称秦问天 秦少 对他低头欠身 这青年 是何等身份 布燕宇 你教子无方 如何处置 秦问天眼眸锋利 霸道开口 杖剑宗诸强者 心头俱颤 秦问天 面对仙台强者 竟然依旧 这般的强势吗 仙人 在粒子世界 代表着 至高无上的权威 昔日 黄极圣宗 为何那般的霸道 顺者昌 逆者亡 就是因为 黄极圣宗 拥有仙人存在 如今 秦问天 独自一人 面对仙台强者 依旧霸道如斯 简直难以想象 布燕宇和 邪尸的脸色 都变了下 只听邪尸 开口道 回去我好好 教训他 让他长长记性 我没问你 秦问天目光 扫了邪尸一眼 眼眸寒冷 邪尸的脸色 阴沉了下来 却听布燕宇道 秦少想要我 如何处置他 你身为无忧城城主 治理一城之地 任由邪尾横行 霸道 打压其他势力 视人命如草剑 邪尾该当处死 你这城主之位 也当退位 秦问天 冰冷开口 他的声音 宛若擒天霹雳 震颤在 诸人的内心 这青年 要定邪语的死罪 不仅如此 他还要让布燕宇 退下 城主之位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 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 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 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55集 我在吴忧城经营千年 即便云州一住 八十一郡 无尽城池城主位置 依旧不动 秦少如今一句话 就要我下来 还要定我而死罪 未免有些可笑了 布燕宇 看着秦问天道 秦少是代表谁 和我这无忧城城主说话 秦问天看到布燕宇的强势 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 低声说道 很好 他笑容锋利 而且寒冷 竟让布燕宇 感觉到心头为产 隐隐觉得眼前的青年 特别的危险 既然布城主 不喜欢我用身份和你说话 那么 我就以个人身份和你对话 当年 你城主府 请拿我朋友秦青 并且追杀鱼 这笔账 该算算 秦问天冷道 私人恩怨吗 布燕宇冷道 对 私人恩怨 秦问天道 那好 既然秦少这么说 也许我们要得罪了 布燕于眸子中闪过一抹杀鸡 看来这无忧城城主之位是无法继续坐下去了 秦问天现在何等身份 哪里会让他安稳 杀了秦问天也是后患无穷 只有去投奔东省仙门那边的势力了 只要实力在 不要这无忧城城主身份又如何呢 都滚出来吧 秦问天冷喝一声 天地一声闷笑 随即只见一道道身影从周围踏步而出 其中一人 身上竟隐隐有仙光环绕 乃是仙台强者 你是何人 秦问天问道 无忧城统领韩威 仙台强者开口道 见过新少 好 以后这城主之位 你暂时坚韧 秦问天淡默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布燕于放肆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秦问天 你太放肆了 即便你身上有仙念守护 我不杀你 只是将你擒拿 送往东圣仙门 也能换取好的职位吧 你找死 略欲冰冷说道 他身体踏出 顿时红色的仙芒耀天 璀璨无比 一股炙热之气 席卷这片虚空 使得诸人震撼 秦问天身后跟着的美女 竟然是仙台强者 仙台 仙剑宗的人一个个失神 感到心惊胆颤 那些之前出言不逊的青年 更是静若寒蝉 身体发泉 难怪这般嚣张 竟有仙台强者追随身边 不过 这可不够 布燕于和邪师身上 皆都绽放鲜威 一起踏步而出 邪师一声惊天怒吼 一拳轰出 惊天动地 仿佛有一尊可怕的狮王 咆哮而出 杀向炼狱 炼狱手指击出 仙台绽放强大行为 一头朱雀虚影 震天杀出 和邪师的攻击 碰撞在了一起 轰然炸裂 他的战力很强 邪师对着布燕于说道 两人同时踏步而出 弓龙一声惊天爆响声传出 邪师整个人化作了一尊庞大无比的妖兽 吞噬天地 直接降临炼狱神前 要将炼狱吞没掉来 炼狱体内仙台绽放无尽的光芒 刹那间浑身被药眼朱雀虚影包裹 与一闪药妖艳无双 他长笑一声 有炼狱之火席卷额上 朝着邪师轰伤而去 两人瞬间狂暴大战 邪师先台二重境界 炼狱和他战斗竟然丝毫不弱下风 每一击都有着毁灭之威 周围的人看得是心惊胆颤 翁伟生就在这时候 不焉雨的身体化作了一道幻影 直接跨过了炼狱 他的身影太快了 仙之身法瞬间出现在秦问天面前 强势贤危压迫秦问天 浑身都透着白色的仙之刀光 宛若一扇扇刀之羽翼 朝着秦问天斩杀而出 仙台强者的速度 快到杖剑宗的人都来不及反应 混天 杖剑宗诸人脸色大变 不焉雨眸子中带着一丝冰冷的笑容 刀之羽翼已经展露而下 吃吃吃 尖锐刺耳的声音传出 刀之羽翼斩在了秦问天的肩膀上 竟隐隐有绚丽的白色火光出现 没有血液 秦问天的手臂也没有被斩断 他依旧站在那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只是这一刻的秦问天 浑身流转璀璨浮纹 光环闪耀余生 这一刹那 仙光满天 洒落于天地间 秦问天沐浴于仙光之中 是如此超然 不可一世 这一刻的秦问天 是仙 这仙台 仗剑宗的人惊骇 震撼无比 死死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幕 秦问天 竟然踏上了仙路 啊 仗剑宗老祖浑身震颤 深吸口气 道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呀 难怪他说是让我的 这怎么可能 很多人惊骇欲绝 即便是仙 不焉于仙台强者 一击竟然斩不动他的手臂 他的肉身防御这么可怕吗 季飞雪 灵帅 断寒等人 看到这一幕 脑袋都停止了思考 秦问天 入了仙 楼宾宇看到那沐浴鲜光的身影 宛若绝带亡者般 能俯瞰天下 谁能动他 楼宾宇的眉眸一阵失神 心中随即又生出了 思思低落之雨 很是复杂 当然 脸色变得最厉害的 却是无忧城城主 不焉于 他的攻击 竟撼动不了秦问天 自寻死路 秦问天吐出一道声音 他的右手抬起 手指击出 可怕的仙光 蕴藏于这一指之上 两人距离太近了 不焉于根本躲不过这一指 扑呲一声 直落 仙光直接渗透入 不焉于的身体之中 直接击向了他的仙台 一股寂灭仙光 蕴藏于这一指之中 直接从他的仙台 穿透而过 一声惨叫 不焉于 仙台破嘴 这一指 蕴藏纤维 毁灭之威 直接破了 不焉于的仙台 这一刹呢 不焉于身上的 仙之光环消散 他痛苦地 看着秦问天 容颜都似要衰老 脸上出现了皱纹 仙台破 仙路断 仙气散 不焉于残叫声不断 仙台破了 他的仙台被秦问天击碎 仙路断绝 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他现在的命都还掌握在秦问天的手中 秦问天手掌一颤 顿时一只虚空大掌印 直接将不焉于 扣在虚空中 那些跟随邪语而来的强者身体不断地震颤着 看着秦问天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之意 还有敬畏 强横的实力 能够轻易得到他人的敬畏 这就是仙欲世界 之前他们本以为秦问天只是身份不凡 即便是不焉于都这么认为 但一交手 他们明白 岂止是身份而已 秦问天的实力 和秒杀无忧成主 不焉于 杖剑宗一个个无言 惊骇无比 目光凝视那傲视天下的背影 随手灭先 秦问天 他已经如此可怕了吗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56集 梅山建筑之前 都还有些嫉妒秦问天 但此刻 看到那绝世身影 他忽然间 生出一股落寞之意 他真正的明白 天才是不能用常理去揣夺的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和秦问天去比 他早该放下 属于前辈的身段 如今的秦问天 已经超越他太多 那是先 抬手可灭杀 其他先进强者的存在 这若放在以前 秦问天 就是能够抬手灭掉 皇级圣宗圣皇的人物 而圣皇在栗子世界 是至高无上的 他梅山建筑 从未想过要去挑战 这如何能比 嫉妒又有何意义 秦问天早已经和他 不是一个层次的 不 邪于脸色苍白如指 似乎这才反映过来 他的城主母亲 竟然不堪一击 这让平日里作威作福 横行霸道的他 瞬间感觉到浑身冰凉 仿佛嗅到了死神的气息 邪师发出了惊天的怒口 然而和他战斗的炼狱 战力竟然强横无比 他根本别想杀去 秦问天那边 不焉语被秦问天死死地扣着 目光看着秦问天 怎么会 你怎么会这么强 当初 秦问天在吴忧城的时候 修为才是低阶天象 即便他夺取了东圣仙门第一 但传闻也只是天象七重境界 这才十余年过去 他怎么可能就踏上了仙路 而且战力强横到如此地步 他无法理解 既然是私人恩怨 当初写语 请我朋友秦卿 预送他人为侍女 如今有待人杀上这里 横行霸道 在他手中有多少无辜之人丧命 为何他敢如此猖狂 为所欲为 只因为有一个包庇他的城主母亲 你们身为吴忧城城主 任由子嗣为非作歹 今日秦某 就替天行道 杀 秦问天手掌划过 一道剑芽 直接斩下 不焉语的身体 在虚空颤了颤 随后 无力地朝着下空 坠落而去 让邪语 以及他身周之人 一个个心惊胆颤 肝胆剧烈 仙台强者 已站在了吴忧城的顶端 不焉语 可是吴忧城城主 被秦问天当场斩杀 替天行道 邪诗化身恐怖大妖 疯狂怒吼 天地暴乱 妖气席卷天地 秦问天目光转过 扫向邪诗 冰冷开口 当你们纵容邪语 滥杀无辜之时 为何就没有想过今日 话音落下 一只虚空大掌翼 直接横跨空间 直接转向了邪语 不 邪语大喝一声 转身就要逃走 但他哪里是 秦问天的对手 瞬间就被 秦问天的 虚空大掌印抓住 他邪气滔天 然而那是因为 吴忧城 无人敢惹他 但如今 他性命不保 整个人 都在不停地颤抖着 你这种人 活在吴忧城 就是祸害 秦问天 大掌印一战 剑气 肆虐而过 人群只见那 大掌印中的邪语 身体焚碎 直接灰飞烟灭 仙台强者 不可战胜 邪诗和炼狱 还在大战 秦问天 看到炼狱 也站出了怒火 他化身炼狱 朱雀 周身全部是炼狱国海 焚天灭地 斜石残叫声不断 已是强弩之末 炼狱朱雀 是秦问天的妖兽 杖剑宗的人 一阵失神 原来那妖媚女子 竟然是秦问天 妖兽伙伴所化 即便是她的妖兽 都已入仙台 战礼逃天 好强 叶灵霜 喃喃自语 她看着炼狱 又看向秦问天的背影 似乎想起 当初在杖剑宗 遇到秦问天的情形 如今 她已经这么强了 练狱美女 还是很厉害的 虽然比我还差了不少 叶灵霜 怀中的小混蛋 嘀咕了一声 小爪子 不老实地爬呀爬 叶灵霜 早知道她的德行 直接揪着她的小耳朵 疼得小混蛋 呲牙裂嘴地道 嘴都夫人心 有嘴滑舌 是跟我的弟弟学的吧 叶灵霜在小混蛋的脑袋上拍了下 使得小混蛋气鼓鼓地瞪着她道 本宝宝可是妖心 就你呀 算了吧 叶灵霜鄙鄙视道 小混蛋脑袋转过道 哼 懒得理念 一道残叫声传出 邪师庞大无比的身躯 被炼狱鲜火笼罩 身体竟燃烧了起来 从体内燃烧到体外 宛若真的是人间炼狱 触目惊心 残叫声不断 邪师疯狂地暴动着 不过很快声音渐渐地熄灭 庞大的身躯朝着下空坠去 轰隆一声巨响传出 随即人群看到了邪师庞大的身躯 正在一点点的消失 炼狱鲜火会将她的身体彻底坟灭掉来 炼狱身上的火焰消散 她重新幻化为人形 这一刹那 之前用语言轻薄她的青年 一个个缩着脑袋 身体不断地往后面推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们竟然调戏了一个 能够诛杀斜尸的强大妖仙 这简直就是找死啊 看到炼狱那美妙的身躯 他们内心深处 虽然想要和她发生些什么 然而却只能压制在心底 更多的还是恐惧 这样的妖魅妖仙 不是他们能够染指的 只能仰抱 炼狱身形一闪 安静地站在了秦问天的身后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般 然而这片空间已经安静了下来 躲在暗处的强者也不敢冒头出来 无数道目光看着地上的尸体 一个个内心微微颤抖着 尤其是跟随斜语而来的人 他们害怕秦问天一怒之下将他们斩杀干净 如今以秦问天的仙台境界 根本不怕他们人多 在仙面前 天象境人再多也毫无作用 先知规则力量杀法而出 瞬间就能秒杀一群 秦问天的目光一一扫过诸人 看向身后的人群道 念在你们没有动手的份上 我放过你们这些追随者 你们自行将带头的几人废底 算是将功赎罪 我既往不救 那些为首的青年 一个个脸色惨白 只见身后浩荡的强者围了上去 死道友不死贫道 即便他们是这些青年的属下 但他们更不愿得罪秦问天 这能够一只诛仙的人物 那就是纯粹的找死了 对方连城主都杀了 还会在乎他们 他们的性命 只在秦问天的一念之间 动手 秦问天冷冷说道 这些人留着也是祸害 也该让无忧成的人 长长记忆心了 不要总是势强凌弱 横行霸道 一股狂暴的气势 居然间绽放而出 只听那些青年狂吼道 随后便被可怕的攻击淹没掉来 其余朱强望向秦问天这边依旧不敢乱动 走吧 秦问天大手一挥 猪人如蒙大赦 片刻也不敢停留 直接闪烁离去 没够多久 猪人就走得干干净净 一个不剩 秦问天目光转过 只见仗剑宗的人 目光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叶灵霜站在旁边 笑盈盈地看着他 小子 成仙了还瞒着我们 张建宗的老祖 瞪着秦问天等 我都说了让了你 你不信 秦问天耸了耸肩 又似乎变得人畜无憾 显得极有亲和力 但此刻诸人 看到他这样的一面 感觉确实和之前截然不同 他们忘不掉秦问天 抬手灭仙台的一幕 忘不了他一眼 震慑浩荡强者的霸道一面 秦问天 只是对他们才如此 他已经是仙 而且必然身份非凡 城主都畏惧他 称他情上 问天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啊 叶灵霜笑看着秦问天 非常好奇 我正要和你们说此事 秦问天说道 如今立此时节 遭到入侵 我需立即赶回去 我会留一道仙念 在凌霜解你身上 这道仙念会有自我意识 你们前往江陵郡的主城 找到江陵郡郡王 告诉他 是我秦问天 让你们去找他的 让郡王带你们前往 云州千变仙门 这 帐剑宗主人 听到秦问天的话 内心狠狠地震动着 他们虽然来先遇不久 但也知道 云州八十一郡 吴忧城只是江陵郡 无数城池中的一个 秦问天 让他们直接去找郡王 这太疯狂了 秦问天究竟是什么身份 而且似乎还不仅是这样 秦问天的意思 是让郡王带他们 前往云州的千变仙门 这势力好像听过一样 应该是云州的顶级势力 叶灵霜美眸闪烁 看着秦问天 这家伙 看来在仙玉非常好啊 张建宗所有人 都更好奇秦问天的身份 这混得未免也太好了吧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57集 张建宗的人 出来仙玉 没有太长的时间 一直在谋求生存 处在吴忧城 这座小城 对于千变仙门 这样的庞然大物 自然是很难有交集 吴忧城太小了 81郡之一 江陵郡的一城而已 吴忧城的人 也很少会提到千变仙门 这距离他们太过遥远 莫说千变仙门 即便是云州的一些 圣地顶级势力 他们都很少提及到 不是他们这个层次的 秦问天也不知该如何解释 天伏界不能说 千变仙门 严格意义上而言 并非是他的宗门 只是天伏界 和千变帝君有渊源而已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秦问天笑道 林双姐 我留在你身上的仙念 可能会需要用到 因此 会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仙念 是我的一缕念头 没有攻击性 不过 你做什么 我都会知道 姐 你不介意吧 叶林双脸色微红 白了秦问天一眼 好 不该看的不许偷看啊 绝对不会 秦问天点了点头 这样的仙念 没有攻击力 是他的一个念头 而且不能一直存在 很容易就消失 比较无用 但他要先去 粒子世界 看看情况 若是那里的情形 超过了自己的预料 那么 就需要这仙念了 这也是秦问天 让障见宗的人 去牵遍仙门的原因 听楼宾宇的话 粒子世界的情况 应该挺严重 那你留吧 叶林双撇了撇嘴 随即 只见秦问天 眼眸微闭 身上仙光闪耀 一道仙芒 笼罩着叶林双的身体 这光芒 仿佛渗入她身体之中 随即消散 叶林双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感觉有些怪怪的 俏脸有些红 不过 他和秦问天 轻如姐弟 也不在意这些了 秦问天睁开眼睛 手掌一挥 急到仙兵出现 递给障见宗老祖道 老祖 这仙兵 你们拿着 好 障见宗老祖 也不客气 大手一挥 就收了起来 记得 尽快赶去 江陵郡主城 让郡王送你们前往 千变仙门 路途中 不要节外生枝 再先遇 如同今日这种事情 时又发生 秦问天 看向障见宗诸人 对着他们拱了拱手道 我先回家先看看 千变仙门再会 告辞了 说吧 他身体朝着虚空而去 炼狱紧随其后 再见了 小混蛋 对着叶灵霜 挥了挥小爪子 随即狂风大作 他竟化作一尊 精致大鹏鸟 宛若闪电般 冲天而起 落在秦问天 和炼狱的脚下 直冲云霄而去 这 障见宗的人一愣 这小混蛋 也成了妖仙 叶灵霜美眸一闪一闪的 随即灿烂的一笑 道 金灵其实是荣物啊 入了仙玉 变成龙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啊 眉山剑主心中怅染 看着那三道身影无言 他不由得 看了一眼 自己的弟子楼宾宇 他忽然觉得 他这师尊 可能耽误了楼宾宇 如若楼宾宇 跟随着秦问天 这样的人物 成就可能会更高吧 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出发吧 障见宗老祖开口道 这小子刘仙年 在凌霜身上 必是担心 在栗子世界 遇到意外情狂 他好直接 从那千变仙门 找及强者过去 我们不能耽误他的时间 是 猪人纷纷点头 他们也猜到了 秦问天的用意 应该是如此 秦问天身体扶摇而上 不断朝着天穷而去 先进强者 能够超脱 仙域世界规则的束缚 到达虚空之上 找到那些 力子世界 渐渐地 一股强大的规则力量 降临在他的身上 他感觉身上 有着不小的束缚 化身 金翅大棚的小混蛋 怒笑一声 金色的雨一煽动 破开一切 直冲云霄而去 他们的身体 越来越高 飞行了很久 秦问天 在看地面的时候 也不知道哪里是上 哪里是下 正如当初 剑圣李牧白所言 这都是相对的 那璀璨无垠 茫茫仙域世界 辽阔到无边无际 随着他身体越来越高 能够看到的地方 越来越多 但都是模糊的 并不清晰 终于 又是一声 力笑声传出 金翅大棚 直接穿透了 一层束缚力量 刹那间 那股规则力量 仿佛消失 他们的身体 仿佛在无垠的星空 在秦问天的身前 似乎漂浮着 许多栗子 看起来很近 但实则 也是非常遥远 其中许多栗子 只是看起来很小 但却是一个世界 小家伙 敢知道了吗 秦问天 对着小混蛋问道 嗯 小混蛋点头 鱼翼闪烁 朝着某一方向 急速前行 栗子世界无尽 然而 无命修饰的感知 是非常强烈的 成仙之后 更是如此 能够感知到 自己生存过的 栗子世界 秦问天 他感知到了 小混蛋 同样也感知到了 一人两大妖仙 似在星空中行走 秦问天 目光转过 他看到遥远的地方 同样有着一道身影 穿梭于虚空 大概是其他 粒子世界的强者 秦问天甚至在想 在无垠的星空中 究竟有多少 仙玉般的存在 这一点 恐怕即便是仙玉 都无人知晓 在星空中游走 你才会发现 自己有多渺小 许久之后 黄极圣玉的上空 有着几道身影 从天穷飘落而下 金翅大鹏 已经化作本尊 被炼玉抱在怀中 秦问天 扫了一眼周围 是黄极圣玉的 一座城池 城中人隐重重 他们的目光 望向虚空降落的 两道身影 皆都感觉到 两人气质不凡 不知是何方人物 秦问天身体降临下空 先念笼罩数百里之地 很快知道了身在何方 竟然在大周皇朝境内 先去圣皇城 秦问天 瞧步一趟 身影直接从原地消失 那些注视着他的身影 都神色一宁 露出震惊之色 好快的速度 这是什么人 黄极圣玉虽然极为辽阔 但若是相比仙玉而言 太小了 如今秦问天 已是仙台境界 从大周皇朝 到圣皇城 也用不了多久 圣皇城依旧繁华 人来人往 仿佛不会停息 昔日药皇谷 迁居圣皇城 在此地和皇籍圣宗 争霸天下霸主之权 后帝天率人灭 皇籍圣宗 药皇谷成为圣皇城 新的霸主 皇籍圣玉最强的势力 药皇谷应当是繁华一片 然而当秦问天站在药皇谷建筑横梁之上时 却发现整个药皇谷被破坏殆尽 残破不堪 一座座灰红的建筑破碎 大地都有许多裂缝 死寂一片 曾经辉煌一时的圣地 如今成为了无人踏足的死地 他身形闪烁 落在了一座古峰之上 这是他曾经和清城 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然而如今 那些翠绿古树已经枯死 再无生机 秦问天神色 看起来非常平静 然而内心却是冰冷无比 药皇谷被摧毁了 能够有能力摧毁药皇谷 毫无疑问 绝非是皇籍圣宗的本土势力 而是外来势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景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暴更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58集 药皇谷外 由身影闪烁而来 每一人都实力强劲 拥有天想修为 远处诸人一个个静若寒蝉 看着这些强者 是星河公会的 谁还敢去药皇谷啊 真是找死 星河公会已经下令 追缴药皇谷余孽 有他作药皇谷之人杀无赦 竟然还有人敢前去 真是活腻了 远处的人群议论纷纷 他们的声音 竟接落在了秦问天的耳中 只见秦问天身形飘动 来到药皇谷外 看着那些前来的强者 星河公会 灭了药皇谷 而且 追杀药皇谷余孽 清城 秦问天眼眸壁上 只见那一型强者 已经围了上来 他们冰冷的目光 指使秦问天 以及炼律 冰冷道 给我一个不杀 你的理由 你们是星河公会的 闭着眼睛的秦问天 开口问道 那些人眉头微皱 只听秦问天又道 药皇 他可还在 你找死 其中一人冰冷说道 然而就在此刻 秦问天双眸睁开 一道可怕的寒芒 暴射而出 刹那间 一股窒息的围压降临 那一型强者 脸色瞬间变了 只感觉 置身于一股 无法抗衡的围压之中 颤抖着身体问道 阁下是何人 我问你们话 秦问天脚步往前迈出 这一步落下 只听一声惨叫传出 只听最左边那人 心脉 直接被震碎 露出骇然欲绝的 惊恐之色 身体软软的 朝着下空坠落而去 其余之人脸色 瞬间惨白如指 却听秦问天又道 药皇可还活着 不知道 药皇他重伤逃亡中 声色不明 一人被秦问天盯着 不敢不说 药皇弟子墨青城呢 秦问天又问道 不知道 那人摇头说道 前辈究竟是何人 我星河公会 如今统一着粒子世界 即便是仙台存在 一样抗衡不了 前辈不要自悟 他自知性命 掌控在秦问天手中 这边服软的同时 不忘以星河公会 施压秦问天 强者如云 星河公会知道 药皇谷曾率先台大军 灭皇级圣松 然而即便那些强者都在 依然动摇不了我星河公会 没有人能触犯 星河公会的威严 那强者冷冷开口 自强硬了几分 秦问天浑身冰冷 他转过身 踏步而去 冰冷开口道 杀 话音落下 一股纤维从身后绽放 虚空中 出现一道道夺命剑芒 斩落而下 扑呲的声响传出 那些星河公会的强者 身体颤抖着 鲜血洒落 身体朝着下空坠去 他是谁 看着星河公会强者身体坠落 药皇谷远处 诸人内心掀起了惊涛海浪 自星河公会降临皇极圣域以来 天下大乱 腰皇古灭 皇极圣域所有的城池将重建 星河公会 星河公会不问外事 但却须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无冕之王 不服者镇压杀无赦 这个世界本就有星河公会存在 只是因为在几十年前 出现了一个风华绝代的人物 他让药皇谷击败了当时 如日中天的皇极圣宗 他一直看不惯星河公会的存在 打压了星河公会 谁也没有想到 星河公会会掀起这般狂暴的反扑 这个世界 只是粒子世界 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当年天穷先将 东圣先帝与整个世界收徒 天下皆知 星河公会就是外来势力 他们从外面的世界降临先进强者 无人能够抗衡 当初若非药皇逃得快 早已陨落 整个世界 无人能够忤逆星河公会 无人敢站在药皇谷一边 但今天 有一青年出现 他降临药皇谷 竟然杀了星河公会的强者 他是谁 好像有些眼熟 似乎见过 诸人一轮 就在这时 一年龄颇大的老者走到人群前方 目光凝望着那消失的身影 道 他回来了 是 诸人目光望向他 老者眼眸中锋芒闪耀 道 虽然气质变了 虽然相隔二十多年 传奇依旧是传奇 他是 说着老者缓缓转身 望向诸人 夺目之光 从眼眸中射出 道 秦问天 红的一声 这声音宛若一道晴天霹雳 震产于诸人的耳膜之中 一些感觉到眼熟之人 眼中更是射出夺目之光 没错 只是气质变了 他们竟然忘了 他们竟然忘了这传奇人物 当年既别遥遥相望 站在大地上 仰望天穷之上的他 但这皇极圣宗的传奇人物 他们依旧记得他的风采 记忆瞬间涌现 仿佛回到了多年前 秦问天 一些年少的人 在长辈的口中听说过这名字 心中涌现无尽的期待 他真的如同传说般耀眼吗 当年他能够帮助药黄谷 掀翻曾经的霸主 黄极圣宗 如今 秦问天归来 面临的对手 却比当年的皇极圣宗 强大太多了 秦问天离开了 药黄谷消失 如今 最为要紧的是 找到药黄和清城 大厦 楚国 毫无疑问 这是墨清城 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只是如今 秦问天不知道 大厦皇朝怎么样了 大厦皇朝 距离圣皇城 非常遥远 曾经秦问天从大厦出发 前往黄极圣宇 需要耗时许久 但那是曾经 如今 这些距离 对他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一段时间后 秦问天的身影 已经从圣皇城 到了大厦皇朝 大厦皇朝的皇宫 依旧威严气败 并未被毁去 但当秦问天 站在皇宫之上的时候 他的心 却在不断地往下沉 秦媚仙子不在 刑老不在 当年随他一同大厦的人 几乎都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一群陌生的身影 这些人 不仅占据了大厦皇宫 而且还在寻找着什么 似乎想要从皇宫中 找到宝藏 秦问天听了片刻 便知道了 他们是什么人 竟然是曾经附属于大厦皇宫的各大霸主级势力人物 你们在做什么 秦问天冰冷的声音落下 席卷天地 笼罩整个大厦皇宫 刹那间 一道道身影闪电般腾空而出 当他们的目光看到秦问天的刹那 许多人脸色瞬间变 显然认得秦问天 秦问天 一位身穿红袍的老者 目光凝固在那 秦问天脚步一趟 一股剑气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刹那间 他脚下出现恐怖剑芒 只一瞬间 一座座剑主被丝成粉碎 化作尘埃 那股剑气扫荡在大地之上 大地出现一道道裂缝 恐怖的剑威 瞬间笼罩住大厦皇宫 所有人都仿佛感觉到天危降临 一个个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秦问天 他回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景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59集 出来几个人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秦问天神色默然 主宰众生性命 你想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 一定回答 有人躬身道 秦问天太强了 当年秦问天对他们而言 就是渴望不可及的人物 更何况是今天 此刻 整座大夏皇朝的皇宫 都被一股贱墓 所笼罩 只需要秦问天一个念头 所有人都要灰飞烟灭 大夏皇宫之外 无数人抬头 看向大夏皇宫这边 一个个心惊胆颤 整个辽阔的大夏皇宫 竟然被一股滔天剑墓 包裹在内 这太可怕了 谁在那儿 无数道身影 朝着大夏皇宫的方向 缓缓走去 带着敬伟之心 什么样的强者 能够在一念之间 以剑气笼罩整座皇宫呢 皇宫内 秦问天目光望向诸人 冰冷问道 曾执掌大夏的皇宫诸人何在 发生了什么 前段时间 星河宫会有强者降临 召告天下 要天下成职 见星河宫会已供奉 直接攻破了药皇国 而且还只是 星河宫会的先前阵容 他们后续陆续有强者降临 大夏皇宫之人 得到消息之后 一息消失 应该是有人下令 躲避星河宫会 大夏皇朝当年 曾打压星河宫会 不允许星河宫会 在大夏出现 有人回应秦问天的话 开口道 后来 星河宫会降临 下令悬赏 追杀大夏皇宫诸人 至于这座皇宫 已经是空城 我们才前来此地驻足 看看是否能找到 大夏皇宫中的一些宝物 星河宫会 有没有找到他们 请问天问道 应该没有 星河宫会 根本没有自己动手的意思 他们照告天下后 开始重新招收 星河宫会弟子 天下响应者云集 在整个天下 各城池建造 最会皇的建筑 当作星河宫会的分会 正天下人都知道 他们星河宫会是怎样的存在 他们似乎 似乎对大夏皇宫的人 不屑一顾 那人说着停了下来 请问天冷道 继续说 是 他们若是全力以赴 恐怕翻手间就能灭掉 昔日的大夏皇宫珠墙 只是将这件事交给了部分下属 以及那些想要邀功的势力 如今昔日的大夏皇族 已成为人人追杀的对象 有几次被追杀到 发生过战斗 就在他说话之时 建木上空之地 出现了诸多身披一色长袍的强者身影 他们眉头紧锁 望向下方皇宫 除了他们星河宫会 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强的人物 阁下是何人 有声音传来 秦问天没有去看上空 只是对着那说话之人问道 这些人是星河宫会的吧 是 诸人点头 秦问天抬起头 望向虚空 眼眸中杀意凌厉 他身体漂浮而起 刹那间 远处的诸人 发现笼罩整座大夏皇宫的建木洞了 朝着天穹卷了过去 宛若惊涛骇浪 席卷天穹 这一刹那 那些星河宫会的人 脸色大变 喊道 我等是星河宫会之人 阁下是谁 秦问天没有理会 剑木 鹿卷天穹 一道道 剑光 洒落于天 卷向了那些星河宫会的强者 他们脸色惨白 露出惊恐神色 还有震撼 这个世界 竟然还有人敢杀他们星河宫会的强者 不 不 不 一道道怒吼声传出 剑木卷过 斩灭一切 只一刹那 那些星河宫会的强者 竟化作剑木中的尘埃 直接湮灭于虚空中 震撼人心 这 黄宫诸人身体微微颤抖着 还好秦问天没有杀他们 黄宫之外 无数道目光望向那边 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这一幕太过可怕 究竟是何人 随即 他们只见一道俊秀身影 缓缓腾空而起 站在了虚空之上 看到那张俊义的面孔 不少人都立即生出熟悉的感觉 似乎似曾相识 远处 有强者呼啸而来 街头身披星河工会的长袍 他们看到前方的一幕 吓呆了 远远地看着秦问天道 秦问 前辈是何人 秦问天 一道声音 从秦问天的嘴中吐出 宛若一道秦天逼利 正掺于大厦诸人的心头 大厦君主 秦问天 他回来了 星河工会的人神色已僵 他们的身体 果然间就转过 转身就想要逃走 却见炼狱身形一闪 宛若闪电般 直接降临他们身后 手掌挥动 一道道炼狱火光卷过 那些身影 瞬间被坟灭为虚无 只留下一道道残叫声 我秦问天 不允许这大象 不允许这天下 有星河工会存在 以前如此 未来依旧 从今日起 赋予星河工会之人 杀无赦 一道声音席卷天地 像是一声滚滚天雷般 将数百里区域笼罩其中 这一刹那 无数人抬头望向大厦皇宫的方向 他们内心突然间疯狂地颤动了起来 我秦问天 不允许这大象 不允许这天下 有星河工会存在 以前如此 未来依旧 从今日起 赋予星河工会之人 杀无赦 秦问天回来了 大厦君王归来 这天下究竟是星河工会的天下 还是秦问天的天下 秦问天身体悬浮于虚空之上 他茫然四顾 一时竟不知该前往何方寻找 虽然如今他的速度极快 可前往这粒子世界的每一处地方 但那是直线前往 知道目的地 但要在茫茫世界找出一个人来 他现在的境界还明显不够 除非是超强的仙王竟存在 仙面比仙台人物庞大无数倍 站在星空中 能以仙念笼罩整个粒子世界 炼狱 秦问天开口道 主人 炼狱走上前 他似能够感受到秦问天的心情 清诚他认识你 你前往高空化身朱雀 释放炼狱之火 在高空中飞行 清诚若是看到 就会知道我回来了 秦问天对着炼狱说道 炼狱点头 随即一声长鸣 身体冲天而起 在虚空中 他的身影陡然间化身炼狱猪雀 直冲云霄 火焰逃天 远处诸人看到这一幕 内心震撼 那是猪雀先妖 小混蛋 你化身金翅大鹏 去楚国寻找 若是找到 呼唤我 秦问天又对着尖头的小混蛋说道 啊 小混蛋这时也极为的乖巧 低声说了句 身体便窜了出去 嗡的一声 狂风呼啸 他的身体化身金翅大鹏 朝着楚国的方向 急驰而去 这 看到这一幕 诸人无言 大夏昔日君主 秦问天归来 他身边的两尊妖兽 都化身大妖 大夏星河宫会在哪里 秦问天看向下方皇宫中的人问道 距离这里不远 西北方向 一人说道 秦问天身体转过 踏步而出 一步仿佛横跨了虚空 朝着西北方向而去 没过片刻 他的鲜艳笼罩之下 看到了一座高耸入天的建筑 比之大夏皇朝还要辉鸿大气 正是如今在大夏所建的星河工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此时 星河工会诸人都有些紧张 他们纷纷朝着外面闪烁而出 似乎准备离开 之前秦问天 那狂傲的声音响彻天地 他们知道 秦问天回来了 大夏星河工会 不过是分会 没有人对付得了秦问天 但就在这一时 一道声音突兀间降临 直接落在了 星河工会的上空之地 冰冷的眼眸凝视着前方 秦问天发现 星河工会的人 虽然准备撤离 但依旧有很多强者在 显然 域外来客降临 星河工会 以无上的姿态 开始扫荡整个粒子世界 各方强者 纷纷加入其中 秦问天先念一扫 他看到了 星河工会的悬赏令 顿时怒发飞扬 在空中疯狂舞动 好高的悬赏 杀大夏皇室主要人物 至少都是悬赏 五阶神兵一剑 星河工会 不愧拥有自己的炼器垫 真是奢侈 悬赏通缉令中 赫然就有耀皇 亲妹仙子等人在 甚至 叶清云 欧阳狂生 墨清城 一个不少 全部都在 星河工会的悬赏通缉令上 其中 耀皇和墨清城的悬赏 是最高的 星河工会 先抬强者 不懈亲自去追上 只需这悬赏令颁发 这般恐怖的悬赏 足以让整个粒子世界的人 去寻找追杀 亲妹仙子等人 他们 无处藏身 迟早会被擒拿 死路一条 甚至都无需 星河工会 亲自出手 这悬赏通缉令 同样是 星河工会的 立威手段 想必此刻 已经出现在 粒子世界的 所有 星河工会的 峰会中 封离上 秦问天身体 朝前闪烁 身上剑气席卷天地 所过之处 只见一尊尊 身披星河工会 长袍的强者 朝着下空坠落 直接被剑气诛命 无数人抬头 看向这边的一幕 眼睛死死地 看着那震撼的一幕 秦问天 站在了星河工会顶端 从他的身上 一股至强的 可怕的剑气 疯狂卷过 将整座高耸入天的 星河工会 笼罩在 这股剑气当中 虚空中的秦问天 长袍无风自动 宛若一尊杀神般 星河工会 重赏通缉 诛杀他的 亲人好友 在看到那份 悬赏令的刹那 星河工会 已经和秦问天 站在了绝对的 对立面 有着无法 化解的 生死仇恨 星河工会 要他所有 亲人朋友的命 包括他的妻子 墨青城 狂暴的剑气 席卷而过 痴痴的声响传出 那滔天剑气 卷过 星河工会的建筑 诸人看到 整座星河工会 在被撕裂 被一道道剑气 疯狂的撕裂斩面 那股风暴 越来越可怕 对于大厦的 星河工会而言 这是末日惩罚 秦问天脚下 星河工会 寸寸撕裂毁灭 最终竟然化作了 一堆尘埃 无数栗子 飘扬在虚空之中 这座新起的 辉煌星河工会 还没有过多久 就沦为了历史 化作了 风中尘埃 秦问天身形一闪 刹那间 便消失于此处 远处诸人 宁望那消失的 星河工会 灵魂都好似在颤动 大厦君主归来 复仇的火焰 将燃烧向 整个世界吗 还好我没有加入 星河工会 有人暗自庆幸 一些曾想要加入 星河工会 被拒绝的人 只感觉浑身 早已经湿透了 就在秦问天到来的 那一刻前 他们还将这 兴起的星河工会 封为圣地 将成为天下新的霸主 无人能够抗衡 入了星河工会 代表无上荣耀 然而 没有人想到一瞬间 所有的一切 皆都破碎 那些加入星河工会 趾高气昂的人 在刚才那一刻 会有着怎样的绝望吗 秦问天做错了吗 没有人会这么觉得 即便刚才那一刻 他化作了杀神 但他们能够想象 秦问天内心的愤怒 这位曾经大厦的君主 一统大厦 乃至整个天下的传奇人物 在他归来的时候 看到星河工会 重重悬赏通缉 要杀他的所有亲朋好友 可以想象 他心中燃烧着 怎样的怒火 那些加入星河工会的人 也应该明白 一旦他们选择加入 就必然是和 昔日的大厦君主 秦问天 站在了绝对的对立面 大厦皇朝的高空之上 一头朱雀 绽放漫天鸿芒 环绕着大厦皇朝 辽阔的疆域飞行 他的速度极快 双眸炯炯有神 盯着下方望去 他知道 秦问天心中的着急 即便踏遍整个大厦皇朝的 每一寸土地 他都要将 穆华清城找出来 秦问天同样没有停留 他在离开青州城后 直奔腰州城的方向 他要前往每一个 亲妹仙子 曾经停留过的地方 这样会有希望 找到亲妹仙子 不过如今 新河宫会下令 整个天下通级 亲妹仙子 他们必然躲在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腰州城外 当年的仙池宫 秦问天想要去那里看看 这是一座 位居森林山脉中的城池 甚至有着许多妖兽 在此地居住 秦问天到达仙池宫的时候 他又失望了 没有亲妹仙子 他们的身影 不过 却有战斗的痕迹 四处都遭到了破坏 翁的一声 秦问天的身体 直接消失在了这里 继续朝另外的方向前行 这次 他准备前往仓王宫 复兴使地 任何亲妹仙子 有可能驻足的地方 在大夏皇朝的一处 极为隐秘之地 有着一片翠绿的竹林 在这片地方 建造了不少小屋 像是一个简单的影视部落般 竹林中 一处地方 有着不少身影在 其中一人身材很胖 躺在地上 低声道 这样必是逃亡的日子 何时是个头啊 受不了了 只见身旁一位身穿 火红色衣衫的成熟美女 看着地上的她 还想说道 没 能够天天看到世界 还是挺幸福的 胖子看到美女那笑容 打了个冷颤 是吗 我要和玄星好好聊聊了 哼 女子笑着道 恩杰 你又饶了我吧 胖子身体一哆嗦 哼 一道骄横声传来 竹林中 又有好几人走了过来 其中一人风流倜傥 身旁两位美人 其中一人正视悬心 走向胖子道 樊乐 我们大家商量好了 明日 你去打算消息 不带这么坑情符的吧 胖子脸上的肥肉 颤了颤 死胖子 这可是大事啊 我们的安全 就都在你手上了 欧阳走了过来 笑看着胖子道 算了 我觉得这地方 他们暂时还找不到 还是谨慎些好 不少前辈都受伤了 若实在被追杀几次 恐怕是 都难逃一劫 欧阳狂声 神色凝重 猪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天下之大 如今似乎没有他们的去处了 如今 他们甚至斩断了外界的情报 就是为了不被人追踪的 他们明白 整个天下的人都在盯着他们 每一人都被重赏通缉 听闻那家伙曾经在这里养杀 清儿在这里照顾他很久 曹王公就不势力在这里聚集 现在也不知道那家伙在仙玉怎么样了 胖子抬头看向天穷 你们说 仙玉究竟离粒子世界有多远啊 谁知道呢 都说仙玉辽阔无尽 他恐怕回不来了 欧阳狂声 叹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暴更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61集 是啊 就算来了也没用了 谁想到星河宫会势力这么强呢 看来我们这些兄弟 这辈子是见不到了 凡乐叹息一声 双手垫在脑袋下 看着虚空发呆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呢 欧阳身旁的江婷 笑着道 当年 不也发生过很多奇迹吗 不到最后一刻 谁知道啊 听天由命吧 我这当师姐的 被那混蛋小子给坑惨了 这辈子劳碌命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想想轻浮呀 若欢在旁边嘀咕了声 虽是在抱怨 想到那家伙 他美眸中 依旧带着异样的光彩 含着笑容 这些人虽然谈笑风生 但任谁都知道 这次他们面临什么 星河宫会 以绝对霸主的姿态 降临栗子世界 统御天下 天下莫感不从 况且 还有那降临丰厚的悬赏令 他们每一个人的脑袋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要知道 药皇谷 可是留有很多 仙台静强者仙念的 这件事不为人知 但星河宫会降临的时候 积伤药皇 药皇谷诸仙念出现 竟然根本没有 震慑住星河宫会 他们直接将这些仙念 给抹掉了 告诉仙念的主人 不要多管闲事 随后 覆灭药皇谷 面对这样的势力 他们如今 只能苟延残喘 如今 只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 师姐 等我成仙了 肯定带你想赴 凡乐胖子 对着若欢道 就你还成仙 若欢撇嘴一笑 周围诸人都笑了起来 轰的一声 陡然间 大地猛烈地颤动了下 似乎有一声 惊雷炸响 欧阳狂声眼中 闪过一道冰冷的寒芒 躲在这里都阴魂不散 这天下 怕是没有地方 可以躲藏了 胖子眼睛 眯了起来 冷芒闪烁 看来这一次 在劫难逃 不过 认识你们挺好 尤其是那混蛋小子 可惜啊 有可能 见不到他最后一面了 若欢咯咯地笑着 不过眼睛 却有些红 他们已经 不少强者受伤了 这次又不知道 会遭到怎样的攻击 诸人纷纷站起身来 朝着外面闪烁而去 身上冷意释放 做好战斗准备 竹林外 青妹仙子等各方强者都在 大夏皇朝旧部 也既是当初 苍王宫的旧部势力 玄音殿的势力等 纷纷出现了 他们率领各方强者 准备引敌 四面方向 轰鸣声不断 开始围剿而来的强者 不再潜伏 而是直接发动了猛攻 破除外围的伏击 很快就杀到了人群的视线当中 只见各方人马浩浩荡荡围杀过来 他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 是新河工会想要立功的人 大部分都是来自各方的强者 都想要拿着这些人的人头 邀功临赏 只见一道笑声传来 亲妹仙子的身影出现 看着对方的人群 看来前去探路的人被擒拿 朱杀掉 那是他们皇宫一批非常杰出的年轻人 陨落在外 自从悬赏令发布 他们的人无时无刻 不再减少 你们中有很多都曾是我大下皇朝统下 甚至是当年臣服的霸主及势力 这些年来 皇朝带你们不保 竟然加入追杀阵营 亲妹仙子神色冰冷 亲妹 时时务者为俊杰 生存于事 我等自当顺应大事 只见一位老者开口说道 正是当初臣服的大下霸主 及势力人物领袖 无耻 亲妹仙子冷冰冰地说道 无耻 那人冷笑道 这么多年来 亲妹仙子可真是风采依旧 魅力无双啊 我还没有享用过妖女的滋味 话音落下 顿时许多人都宁笑了起来 而亲妹仙子阵容中的人 则怒气逃天 就想要杀过去 不要动怒 结账 他们刻意再激怒你们 莫要乱了阵脚 亲妹仙子开口说道 各大阵营的强者 纷纷点头 结下大阵 他们之所以 能够在不停地追杀中活下来 依靠的就是群体的力量 他们是完整的 而对方是各大势力的人 无法统一 没有阵法力量 哈哈哈哈 清妹仙子虽然年纪大了点 却风采犹存 就给你们这些老家伙享用 其余那些女弟子 还有悬音殿的女子 林梦怡 江婷 若欢白鲁怡他们 可都是难得的美人 大家可不要杀死了 废了修为就行 这些美女 要留着慢慢享用 有一道邪恶的声音响起 刻意激怒对面猪人 扰乱他们心神 让他们自乱阵脚 果然 这声音落下之后 许多女子都露出冰冷之色 恨不得立即独自杀出去 将说话之人斩杀当场 诸位 要想活捉 那就拿出点实力来 围上去 有星河公会的人下令道 顿时猪人纷纷围了上去 且战且退 亲妹仙子眼神冰冷道 你们以为这次还退得了 一道冷漠声音响起 随即猪人的身后 有一股股强横气息 冲天而起 亲妹仙子回头望去 她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起来 他们将力量全部集中在一起 不分散人手 就是为了防止被逐个击破 能够有一战之力 却依旧低估了许多人的卑鄙 当年 他们统御大厦的时候 整个皇朝莫敢不从 如今星河公会降临 整个大厦 无数人造反 加入围杀他们的群体 甚至他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难怪你们能这么快找到这里 亲妹仙子看着后方的那些身影 本来是自己人 乃是当初 秦问天定顶大厦之时 宣布执掌大厦权力的四大势力之一 秦问天当初让你们执掌大厦之权 和玄音殿江家享受同等权力 这些年辉煌一时 没想到你们会叛变 亲妹仙子声音很冷 亲妹 顺英大势方是我千绝盟所为 当初我们正是顺英大势 站在了秦问天一方 如今时代变了 秦问天已经成为过去 星河工会执掌这个世界 千绝盟不能灭亡 不要怪我们 千绝盟盟主开口说道 哼 叛徒竟也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玄音殿殿主冷声说道 千绝盟不能毁在我手里 千绝盟盟主回应 你就不怕 有朝一日秦问天回来 知晓绝我大下之时 你千绝盟叛变 复仇吗 云梦怡身上光彩烧人 冷漠的眼睛盯着千绝盟 诸强者道 没希望了 你看这天下 秦问天即便在你天 他也翻不了天了 千绝盟的盟主 大意凛然地说道 丝毫没有身为叛徒的羞耻 诸人更是绝望 本来双方实力就有差距 如今内部再出现叛徒 无力回天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62集 这次真的逃不掉了吗 白鹿仪依旧易如王熙般秀美 单纯的容颜 丰满的身姿 让人垂涎欲滴 他那冷冰冰的脸上 此刻却带着一丝绝望 不要灰心 小宇 我会掩护你 你一定要杀出去 白鹿仪的大哥白鹿锦开口道 不过这句话却似乎有些底气不足 要是他在就好了 白鹿仪笑了笑 白鹿锦看着自己的妹妹 心中暗叹 看来这丫头还是忘不了她 正如当年秦问天离别时 白鹿仪那遗报所说 遇到了秦问天这样的男人 这粒子世界 又有谁还能被他看在眼里 别想了 他怎么可能出现 白鹿仪苦笑道 是啊 这辈子再见不到了 白鹿仪笑了笑 似乎想起了当初在白鹿书院 和秦问天在一起修行神文的时光 虽然无缘 但认识本身也是一种美好 虽然有些残酷 你们若是识时务 也不会有今日的结局 还在指望秦问天归来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千绝蒙的盟主继续开口道 显然如今的他需要讨好新河工会 不要被秋后算账 毕竟他们曾是大夏皇朝旧部的势力 是吗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间响起 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落在所有人的耳膜之中 让诸人的内心猛地颤了下 谁 千绝蒙的盟主 抬头朝着八方望去 没有人 一点声息都没有 你说呢 这声音虚无缥缈 仿佛人还在很远的地方 只是声音先来 千绝蒙的盟主 脸色不断变坏 看着虚空的 装神弄鬼 滚出来 话音落下 远处突然就有着一道细微的风声响起 他们的目光转过 随即看到了一道残影 这残影的速度太快 快到他们的眼睛都无法看清楚 风的声 黄蜂掠过 在双方人群的中间 那拉长的残影皈依 化作一道俊意无双的青年身影 他身披一袭白衣 长发飘扬 浑身透着一股不可一世之气感 超凡脱俗 随意地往那里一站 仿佛整个世界 唯有他一人而已 这一刻 这片空间安静了下了 那说话的千绝蒙蒙主 看清楚那俊逸的身影之后 他的身体颤了下 双腿都有些软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回来 亲密仙子等人 看到勤问天的刹那 目光则全部都凝固在了那里 白鹿仪的美眸 一闪一闪的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云梦仪看到那身影 也是一阵失神 他竟然回来 若欢仙逝一漏 随即眼睛红了 低声骂道 臭小子 很准时吗 他的声音 打破了沉默的空间 樊乐低骂一声 好 这也行 欧阳 皇子我没有看错吧 诶 是这家伙回来了 欧阳狂生和江婷 也都笑了 看到勤问天 仿佛看到了 主心骨一喷 他一直都是 这些人的核心 他一出现 仿佛一切的困难 都能迎刃而解 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家伙 他是何人 有心和工会的人 冷冷的道 他看到身旁的大厦 霸主势力人物 身体都在往后缩 脸色不由的冰冷 勤问天 那人低声说了句 脸色有些难堪 当初 秦问天 就强得过分 这里的人 怕是没有人 能够对付他 他就是秦问天 那心和工会的强者 看着秦问天的身影 道 当年他也不过 借助他人之力 如今又能如何 何惧之忧 那大厦霸主势力强者 嘴角微微抽搐着 他们心和工会的人 不怕秦问天 但是他们大厦 皇朝的人 却深知秦问天的可怕 不过此时的秦问天 并未理会他们 还好他来得及时 亲昧仙子等人 果真在这里 然而 耀皇和清晨却不在 不过见到朋友们都好 他提着的心 总算放下了一丝 若桓姐 秦问天看着若桓笑道 随后又看向其他人 纷纷喊道 青妹前辈 欧阳 胖子 云梦 白鹿仪 我回来了 知道回来就好 若桓笑着说道 眼睛红红的 看到他的神色 秦问天一步踏出 走到若桓身边 道 师姐 委屈你了 老师不在吗 我和青妹前辈在一起 老师和地心学院的人 目标不大 应该没什么人理会 我也不知道在哪 若桓摇头道 秦问天点了点头 看到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他心中也颇为高兴 老大 你怎么会回来的 烦乐胖子充满了疑问 这太神奇了 我本来就打算回来一趟 正好遇到了张建宗的人 知道你们遇到危险 秦问天道 回头俩 先解决这里的事情 众人纷纷点头 只见秦问天的目光 看向千绝蒙的盟主 那双眼眸 泛着冰冷至极的寒毛 刚才的话我没听清 再说一次 秦问天声音寒冷 千绝蒙的人脸色难看 盟主看着秦问天道 秦问天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星河公会威压天下 谁敢不从 反抗就是死路一条 如今既然你回来 我千绝蒙 甘愿退出这场战斗 退出 秦问天大笑 怒发飞扬 千绝蒙还真会顺势而为啊 成为叛徒 要灭我大夏皇族侍族 如今见到我 就要退出 真是厚颜无耻 玄英殿店主 神色也冰冷 开口道 莫不得已 若是认为星河公会势大 想要退出自己离开 就是了 谁能拦住你们 那样的话 也只能算是贪生怕死 但如今 却是真正的背叛 你将我们所在地 出卖给星河公会 害死出去探查的兄弟 想要用我们的命 来邀功 不为星河公会 所记恨 这是顺势而为 这是迫不得已吗 千诀盟盟主 脸色难堪 变换不定 道 秦问天 星河公会 已经一统天下 要皇谷 诸多仙念现身 他们一个命令 全部磨杀掉 警告那些仙人 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的势力 如何抗衡 即便你回来 又如何抗衡得了 然后呢 秦问天冷道 你根本改变不了 这世界的局面 若是有仙境强者帮助 就带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再参与这场战斗 也不要再得罪星河公会 以免他们追杀 千诀盟的盟主劝道 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你无力回天哪 仙 秦问天看着千诀盟的盟主 一股恐怖的威势 从他身上站了 席卷而出 仙光闪耀 辐射而出 他整个人身上 仿佛身披霞光 璀璨无边 一刹那 将这片空间 全部笼罩 诸人看着 秦问天身上 不断绽放的 仙知光环 内心扑通的 跳动了起来 坚决蒙盟主的声音 戛然而止 脸色惨白 那些星河公会的人 也露出了 难看的神色 仙 这青年 竟然是仙 我就是仙 秦问天看着 千诀盟的盟主 傲然说道 这一切 才只是刚刚开始 何来注定 嗨 我是夏柳君 在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 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一千二百六十三集 即便你是仙 依旧不可能抗衡得了星河公会 千诀盟的盟主 脸色惨白 他似乎还想要暗示自己 他的选择没有做 自我安慰吗 秦问天看着他道 我无需向你证明什么 只是想要告诉 千诀盟 因你而葬锁 决定是我做的 你何必迁怒于整个千诀盟 你在昔日一次情分上 放过千诀盟 千诀盟的盟主 身体颤抖着 情分 你们选择当叛徒的时候 可曾想过情分 他们全部站在你身后 显然都已经立场坚定地 支持这场叛律 我不出现 毫无疑问 他们将举起屠刀 杀向我身边的这些人 长辈 朋友 亲人 现在你告诉我 他们是无辜的 秦问天身上 剑气席卷而出 透着滔天杀意 千诀盟盟主的身体 微微颤抖着 他身后的千诀盟 朱强者脸色苍白 顺鹰大事 我没有做错 即便今日千诀盟灭亡 只是时运不济而已 遇到刚踏入仙台 重返下界的你 但你才入仙多久 凭你的境界 依旧会被星河公会所覆灭 这是天要灭我千诀盟啊 千诀盟盟主望向徐功 他不服 时运不济 奈何呀 说得没错 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就降临 从天而降 星河公会的强者露出狂喜之色 绝处逢生 我保证 千诀盟不会被灭 而他们 今日将命丧于此 一道声音传来 很快 虚空之上 出现了一尊身上环绕 仙光的仙台存在 他浑身光芒闪耀 不可一世 乃是仙台二重境界的强横人物 他相貌威严 看起来四五十岁 不怒自卑 他俯瞰下空 目光宛若 看向蝼蚁般 秦问天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出现了 倒也省事 秦拿你回去负命 我也不必再去追踪 耀皇那老家伙 和你的妻子了 这仙台强者 目光落在秦问天身上 耀皇那老家伙 倒是藏的牢 不仅是这粒子世界的人 没有找到 他亲自出马都找不到 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离去了 你挡得住我 秦问天抬头望向虚空 你敢杀一人 我会让你的这些亲人朋友 生不如死 虚空中的强者 副手而立 傲然说道 秦媚仙子的脸色 顿时都难看了起来 没想到 会遇到仙台强者降临 这一次真的惨了 天不枉我 千决盟盟主大笑 看着秦问天 狂笑道 我说过 我顺应大事 何措之有 秦问天 你逃不过这一劫 星河工会 以及那些追杀的人 都松了口气 他们身上 已经全部都是冷汗 但这一刻 都露出了笑容 一切都结束了 这还真是惊心动魄了 在秦问天身上 先知光环 绽放之时 他们以为自己 兵灵临绝境 死定了 没想到峰回路转 星河工会的仙台强者到了 你真热 你真乐 你真乐 秦问天 看着千决盟的盟主 手掌挥动 一道仙光展过 扑刺一声 鲜血绽放 千决盟盟主 惨叫一声 你疯了 你疯了 千决盟的盟主 怒吼道 你要秦媚仙子 他们求生不能吗 你惹怒我了 虚空中的仙台强者 傲然开口 身上的围压 朝着下空绽放 你在指望他救你 秦问天指向虚空中的仙台强者 目光看着千决盟的盟主 道 你看清楚 话音落下 秦问天的身体冲天而起 直面虚空中的仙台强者 他身上完美圣仙台直微绽放 一步踏在虚空 那仙台二重境界的强者 身上的仙光仿佛都被压制 竟朝内收缩 他只感觉 自己的仙台猛地颤动了下 似有一股骇人的纤威 直接降临他的仙台 这是高阶仙台的威压 怎么可能 他脸色变化 身上气势疯狂爆发而出 哼 又是一声惊天震下 虚空中 星河公会的仙台强者 仙台疯狂地颤抖着 仿佛要醉裂掉白 秦问天身上 仙台直微狂暴绽放 仿佛真正有一座仙台 若隐若现 人还未知 就压得星河公会的强者 无法喘息 低境界的强者 竟然压制了高境界的先知强者 这一刹那 星河公会的仙台人物 脸色都苍白了起来 扑的一声 一道霸道无匹的方天化剂爆杀而出 透着骇人的毁灭力量 整个世界都仿佛只剩下了那一击 那一刻 那星河公会的仙台二重强者 竟不敢抵抗 他的身体朝后退 不敢站 轰隆隆的一声 方天化剂暴涨 从秦问天的手中脱手飞出 一道道毁灭的光芒 直接从对方的身体中穿透而过 瞬间毁灭仙台 击碎对方生机 那人浑身剧烈颤抖了下 目光死死地盯着秦问天 手指指向他 道 你 你 怎么可能 话音落下 轰隆一声 他的身躯 直接炸裂 毁灭掉来 魂飞魄散 从霸道降临 到毁灭死亡 不到片刻时间 扑通 扑通 下方猪人 心跳加速 千绝蒙蒙主 脸色惨白如指 那些星河公会带来的人群 一个个面若死灰 秦问天 只用了一夕时间 就让他们从看到希望到绝望 这一夕 他们从天堂直接坠落到地狱 秦问天身影一闪 再次回到清绝蒙盟主身前 道 先不枉你 清绝蒙盟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他突然间感觉自己真的没有做错吗 他的选择是对的吗 不用给自己的无耻 附加冠冕堂皇的理由 若没有今日之叛变 千绝蒙将成为整个粒子世界的霸主之一 然而如今 唯一有毁灭 秦问天的声音 向彻天顶 同样震颤于千绝蒙盟主的脑海之中 让他灵魂震动 然而下一刻 秦问天手掌一挥 剑斩下 灭 千绝蒙盟主 他以为星河公会仙台强者降临 天不亡他 千绝蒙再次顺应大事 但秦问天 一息之间斩杀星河公会仙台强者 让他的梦破碎 将他诛杀当场 自作孽不可活 天有何用 秦问天目光扫向那些千绝蒙的叛逆人物 冰冷道 汉逆者 杀无赦 话音落下 他手指伸出 一道绝世剑尾涌现 随即朝着前方一指 那一指剑盲快若闪电 宛若一道光 扑磁的声响不断 剑光不断地穿过千绝蒙强者的咽喉 一道道身体倒下 很快一个强大的势力自此灭绝 当他们成为叛徒 将曾经的同伴举起屠刀 带领敌人来杀自己人的时候 死亡就已经注定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64集 轰轰轰的几声 身后猪强者疯狂逃窜 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 他们心胆剧烈 先抬强者都被猪杀 他们留下 就是死路一条 秦问天身体缓缓转过 看向那些逃亡的诸人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冷到 走得掉 话音落下 他体内仙台绽放无尽纤维 刹那间 一股毁灭众生的仙芒席卷而出 只是片刻 这仙芒追击上了所有人 那些逃亡的人 看到自己被仙之威压笼罩 脸色惨白 心胆剧烈 郡主 我们知道错了吗 一人吓得心胆剧烈 恐惧无比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秦问天会在这时候归来 不仅归来 而是成仙归来 强势归来 王者归来 一击灭仙 这是何等危能 秦问天神色平静 知道错了 之前星河工会仙台人物降临的时候 他们才刚得意 何等荒谬 风鲁一声 仙台威压彻底的爆发 秦问天的仙台何等强悍 由六座仙台汇聚而生的完美圣仙台 蕴藏真正大破灭为能 仙光洒落 那些逃亡的身体 戛然而止 随即 他们一个个朝着下空 坠落而下 扑通的声响不断 一道道身影 全部陨落 秦问天甚至没有直接出手 这就是仙卑 仙人的力量 秦问天仙台强大 仙卑笼罩下 杀人于无形 一场大战 就这样在短暂的片刻 被消弭于无形 从头到尾 只有秦问天在出手 其余诸人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全部被灭伤 甚至是那星河宫会 不可一世的霸道仙台强者 一样不堪一击 这就是归来的秦问天 秦媚仙子 若欢 樊乐等人的震惊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曾经复兴大下的那天之骄子 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 抬首灭仙 这才过去二十余年岁月吧 他完成了粒子世界 无数人一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他们内心极不平静 然而却是高兴的 他回来了 那创造奇迹的家伙 秦问天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仙台强者 至今还是没有找到药黄和墨青城 这意味着他们暂时是安全的 此时只见诸人的目光 全部盯着秦问天 看到这一幕 秦问天耸了耸肩 笑着道 我知道自己英俊潇洒 也不必这样看吧 哥 我差点都不敢认了 这还是我老大妈 太生猛了吧 樊乐胖子走过来 盯着秦问天浑身上下 看个遍 让秦问天浑身起鸡皮疙瘩 倒 死胖子滚开 看来还是老样子 老大 你咋成仙的 改天教教我 让我也感受下仙人滋味 樊乐眯着眼睛 一如既往的猥琐模样 显得欠抽 像你这么没天赋的人 大概再修行个几千年 勉强能看到希望吧 秦问天玩笑地说道 顿时诸人都笑了起来 秦问天虽然成仙 但依旧一如往昔 当他们是最亲近之人 显天 真的没想到 当初还并肩作战 如今却只有仰望你了 欧阳狂生看着秦问天道 欧阳 这可不像是我认识的人 秦问天笑地 欧阳狂生 可是豪情万丈 实在是被你惊吓到了 太强了 这就是仙的力量吗 欧阳狂生爽朗道 同时有着一丝向往 当年圣皇一人为仙 称霸世界 仙之相 尽皆为凡人 混得不错呀 什么时候带师姐 去仙玉潇洒呀 若欢咯咯地笑着 走了过来 挽着秦问天的手臂 一如往昔般的幽人 师姐想要去仙玉的话 粒子世界的事情了结后 便可以随我一起前去 秦问天笑道 真的 若欢眉眸中闪过异彩 仙玉啊 自从知道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粒子世界后 这里的人对仙玉 总是会充满无限的向往 那究竟是怎样一个 辽阔无尽的世界呢 我哪敢欺骗师姐 秦问天道 那好 以后 师姐就跟着你混了 若欢笑了起来 前方有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亲妹仙子 对着秦问天笑道 在仙玉 可曾见过亲儿 嗯 秦问天点了点头 亲儿她很好 如今正在闭关 冲击仙境 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我就放心了 亲妹仙子深深地看了 秦问天一眼 既然这家伙 知道得这么清楚 显然两人 曾在一起 亲妹前辈 可愿前往仙玉 你是清儿昔日的师尊 在仙玉 清儿乃是仙国公主 地位高高在上 相信若是前辈去了 必然会非常舒服的 秦问天笑着道 不了 就我这修为 就那丫头的脸 亲妹仙子摇了摇头 仙国公主啊 她这么个师尊 跑过去 只会让人瞧不起 秦问天没有多说什么 她看到了白鹿仪 白鹿仪那清纯美丽的美眸 注视着她 却一言不发 使得秦问天一笑道 这么看着我 是不是比以前更英俊了 听到秦问天的玩笑话语 白鹿仪那清纯的容颜 依旧那般 却微微点了点头 脸上闪过一抹红韵 更显动人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沐风 与孟仪 都天象惊解了 不错 秦问天对着诸人 一一开口 这么多年了 虽然秦问天已是先进人物 但依旧如同以前般 依然是他们的朋友 虚空中 一声长鸣声传来 随即一尊庞大的朱雀 俯冲而下 诸人纷纷抬头看去 不少人露出紧张之色 也有不少人露出思索之意 这朱雀 嗡的一声 朱雀陡然间 化身一妖媚女子 缓缓地落在了秦问天的身后 使得诸人眼睛 一闪一闪地盯着她 这是炼狱 你们中不少人应该知道她 秦问天道 小炼狱变成美女了 樊乐双眼放光 旁边的玄星 立即揪住了她的耳朵 使得烦乐惨道 当然 我的玄星是最美的 哼 色鬼 玄星嘟了嘟嘴 旁边的人又笑了起来 你们有药黄和清城的消息吗 秦问天忽然问道 诸人立即安静了下来 秦媚仙子开口道 据说药黄前辈受了重伤 药黄骨死伤惨重 她带着莫清城销声匿迹了 对他们二人 星河宫会追杀得最厉害 甚至可能触动了仙境存在 就如同刚才你杀的那人一样 嗯 我让炼狱带你们前往蜀国 我先走一步 那边我也放心不下 秦问天说的 诸人自然能够理解 都纷纷点头 炼狱 这里面有几件飞行类的仙兵 你来驾驭 带他们前往楚国 我先过去 秦问天将一枚储物戒指 交给炼狱的 他身上寻常的仙兵 可是很多 是 主人 炼狱应道 带我一起吧 我也想尽快去楚国看看 若欢开口道 好 秦问天点头 拉着若欢的手臂 随即一步打出 身体冲天而起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65集 楚国 天庸城 五王府 昔日盛极一时的五王府 如今并不好过 已被人牢牢地控制住 在五王府的周围 有不少强者 监视着五王府的一举一动 星河宫会 降临栗子世界 席卷整个世界 即便是这偏居一鱼的五王府 都遭到了波及 作为秦问天的家 秦府地位可想而知 被牢牢地控制监视着 而天庸城各大家族 也开始落井下石 有一些家族 都纷纷踊跃 帮助建造天庸城星河分会 出力极大 还将家族弟子 送入星河公会之中 一时间 这些家族 成为了天庸城的风云势力 秦府内 有争吵声传出 只见一名青年 带人出现在秦府之中 看着秦瑶道 秦瑶 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 何必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你 也配 秦瑶蔑视地看着秦瑶道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骄傲 你以为现在的武王府 还是当年吗 秦瑶冷道 而我 现在是星河公会弟子 跟着我 绝不会辱没了你 况且 如今秦府的命运 都掌控在星河公会手中 上面还没有下达命令 你跟着我 即便秦府被灭 我还能为你求情 滚 秦瑶冰冷道 青年脸色阴沉了下来 盯着秦瑶道 敬酒不知吃罚酒 秦瑶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那时 看我如何狠狠地虐你 说着 青年张狂大笑了起来 还扫了一眼 秦瑶身后的一丫鬟 这女人虽然脸难看了点 但皮肤真好 水灵灵的 身材也好 有机会一起享用下 你 秦瑶眼中 闪路杀鸡 朝前走了一步 那青年脚步后退 随即冷笑道 等着我宠幸你吧 说着 她带着人拂袖而去 秦瑶想要动手 身后的丫鬟 却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臂 秦瑶回过头 看了那丫鬟一眼 完美的肌肤和身材 气质也是完美 唯独那张病态的脸 不怎么好看 让人容易忽视她的存在 她敢侮辱你 我一定要杀了她 秦瑶声音冰冷道 算了 不要引人注意 那丫鬟声音轻柔 竟是无比动人 我会忍 不过秦府 恐怕越来越危险了 秦瑶皱眉道 有些担心 虽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但一旦星河工会 真要动秦府 有真正的强者降临的话 还是会被看出来的 天庸城 星河工会 这座星河工会 重新建造的 虽不如大夏皇朝的 峰会那般宏伟 但依旧是这座城池中 最辉煌的建筑 星河工会一座大殿中 一道身影站在那 身后有诸多强者 他们大气都不敢出 一个个恭恭敬敬 即便是这峰会店主 也将头颅低得很低 那身影 披着星河工会的长袍 不过颜色 比其他人更生一些 更显威严气派 此时 只见他闭着的眼眸睁开 冷漠的目光 扫了一眼诸人 一群废物 人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你们都不知道 大人 星河工会分店主 单膝跪地 请大人明示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耀黄和莫青城都在秦府 去拿人吧 将他们带来 那人淡默说道 秦府 那店主目光一闪 他们对秦府监视极眼 竟然没有发现 都易容了 耀黄成了一名仆人 莫青城应该扮作了丫鬟 难怪这么就找不到人 竟敢躲在天庸城 也算是有些头脑 你们都去吧 叶青云也在 耀黄如今已经是个废人 无需我亲自动手 一个时辰内 带人来见我 这强者冷傲说道 是 大人 诸人纷纷点头 随即转身出去 立即调集人手 前往秦府 虚空中 飞行的他们浩浩荡荡 看到一行强者浩荡前行 诸人明白 星河工会 要对秦府出手了 一些势力 竟然加入了 星河工会的队伍中 准备落井下石 秦府在天庸城 家大业大 星河工会看不上 但他们看得上 一旦抄家秦府 将主要的人带走 其他的一切 就是他们的了 天庸城很多小家族势力 都打着这样的算盘 之前从秦府走出来的 那名青年 并没有离开秦府太远 他在路上 遇到了星河工会的人 他望向虚空中的 星河工会店主 身旁一人 问道 老师 发生什么了 去秦府 他人 要还和莫清城在秦府 他师尊开口道 当年的楚国第一美女 莫清城 青年眼中 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 心中隐隐有些期待 莫清城究竟有多美 楚国可是将他传的神弧奇神 是仙子一样的人物 秦府的人很快得到了消息 秦府力量瞬间汇聚在一起 秦川等人纷纷出现 在他的身旁 一道身影哺怒自卑 身上有着一股强烈歧视 他旁边还有一位老者 看似已入垂暮之年 身体极为虚弱 数位侍女正在照看着他 之前和秦瑶在一起的侍女 同样在他身边 叶清云 你带秦家族以及清城离开 也许还有机会 那垂暮老者 对着身旁威严强者说道 此人赫然乃是夜国人皇 叶清云 耀皇前辈 既然星河公会已经发现了 这次怕是走不掉了 最后一战又如何 只是可怜清城 我对不起问天 叶清云抬头望向徐宫 叹息一声 你已经做得足够了 若非是你 我们躲不到金日 只是还连累了秦家 耀皇叹道 耀皇前辈哪里的话 问天如同我的亲子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清城是问天的妻子 也就是我秦府之人 他在 秦府在 秦川昂首说道 蒸蒸铁骨 秦家主 铁血男儿 老朽佩服 耀皇道 既战出此 最后一战吧 轰的一声 狂暴的力量 直接轰了进来 前方建筑 不断坍塌 一行铁骑 践踏而来 轰鸣声不断 摧毁一切 很快 前方化作了一片废墟 一眼可见到 远方的身影 星河工会 带着浩荡人群降临 在他们对面停下 侧面方向 以及身后方向 同样不断 有炸裂声响传来 铁骑摧毁一切 将整个秦府 移为平地 只有秦川 他们所有人聚在一起 其余整个秦府 变得光秃秃的一片 外围 天庸城各方强者都赶来 在周围观望 几十年前 秦府就遭遇了一次 灭顶之灾 不过最后 却因为秦问天的存在 而重显辉煌 不过这一次 他们的敌人 更加的可怕 翁的一声 就在此刻 虚空中 陡然间狂风大作 远处似乎有一股 恐怖的霸道刚风 席卷而来 使得下方诸人 感觉站立不稳 随即 他们看到天穷之上 金光大放 一道耀眼无比的 金翅大鹏鸟 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一千二百六十六集 金翅大鹏 传说中的神鸟大鹏竟然出现 诸人心头颤动 这金翅大鹏 极索飞 盘旋于秦府上空 似乎极为兴奋般 同时 还在路上的秦问天 眼眸中闪过一道夺目之光 终于有清城的消息了 他带着若环加快速度 直奔天雍城方向 将仙兵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金翅大鹏 莫清城抬头 他看着虚空中的大鹏鸟 眉眸中闪过一抹异色 此刻 他的容颜变换回去 露出了一张 清国清城的面容 美到了极致 清城 本爸爸回来了 虚空中盘旋的金翅大鹏 突然就吐出一道 奶声奶气的声音 顿时让所有人眼睛 一愣一愣 这难道 还是个金翅大鹏幼崽吗 莫清城的脸上 露出一抹灿烂的笑颜 他的眉眸似有些湿润 他怎么会听不出这小家伙的声音 这混蛋现在越来越威风 化身金翅大鹏 宛若神鸟降世 小混蛋回来了 他也在附近吧 想到这儿 莫清城的心扑通的跳动着 终于他赶回来了吗 就在刚才 他还以为此生无法相见 他呢 莫清城清脆的声音响起 开口问道 我们分头行动 他脑子比较笨 哪有我聪明 猜到了你在这儿呢 不过本宝宝已经告诉他了 应该很快就会来 小家伙厚颜无耻地说道 莫清城重重地点头 他的眼睛 情着泪水 心中竟莫名地有些紧张了起来 这么多年了 终于能够再见到他了吗 老师 你听到了吗 他回来了 莫清城心中激动 看着耀黄 听到了 听到了 耀黄也笑着点头 真没想到啊 这么关键的时候 秦问天回来了 秦阳 爸爸回来了 你也不表示表示 小混蛋又看向秦阳说道 顿时秦阳翻了翻白眼 小混蛋 你给我滚下来 哎呀 命苦啊 小混蛋身体朝着下空降落 化作一道白色流光 直接落在了秦阳的怀中 脑袋不乱地蹭啊蹭 看来出息了 秦阳抱着小家伙道 远处的人看到这一幕 有些大跌眼镜 看 这是什么小妖 还能画棚 那是 小家伙探出脑袋 看着旁边的莫清城道 秦阳 奔宝宝有些想你了 小混蛋 莫清城破地微笑 这小家伙太可爱了 旁边 叶清云和秦川等人 都露出了笑容 他们看到小混蛋就知道 秦问天应该快到了 然而就在此刻 虚空中突兀间有鲜威降临 那星河宫会的仙台强者 出现在了那里 目光宁是秦阳怀中的小混蛋 这头小妖乃是一尊妖仙 仙 药皇等人看到虚空中的强者 脸色又变得难看了起来 我先去收拾这家伙 再来陪你们聊天 小混蛋声音稚嫩 随即直冲云霄 体型变得庞大 通体精神助就 一声巨吼声传出 这一次 他化身一头恐怖妖龙 龙有九个脑袋 胸里无双 那一双双充满力量的利爪 让人感到心惊胆颤 一瞬间 从可爱的小妖化身绝对可怕的胸妖 这造型很帅吧 妖龙自言自语 随即怒吼一声 利爪同时扑杀而出 似要将天穷都抓裂 他仙台强者 体内仙台鲜威战王 席卷天地 怒吼一声 速度拿下他们 是 下方朱强者一命 朝着秦府朱强者杀了过来 叶秦云脚步一趟 当先杀朱 他星辰天象绽放 威势可怕 然而 从星河工会中 同样踏出一位顶级天象强者 直接和他对轰一掌 杀 两方强者瞬间杀在一起 惊天动地 只见 只见刚才在秦府 侮辱秦瑶的青年眼睛 一直盯着莫青城看 真美 像是仙子一样 若是能够成为他的女人 想到这儿 他心跳厉害 不过这样的女人 他没有资格染指 然而 他不想染指 却不代表他人不想 只见一位星河工会的青年天象强者 直奔莫青城的方向而去 手掌一抓 顿时出现一只金色大掌印 莫青城手指击珠 一道道可怕的碧绿火焰飞珠 朝着那青年而去 两人身体皆都腾空而起 能和如此美人一战 倒是姓氏 那青年笑道 不如你跟我吧 也许我师尊能够放你生命 莫青城脸色一寒 金尘天象闪耀而出 那青年大笑着走上前去 但就在这时 远处有着一道毁灭之光 穿梭虚空而来 呼吸一出 他的眉心处出现了一个血色洞口 他的身体颤抖着 艰难地回过头 随即看到一俊意无双的身影 漫步而来 这身影气质非凡 手掌朝着他一挥 他的尸体直接被扫向了旁边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莫青城看着那降临的身影 美眸又一次红了 似有泪光 无法止住 只见来人一步跨到了他的身边 伸出手将他环抱在手臂上 两人深情凝望 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二人 在虚空翩翩起舞 时间自在这一刻静止 虚空中飞舞的身影 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动人 他回来了 这一刻天庸城的人 终于知道是谁回来了 十六岁 于天庸城陈明 十八岁 临阵楚国 可以以一己之力 决定楚国皇位的亲年 他曾一统大夏皇朝 成为大夏君王 他曾在天穹兼宫 绽放角色风采 天下何人不识 他与楚国和末清城大婚 楚国上下阵斗 天下霸主 黄吉圣宗前来捣乱 被一举消灭 他的风采 无人能计 他出生于楚国 成长于天庸城 他曾遭遇白家退婚 后来他成为了天庸城的传说 只是后来他离开了 这一去就是数十年 时间是罪易淡忘了 尤其是在天庸城这样的小城 哪怕这个人曾经是传说 当星河公会以霸主姿态 降临这个世界 天下一统诸强臣服 更是让人对秦问天渐渐遗忘 遗忘到甚至有人 想要动他的妻子 对默秦城生出幻想念头 如今他回来了 那绝世风华 似乎又一次让人回忆 回忆起曾经的传奇 看着秦问天的绝代身影 和默秦城绝世之姿 他们似乎才是天下最般配之人 那些想要亵渎的人 不过是自取其辱 若环从后面跟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心头温暖 面含笑容 他见证了他们的一切 从相识到相爱 终于又相见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67集 在天庸城秦府中 还有曾经白家的人 白青松 白秋雪 看着那两道身影 白秋雪这一刻 没有嫉妒 只有祝福 眼角尽有泪光 秦瑶更是心软 眼泪直接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虚空中飞舞的两人 久久无言 墨青城 被秦问天环抱着 他看着那静在咫尺的身影 那俊逸的容颜 熟悉的气息 他那绝美的面容 早已是泪流满面 他不在乎 秦问天看到他的脆弱 这一刻 他只想流泪 那泪水打湿的容颜 还带着灿烂的笑颜 看着秦问天的面容 就那么傻傻地哭 傻傻地笑 飞舞的身影 在虚空停下 这短短的刹那 却仿佛永恒般 秦问天伸出手 替墨青城 擦拭眼角的泪 他的手很温柔 看着那张依旧绝美 却略显憔悴的容颜 他有些心痛 这些年来 这段时间 他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 秦成 对不起 秦问天有些内疚 墨青城 为了他 付出了泰国 耽误了泰国 墨青城的纤细手指 放在秦问天的嘴唇上 他的眼泪 不再继续流行 带着温暖的笑颜 是那么灿烂美好 仿佛以前的一切委屈 在这一刻 全都烟消云散 秦问天同样笑着 没有再说对不起三个字 此时无声 胜有声 他脑袋往前 在墨青城的额头 轻轻地吻了下 低声道 青城 此时了结之后 我带你一起前往仙月 墨青城重重地点头 那止住的泪水 似乎又要忍不住流行 双眸湿润 动人至极 他真的不想 再和秦问天 相隔一个世界的距离了 太遥远 无数个夜晚 他抬头看向星空 幻想着 究竟是哪一颗星辰 有秦问天的身影 秦问天抱着 墨青城的身影落地 他看向耀皇 秦川 以及叶青云 喊道 义父 耀皇前辈 问天来晚了 不晚 来得正好 再晚一点 怕是就见不到 我这把老骨头了 秦川看着气质 更加非凡的秦问天笑道 这些年来 有时候也会担心 秦问天是否安全 毕竟在那未知的仙域 有太多的强者 都是我连的衣服了 秦问天道 和您有什么关系 是这星河公会 太霸道 秦瑶对星河公会 充满怨念 一个寻常的弟子 败入了星河公会 竟也敢天天来骚扰他 姐 有谁欺负你了 秦问天看着 秦瑶委屈的神色 伸出手 抚摸着秦瑶的秀发 问道 秦瑶忧怨的眼神 看着他 这么久了才回来 还问我谁欺负了我 我知道错了姐 你要打我也行 秦问天 没心没肺地道 眼前的女子 是她从小 最亲近的人 一直陪着她长大 算你实相 秦瑶撇撇嘴道 我原谅你了 那家伙欠收拾 天天骚扰我 还侮辱了清城 一定要杀了他 秦瑶说着 手指指向之前 言语侮辱他的秦瑶 秦问天目光转过 看向了那道身影 秦瑶看到秦问天的眼神 脚步往后退 他是天庸城的人 当然也知道秦问天的大名 你也配骚扰我姐 秦问天冰冷说道 那人疯狂往后退 却见秦问天手掌挥动 那人直接倒了下去 这些人全部 都是前来对付秦府的吗 秦问天对着秦瑶问道 周围所有人都是 除了信和公会外 不少都是天庸城市里的人 秦瑶会水摸鱼 落井下石 趁着信和公会灭我秦府 也前来插手 秦瑶冷冰冰地说道 知道了 秦问天缓缓走上前一步 诸多强者纷纷往后退 秦问天名声在外 天庸城 楚国 乃至整个例子世界的传奇人物 即便有信和公会撑腰 但目前谁惹得起呢 虚空中 那信和公会的先知强者 还在和秦问天的腰手打斩 这里 无人能抗衡秦问天 远处 又有狂风呼啸 只见一行浩浩荡荡的身影 借先兵急速赶来了这里 正是炼狱和亲妹仙子一心人到了 围起来 亲妹仙子看到这边对峙的情形 直接挥了挥手 顿时诸强者纷纷往下 将外围直接围了一圈 那些杀来秦府的人 顿时神色难看至极 君王 怎么处置 诸人目光看向秦问天 等待着秦问天下令 杀无赦 秦问天开口道 是 一道整齐划一大 大下诸强者进行杀 之前和叶青云战斗的诸强者 神色连续变换 他突然朝着下方秦府方向奔来 秦问天看都没看 直接抬手就是一掌拍了过去 轰的一声 毁灭声响传出 那之前能够和叶国人狂 叶青云大战的天象强大人物 直接身体炸裂消失 扎都不慎 远处的人看到这一幕 内心颤抖着 好强 秦问天如今有多强 大下的人开始了杀戮 刹那间 惨叫声连连 秦问天神色寒冷至极 看着化作废墟之地的秦府 无论是星河工会 还是那些落井下石的势力 唯有最铁血的手段 才能震慑后人 这样的事情 他不希望还会发生 虚空中 一声巨响传出 那仙台强者 被化身妖龙的小混蛋 一击撕裂手臂 鲜血淋漓 他怒吼一声 朝着下空急速飞来 仙台绽放夺目之光 朝着秦府的人笼罩过来 秦问天仙台涌动 无上之威爆发 刹那间 将这片浩瀚空间 全部裹挟在了里面 对方的仙台之威 无法渗透进来 炼狱这时身体也动了 宛若闪电般扑向对方 炼狱之火击杀而出 瞬间笼罩大片虚空 秦问天抬头看着下方 此人虽也有仙台二重境界 然而小混蛋和炼狱单人 就足以杀他 况且两人联手 秦问天 即便你们有三位仙境 在星河公会面前 依旧不堪一击 很快大军就会降临 屠杀你们 你若是杀我 星河公会会让你们死得很惨 那强者挣扎着怒吼道 不要轻易杀了 让他慢慢享受死 秦问天直接回应一声 又是一声惨叫 只见星河公会的强者 他的一只脚被炼狱焚重 直接摧毁 那可怕烈焰冲入身体 焚烧着他的仙台 秦问天 你敢 他疯狂大吼道 炼狱见到他威胁秦问天 脸色冰冷至极 在对方和小混蛋 痛撞的刹那 他的手 印在了对方的身上 轰隆隆的一声 仙台破碎 仙光消散 却没直接杀死他 呲的一声 一点点的炼狱之火 在对方的身上焚烧 那仙台强者 疯狂的惨叫着 仙台被吠 被炼狱之火焚烧 可想而知 他有多么痛苦 天庸城很多人 亲眼目睹这一幕 心中无不胆悍 那名震天下的传说人物 面对家人被威胁 狠辣起来 让人感到可怕 大家好 我是韩寒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 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一千二百六十八集 一位仙人 他们无法想象的仙之存在 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的仙 被归来的秦问天 下令残忍焚杀 他威胁 他威胁秦问天家人 秦问天用最强势的手段 回击他 终于 那新和公会的仙台强者身体 被坟灭掉了 风一吹 便从天地先消失 但他的死 所带来的震撼 却不会消失 下方 新和公会那方的人 早已经没有战斗的念头 只是疯狂地想要逃 来的时候 他们浩浩荡荡 不可一世 要覆灭秦府 擒拿楚国第一美女 以及药皇 但这一刻 只想活命 然而 活得了吗 没有过多久 秦府这片土地上 鲜血染红了废墟 他们将秦府毁灭 化作废墟 但此刻 他们也沦为这片 秦府废墟的陪葬 义父 你让人带他们 前去那些参与 今日之事的势力家族 幼小无辜者不杀 但凡是参与了 这次决策的 家族势力长老级任务 格杀勿论 秦问天冰冷的声音 响彻天地 再一次震惊 整个天庸城 这次天庸城 要进行铁血清洗了 那些落井下石 参与的势力 完了 归来的秦问天 带着可怕的怒火 这些落井下石的人 要动秦府 动他的家人 动他的妻子 莫秦城 秦问天俊逸的容颜 竟皆是肃杀寒冷之意 看向炼狱道 炼狱 去灭了天庸城 星河公会 鸡犬不留 是 主人 炼狱深情一闪 直接冲天而起 天庸城很小 他先念一扫 就知道星河公会 在何方 大夏皇朝的强者 也纷纷出发 开始前往那些 参与今日之事的 家族势力 秦问天目光 望向耀黄 问道 耀黄前辈 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日诸多仙境 强者先念 也震慑不住 星河公会吗 秦问天 以及身外化身的地天 在离开栗子世界前 灭了皇级圣宗 以及那些仙域来客 为了耀黄 他们不被遭到报复 那些被地天所救的 仙台强者 纷纷留仙念于耀黄谷 虽然这些仙念 没有什么强大战力 但毕竟是诸仙台 只要站出来 威慑力何等强大 一般的势力 是不敢动耀黄谷的 没用的 那些仙念 全部被星河公会 磨掉吗 耀黄缓缓摇头道 当时 星河公会从粒子世界外 降临这里的时候 让整个粒子世界 重建星河公会 而且很快开始了行动扫荡 极其的枪势霸道 一时之间 黄极圣与诸势力 人真自危 星河公会 以枪势手段镇压天下 那时我就感觉 他们恐怕很快就要对药黄谷动手了 我意识到情况严重 立刻决定送一批人前往仙域避难 张建宗的人也来到药黄谷中摆放 正好有不少想要前往仙域闯荡的人 于是我将张建宗以及一批药黄谷的人送走 本想要将青城也送走 但这丫头却不肯离开 说要等你回来 不过那时 我自己也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 后来 星河公会陆续有人从仙域降临粒子世界 他们攻打了药黄谷 药黄说着 身体微微颤抖着 那苍老的容颜 仿佛随时可能现实 若非是以丹药保住命运 他恐怕已经死了 出枪留下的先念 直接被灭掉 他们称 让那些枪者不要多管仙师 否则即便本尊蒋林 招杀不武 我拼死一战 拼着仙台破碎 才带着一批人逃了出来 药黄谷就此被灭 随后开始了逃亡 若非是你一副夜清云护卫作用 恐怕我们躲不到今天 药黄眼睛赤红 有着一股仇恨的火焰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我这老家伙早已活够 死不足及 可是药黄谷的很多人 没有希望了 药黄摇头 不是怎么知道 前辈相信我 秦问天看着药黄正中道 药黄点了点头 秦问天没心处 有着一道强光 一缕仙念 带着斩仙台 这逆天改命之术 传给了药黄 药黄前辈 星河宫会在粒子时期 有多少顶级强者 秦问天又问道 此事须弄清楚才行 不清楚 目前应该不多 不会超过十位 但是可怕的是 星河宫会后续势力 他们直接诛灭诸仙的仙念 威胁他们 可谓是极其的强势 显然在仙渝 他们可能有很恐怖的力量 问天哪 你带这些人离开 前往仙渝吧 仙渝浩瀚 他们想要追杀 也没那么容易 小家伙 你去一趟黄旗圣域 探查星河工会总部 有多少强者 我给你的保命传送服拿好 稍有不对 立即撤退 以你千变万化 以及收敛气息的能力 他们追踪不到 秦问天看向虚空中的小混蛋说道 啊 那我去了 清场 回头聊 小混蛋对着默青城挥了挥爪子 随即冲天而起 化身金翅大棚 扶摇而上 朝着远方而去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秦问天面对这样的敌人 也不敢大意 必先摸清楚 星河工会的虚实 小混蛋不会有事吧 默青城有些不放心的道 不会 这家伙精明得很 没有仙台三重的强者 想要留下他难 星河工会攻打栗子世界 应该不会出动太强之人 而且 他身上有传送服 还能变成小兽 传送离开往地上一钻 即便仙殿发现 也不知道是他 秦问天道 嗯 墨青城轻轻点刀 我会为药皇谷报仇的 秦问天握着 京城的手道 问天 暂时不要报仇 先去先遇 以后强大了 再谈报仇吧 药皇断然拒绝道 秦问天拥有逆天天赋 五十余年踏仙位 这是何等的可怕 对于先台境界的强者而言 五十来岁的人就是幼年 因此他的相貌 基本是不会变 而且气质 更显非凡脱俗 这样的天资 药皇自然不希望 秦问天一时冲动 毁在这里 墨青城抓着秦问天的手 眉眸望着秦问天 秦问天能感觉到 他的担心和紧张 问天哪 的确不亦报仇 时间还长 你千里几打 将来必能成就先中之王 何须仅于一时啊 叶青云劝道 所有人都望着秦问天 眼中带着担忧 都想要开口劝他 不让他报仇 他们了解秦问天的性格 恩怨分明 一身铁血 少年时期 就敢为了义父秦川 挡住皇子 楚天娇的路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69集 秦问天何等天字 先 站在世界巅峰的人物 当年皇籍圣宗 圣皇才是先 统御天下 莫敢不从 耀皇也是先 而秦问天 如此年轻的先 他们都是秦问天的亲人 秦问天的命 比他们珍贵太多了 绝不能一时冲动 毁在这里 我不会冲动的 秦问天看到一道道 关心的目光 心中流过丝丝暖意 这些年来 在仙玉床上 除了亲耳外 很少体会到亲人的感觉了 如今 他的亲人都在这里 即便有着血海深仇 依旧不愿他去冒险 一定不能乱来呀 耀皇再次郑重地嘱咐道 就当是为了倾城 秦问天心中更不是滋味 耀皇前辈修为被废 耀皇谷被灭 他依旧如此郑重劝他 害怕他遭遇不测 看着眼前一道道熟悉的身影 都是他在这个世界的至亲 他秦问天 当然不能有事 若他有事 亲人该如何 然而 此仇不报 枉为难尔 转过身 秦问天看了一眼 化作废墟的秦府 白轻松走了上来 道 问天 秦府破坏成这样了 这么多人 暂时先去白府休息吧 我也遣散了仆人 白府地方很大 秦问天看着眼前 白发苍苍的老者 净显苍老 仿佛一入古兮之年 那他看向自己的眼神 却很明亮 似乎带着期盼之意 秦问天明白白轻松的心情 当年恩怨化解 但是白轻松心中 依旧有心结 秦问天少年时期 经常在白家 但最后一次在白家 他却想要杀秦问天 他希望秦问天 能够重新踏进白家 他的心会好过一些 在白轻松身后 白秋雪的美眸 也凝视着秦问天 问天 这些年来 白叔时常在秦府住着 陪父亲下旗 即便是大难临头 都和秦府一起面对 旁边秦瑶说道 当初他对白家 可是恨之入骨 但二十多年的岁月 可以改变太多 秦府大难 白轻松和白秋雪 都没离开 可见其秦仪之真诚 这么多年了 我也很想去白府看看 秦问天笑着点头道 白叔 有秦丫头的消息了吗 唉 白轻松叹息了一声 摇头道 我对不起秦丫头 当年 若非是我对你的所作所为 她也不会一气之下离开 秦丫头不会有事的 她很可能 去了仙月也说不定 秦问天眼眸中 似浮现了一清纯可爱的少女身影 她也很想念白晴啊 找个时间 她要再去一趟魔象牙看看 希望如此 我们走吧 白轻松低声道 一行人浩浩荡荡 奔赴白府 今日一世 天庸城地震 秦问天归来 强势覆灭新河工会实力 在天庸城中大开杀戒 那些被灭的势力 沦为被嘲讽的对象 就那点实力 却想着落井下石 新河工会和秦问天的争斗 岂是他们这些渺小势力 能够参与进去的 弹指尖 灰飞烟灭 白家 白清松安顿好猪人 小混蛋也回来了 他告诉秦问天 他在新河工会 见到仙台强者七位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天庸城的事情 没有出动 似乎在等什么 秦问天和猪人 相聚在一起聊了很久 才回去休息 夜 无比的宁静 一座院子里 只有秦问天和墨清城两人坐在藤椅之上 墨清城靠在秦问天的怀中 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 真不会鲜欲吗 墨清城抬头 绝美的容颜凝视着秦问天 秦问天轻抚着他的秀发 笑道 秦城 我会有分寸的 这笔仇 必须要保 我相信你 但是你也要记住 你若有事 我必不毒火 墨清城柔和地笑着 声音非常平静 他紧紧地搂着秦问天 仿佛怕在诗曲外 秦问天看着那绝世容颜 心都似要融化 脑袋往前 他稳住墨清城的温存 墨清城抱得更紧 尽情回应着他 秦问天身上燃烧着火焰 将那完美无缺的身体抱了起来 朝着房间中走去 这一夜是如此的美妙 清城 白家显得格外的宁静 四处都有人在休息 秦问天所在的院子里 他正在院中翻看着古卷 似看得有些入神 脚步声传来 墨清城连步轻移 缓缓而来 秦问天回过头看向他 脸上带着柔和的笑意 只见墨清城脸上 有着淡淡的红韵 肌肤如水 容颜轻视 在干什么 走到秦问天的身边 墨清城看向那古卷 阵法 虽然我善阵 但仙阵更是博大精深 我需要在白家 刻意先接大阵 以防万一 秦问天说道 嗯 墨清城轻轻地点头 你看吧 我不打搅你 说着 他轻轻地靠在秦问天的身边 也不说话 秦问天浅浅一笑 继续望向阵法 一段时间后 一身雪白的小混蛋跑了过来 窜到了墨清城的身上 瞪着秦问天的 有了清城就不要奔包包了 你不是公的吗 秦问天笑道 再说 我给你创造和练狱在一起的机会 还不好啊 哎 小练狱太凶了 小混蛋摇头晃脑 看到这一幕 秦问天在他脑袋上 敲了下 你这小混蛋 才幼年吧 画形都不能 满脑子想什么呢 谁要本宝宝是太古兽王呢 小家伙高昂着脑袋道 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 将墨清城给逗乐了起来 对了 问天 我们不杀去星河工会吗 我先念只看到了七位仙境 我们三足够了 扫了他们 小家伙又道 没这么简单 星河工会敢这么狂妄 想必仙玉势力不小 我归来后 他们反而咽其息骨 难道真是畏惧我不成 想必也再布局 或者 等仙玉强者降临 既然他们等 那我们 也陪着他们一起等吧 秦问天眼中 闪过一道冷芒 张建宗的人 不是何时会到千变县吗 小家伙嘀咕了一声 随即身体冲天而起 又化作一尊金翅大鹏 对着秦问天道 星河工会这么嚣张 欺负秦城 我要去报仇 说着 不等秦问天开口 狂风闪烁 他的身影直接消失 小混蛋 墨清城喊了一声 秦问天对他笑的 无妨 这小子惊得很 不会吃亏的 可他毕竟还小啊 墨清城低声道 你看他什么时候吃过亏啊 秦问天笑着道 墨清城想到那小家伙 老占美女的便宜 瞪了秦问天一眼 还不是跟你学的 我冤枉啊 秦问天一脸黑线 天地良心 墨清城笑看着他 既然都被冤枉了 那就十几点吧 秦问天一把将墨清城 搂了过来 双手不老实了起来 坏蛋 你看 墨清城身体闪躲着 笑声不断传出 这样的甜蜜时光 过去这么多年 从未有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 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呢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靳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70集 黄极盛誉 新河工会总部 一座座灰红建筑 大气磅礴 新河工会外 人人无数 遥望那一座座灰红古殿 叹为观止 这就是如今世界的霸主 不过 传闻秦问天已经归来 在耀黄谷大开杀戒 甚至诛杀了仙台强者 实力极为强劲 数十年前 前往仙域的绝代天骄归来 踏入仙境界 如此年轻的秦问天 堪比当初的圣皇 甚至比圣皇还要强大 简直让人心颤 不过 即便秦问天再强大 想要撼动仙域势力 新河工会 怕是很难 轰隆隆的一声 此时 虚空之中 陡然间传来恐怖妖威 诸人抬头望去 只见祥云翻滚 天穷之上 竟出现了一头幼年圣兽 天哪 是麒麟圣兽 好帅 真的是传说中的圣兽麒麟 祥云翻滚 圣兽驾铃 这麒麟圣兽 是朝着新河工会而来吗 诸人抬头看天 顿时目光全部凝固 惊中惊叹 嗡嗡嗡的几声 新河工会大殿内 一道道身影急速的射出 刹那间 立临虚空 降临麒麟身前 目光中 进阶风芒 这似乎是一头幼年圣兽 气息不是很强 但已经有了绝世威风 没想到这栗子世界 竟有麒麟 新河工会 仙台强者 锋芒闪耀 都是目露贪婪之色 幼年麒麟圣兽的价值 他们当然清楚 若是等他成长起来 就是一尊绝世大妖 即便他们所有人 加起来的价值 都远不如这头右手 轰隆一声 只见这圣兽麒麟 继续朝前而去 竟然飞向 新河工会内部 那些新河工会的强者 没有阻拦 相互对视了一眼 跟随在他的身后 很快 那幼年麒麟 在新河工会内 翻江倒海 寻找好东西 穷江玉叶 灵丹妙样 通通不放过 非常的任性 让着他 有不少新河工会的强者 想要阻止 却见仙台强者 断然喝倒 任由这幼年麒麟湖来 这麒麟 似乎还找到了美酒 无天无地地喝了起来 有些醉醺醺的 走路都不稳 看得这些仙台强者大笑 圣兽麒麟也会贪酒 这可是仙酿啊 我的酒 哎 一人心疼道 别心疼了 让这小祖宗尽兴兴 另一人说道 终于喝了许酒 这幼年麒麟 舒舒服服的 躺在那里晒太阳 数位仙台强者 慢慢靠近 见麒麟醉眼 看着他们 也没有抵触的情绪 他们终于缓缓靠近 来到麒麟身边 伸出手 轻柔地抚摸着 麒麟的身子 那身体上的鳞片 宛若依附铠甲般坚固 透着威严之气势 让他们惊叹 不愧是麒麟 麒麟右手 似乎很享受般 翻了翻身子 顿时诸人都笑了起来 其中一人问道 小麒麟 你父母可在这栗子世界 那麒麟看了 说话之人一眼 醉醺醺地翻起身来 立爪在她的身上 挠啊挠 那人大笑了起来 似乎感觉到麒麟 在和自己亲昵 吼了一声 麒麟将她扑倒 那人先是一愣 躺在地上 身上先微绽放 不过只见麒麟 轻轻地挠了挠她的身体 顿时她又大笑了起来 大哥 她在和你玩闹呢 旁边一人笑着说道 麒麟身体转过 又将她扑倒 同样好奇地看着她 挠着她的身体 一群人看到圣兽麒麟 不断跟他们亲近 都开怀大笑了起来 没有再释放先微 一群仙台强者 就这么陪着麒麟右兽 满地打滚玩闹着 竟还不亦乐乎 心中却都盘旋着 如何将这右兽麒麟 举为己有 这时候 右兽麒麟将两位 仙台强者 扑倒在地上 爪子在他们身上挠动着 就在这时 她的利爪 居然间释放出一道可怕的金芒 猛然间朝着对方的身上 扣杀而下 两道凄惨的嚎叫声 惊天动地 那右兽麒麟 陡然间化身熊腰 冲天而起 可怕的先微绽放 哪里是什么右兽 大哥 其余几名仙台强者 神色大汉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他们心头震撒 根本反应不过来 那两人的仙台 已经破碎 灭触 他们纷纷抬头 看向虚空中的麒麟 只见麒麟 吐出一道声音 一群笨蛋 沉死了 再见 说完 他捏碎了一枚空间斧 强大的空间力量 直接包裹着他的身体 刹那间消失 火车废人了 杀了那头畜生 轰轰轰 一道道冰冷至极的滔天纤维 席卷天地 他们追杀而出 惊得星河工会内外的人 进阶心惊胆成 那些强者前去追杀 但哪里还找得到 小混蛋的身影 小混蛋回到白家的时候 秦问天正在刻一座仙阵 小家伙 干了什么坏事 秦问天看到小混蛋 回来笑着问道 废了两个仙台 那些人太蠢了 我化身麒麟幼兽 他们还想着受服我呢 小家伙懒洋洋地说道 秦问天翻了翻白眼 你化身胜兽 寻常仙台人物 哪能忍受这样的诱惑 谁知道是你这混蛋 哎 奔爸爸的智商碾压人来 嗯 小混蛋叹息一声 好似高手寂寞 那模样绝对欠仇 你厉害 秦问天彻底对这家伙无语 只见他抬手挥动 大喝道 起 化人过境 轰隆隆地可怕声响传出 整座白府尽拔地而起 辽阔的大地 仿佛化作了一片玄空的岛屿 这座岛屿像是一尊庞大无比的大棚 将整座岛屿背在身上 你这是做什么 小混蛋问道 我要前往仙渝一趟 为了大家的安全 先将它们隐藏起 秦问天说了声 他无法确定是星河公会的强员仙道 还是千变仙门的人仙道 必须要未雨绸缪 哦 小家伙应了一声 走吧 秦问天身形一闪 落在大阵中 随即 整座白府竟飞入了虚空 渐渐地消失 天庸城的人看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无补内心狂颤 惊为天人 秦问天太可怕了 白府就这么从天庸城消失了 秦问天的亲人朋友 以及墨青城的家人 几乎都在这座悬空大镇上 秦问天也能安心前往仙渝了 粒子世界外 星空中 秦问天一人独行 朝着云州方向前行 之前遇到杖剑宗 匆匆赶往粒子世界 他还有件事情没有做 这一次 他正式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秦问天的目的地 飘雪城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71集 飘雪城 江陵郡三大主城之一 昔日云州 由东圣仙门统下 在千遍仙门接手之后 飘雪新城的城主 也是千遍仙门 委派之人 在飘雪城城内 那座飘雪楼主 所铸造的古飘雪城 如今已经成为一道风景 时常有强者 前来观望这座古飘雪城 感慨昔日岁月 飘雪楼主的传说 对于此传说 飘雪城的人 本已渐渐淡忘 但当年秦问天的出手 飘雪楼主重现时间 穿梭虚空 降临云州圣地 江氏一脉 江之灭掉 震惊云州 对飘雪楼主 以及穷仙的故事 诸人充满了相望 流传极广 此时 古飘雪城 许多人望向九仙中方向 终生已经久未相继 裴雨依旧坐在九仙中前 此陷入了沉睡当中 许多人暗暗感叹 能够因古人如此执着 爱上古人 大概也唯有裴雨一人了 如今昔日的郡王府裴家 早已迁徙离开 裴雨却依旧在这儿 钟声响起 雪花落 飘雪楼主之魂 又开始想念穷仙了吗 猪人缓缓伸出手 接过那天穷飘落的雪花 任由其在手中融化 飘雪楼主之魂 似永远不灭 永远想念着穷仙 当他想念穷仙之时 他的泪化作雪花 裴雨睁开眼睛 看着漫天飘雪 身体旋转着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你又醒了吗 看来是又想念穷仙了 他真幸福 一道叹息声传来 裴雨目光陡然间 射出一道异彩 到 飘雪楼主 真的是你吗 你能听到我的话吗 裴雨 你何必自欺欺人 我为古人 早已陨落 你生存于世 将青春浪费于死人身上 何其可悲啊 裴雨的脸色微微变了 到 可是我愿意陪着你啊 我不愿意看到你 浪费生命 鱼不可及 像你这种人 没有自己的信念 不为自己而活 有何资格去爱他人 即便爱 也只是他人之累赘 得不到尊重 一道立鹤声传来 裴雨只感觉浑身颤抖 眼泪数数流下 望着虚空 去吧 追求你自己的人生 你在这里 我只会看不起你 飘渺的声音再次传来 钟声再度响起 将士木 沉沉 敲打在裴雨的脑海中 他泪流满面 望着虚空飘落的雪花 原来 是这样的吗 哭了许久 裴雨停下 望着雪花倒 那好 我走了 你说得对 我该去追求我自己的人生 你要保重 说着 裴雨转身 朝着远处飘去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 她的身影便彻底地消失不见 猪人看着那消失的身影 心中感叹 飘雪楼主之魂 再次苏醒了吗 漫天的雪花 依旧在飞舞着 在那飞舞的雪花中 有一道身影 缓缓飘然落下 这是谁 诸人神色一宁 刚才 莫非是她在和裴雨说话 假装是飘雪楼主 秦问天 她是秦问天 有人将她认了出来 眼眸中又锋芒闪烁 当年让鼓飘雪成洞 让飘雪楼主 重现人间之人 赫然正是秦问天 她回来了 又一次降临鼓飘雪城 秦问天站在九仙钟上 望着那消失的身影 低声道 裴雨 希望你 不要怪我 秦问天 她不希望裴雨毁在这里 一生守着虚无缥缈的人物 诸位都出去吧 秦问天淡淡开口道 又不认识她的人 冷笑道 你以为你是何人啊 让我们出去 秦问天扫了她一眼 随即闭上眼眸 仙念绽放 刹那间 九仙钟疯狂奏响 咚咚的声音不断 震颤人心 滚 一道声音吐出 宛若晴天霹雳 伴随恐怖终声 直接震颤于那人耳膜之中 扑了一声 那人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 他心头震撼 盯着秦问天 此人竟然能够沟通九仙钟 他是秦问天 想到昔日传闻 顿时他明白了过来 眼前之人 乃是秦问天 古念通仙 驻仙兵的秦问天 咚咚咚 钟声不断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雪花飞舞 辽阔无尽的古城 颤动了起来 那些飘雪城上的身影 纷纷闪退 朝着这座 古飘雪城下退去 秦问天的仙念 沉浸于九仙钟内 沟通九仙钟 他的仙念 仿佛看到了整座飘雪城 看到飘雪城的形状 宛若人形 像是飘雪楼主的身影 他以身炼城 以魂融入这座 他和穷仙炼制的飘雪城中 用生命炼制一城 轰隆隆的一声 整座飘雪城 开始颤动了起来 秦问天仙念 释放到极致 他仿佛也要化身为城 荣辱其中 他身上承受着一股恐怖的压力 九仙钟内 秦问天的身影 仿佛出现在了里面 起 一声大喝 辽阔的鼓飘雪城 动了起来 拔地而起 秦问天双手伸出 自要将天地托举起来 伴随着他的动作 整座城池再往上升 外面诸人心惊胆颤 古飘雪城 真的是一座 能够移动之城 终生震颤于天地之间 秦问天的身体 越升越高 古飘雪城 随着他的身体 一起升空 九仙钟疯狂变幻 化作一巨大无比的古仲 光芒笼罩着秦问天 同样笼罩着整座古飘雪城 这一刹那 九仙钟化身真正的仙钟 光芒万丈 九仙钟 才是整座古飘雪城的火 秦问天心如明镜 古念通仙 便是念通九仙钟 飘雪楼主练气之能 实乃通天彻地 秦问天心中赞胆 古中光芒万丈 笼罩无尽飘雪城 刹那间 古飘雪城投影入古中 豁然就消失不见 而在九仙钟内 出现了一座城 秦问天将九仙钟 拖在手中 身体悬浮于虚空之上 下方那座古城 彻底地消失 进入了九仙钟内 远处只见一道身影 去而复返 赫然正是裴雨 他抬头望向虚空 看着秦问天的身影 是你 裴雨难难滴欲 是我 秦问天点头 裴雨 好好过自己的人生 不要去不切实际的幻想 今日起 飘雪楼主 已成为过去 我秦问天 是新的飘雪楼主 裴雨美眸望着虚空 是啊 如今秦问天 掌控了飘雪城 他是飘雪楼主的传人 新的飘雪楼主 佩语 保重 秦问天开口说道 随即身影腾空 离开了这里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72集 在秦问天来到飘雪城的时候 帐剑宗主人 按照秦问天的嘱咐 来到了江陵郡的郡王府 不过却被郡王府的侍卫拦下 看着前方那座气势辉煌的仙殿 帐剑宗的人 无不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威压 来着何人 侍卫问道 我们是秦问天介绍前来 找郡王 帐剑宗老祖走上前道 侍卫眼眸一闪 扫了一眼面前的诸人 诸位暂且稍候 容我通禀 好 帐剑宗老祖点头 不敢有丝毫意见 别人一个寻常的侍卫 都有他的气势了 没过多久 便见到一威严强者 带着不少人踏步而来 那威严中年 正是江陵郡郡王 他看向仗剑宗的人 问道 诸位是 他见这些人实力的确很弱小 应该不敢说谎 否则就是送死 我们是秦问天 在栗子世界的师门中人 老朽是宗门宗主 打扰前辈实在抱歉 秦问天让我前来找郡王 带我们前往迁遍仙门 他留有仙念在 有重要事情要去迁遍仙门内 仗剑宗老族 他眼前之人可是比他强大太多 江陵郡郡王听到此话 知道不会有假 顿时客气说道 说着他亲自走上前放低姿态 指引着仗剑宗老族前行 前辈 你不敢受此大礼 仗剑宗老族大惊 他身后仗剑宗的人皆都面面相聚 内心震撼无以复加 江陵郡的郡王称秦问天为秦少 这太震撼了 秦问天究竟是何身份 秦少的长辈这是应该的 诸位快醒吧 无需客气 郡王依旧放下身段 仗剑宗老族忐忑前行 开口道 秦问天让我们快速前往迁遍仙门 郡王啊 仙宴就无需准备了 郡王思索片刻 随即点头道 也好 秦少的事情重要 那我们这就直接出发吧 嗯 我也正有此意 仗剑宗老族点头 随即郡王亲自带他们 前往云州城 千遍仙门 千遍仙门 一座座仙宫 弥漫缥缈仙气 仙威强盛 随处可见的侍卫 都是高高在上的仙 仗剑宗的人心跳不止 偏偏所欲仙台强者 对他们都是非常客气 这些人 可都是一巴掌 就能轻易拍死他们的 可怕强者呀 而且 所有千遍仙门之人 对秦问天 同样称呼为 秦少 就在这时 叶灵霜身上 仙光闪耀 秦问天的仙念出现 问天 叶灵霜 喊了声 栗子世界有钥匙 我这就去见千遍敌军 姐 你和老祖等人 就暂时住在仙门中吧 秦问天开口说道 随即带着诸人前行 遇到一群仙台侍卫 他们看到秦问天之后 纷纷驻足停下 列成整齐划衣的队伍 弓声喊道 秦少 秦问天微微点头 直接从他们中间走过 障见宗跟着秦问天的步伐 一路上进阶如此 他们内心无不掀起 惊涛骇浪 例子世界 皇集圣域 新河工会 此时 一行强者聚集在一起 除了之前的新河工会之人 有更强的人到了 威严无比 之前镇压这一方 立子世界的仙台强者 毕恭毕敬 秦问天在哪儿 为首之人 开口问道 不知道 据我们的眼线来报 秦问天在天庸城白甲 克了一个大阵 随后一夜间消失 整座白府都消失不见了 后来我们前去探查 心念都找不到他们 一人低头 开口说道 秦问天 找不到人呢 会不会离开了 立子世界 前往仙域了 那为首之人 也未责怪 只是平静问道 应该不是 若是离开 立子世界 前往仙域 秦问天 没有必要去克阵法 直接以先接神兵 带他们离开就行 那人回应道 也对 我们直接出发 前往楚国 先念覆盖 把第三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那为首之人从椅子上走下来 瞬间身体出现在了外面 顿时一行强者浩浩荡荡而去 直奔楚国方向 楚国 一行先台强者从天而降 威严直接笼罩楚国皇城之地 无数人抬头 心惊胆颤 这些人好强 一个个气势滔天 身上绽放纤维 全部都是先台强者 这些人继续踏步 朝着楚国天庸城方位而去 发现天庸城没有人之后 随后开始散开 先念疯狂扑散开来 真正挖第三只 也要将秦问天他们找出来 一个时辰后 朱强者陆续返还到 楚国天庸城上空 纷纷摇头 没有人 找遍了整个楚国 任何一个地方都没错过 都没有了秦问天他们的踪迹 仿佛真的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可能他们早已不在楚国了 要不要地毯时搜索整个粒子世界 有人建议到 他们这么多先台强者 若是花费些时间 整个粒子世界 都会被他们的先念给覆盖 好 直接搜索整个粒子世界 若是还不行 就要请先王出手了 为首之人开口继续道 分配好地方 准备出发 是 朱强者点头 分配好任务后 分散出发 竟真的要搜索整个粒子世界 不惜一切 都要将秦问天给找出来 然而他们注定是无功而返了 数日之后 各大先台强者 走遍粒子世界各大角落 依旧没有能够找到秦问天的身影 还有白家的人 仿佛真的凭空消失了吧 无奈之下 只能重返星河工会 派人盯着楚国天庸城 秦问天从仙玉归来之时 他直接降临到了楚国天庸城 落在了白家所在的地方 白家依旧是空荡荡的 秦问天静止走到地面上 踏着奇妙的步伐 只见一道道纹路 陡然间亮了起来 轰隆隆的可怕声响传出 只见地面下方 竟然出现了一座府邸 赫然正是白家 这座府邸直接拔地而起 重新归位 里面白家的人 以及秦问天的亲人朋友们 全部都在 一个不差 竟然就在原地 这恐怕是星河公会 做梦都想不到的 问天 星河公会的强者来过了 有很多强者 你必须立即离开 前往仙玉 只见耀皇看着秦问天 直接开口说道 使得秦问天目光一闪 秦媚仙子也开口道 这里的一切 恐怕都被监视着 秦问天 却是要立即走了 否则来不及了 这大阵能够瞒天过海 但如今已经暴露 星河公会来过了 秦问天问道 看来 星河公会的动作 比他要快不少 千变仙门的强者 应该也在路上 来了 数十位仙台强者 而且似乎很可怕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莫秦成也道 无妨 我带了一座大阵前来 走 我们立即前往天庸城外 这里地方太小了 秦问天说了声 控制阵法 直接从地底拔了起来 随后在天庸城 诸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白家釜底 朝着天庸城外的森林而去 天庸城的人这才知道 原来白斧迁移 只是秦问天的障眼法 白斧 以及白斧的人 一直都在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73集 天庸城外 辽阔无比的森林之地 秦问天曾经在这里受伤 被墨清城所救 看着那座森林 秦问天笑看着身旁的墨清城 道 清晨 当初你就在这里救了我 却没露面就走 害我误会 以为是别人所救 嗯 那时还是小混蛋 带我来这里的 我追了这个家伙很久 他却一见到你就赖上了 墨清城瞪着怀中的小家伙道 本爸爸是为了成全你吗 小混蛋得意地道 秦问天和墨清城 同时鄙视地看着他 真的不前往仙欲吗 墨清城握着秦问天的手 依旧很担心 放心吧 秦问天看着他 坦然一笑 随即往前走了一步 手掌挥动 九仙中线 轰隆隆的可怕声响传出 人群只见一座 巨大屋边的古城出现 这座古城 是如此的恢弘 大气磅礴 而且每一座建筑都宛若神兵般 鬼斧天宫 去 秦问天喝道 顿时飘雪古城 直接将整片森林都覆盖 天庸城外 多出了一座古城 古飘雪城 走 下去吧 秦问天开口说道 身边的人 却都全部的呆滞住了 神情震撼 秦问天前往仙玉回来 竟然直接带来了一座灰红古城 他 带了一座城回来 天庸城城门之地的人 看到这一幕 同样惊呆了 这消息 瞬间席卷整座天庸城 无数人纷纷来到城外观看 站在城墙上方 看着外面那座仙人居住的古城 他们感觉天庸城是那么的破 根本不能称之为城 这是秦问天从仙玉带来的吗 仙玉的城池竟然能够移动吗 天庸城的人 简直无法想象 而秦问天的亲人朋友们 则纷纷降落在古城当中 烦乐胖子格外的兴奋 道 老大 这座城你是怎么得到的 此城 乃是一座通天气城 一城之地 唯一神兵 拥有无穷威能 乃是我偶然间所得 秦问天道 周围的人倒吸一口良气 气城 一城之地 唯一神兵 这座城 能够攻击吧 耀皇问道 自然 昔日我以天象请驾驭 就有很强攻击 如今我已入仙 驾驭这座古城 威力更强 秦问天点头道 当初 他借飘雪城之力 可是以天象境界 诛杀过先进强者 看来 你早有打算 耀皇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秦问天 他自会有分寸 白府出现的消息 星河工会 自然在第一时间 得到了消息 因此 秦问天 并未等太久 星河工会的 仙台强者就到了 他们悬浮于虚空之上 数十位仙台强者 威严可怕 鲜威绽放之时 光芒耀天 不可一世 秦问天念通 九仙忠 站在九仙忠上 目光冷漠地 扫视着虚空中的 朱强者 拿下 那为首的仙台强者 直接下令 根本不和秦问天废话 轰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纤威 瞬间爆发 一座座仙台光芒大放 压迫而下 古城中 无尽符文闪耀 只见一条条仙知锁链 席卷天穷 刹那间 将这片天地 都包裹其中 卷向了那些仙台强者 斩 只见有一人的仙台 宛若一柄绝石立剑形状 斩灭一切 他站在那 就像是一柄绝石之剑 疯狂斩下那横耿于天的锁链 轰隆隆的一声 秦问天身体扩大 化身千丈 宛若一尊巨人般 他身上出现了一尊 更加可怕的虚影 秦问天只是站在其中 这尊巨人身影 似有万丈般 手掌一抓 直接捏向那些仙台强者 朱仙台纷纷后退 却见这座古城 亮起了夺目的光芒 飘雪城出现了 无尽规则之剑 能够射杀朱仙 那些强者身上 仙台之危大方 将利剑击碎 但那大手印太可怕了 直接捏了过来 大到无处可挡 以仙台强者无法逃脱 直接被滔天大掌印捏住 随即猛地用力 惨叫声传出 仙台强者直接被捏碎 杀死掉了 退 虚空中的围首仙台强者 发现不对劲 这座城 似乎是传说中的飘雪城 请问天能够借飘雪城战斗 这样一来 他们仙台强者数量上 虽占据优势 但似乎没有用 那些仙台强者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请问天借助这座古城 竟然发挥出 可怕的力量来 只见其问天驾驭的那 无比庞大的身躯手掌 朝着虚空一按 刹那间 一股绝世剑威 极卷天地 化作一股滔天的剑气风暴 将诸天都要埋葬于剑气当中 那围首强者身体 急速腾空 直冲云霄 根本顾不得其他人 杀 这一指落下 一股灭仙剑威扫荡于天理之间 扑刺的声响不断 一尊尊仙台级别的存在 直接被击碎仙台 诸灭身躯 云落于此 仙台强者 似乎都显得那般的脆弱 远处天庸城那边 那些平凡人 看得是心惊胆颤 很多人感受到鲜威 吓得疯狂逃窜 但也有大胆的人 趴在那里观看这场战斗 惊得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真的是人类午休 能够绽放出的力量吗 那些仙人 一个个站在天穷之上 拥有无上威能 他们谈指尖 能够覆灭一城之地 小小的天庸城 若是这些仙要出手 他们天庸城的所谓午休 会如蝼蚁一般被杀掉来 然而 如此强大的存在 高高在上的仙人 被秦问天 一击杀死了十余位 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一幕 那数十年前 从天庸城走出的少年人物 如今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 抬首灭仙 每念及此 他们内心都会掀起一股狂澜 英雄不问出处 天庸城少年依旧能够走出去 成为天地主宰 从感情上而言 天庸城的人 当然希望秦问天战胜 他是真正属于天庸城的传奇人物 这传奇将会让整个天下 都知道天庸城这座小城的名字 成为这座城的象征 整个天下 唯有他们天庸城走出了这样的人物 星河宫会再强 对他们而言 也只是外来实力 灭仙剑乃是仙术 而是真正攻伐力量超强的仙术 曾经的秦问天 每次使用都耗尽力量 燃烧自身 但如今 他已经是真正的仙 铸就了完美无缺的圣仙台 在借助这座飘雪古城的力量 一击之下 何等危能 十余位仙台强者 还没有攻下来 就将命留下来了 一些人侥幸逃脱 他们站在高空之上 看着那狂乱舞动的剑威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们星河宫会 这次为了擒拿秦问天 派遣了最近筑点的数十位仙台 来这栗子世界 而秦问天 竟搬来了一座古城 不仅没有能够拿下对方 反而被杀得如此的惨 这才刚刚开始战斗 就有这样的死伤 还如何去战呢 走 那为首的仙台强者下令撤退 一行人直冲云霄 不敢靠近那座古飘雪城 这一战来得快 结束得更快 只是刹那间 战斗从爆发到终结 陨落十余位仙台强者 只不过片刻时间而已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更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74集 笼罩秦问天的万丈 虚已消失 他的庞大神区 也化作正常大小 披上了一件白袍 冷冷地扫了一眼 那些离去的星河工会强者 这些人恐怕是不会罢休的 不过 牵遍仙门的人 应该也快到了 怎么了 此时 这些人恐怕是不会罢休的少年伙伴 如今他仰望秦问天都做不到了 太强了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炼的 秦魏仙子也感觉自己老了 周围那些大夏皇朝的嫡系 看着秦问天的目光 都像是看着天神一般 这就是他们的君主 何等的强大 这个世界无人能及 老大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快速成仙的呀 凡乐胖子走到了秦问天身边 眼睛一闪一闪的 有啊 秦问天认真地点了点头 真的 什么办法 胖子双眼放光 我来胖揍你一顿 应该会飘飘欲鲜 秦问天握了握拳头 发出咔嚓的声响 顿时周围猪人都笑了起来 诸位 这座鼓飘雪城很大 在这周围 随便挑选自己的驻地吧 不过 尽量处在这片中心区域 免得我接触气场大战之时 波及到大家 秦问天望向诸人道 人群纷纷点头 随即各自散去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他们虽然处在一座城上 但这座城不仅能够移动 还能战斗 天庸城 无数人站在高速 或者腾空 望着前方那座辽阔浩瀚的 灰红城池 是那么的波澜壮阔 胜了 秦问天胜了 主杀了十余魏仙 秦府秦问天 天下无双 他是大厦的君王 楚国的无冕之王 而他是从我们天庸城走出去的 诸多强者感叹 他们前往城池当中 奔走香港 整座天庸城 宽藤一片 庆祝秦问天的胜利 整个天庸城 似乎都在为之关乎 天庸城有如此人物 他们怎能不骄傲 这场胜利的消息 很快传遍楚国 传遍大象 甚至 黄极圣域的人 也都知道 新河工会的强者 煞雨而归 他们少了十余位 仙台强者 新河工会总部 压抑无比 这场胜利 真正让粒子世界的人 感受到了秦问天的强大 这是一个传奇 这场战斗的影响 也是巨大的 那些对新河工会 奉若神明的粒子世界之人 内心开始动摇了 这从天外而来的仙玉势力 在这场和本土世界成长的 秦问天战斗中战败 意味着新河工会 还并不能成为绝对霸主 至少 在清理秦问天之前 还做不到 粒子世界的各大地方 一些本想要加入 新河工会的人 开始动摇 他们都在观望 如今新河工会 已经和秦问天 结下了不死不休的仇恨 双方都容不下 对方的存在 但这场战斗 最终胜负出现之前 看来还是稳妥些 不要加入新河工会的号 这一战后 很多人都开始朝着 天庸城的方向赶去 地心学院的人 墨商 皇宫的楚马 都来到了秦问天 所在的古飘学城 这座城 聚集着秦问天 在粒子世界 绝大多数亲人朋友了 他也感受到了一股 无形的压力 因为卷入和新河工会的战斗 他的亲人和朋友 只能依附于他 一旦他战败 将全部都要毁灭 这些都将是他的责任 大厦势力范围 前往楚国的方向 有着一行白衣女子 欲空而行 这些女子气质非凡 飘然若先 尤其是围首女子 轻杀蒙面 但只是看她那优雅身姿 以及完美肌肤 就隐隐能够感觉到 这必是一个 有着绝世容颜的女子 仙儿 如今秦问天正卷入风暴中 新河工会 显然是先于大势力 我们现在前去天庸城 岂不是卷入其中 何不置身事外 只听一位女子 看着那轻杀蒙面之人 开口问道 喂 你不想看看秦问天了吗 那可是我们这个世界 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物啊 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们栗子世界 有这么年轻的仙 更重要的是 她伤得还很均呢 那女子声音 有几分俏皮之意 眼波流转间 透着一股风气 可是星河工会若不罢休 这很危险呢 旁边之人道 放心吧 我就到天庸城远远看看 我会套上去的 不然别人还以为 我林仙儿要倒追男人呢 女子勾魂一笑 即便是历史最接触的青年 我林仙儿也不会主动往上贴呢 那就好 我们就在天庸城看看吧 旁边之人低声说道 没有多说什么 原来这轻杀蒙面的女子 正是当年有着黄极圣域 第一美女之称的仙女 叫林仙儿 她本打算等待实力 再强大一些 就拜托药皇前辈 送她前往仙域的 红颜祸水 她实力太弱 前往仙域 这样的容颜 只会是她的灾难 天庸城 靠近城外的一座酒楼 坐在酒楼最上层 能够看到外面 骨飘雪成的灰红情景 高棚满座 林仙儿他们一来 顿时不少人的目光 纷纷望向这边 这里能够让给我们坐吗 林仙儿看了一眼 靠窗的绝佳位置 对着那里的几人说道 她的眼神勾魂夺破 偏偏还有着一股 弱女子的气质 似乎要让人呵护 那几人立即就站起身来 让出位置道 自然可以 诸位先自请 谢谢了 林仙儿浅浅一笑 虽隔着面纱 依旧让那几人心跳加速 林仙儿望向那座灰红古城 柔声笑道 这就是那座城吧 秦问天他的家乡 好像就是天庸城吧 没错 秦问天乃是我们 天庸城秦府弟子 少年时期因为不能修行 还遭遇了白家退婚 不过秦问天大度 如今早已经和白府的人化解恩怨 成为传奇人物 是啊 秦问天 我天庸城的传奇人物 他站在整个世界的巅峰啊 仙子你从外地来吧 关于秦问天的传说 三天三夜都无法说完 他曾被退婚 后去地心学院修行 最后决定楚国皇权 又成大下君主 后来在他的帮助下 调皇鼓灭了天下霸主 皇集圣宗 他是奇迹 是传说 诸人你一言我一语 诉说着秦问天的辉煌 嗨 我是佳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更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75集 红的一声 居然间酒楼颤抖 诸人的心脏也随之猛烈颤抖了下 声音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 人群神色大汉 就在这一刻 一股无上的威压 笼罩了整个天地 笼罩了天庸城的所有人 甚至是楚国的所有人 在这股威压之下 都要臣服 翁的一声 前方的鼓飘雪城中 陡然间绽放一层璀璨光幕 诸人抬头望向那边 只见虚空中走出了一身披星河工会紫金长袍的身影 他从天穷降落 带着绝世之威 伸出手朝着下空探去 他的手掌 仿佛要直接灭掉一座城 砰的一声 光幕破碎 一股世界毁灭的气息降落 那天穷大手 像是神灵的旨意降临 灭绝一切 一切的声音 在这一刻停下 天庸城安静 所有人惊骇地看着那一幕 感觉灵魂都在颤抖 好强啊 九楼中寂静无声 刚才还在侃侃而谈的他们 安静 脸色已经变得苍白 那股微压如同天威一般压垮众生 压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很多人直接匍匐趴在了地上 灵仙儿脸色也是大变 看向那座鼓飘雪城 那站在虚空中的身影 宛若神灵一般 他威压笼罩天地 但攻击力却全部聚于异点 丝毫不波及其他地方 这样的控制力太可怕了 绝对掌控 星河工会派遣上届仙域的超级强者降临了吗 秦万天之前就已经嗅到了一丝强烈的危机 仙念入九仙中光芒万丈 整座飘雪城释放遮天光幕 但在这一击之下 光幕破碎 古飘雪城内的所有人都被震得吐血 脸色惨白 秦万天也感觉浑身动荡 翁的一声 根本不容他反应 一只可怕的手掌穿梭虚空而来 要落在古飘雪城上 一声惊天巨吼声传出 一股无上的纤维 从整座飘雪城中绽放 九仙中震颤天地 化作一口遮天大钟 翁的一声 将整座飘雪城笼罩其中 同样也将那穿梭而来的虚空大手拦截 喷又是一声惊天动荡 哇的一声 秦万天喷出了一口鲜血 他身体弯曲 似乎无法站稳 抬起头望着虚空 随即他眼眸闭上 沟通这座飘雪楼主 曾经炼制的城池 弃城为兵 济石城 攻击第二 防御为先 整座古飘雪城亮了起来 出现了无尽符文之光 飘在九仙中上 这座遮天大钟 矗立于天底间 闪烁着无尽符文光芒 钟声不断 震荡于时间 一道道古城虚隐 投影在九仙中上 似乎是最牢靠的防御 轰轰轰的几声 虚空中的强者神色变化 傲力于天穷的他 疯狂轰杀而出 这座古飘雪城 竟然还有这等防御之能 他竟轰不破碎 只见 遮天大钟内的身影 不停地遭受震荡力量 即便防御全部被遮天大钟扛住 那无尽的背压 被分散流失 但一股震力 依然让他们难受无比 尤其是修为最弱小的一批人 即便是轻微的振服 都足以让他们吐血受伤 不断有人趴下 而秦问天承受着最直面的攻击 他闭着眼眸 脸色苍白 但仙念依旧支撑着最强的防御状态 不让这强者攻破 星河公会的先王强者率先一步到了 虚空中 那强者轰击了许久 竟然发现攻不破这座遮天大钟 他脚步一趟 天地震荡 神色中闪阔一道冰冷寒芒 在他身后出现了之前那些 星河公会的仙台强者 他们脸色也不好看 这股飘雪城的最强防御 竟然这么厉害 秦问天滚出来 那身披璀璨服侍的先王人物傲然说道 声音似于天地融为一体 震颤于九仙中内 秦问天滚出来 秦问天滚出来 九仙中内回声震荡 秦问天睁开眼眸 妄想虚空 脸色铁青 星河公会对付秦某 竟让一方先王出动 倒是真够看得起在下 那先王强者神色寒冷 一股无上之威从他身上降临 他身体猛然间降落 直接踏向了巨大无比的鼓中 一声震天大响传出 秦问天只感觉浑身剧烈颤抖 九仙中包裹的鼓飘雪成 朝着地下陷落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 沉住到大地 里面的人无不振的身体颤抖 只见那先王人物 直接站在了九仙中上 低头俯瞰着里面的秦问天 再道 滚出来 秦问天抬头看着那先王霸道的眼神 随即冰冷一笑 以先王之威 前来期粒子世界中人 你不觉丢脸 放肆 那先王脚步再度猛烈一趟 九仙中带着鼓飘雪成继续往下沉去 秦问天的眼神依旧冰冷地看着对方 只要这九仙中防御不破 即便眼前是先王人物 迟早也会是个死人 哼 你以为归缩在里面 我奈何你不了 这先王冷笑 指着前方天拥城道 这座城是你故乡 应该有你很多朋友吧 你信不信我屠灭这座城 秦问天心头一颤 但他依旧让自己脸色保持平静 这时候他必须不懂声色 他越是在意 对方越会用天拥城来威胁他 你可是先王人物 屠杀凡人 不怕大罪孽缠身 得因果报应 秦问天冷冷地 况且 我的亲人朋友 都在这座飘雪城中 无一在望 到了我这等境界 谁的手中没有染上罪孽 你即便是仙台境界 都诛杀过不少姓名吧 只要我不去灭一方粒子世界 就不算是大罪孽 哪来的因果报应 区区一座城的姓名 算什么 那强者脚步再度一踏 古飘雪城继续下沉 那先王人物冷道 你真不出来 你要我为天拥城的人 放弃我的亲人朋友 以及自己 未免可笑 秦问天道 天下有这般大义之人吗 你这是徒造杀戮而已 秦问天内心冰冷无比 没想到一个先王人物 竟然为了逼他 做出这等事情 他只能假装完全不在乎 而且他说的也没错 对方根本没有理由 杀天拥城的人 没有人有这般大义 哼 那先王强者 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 手掌猛地抓了过去 瞬间有数十人被他的大掌翼 抓入了虚空中 那些人只感觉灵魂聚散 大声喊道 救命啊 区区天拥城的人 对我而言就是蝼蚁 抬手就能杀 你除不出来 那先王盯着秦问天 秦问天神色不动 铁石心肠 他越是在乎 对方越会大开杀戒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76集 杀 先王人物手掌隔空一捏 瞬间那些人全部陨落 朝着下空坠去 远处天拥城的人 看到这一幕 只感觉灵魂振扎 他们甚至忘记了愤怒 对此人而言 天拥城的人 就是蝼蚁一般 想杀就杀 不过抬手间的事情 秦问天眼睁睁地 看着那些人被杀 他纵然有滔天愤怒 脸上却显得瓶颈如水 他不能在意 越在意 对方杀得越狠 会以此威逼他 你杀这些无辜者 有意义吗 我真为你感到羞耻 秦问天讽刺说道 那先王看着秦问天 漠然的表情 透着对生死的漠视 他抬手朝着远方空去 轰隆隆地可怕声响传出 又是许多人陨灭 真的不在乎这些人的生死 那先王俯瞰下方 是你愚蠢还是我愚蠢 我会为了外人舍弃自己 秦问天道 竟然还有人不跑 看他的眼神似乎有些担心你呢 那先王冷笑道 秦问天眉头微皱 随即那先王再度伸手一抓 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虚空中 那是一道飘然若鲜的身影 非常美丽 此刻他的面纱被先王抬手抹掉 露出惊世容颜 但却花容失色 灵仙啊 秦问天神色一尘 灵仙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很美 即便仙玉的仙子 这样漂亮的女人也不多 你别告诉我 你们不认识 那先王冷笑 他的仙念何等厉害 刚才整个天庸城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些人的表情他都没有放过 灵仙儿 他的恐惧很少 盯着这边的方向 竟然有些担心和紧张 秦问天内心冰冷 仙王人物果然强大 原来他是有目的的 在攻击的同时 仙念在观察 想要找到他的熟人 此女我的确认识 颇有名气 乃是难得的美女 秦问天冷道 不过你看我这城中 美女如云 这栗子世界 秦某自问 爱慕我的女子不少 尤其是优秀的女人 她露出紧张担心之色 有何奇怪 那你倒是艳福不浅 那先王人物看着他道 随即手掌一挥 将灵仙儿甩向了身后的仙台人物 道 这土著世界 难得有如此美女 眼神勾人 便宜你们了 回去好好享受一番吧 前辈 小女子并不认识她 您是仙玉大能 何苦为难我呢 灵仙儿娇弱地道 声音表情都是勾人至极 难得美女 你们有福了 这仙王人物 但莫说道 鱼妻依旧冰冷 末世一切 例子世界的人 在他眼中 人命如草剑 不值一提 都是蝼蚁 多谢先王 后方 后方诸人攻身 抓住灵仙儿 直接离聚 秦问天看到灵仙儿目光望向他这边 那绝美的眼眸中带着一丝绝望 你想通了 你想通了可以出来 那仙王府看秦问天 脚步再次一趟 直接消失不见 秦问天双拳紧握 灵仙儿离开时的眼神挥之不去 诸人纷纷闪烁过来 脸色苍白 皆都被震荡的厉害 他们看着秦问天 道 问天 你要离开了 前往仙域吧 死仇 必报 秦问天双眸冰冷至极 林仙儿当初对他有恩 当年在仙武界试炼的时候 帮助过叶灵霜和欧阳他们 林仙儿他 欧阳狂生欲言又止 内心也是无比愤怒 没想到现万人物如此卑鄙 他是根本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 将粒子世界的人当作蝼蚁看待 问天 你必须要走了 快想办法离开吧 到了 秦魅仙子冷冰冰地说道 秦问天双眸寒冷至极 诸人目光看着秦问天 不知道秦问天是何意 这种时候对他们而言 只有离开 没有其他选择 秦城 你劝劝问天 秦魅仙子对着莫秦城道 然而只见此时秦问天身上杀意滔天 抬头望向天穷 只见那里有一道道强者从天而降 自从天外而来 秦问天看着虚空中飘落而下的身影 目光中进阶锋芒 终于到了 天庸城 无数道身影抬头凝望虚空中的身影 他们还未从刚才的心惊胆颤中走出来 却又见天穷仙台强者降临 内心再一次猛然颤动 这些人又是何人 在古飘雪城中 诸人同样抬头 莫秦城还没有劝秦问天 他们就看到了虚空强者落下 直接朝着这座古城方向 心中忐忑 不会又是星河公会的人吧 若真的是 那么真的完了 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不过 之前秦问天说 到了 究竟是何意 这些人 很可能并非是星河公会的强者 秦问天那一声 到了 似乎知道他们会来一眼 他们究竟是谁 轰轰轰的几声 先忙闪耀 这些人一起降临九仙中外 为首一人眼眸可怕 蕴藏极为强大的威严 即便相隔九仙中 诸人看到他的眼神 都会有一种心颤的感觉 他们在九仙中上停下 完了 秦问天彻底要被灭了 天庸城的人心惊胆颤 这一行强者浩浩荡荡 比刚才那些星河公会的人 还要多很多 强悍的阵容 可谓是超级可怕 他们 也是星河公会 前来对付秦问天的吗 这样的话 秦问天真的彻底死定了 毫无希望 必死无疑 一代传奇人物 终将隐密于此吗 就在这时候 九仙中上的光芒 突然间消失了 只见九仙中 不再是遮天谷中 而是归位 整座飘雪城 出现在了那里 看到这一幕 诸人心头又是一刹 这是怎么回事 秦问天疯了吗 他是已经绝望了 自知没有生机 要投降了吗 那从天而降的 诸多身影 站在各大方位 他们的目光 一眼落在了 秦问天的身上 只见秦问天的身体 飘浮而起 目光扫向他们 锋芒闪耀 秦少 诸多仙台强者 对着秦问天攻身 一股天地大事 都伴随着这声音出现 拥有惊人之危 诸仙台同时开口 声音都汇聚成一股大事 传遍这片天地 只一道声音 就让所有人浑身聚颤 身体不由自主地疯狂颤抖了起来 古飘雪城 秦问天的亲人朋友 看到这震撼的一幕 只感觉不真实般 那些从天而降的身影 来自仙玉上界的强者 他们降临而来 全部对着秦问天攻身 尊敬无比 齐声喊道 秦少 这真的就是他们所认识的秦问天吗 这真的是他们看着成长的晚辈 过着陪伴着一起成长的伙伴 秦问天吗 他们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只感觉有些不真实般 秦问天自己踏足仙台之境 便也罢了 一群从仙玉降临的强者 竟然对他攻身 尊称秦少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秦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77集 天庸城的人也一个个内心震惨 仰望那诸多仙人 这是真的吗 我的眼睛没看错吧 天啊 这些人可都是仙 天庸城秦问天 他究竟在仙玉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他们的内心疯狂地颤抖着 甚至不停地揉自己的眼睛 似乎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秦问天 你能快去救仙儿吗 只见一道声音传来 是仙女教的女子 和林仙儿一起而来的人 秦问天 林仙儿她是暗恋你的 看在你们认识的份上 你去救她吧 一人祈求道 放心 星河公会的所作所 会付出代价 秦问天目光冰冷 那为首的仙王人物 看向秦问天道 秦少 下令吧 好 你让人守住这粒子世界 一个都不要放过 其余人 立即前去星河公会总部 全部围起来 不要让他们伤害那女子 她是我朋友 立刻出发 等我命令 秦问天下令道 是 秦少 无人应道 只见一位仙王人物身上 绽放可怕围扬 一股强大力量 瞬间卷住那些仙台人物 一步迈出 仿佛横跨虚空离去 直接带人消失在了眼前 你们暂时委屈下 我会将古城收入九仙中 以免发生意外 秦问天看向墨青城等人道 他一直等到这些强者落下 才走出来 就是怕意外发生 毕竟对方有仙王存在 仙王人物太危险了 只要稍有不慎 他们所有人都可能落入对方手中 那时再强大的兵力 也无济于事 没事 我们知道 诸人纷纷点头 他们自然明白轻重缓击 秦问天念通九仙中 这九仙中 乃是整座飘雪城的灵魂 光芒闪耀 将整座古飘雪城收集 仿佛拥有空间之能 那些人 全部随古城一起消失 出现在了九仙中内 我们出发 秦问天对着那为首的 仙王强者道 好 那仙王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秦问天 迈步而出 同样瞬间消失不见 只是短暂的刹那时间 整座古飘雪城 以及诸多强者 全部从天庸城 诸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杀 杀光星河工会之人 天庸城的人 都露出激动的神色 星河工会的人 视他们如蝼蚁 所以诛杀 秦问天 一定要灭光他们 可恨 这场战斗无法亲眼目睹 我真想看到那 仙王人物的死 他高高在上 漠视他人生命的时候 是何等的高啊 秦问天 一定是成为了 仙玉超级势力的少主 主人称他秦少 一定能灭掉那仙王 天庸城许多人都很激动 恨不得轻眼去看着 惊天一战 秦问天也不是什么好人吧 他刚才见死不救 莫不关心哪 有人愤恨的道 哼 你这么高傻 那秦问天也是人哪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在 他一走出来 死的不仅是他一人 他的亲人朋友都要陪葬 你能做到 有人骂道 至于莫不关心 这才是真的在乎 他一旦表露出 对天庸城诸人的关系 那仙王人物会放过我们 恐怕真的要大开杀戒 逼秦问天出来了 那人神色一致 点了点头 你说的也对 谁有资格让秦问天 放弃自己的家人呢 只能恨星河公会的人卑鄙 最好把他们杀干净 兴女叫一脉的几位女子 都露出紧张的神色 其中一人问道 仙儿不会有事吧 不会的 秦问天和仙儿是朋友 刚才他无能为力 但如今有这么多强者在 他一定会尽力救仙儿的 旁边一人认真地道 但实则也是非常紧张 身体微微颤抖着 只能期待了 星河公会 此刻已经是剑拔鲁张 星河公会上空 诸多星河公会的强者 压着林仙儿 目光盯着周围的强者身影 在他们的上空 由可怕的威压弥漫而下 封死了他们的退路 林仙儿被擒拿 之前本已经绝望 但突然就看到一群强者 降临星河公会 将这里围了起来 内心中又重燃希望 不过他到此刻还没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翁的一声 又有一道光芒闪耀而来 两道声音出现 一人是一位可怕的威严人物 另一人 赫然乃是秦问天 林仙儿的美眸中 闪过一抹异色 是秦问天 竟然是秦问天来了 下方 星河公会 诸强者内心颤动 只感觉一阵心惊 看着虚空中的超强阵容 远处 黄极圣玉的围观之人 更是浑身震荡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呀 那青年人物 是秦问天吗 让我们离去 否则他的命 我要了 那星河公会的先王 冷漠开口 指着林仙儿说道 他也明白 眼前的局势 对他们非常不利 听我令 下面星河公会的 杀无赦 秦问天 冰冷开口 是 诸心台强者 朝着下方冲去 刹那间 一股毁灭的力量 直接降临着 黄极圣玉的 星河公会总部 一道道惨叫声传出 有人吼道 先王 救我 然而那先王人物 只是神色冰冷 无动于衷 秦问天 同样没有 看下面诸人 神色寒冷至极 杀天庸城的人 来威胁他 那么好 天庸城的 无辜之人 你都杀 星河公会的人 一个都不能留 完了 星河公会 换他了 远处的人 灵魂都在颤里 他们还没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 这些强者是谁 这些强者是谁 秦问天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竟然命令诸仙 杀戮 星河公会的强者 你真不顾及他的死活 那先王指着 林仙儿道 你没说错 我的确认识他 堂堂先王人物 拿无辜之人来威胁我 那么很好 你们都给我听着 除非你们没有家事 只要有 他掉了一根头发 我发誓会查出你们的家人 会让他们很惨 我说到做到 秦问天的冰冷眼神 扫过那些仙台强者 随后落在那先王人物身上 包括 放人 秦问天声音寒冷 你觉得可能吗 那先王强者 神色依旧漠然 我跟他换 秦问天开口道 使得诸人神色一宁 即便是林仙儿 他的美眸也是一致 呆呆地看着秦问天 他如此绝代人物 竟然要跟他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星河公会的先王 笑看着秦问天 他要和林仙儿换 这当然没问题 林仙儿 对他而言 无关紧要 只是例子世界的人而已 但只要拿下秦问天 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这些人也不敢动他们 好 我同意换人 你过来 我立即将他交出去 那星河公会的先王 盯着秦问天道 秦少 不能换 牵遍先门的人皱眉 秦问天的身份 实在不宜去和 例子世界的人去交换 星河公会的目的是 拿下秦问天 甚至出动了先王人物 只是没想到 秦问天凭借古飘雪城 拦住了他的攻击 没有得手 否则的话 对方已经擎拿秦问天 离开例子世界了 如今 擎问天自投罗网 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方擎拿秦问天后 会直接离开例子世界 前往先遇 那时候想要拿人 就不容易了 听我的 秦问天开口道 那些先王人物沉默 林仙儿美眸 凝望着秦问天 随后 他竟露出了一抹笑颜 对着秦问天道 秦公子 仙儿的命没你珍贵 还请秦公子 不用顾及仙儿 要是仙儿不幸死在这里 秦公子为我报仇就是 闭嘴 抓着他的仙台强者 冷喝一声 手一丝 将林仙儿一条手臂的袖子 直接撕裂 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 林仙儿美眸一致 脸色微微变了 我不杀你 但可以让你一丝不挂你 信不信 那仙台强者 威胁说道 秦问天盯着他道 相信我 你死定了 那仙台强者 看着秦问天 冷道 看来你很在乎他 那么我倒想要看看 你怎么杀我 他身上的纤维 笼罩着林仙儿 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要了林仙儿的命 即便仙王人物在 想要救人也难做的 除非能够在无声无息之间 一瞬间杀死他 直接杀死 一个念头都不能留 你换不换 星河宫会的仙王强者 继续冷道 换 但是我过去的时候 他也要过了 秦问天神色漠然 不行 仙王强者一步横跨距离 你们同时出手 直接将两人劫走怎么办 要换人 你必须先过来 我保证放人 那仙王人物 也绝非好说话之人 冷道 仙王人物威胁太大了 秦问天若是和林仙儿 走到中间 对方突然出手 会措手不及 你能以无辜之人的性命 威胁我 如此卑鄙之人 你认为自己有信用可言 秦问天看着对方 相比于你 他对我毫无作用 若是将你拿下 我还留着他做什么 换不换随你 星河宫会的仙王 依旧平静 好 我换 秦问天脚步踏书 朝着那擎拿林仙儿的 仙台强者走去 你来我这里 那星河宫会的 仙王人物开口 秦问天实力可不弱 他走向仙台强者那里 他可不放心 可以 秦问天脚步缓缓走出 不断接近那仙王人物 这一刻 空间居然间紧张了起来 有股剑拔弩张的气氛 仿佛随时可能爆发出恐怖大战 这种微妙的时刻 但凡有一人稍有异动 就会爆发出大战 林仙儿 美眸看着秦问天 心中感动 虽说曾经和秦问天是朋友关系 但那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 时间太久了 那并不是很深的关系 甚至可以淡忘 尤其是归来的秦问天 何等身份 仙台强者 他能够轻易诛杀一位仙境的存在 类似于当初皇级圣宗霸主圣皇 这样的人物 而且在不久前 他依靠古城 诛杀了十余位新河工会的仙台人物 如今 仙王存在 仙遇一个大派势力 诸仙降临栗子世界 听从秦问天之命令 称他情少 这是何等身份 如今 要和他还 秦公子 又何必如此对仙儿呢 林仙儿声音轻柔 心中感叹 他曾经只是幻想着 嫁给一位栗子世界风华绝代的人物 如同当年 八大镇压时代的天骄般的人物 然而如今 八大镇压时代的天骄早已成为过去 秦问天 比他们不知出众多少 这样的人物 竟愿和他交管 仙儿曾经帮过我 况且 我们不是朋友吗 我怎能看着你 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秦问天对着林仙儿说道 他走到一半之时 脚步突然停下 我都走到这里来了 是不是可以放开他了 此时 一道道纤维 笼罩在秦问天的身上 星河宫会的先王 千变先门的先王 都蓄势待发 任何一人动 对方都会动 因此 此刻只能是秦问天动 那仙台人物 看向星河宫会先王 对方给了他一个眼神 他放开了林仙儿 秦问天继续往前走去 他渐渐朝着林仙儿那边走去 你干什么 星河宫会的先王道 我去和他交换 我需要看着他没事 秦问天扫了先王一眼 他的脚步 陡然间迈步而出 直奔那 请拿林仙儿的 仙台强者走去 那仙台强者眉头紧皱 那先王冷横一声 踏步而出 走向秦问天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标 都盯着秦问天 放人 秦问天陡然间 对着那 秦拿林仙儿的仙台 抱贺一声 大步迈出 身上仙台之威绽放 那仙台冷横一声 仙台之威同样爆发 求死 那先王降临秦问天的身后 直接一道执法击出 轰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毁灭威能 瞬间冲入秦问天的身体之中 要摧毁他的仙台 你放肆 一道道爆合声同时响起 一阵璀璨的鲜光绽放 秦问天身上 荡起了一股可怕的防御力量 一尊身影从他身上 跨步而出 可怕的威压 席卷天地 恐怖至极 心念 秦和公会先王神色变化 心头一沉 知道上当 秦问天有意引诱他出手 不由得大喝 小心 他的声音 正是对着那秦拿 灵仙儿的仙台强者 突出的 这时候 所有人都注视着秦问天 注视着仙念 一道黑色毁灭之光 在混乱时降临 如真正的光 一刹那间 钻入了那仙台强者的脑袋中 只一瞬间 那仙台强者脑海直接崩灭 停止了思考 一位先王人物脉步而出 直接将灵仙儿带走 而另一位先王 则一步走到秦问天的身前 纤维将他笼罩 虚空之上 那位先王同样朝着下空降落而来 只一刹那 这片空间仿佛遭到了风景 毁灭的窒息为压 笼罩住了所有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79集 秦问天和林仙儿一起被一位先王带着往后退去 离开战场 这时的林仙儿还在懵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先王出手根本看都看不清 电光火时间 一切就已经结束 他被秦问天拉着往后 一位强者守护在他们身前 秦问天对着诗神的林仙儿一笑 林仙儿的美眸愣着 渐渐地清醒过来 他一直很坚强 但直到刚才那一刻 他才感受到自己有多脆弱 任人宰割 根本无能为力 唯独此时 他生出了一种被守护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然而这时 秦问天已经松开了拉着他的手 他内心中竟有着淡淡的失落之意 战场中 那先王人物被围 他的眼神盯着眼前出现了仙念 他的攻击足以摧毁秦问天的性命 这道仙念真正是守护仙念 足以守护秦问天的一条命 可是千变帝君前辈 这先王开口道 你既然知道是我 依旧敢对他下手 看来 你们一直是有意为之了 千变帝君眼神格外的寒冷 晚辈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还望帝君网开一面 这先王强者示弱道 秦问天 你决定吧 千变帝君先念 望向秦问天方向 他的目光 看了一眼秦问天身边的林仙儿 竟让林仙儿生出紧张之意 帝君 连先王人物都恭恭敬敬 称呼前辈的存在 这是什么样的级别人物 他简直无法想象 杀 秦问天声音冰冷 千变帝君回过头 道 杀 是 他的属下应命 一股可怕的光幕涌现 将那片战斗空间封锁 先王人物大战毁灭力太可怕 足以将整座圣皇城都摧毁 只有他们主动控制战斗范围 你竟然因为一个粒子世界的女人 浪费帝君的先念守护 这可是一条命 那星河公会的先王对着秦问天怒吼一声 就在这一时 一股可怕的风暴卷了起来 大地动荡 整座星河公会仿佛被拔了起来 这股毁灭风暴 宛若末日般 远处的人一个个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心惊胆颤 轰了一声 这只风暴卷向了天球 整片空间都被人力拔起 朝着高空而去 刹那间 整座辉红的星河公会消失不见了 抬起头 虚空之上 由毁灭的光芒绽放而出 整个圣皇城都能够看到 这一刹那 所有人进阶抬头望向虚空 那里正在爆发仙战 帝君仙人守护一条命 林仙儿看着身旁的秦问天 只见此时的秦问天 正抬头看天 那俊秀的容颜 比之当初更加的出众 林仙儿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灿烂的笑颜 竟笑得有些吃 人生有此经历 他林仙儿倒也没有白活一世 竟有人为了自己 让仙玉大能出手 为他杀人 整个例子世界 没有其他女人 能够有这样的待遇吧 这股毁灭风暴 持续虽快 但结束同样很快 没有过多久 一股乱流 朝着整个圣皇城坠下 四处有人闪躲 星河公会总部位置 虚空中异形强者 缓缓从天而降 至于星河公会的那些强者 已经被团灭诸杀 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巨大 那些强者 全部隐落了吗 周围诸人内心震颤着 那些都是仙 其中一人 更是高高在上的可怕仙中之王 如今竟从这个粒子世界消失 星河公会被直接拔掉 诸人看着 站在虚空中的秦问天身影 断然没有想到 会因为秦问天 粒子世界爆发出 一股如此可怕的风暴 千变帝君的仙念 依旧还未消失 他出现在秦问天身前 开口道 这次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你需立即离开这粒子世界了 秦问天点了点头 之前就有一位先王降临粒子世界 来对付他 秦问天也感觉到了 这场风暴 不会这么简单 星河公会和他虽然有仇怨 但还不至于付出这般代价 曾经星河公会的势力 布满粒子世界 被他拔出 然而 仅仅是一个粒子世界而已 对于星河公会而言 并不算什么 据说星河公会这股势力信仰 遍及无数个粒子势力 乃是非常庞大的一股势力 之前 这个粒子世界 连一位先台强者都没有 如今出动这么多强者 仅仅是为了占据一个粒子世界 这么简单吗 仙河 你随我去仙狱吧 毕竟不知道 星河公会是否还会出手对付你 秦问天对着身旁的林仙儿道 听你的 林仙儿轻轻喊手 他本就一直想要前往仙狱 如今正好秦问天带他前往 自然是愿意的 走吧 一行强者冲天而起 然而就在他们腾空之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而降 压垮天穷 在诸人面前 陡然间出现了一行身影 他们似乎刚从粒子世界外奔赴而来 截住了秦问天他们 这些人神色非常不善 威压强横至极 来晚了一步一位先王强者陨落在了粒子世界 双方虽相隔遥远 然而威压已经降临 横跨虚空 遥遥相望 星河公会和东圣仙门联手了吗 前变帝君的仙念还未消散 冰冷道 帝君前辈言重了 星河公会须执掌这粒子世界 而我东圣仙门是来拿秦问天的 此人诛杀我东圣仙门不少强者 我东圣仙门必请他回去 一位东圣仙门的先王人物回应说道 看来东圣仙门一直在找和我千变仙门开战的 这次正好就是契机了 千变帝君冷笑道 昔日他从东圣仙帝手中 拿下了东圣十三州的六州之地 东圣仙帝如何能够咽下这口气 双方小矛盾不断 但还未有超级大战 如今看来东圣仙门是忍不住要出手了 前辈莫要忘记约定 若战先帝人物是不能参战的 东圣仙门仙王继续游道 云州如今好歹是我千变仙门的地界 这粒子世界应该属于我千变仙门统侠势力范围 你们来此开战 看来很自信 千变帝君冷冰冰的开口 虚空中陡然间又有数道呻吟降临 仿佛从虚无中走出来般 他们身上绽放的围压 进阶超级可怕 都是先王为时 为了区区立子世界 帝君竟准备如此充分 东圣仙门的先王神色扫过诸人 似乎在估算双方战斗力 你们又何尝不是 看来即便是新拿住了秦问天 你们也不会走远 在这颗粒子世界的周围世界 你们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各方强者 应皆在这里和我千变仙门动手吧 前变帝君平静说道 却让秦问天心中微颤 他没有想到 这场因他而起的风波 竟然越刮越大 引发两大先门的对战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景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280集 千变 你倒是聪明啊 此刻 虚空中陡然间出现了 一尊庞大无比的虚影 这虚影是从天穷之上投影而下 整片粒子世界的上空 这一刻都能够清楚地看到 这巨大无比的天穷投影 东圣 千变帝君抬头 这虚影正是东圣先帝投影 千变 你既要我六周之地 那么就准备好开战 我倒要看看 千变到底有何底气 要活动于的疆域 东圣先帝声音从天而降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那虚幻的庞大身影 瞳孔中闪过冰冷杀机 秦问天 东圣先帝乃是先帝人物 对他而言 仙台静静 不过是蝼蚁而已 然而 秦问天这仙台人物 却真正让他有了杀念 秦问天已经不止一次打他的脸了 东圣先门百年鲜艳之上 拒绝百师 羞辱于他 谷帝之城 诛他清传弟子 聂他东圣先门三百余位天交 你回来 立子世界的时间倒也凑巧 那么正好在这里一起警觉了 此人 不须再牵拿 直接杀 东圣先帝下令道 是 东圣先门诛强应令 整个立子世界的人都在抬头 望向虚空中的东圣先帝虚影 这是当年出现过的先帝人物 至高无上 曾经他先攻投影立子世界收徒 拒绝收秦问天为弟子 如今他再次降临 是来杀秦问天的 看来秦问天败入了大能强者门下 而且是和东圣先帝相对立的 天穷之上光芒万丈 一尊尊强者降临而来 他们身躯庞大无比 都是万丈以上 甚至十万丈大小 处立于天地之间 站在整个立子世界的上空 隐隐要将整个立子世界都包裹其中 这些强者都是先王强者 而且大多都是东圣先门的先王人物 星河宫会反而像是站在了幕后 由东圣先门来主战 这整个立子世界的人看到虚空中一尊尊无上身影 隐隐感觉末日就要降临 这太可怕了 这些人朝着天穷一战 整个世界都被包围 先王强者身躯能够变换大小 他们无需修行特殊的先术 就能改变自身躯体 让自身变得庞大无比 以不同形态战斗 天穷之上 一道道流光降临 似乎有着一股可怕的虚空风暴 一道道身影 直接从那虚空风暴中漫步而出 朝着千变帝君这边方向走来 站在不同的方位 他们随即同样化身无比巨大的身躯 对峙着东圣仙门的强者 显然他们从千变仙门而来 疯了 这若是开战 整个世界都要毁灭啊 下方立子世界的人 从刚开始的兴奋期待 渐渐变得恐惧了起来 太多了 这些强者越来越多 占据了整个粒子世界的上空 他们就像是一尊尊神灵一般 这让无尽粒子世界的人 感觉自己如此渺小 在这些人面前 他们如同蝼蚁般 卑微渺小 他们这一刻 切实感觉到了危机 这场战斗足以毁灭粒子世界的战斗 东圣 此时 秦问天望向虚空 开口说道 虽然声音不大 但他相信东圣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你我知恩悦 没什么可说的 让这场战斗 无需去让一个世界为之陪葬 一个世界的毁灭 是真正大罪力 去星空战斗 如何 秦问天望向东圣先帝说道 仙玉周围 有无尽粒子世界 每一个世界 都有着无数生灵 以亿为单位 甚至百亿千亿人口 造成粒子世界毁灭 无异于屠戮世界 在这仙玉 也是属于大罪孽 超级强扯大战 都会避免毁灭一个世界 这场罪孽 归不到我身上 这个粒子世界 若因此毁灭 秦问天 已有很大的责任 东圣先帝冷冷开口 眼神漠然 没有一点的感情 他是高高在上的先帝 众生如蝼蚁 一个粒子世界 土著世界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这场战斗 他不参与 罪孽不加深 况且 即便是真有罪孽在身 他东圣活了这么多年 已成为先帝存在 又有何惧 整个仙玉 能够撼动他的人都不多 会在乎一个粒子世界的罪孽 秦问天只感觉浑身冰冷 他的目光充满了无穷杀机 凝视虚空中的庞大蓄影 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先帝 粒子世界人的性命 他根本无视 粒子世界的人都听到了东圣先帝的声音 他们抬头看着那尊无上的身影 同样透着愤怒之意 虽然他没有听到秦问天说什么 但从东圣的话中 也能猜测到 必是秦问天不希望在粒子世界发生大战 导致世界崩灭 但东圣先帝拒绝了 压抑 整个世界都一阵压抑 这一刹那 这粒子世界的人全部精神紧绷 大战似乎在一处即发 但若开战 会是何等毁灭性的灾难 东圣 你今日若是 下令在粒子世界开战 我秦问天若是不死 你诛你满门 秦问天双全紧握 东圣先帝蔑视天下人的性命 整个粒子世界的人 在他眼中都是蝼蚁 杀 东圣先帝听到秦问天的话后 吐出一个字来 杀念可怕 东圣 秦问天怒吼一声 东圣先帝下令杀 无视粒子世界无数人的性命 轰的一声 一股毁灭的威压 瞬间笼罩了整个粒子世界 先王人物何等实力 他们化身天神般的巨人 处立天穷 朱先王同时爆发他们身上的威能 足以在一刹那 让整个粒子世界都感受到无上的压力 这一瞬间 粒子世界的人浑身微微颤立着 这股微是太恐怖了 他们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 那些站在天穷之上 如天神般的身影 如神灵 也如魔鬼 没有人理会秦问天 东圣先帝已经下达杀伐令 大战瞬间爆发了 那些万丈以上的天神般的巨人 他们脚步踏出 一步就能横跨遥远的空间 太可怕了 虽然他们的身体变得无比庞大 但实则速度并没有变慢 他们一步跨越太大了 一尊巨大无比的神魔虚影 从天而降 轰向了秦问天这一方向 直接覆盖了一方天地 能够灭杀一切的存在 无比庞大的攻击 速度却如同流星雨般降临 秦问天即便已入仙台境界 在那股无上的微压前 依旧感觉到了身体的颤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暴更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81集 一位千遍仙门的先王强者 踏步而出 他的身躯 同样无比庞大 身上陡然间 绽放一股 无比恐怖的仙光 一株庞大无边的 星辰古树 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棵古树 直通天球 像是真正的星空古树 有着无尽的藤蔓 每一根藤蔓之上 都有着夺目的符纹之光 像是规则的力量 天穷上 树道攻击 落在那星空古树的包裹之中 毁灭的力量 在其中肆虐 却被层层包裹 随即被剿灭摧毁掉来 好强啊 秦文天身边的林仙二 内心震颤着 简直难以想象 世间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强者 果然修行越是到了高的层次 实力越是呈现质的飞跃 天象人物的攻击 比之天罡原附近的人 已经强大太多了 但在先王层次的人面前 就像是蝼蚁和巨人相比 太渺小了 虚空又有一位先王 他一拳空出 天穷上竟出现无数古老字符 每一个字符都蕴藏滔天杀伐之威 真正拥有大溃灭之力 同样有一名超强人物 挡住了他的攻击 这先王人物一拳击出 虚空中有三千规则全盲 竟牢牢锁定那些天穷杀伐骨字 轰杀而至 惊天动力 虚空动荡 短暂的刹那 这粒子世界的上空爆发出惊世之战 整个粒子世界都动荡了起来 他们虽然在高空 但战场其实还在粒子世界的区域范围内 这种级别的大战 如果他们对着粒子世界攻击的话 是能够真正摧毁一个粒子世界的 这一刻 整个粒子世界的地面都在震动 许多人站立不稳 不断地摇晃着 天穷上不断有毁灭的流光降临 下方的人疯狂地闪避着 先王强者攻击的鱼波 都不是他们能够抵抗得了的 在黄极圣域的某处地方 一道剑气鱼波 斩在地面之上 瞬间劈开了一条裂缝 在那块区域周围的人 全部被剑气诛灭掉了 一时间惨叫声震荡天地 许多人都真正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随着战斗的持续爆发 下方粒子世界四处都充斥着末日景象 即便只是秦万天脚下的圣皇城 都不断有鱼波攻击落下 譬如一位强者的功法掌印鱼波 落在堪比一座巨大无比的古山 能够直接淹没数百里区 将那里的人全部震杀 可谓非常凄惨 强者大战 弱者遭殃 这就是五道世界的残酷 实力弱小之人非常悲哀 也许粒子世界以前生活得很太平 但当有一天 发生如同今天这样的意外 仙战波及过来 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死活 东盛明知会生灵涂炭 但依旧下令将这里当作主战场 无视苍生性命 帝君 能否有办法脱离这战场 秦文天望向身旁 牵遍帝君的仙念 道 等吧 东盛为对付千变仙门亲自谋划 当年你在东盛先门拒绝于他 我又要了他六周之地 虽然他表面上沉住气 但显然一直惦记着 准备给千变仙门致命一击 只是没有想到 他会以你家乡所在的粒子世界为突破口 谋划大战 千变仙帝缓缓说道 看来 东盛他对你的恨意很深呢 否则也不会如此记挂着你了 能够让先帝如此惦记 这是荣耀还是祸食呢 以后我秦文天的成长之路 都将会以灭绝东盛先门为目标 秦文天冰冷开口 战斗之时 东盛先门竟还有先王强者 前来增援战斗 出现在粒子世界的阵容 简直就是一场仙域顶级势力的征发战 秦文天 就在这时候 天穷上一道大鹤声传来 有两道威严的身影站在虚空之上 这两人秦文天竟然认得 其中一人乃是东盛先帝 坐下先王大将 燕渊先王 乃是东盛先帝的心腹之一 实力极强的一位先王 另外一人 同样是一位强大的先王 缺越先府的主人 缺越先王 缺越先王 还是东盛先帝清传弟子 缺天义的长辈 然而 却隐落在了秦文天的手中 这缺越先王 乃是一方大能人物 在东盛先帝的地狱 开辟一座先府势力 他本身的实力 也是极为强劲 如今 两位非常可怕的先王人物 降临这例子世界 可见东盛先帝的决心 要将这批千变先门的强者 全部留下来 这场大战完胜的话 再直接攻入千变先门 收复六周之地 他倒要看看 还有谁敢要他东盛的地盘 连燕渊和缺越都崴了 东盛 为了这场战斗 你动用了不小的力量了 千变帝军凝视虚空中的东盛先帝 东盛先帝 以前掌管东盛十三周 手下先王人物有很多 但他不可能没场大战 就将各地的先王 全部争掉战斗 一般只是动用可动用的力量 这场战斗 东盛先帝 召集这么多先王 前来立此世界 可见其决心之强 东盛先帝 扫了千变帝军业 心中却有些不爽 他发现在千变先门的阵营中 有一些他甚至不是很熟悉的先王人物 但战斗力之强 让他都感到颇为意外 这些人 千变帝军 是从哪里召集来加入他千变先门的 缺越先王和燕渊先王身躯同样变得庞大起来 无比恐怖 只见缺越先王身后出现一轮缺越 这轮缺越中似乎蕴藏诸多惊人的威能 缺越先王身躲落而下 朝着下空那颗挡住攻击的参天星辰古树而去 一瞬间 这颗参天古树覆盖了一层寒霜 仿佛要冰封 古树上依旧有强大无比的纤维绽放 毁灭的浮光在每一根藤蔓枝条上绽放 和缺越先王的那股力量对抗 这时燕渊先王冷横了一声 脚步朝着星辰古树走去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片地狱般的毁灭火海 似乎有一尊毁灭地狱之王驱隐出现 一股无上的纤维席卷而出 自来自深渊地狱的火焰渗透到了那棵古树之中 燕渊先王和缺越先王的攻击 一冰一火一寒一热 这一刹那那棵仙枝古树一点点地毁灭掉来 想要挣扎却依旧不断地衰败 挡不住这样可怕的攻击 燕渊先王冷横一声 他手掌挥动 顿时无尽毁灭地狱之火朝着下方战法 那些火焰撒遍天地 许多朝着下空坠去 落在粒子世界的火焰 瞬间燃烧了起来 所过之处进阶一片焦土 燕渊先王的火焰何等的可怕 那是真正的鲜火 那绽放先知古树的强者发出残叫声 他将古树收回体内 但毁灭力量依旧燃烧着摧毁着他的仙根 看着这场战斗 秦温天越来越感觉到对千变仙门不利了 战局似乎在不断地倾斜 甚至有人陨落 这种大规模的仙战 即便是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是会丧命的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凡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小子 你的死期到了 燕渊先王的目光 冰冷地盯着秦温天 当初在东省先门 秦温天杀他弟子 辱骂于他 打脸可是打得很爽啊 他燕渊先王高高在上 还没有被一个天象镜的小子 那样羞辱过 虽然那小子如今已入仙台 但更该死了 他修行的速度 可是真够快啊 燕渊 你的眼光向来就很差 如今你弟子被杀 你看好的缺天意 也死在秦温天手中 如今恼羞成目了吗 一道声音从天而降 只见虚空中 有两道声音降临 出现在了秦温天身前 这两道身影 亦白亦黑 说话之人 乃是那穿白衣的身影 此人面容俊逸 长发飞扬 白衣若鲜 黑衣强者 神色寒冷可怕 那双深邃漆黑的毛子中 透着一股毁灭的死亡之意 他的手掌握着一柄黑色的刀 像是死神之刀 白乌鲜 燕渊仙王盯着那白衣身影 他想起了当年东盛先帝 来立子世界收徒的时候 那时候 他就和白乌鲜斗嘴 他看好缺天意 缺天意被东盛收徒 他收下了黑风 却处处贬低秦问天 而白乌鲜 恰恰看好秦问天 如今无论是缺天意还是黑风 正好都死在了秦问天的手里 白乌鲜 天穷之上 东盛先帝的虚影望着白乌鲜 神色中蕴层一抹冷芒 我东盛先帝何处得罪了你 已经加入千变先门 白乌鲜抬头 看向虚空中东盛先帝的虚影 淡漠的道 东盛前辈在立子世界开战 造成生灵涂炭 实让无辈不斥 修行到仙玉顶级层次 成为一方之主 这样造杀灭 令人失望 你这么故意苍生性命啊 东盛先帝冷道 你白乌鲜修行至今 手上杀孽何尝会少 我白乌鲜一声 只杀我认为当杀之人 白乌鲜平静开口 当年一怒之下 诛杀一位先帝子嗣 正是白衣先王绝代风采 他要杀之人 不念对方身份 哼 东盛先帝冷横一声 又看向白乌鲜身旁的黑衣男子 死亡刀客 你也要和我作对 黑衣男子 正是沐炎的师尊 当年帮过秦问天的死亡刀客 他和白乌鲜一样 都是天福界弟子 从辈分而言 属于秦问天的师兄 只是 这时他自然不会相认的 千变先门的出现 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伪装 其他人 怕是都认为 他们属于千变先门 死亡刀客 没有回答东盛先帝的话 他所站的位置 就是他的立场 何须多言 燕渊 你眼光差 实力怕是也不怎么样 当年你不是一直想要和我试试吗 今日 正好给你机会 白衣仙王目光转过 看向虚空中庞大无比的燕渊 我倒要看看 你白乌鸦究竟有多少实力 燕渊仙王身上 同样有着滔天战役 似于压垮苍穹 身后背负者的毁灭地狱魔王 带着毁灭飞鸦 席卷而下 笼罩这片天地 你去对付其他人 他们两人 交给我就行 白乌鸦对着身旁的死亡刀客道 死亡刀客轻轻地点头 应道 好 死亡刀客虽也极富盛名 但他深知白乌鸦的强大 燕渊仙王和缺越仙王 白乌鸦对付他们二人足够了 即便在天福界 白乌鸦也是属于比较传奇的一位仙王人物 狂妄 燕渊仙王霸道贺道 声音震颤天地 白乌鸦这句话何等狂妄 要一个人对付他和缺越仙王 他们两人任何一人 都是东盛十三州极有名气的仙王人物 缺越仙王是缺越仙府的主人 他燕渊仙王是东盛先帝坐下战将 甚至他们成名的时候 白乌鸦还不知道在哪里 如今这白乌鸦竟然这么猖狂 嗡的一声 燕渊仙王话音落下 白乌鸦的身体消失了 虚空中出现了一道浮光身影 白乌鸦王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飘渺之意 他并未扩大身躯 依旧是正常大象 刹那间杀向了燕渊仙王 在燕渊仙王庞大的身躯面前 白乌鸦仙王显得格外渺小 燕渊仙王双眸中 好似有毁灭的地狱之火 他手掌朝着下空抓去 刹那间将一方大空间笼罩其中 这片大空间瞬间全部都是地狱之火 似有恶魔咆哮摧毁一切 秦问天望向那一战场 为白乌鸦捏了把汗 燕渊仙王攻击中 蕴藏的毁灭力量 他都感受得到 白乌鸦竟然陷入了其中 就在这时 只见一阵刺眼的强光 从那片地狱毁灭空间绽放 那片毁灭空间内出现了一条绚丽的白色蛊鹿 白乌鸦的身影就在蛊鹿之上 他一步踏出 直接从毁灭空间中走了出来 那身影无比潇洒 直奔燕渊仙王的身体而去 燕渊仙王另一只手拍打而出 却见另一条蛊鹿出现 白乌鸦像是一道可怕的闪电般 身法 隐藏纤维的身法 秦问天看着那潇洒的身影 这一刻 燕渊仙王庞大的身躯烈士 立即明显地暴露出来 他身躯庞大 灵活性虽然依旧很好 但毕竟身体太大了 空隙就大 相比他而言 白乌鸦身体小 他身法足够快 可以避开燕渊仙王覆盖空间的身体 攻击杀到燕渊仙王身前 那么被动的就是燕渊仙王了 燕渊仙王吐出一口毁灭纤维 他身后的那尊恐怖地狱身影 也发出可怕的攻击 但白乌鸦太快了 他的身法 运藏大道规则 在虚空不断变向前行 在短短的刹那 已经接近燕渊仙王的身体 空的一声 燕渊仙王身体快速变小 他身体太过庞大 白乌鸦近身的话 他整个庞大的身躯 就任由白乌鸦攻击了 当然 燕渊仙王身体变小的同时 也没有闲着 身上无穷毁灭纤维绽放 只一刹那 他身体周围全部化作毁灭之光 所有空间全部笼罩 没有一处地方 能够避开他身上绽放的毁灭力量 但就在这一刹那 直见那股毁灭地狱之中 出现了一条条璀璨古路 白乌鸦的身影 真正如幻影一般 在那股毁灭力量内部 开辟了他行走的先路 轰的一声 一股绝世之威 从白乌鸦的身上爆发而出 在燕渊仙王身体变小的刹那 他的身躯 突然就变得无比庞大了起来 他身上的白衣 似乎都是特质的 随着他的身体变大而变大 白衣飘动 绝代仙王从潇洒身影 一瞬间变身伟岸霸道仙王 他双眸射出夺目之光 身上出现了无尽浮光 他双眸开河的刹那 有着一股恐怖的浮光 直接笼罩了这片天地 笼罩了燕渊仙王的庞大身躯 那是铜树 这一刹那 燕渊仙王体内力量的流动 体内的血液 腹骨都清晰可见 在那铜树之下 无所遁形 这一刻 燕渊仙王生出一股奇妙感觉 他仿佛被白无牙看透了 在那双瞳孔之下 他无所遁形 甚至他浑身都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威压 那双眼睛似乎严重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83集 轰的一声 白衣仙王白无牙的身后 出现了一双天眼斑 有着无穷纤维 似乎 这是独属于他的规则力量 是啊 只见白无牙吐出一道声音 从白无牙到燕渊仙王的身体之间 似出现了一条仙之桥梁 无尽可怕的符纹规则力量 直接通过那双可怕的双眸 渗入到燕渊仙王的躯体当中 这一刹那 燕渊仙王只感觉浑身动荡 身躯都要遭到毁灭的打击 他怒吼一声 本想要变小的身躯 立即终止 抬起手掌 暴击而出 地狱般的毁灭深渊 似要摧毁一切 轰隆隆的一声 白无牙身后的天眼 似能望穿一切 拥有开天地之威 他抬手就是一指 瞬间一股强横的规则力量 仿佛针对燕渊仙王的攻击 应运而生 直接将那毁灭力量摧毁掉来 咔嚓一声 清脆的声响传出 燕渊仙王闷横一声 他庞大的身躯 都死微微颤抖了下 这一战 瞬间吸引了无穷的目光 粒子世界的人 观望着天穷战斗 那白衣仙王 绝带身影 好强 以绝对优势 克制那毁灭力极强的 燕渊仙王 不过就在这时 突然间 一轮月影 笼罩白衣仙王 个人正是缺月仙王出手了 此刻在东盛十三周 极有威望的缺月仙王 也不顾及颜面 和燕渊仙王 联手对付白乌鸦 这位后期仙王 缺月仙王 你就这点实力吗 白衣仙王 抬头望向缺月仙王 天眼之光 笼罩着他的身躯 竟仿佛完全不受 那股力量所影响 他一步迈出 直接从那光滑中走出 这一幕 使得缺月仙王 神色极不好看 他在仙玉名声极大 此刻被这一般的蔑视 燕渊仙王的身体往后退 但却见白衣仙王 白乌鸦一步迈出 那惊世的仙行不在现 似能够无视空间距离 即便他身躯无比庞大 但依旧让人能够感觉到 这身法的快 燕渊仙王感受到身躯的动荡 他怒吼一声 整片虚空暴动了起来 他双全破天 地狱深渊毁灭一切 绞杀白无恙 这种威力太可怕了 人群只感觉那片天 都要被这股深渊力量摧毁 开 天眼绽放无穷纤维 自成规则 白乌鸦双眸能够开天辟地 整片毁灭地狱深渊 都被一眼破开 出现了一条仙路 白无恙漫步而出 要将燕渊仙王逼上绝路 燕渊仙王脸色铁青 他堂堂东圣先帝坐下战将 竟然被白无恙压着打 完全是一边倒的战斗局面 后浪推前浪啊 千遍地狱感叹一声 白无恙的实力让他感到惊艳 而且他是后来成名 而燕渊仙王和缺跃仙王 在白无恙 在名字还不被人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名震东圣十三周了 但如今白无恙 一人轻易抗衡他两大仙王 修行无早晚 若是天赋足够强大 只要不陨落 就能够超越前人 东圣先帝的神色 却不那么好看了 白无恙虽然名声不小 但他并未看过白无恙的战斗 今日一见超乎预料 一股可怕的力量 疯狂地在燕渊仙王身体内流动 燕渊仙王渐渐感觉 自己的力量都不受控制了 杀 又是一道冰冷火星杀猪 白无恙双眸绽放绝世神话 扑刺一道声响 燕渊仙王竟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咚的一声 白无恙再次往前踏出一步 紧随不舍 燕渊仙王发出一道大吼之声 面无血色 极为猙獰 东圣先帝看到这一幕 那巨大的面孔都变了 燕渊仙王是他坐下战将之一 实力非常强劲 但竟然被压着打 甚至有被诛杀的危险 你去吧 东圣先帝开口说了声 燕渊仙王这种级别的人物 他坐下也没有很多 绝不能折损在这里 是 陛下 燕渊仙王应命说道 脸色难看至极 败退而逃 这对他燕渊仙王而言 将会是一个耻辱 白无恙眉头微皱 他双眸似要展开燕渊仙王的身躯 仙鹿出现 白无恙化作可怕幻影 直接奔向燕渊仙王的身体 轰隆一声 一股恐怖的深渊出现 燕渊仙王一步跨入其中 似乎化作了可怕的通道 他要从通道消失 白无恙身上纤维绽放到极致 将整个深渊覆盖 随即那可怕的通道都被展开来 燕渊仙王惨叫声不断 他眼中透着滔天怒火 手掌挥出一道空间法宝 虚空之力包裹着他的身躯 要带他离开 呲的一声 白无恙身后的天眼 真正能够开天 禁锢那片空间风暴 直接卷了过去 强行篡改了空间规则力量 使得空间一阵扭曲 燕渊仙王在扭曲的空间风暴中挣扎着 却依旧没有能够离开 他走不掉了 白无恙 燕渊仙王充满了无穷愤怒 白衣仙王身上的纤维 将他牢牢锁定 一指击出 咔嚓的破碎声不断 他体内腹骨崩溃 身上血液绽放而出 朝着下空粒子世界流去 白无恙 你敢杀他 虚空中 东圣先帝眼神中透着杀念 白无恙竟然真的要将燕渊仙王留下来 粒子世界无数人看着这场滔天大战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竟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这东圣残酷无情 是整个世界的人性命如草剑 这样的人就该死 所有人都祈祷着他战败 如今看到天穷上 白衣仙王的风华 他们很兴奋 你一道仙念 也威胁白无恙 千变帝君凝视着虚空中的东圣虚也 冷道 况且 即便你本尊在又如何 两大势力之战斗 你我不得插手 你本尊在 也只有看着燕渊仙王死 东圣先门和千变先门之战 先帝不出手 除非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是仙玉战斗暗藏的规则 否则 东圣先帝杀千变先门的人 千变帝君杀东圣先门的人 那最后就是全部杀干净 只剩下他们这些先帝了 还有何意义 燕渊仙王还在挣扎 他疯狂祭出先兵 然而 到了他和白无牙这种境界 除非是逆天级别的先兵 否则左右不了什么 只是在做垂死挣扎而已 后面的缺跃先王 一直跟着他们战斗的步伐 两人退得太快 快到他只有不断追过去 但却发现 战局似乎已经不可逆转了 他犹豫了 如若再上前帮助燕渊仙王 白无牙灭掉燕渊仙王后 下一个会不会是他 这些先王人物 别看平日强势无比 威严极盛 那是对象 因为他们地位高 但真正面对生死危机 他们是非常警惕的 活了无数的岁月 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 权势女人 什么都不缺 一句话就能够影响无数人 让诸多强者沉浮 这样的人物 谁舍得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泰国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284集 白无牙的势力 让缺越先王 这成名已久的人物 都生出了畏惧之心 能够压着燕渊先王打 而且让燕渊先王 连逃亡的能力都没有 这种的白衣先王 太可怕 啊 残叫声惊天动地 响彻粒子世界的上空 即便是其他战斗者的先王人物 也都感到一阵心惨 这可是燕渊先王的惨叫 他们的先念覆盖下 发现燕渊先王身上不断流着鲜血 他体内的腹骨不断的断裂被摧毁 生命一点点的被剥离 终于白衣先王降临燕渊先王的身前 眼眸凯田匹利 手掌轰杀而出 轰隆一声巨响 燕渊先王发出凄惨的吼声 他的身躯暴裂 庞大无比的身躯 血雨洒落 浮骨坠下 他凝聚一缕仙念 想要逃离 却被白乌鸦天眼 直接笼罩灭杀掉来 让他彻底的消失 除非燕渊先王在其他的地方还留有仙念 否则他就彻底消失于天地间了 而且即便他留有仙念 一旦显露也终将消散 粒子事件 燕渊先王的鲜血落在地上 他们竟然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围压 不断的闪烁避开 那一滴滴的鲜血化作血之湖泊 蕴藏着可怕的危能 比他们所谓的强者的血脉强大太多了 那些浮骨坠下 蕴藏惊人的围压 粒子事件的人疯狂闪烁 知道仙人骨头都是法宝 想要抢夺 燕渊先王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对粒子事件的人而言都是至宝 真的杀死了 整个虚空战场 很多仙王都在兴产 燕渊先王 东圣陛下坐下一位强势仙王战将 陨落 若是一位普通的仙王死 很正常 他们不会太震撼 心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但这是燕渊先王陨 燕渊先王被白无牙强势诛杀掉 那么这里还有哪位仙王能够对抗白无牙 一位绝对的强者在先战的战场上是真正能够左右整个战局的 白无牙身体豁然间转过 一步迈出直奔缺跃先王而去 这一刻缺跃先王的眼眸跳动了下 在下方诸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缺跃先王竟然没有选择战 而是转身就走 横跨虚空而顿 混账 东圣先帝神色铁金 一位成名无数年的先王 在白无牙面前不战而逃 然而对于缺跃先王而言 却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实力绝不会强过燕渊先王 但燕渊先王在白无牙面前连逃命的能力都没有 白无牙没有去追 他立即加入那些群战的战场 千变先门的情况并不乐观 死亡刀客的加入稍微缓解了下千变先门的压力 毕竟死亡刀客乃是天福界出来的 他虽然不如白无牙那般出众 但相对于寻常先王而言 却是属于战力非常强的 手中的刀像是死神之刀危险至极 但即便如此 千变先门依旧有多位先王受伤 两位先王陨落 看得一旁的秦问天 以及林仙儿内心都剧烈的波动着 这场先战太过可怕 先王人物都死了 强大如燕渊先王都死在这场战斗中 白无牙加入了一方战场 先微卷过 天眼瞬间笼罩一人 那先王人物立即感觉身躯 似乎被锁定了般 体内的力量竟遭遇了一股奇妙的力量入侵 白衣先王化作幻影 一步步横跨而出 诸人只见虚空中出现了诸多白色残影 很快又一位先王人物陨落 触目惊醒 东圣先帝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虽然在民面上东圣先门的战斗力依旧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但白无牙一个人却可以颠覆整个战局 这里没有人能挡住白无牙 撤退 东圣先帝也是极其果断的人物 一旦看出无法诛灭这些千变先门的人 立即下令撤退 所有先王同时腾空汇聚 降临高空之上 朝着天外而去 白无牙没有去追击 他一人之力再强 也不可能独自占对方朱先王 很快 东圣先门的朱先王人物都退到了高空 他们神色冰冷 凝视下方 随即一个个化作流光而去 东圣先帝虚颖依旧还在 冰冷地看着白无牙 这场战局竟然因白无牙一人而改变 东圣 看来你准备似乎有些不够啊 千变帝军冷嘲道 东圣先帝冷横一声 盯着白无牙道 这一场战斗算我大意 下次 你千变先门 绝不会还有这样的运气 全身而退 运气 千变帝军冷笑 东圣先帝的虚影 渐渐渐变得虚幻 最终消失不见 天穷的威压终于消失 先站停止 粒子世界的人纷纷站直了身躯 终于松了口气 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有种大难不死的感觉 周围很多地方都遭遇了劫难 很多人甚至是死里逃生 先站的余波落在粒子世界 直接就是毁灭一块辽阔地狱 完完全全抹平 这一场仙战 虽说有几位先王人物陨落 但粒子世界的人 却陨落了太多 还好 残忍的东圣先帝被击退 他们会铭记这暴君的名字 若是有朝一日 他们能够到达那种境界 一定要报仇 相反 白衣先王白乌崖的名字 被人所铭记 他的绝代风华 整个世界都忘不了 这一场仙战 对于这个粒子世界而言 是一场洗礼 让他们对这个世界 看得更清楚了几分 更加渴望强大 星河公会联合东圣先门暗算我们 这个粒子世界的星河公会 全部拔除掉 前辩帝君冷冰冰的下令说道 顿时有数位先王人物 朝着粒子世界而去 没有过多久 他们就回来了 星河公会 从这个粒子世界 消失了 温天 你随我回仙域吧 暂时不要和这粒子世界有接触了 无论是对东圣先门 还是星河公会而言 这粒子世界 都只是楼椅般的土著世界 他们不会太在意 这次纯粹是为了针对你和千辩先门的 你斩断和这粒子世界的联系 他们自然也就懒得再理会这个他们眼中的土著地方了 千辩帝君道 嗯 走吧 秦问天点头 回去 千辩帝君下令 顿时诸人返回 白无牙走到秦问天身边 带着秦问天一起 秦问天站在高空之时 不舍得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随即回过头 凝望星空 神色更加的坚定了 从此 不念过往 征战先遇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